是散发了出来,准备随时发动攻击。 你不是最看好这个小师弟吗? 你不是一直想讲他作为继承人培养吗? 凭什么? 道卿怒吼着。 我和他都是天机未宪之人, 只是因为我在古墓当中被寻找到僵尸不敢进我的身, 所以你就讲我像魔种一样仿着吗? 难道只是因为小师弟被捡来的时候环境比我好, 所以他就为道,我就为魔吗? 凭什么? 我从未这样想过, 你们都是我的弟子, 都是如我孩子一般的人。 我从来没有偏心过, 是你自己走上魔道。 哼,是吗? 在我八岁的时候你捡来了小师弟, 自那之后你便是将所有的重心全都放在他身上, 你何曾再多管过我? 是杨如印大师兄将我拉扯大的, 对吗? 老五不也是这样吗? 当时兔崽子上小, 难道不由我亲自抚养, 还要让孩子抚养孩子吗? 好, 当时老五和我一样的待遇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可是在小师弟五岁之时, 我十三岁的时候, 您还记得发生的那件事吗? 就是那件事才让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决定按您的愿望进入魔道。 你还记得那件事? 杰尘子微微皱眉。 呵呵, 看来您也还记得呀。 道庆冷哼一声, 看向叶峰。 老六, 我最可爱的小师弟, 你可还记得吗? 叶峰紧紧握了拳头, 道庆的这一问将他拉回到了十几年前。 在叶峰五岁的时候还是很顽皮的, 从他和五师兄一起往三师兄的杯里面撒尿就能看出来, 那个时候的确发生了一件关于四师兄道庆的事情。 四师兄道庆, 可能是因为某种先天特殊体质, 两只眼睛瞳孔的颜色不一样。 尤其是在施法的时候, 一只眼睛会成为蓝色, 而另外一只眼睛则会成为橘红色。 而道庆那个时候, 一直把这个当作秘密来看, 甚至都不愿意在师父面前施法来显示出自己的不同。 杰尘子当然也一直不知道。 茅山规矩, 所有弟子在十二岁之后, 便是由自行修炼与积攒因格, 再无师父带。 而道庆的双瞳, 则是在十三岁才开始显露出来。 即便他在遮掩, 还是被五岁的叶峰无意中发现, 随后告诉了寄陈子。 其实叶峰现在想想, 那正是道庆某种体质的表现。 所以寄陈子知道后, 十分惊讶。 将道庆叫来之后, 让他当着寄陈子的面师父, 果然是颜色不同的双瞳。 当时, 寄陈子只是单单说了一句, 可能是特殊体质的原因, 只要身体感觉不难受, 就没什么影响。 道庆当时也是将心将意, 但是见师父没有怪罪, 便是真的无所顾忌地, 在人前动用起法术来, 甚至还一度将自己的颜色不同的双瞳, 当作是天选之人的征兆。 那个年纪的人都是比较中二的, 可是这种中二却是为他带来了麻烦。 在一次捉轨当中, 神肖派的人发现了道庆的双瞳, 回去便是报告给了冲和子。 冲和子也察觉出了道庆是某种体质, 觉得此事非同小可, 便是上了毛山和寄陈子密谈。 恰巧, 那天叶峰正缠着四师兄带他玩, 两人刚好用道庆的伪装之术 躲在了衣柜当中, 准备给寄陈子一个惊喜。 可是没想到, 这一次惊喜却变成了对道庆的惊吓。 冲和子上山之后, 直接开门见山, 说了关于道庆某种体质的事。 寄陈子说, 我知道, 你知道便好。 冲和子点点头, 我也料想你早就知道, 你们毛山有两个天机未宪之人, 既然一人为某种, 能感化就感化之, 不能感化就策中培养另外一个就好, 实在不行, 就。 冲和子比了个杀的手势, 既陈子刚要说话, 道庆便是带着叶峰 从那衣柜中冲出来, 向外奔逃而去, 只剩下叶峰一人。 叶峰去追四师兄, 但是他才五岁啊, 那天也没能追上。 关于之后的事情, 只知道道庆回来之后一切如常, 就好像忘了这件事一样, 依旧和众人说说笑笑。 寄陈子也有一段时间, 一直对道庆是欲言又止, 但是见道庆那个模样, 以为是孩子心性, 听过了也就忘了, 渐渐地也就真的将那件事 抛在了脑后。 没想到, 这件事竟成了道庆入魔的, 导火锁。 一人为魔种, 能感化就感化之人, 不能感化就侧重培养 另外一个就好了, 实在不行就铲除掉。 当时冲和子没说出来的那半句话, 就是这个吧。 所以那帮想把我这个魔种 除而后快的神骁派天师, 无论是活着的, 死了的, 我都会一一铲除。 这就是他们那句话留下来的债。 道庆哈哈大笑着, 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后来, 您果然对小师弟偏爱有加, 我们十二岁便要独立捉鬼, 而小师弟足足到了十八岁, 您还是在知道着。 当然小师弟表露出来的天赋, 的确比我们五个人都要高, 哪怕最后的时候, 秦始皇来袭, 你想的也是讲上青雷法传给小师弟, 让他配九天选女阴婚, 然后让我们全部自杀。 即便那秦始皇来袭, 是你为了对付我而想出来的幌子, 可当时的我不知道, 我以为您真的是因为那小小的秦始皇, 而真的放弃了我们, 只是讲叶峰推了出去。 师父, 您为何如此的贫心? 道卿生死力竭地质问, 既陈子也有些沉默。 你猜出了葱和子的后半句话, 可曾猜过我没说出来的那句话。 什么? 道卿愣了一下。 我当时对葱和子说, 无论道卿是不是魔种, 他都是我弟子。 只要人一直向善, 就是我继承子的弟子。 他行走到哪里, 只要行的是善时, 那我继承子就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于他。 之后, 我一直想找你详谈, 也曾有意想传授你上青雷法, 压制体内魔性。 但你一直躲闪。 所以, 是你的道心变了, 而不是你以为的, 我偏心。 手来了。 道卿随手将一个杯子打在地上。 您哪次都能拽出这么多的大道理, 可是已经晚了。 这个包厢的响动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精力推门而入。 夏小姐啊, 您能不能和几位朋友小声点, 已经有客人提出投诉了。 我道卿做事, 何人敢指指点点。 道卿猛地回头, 双瞳的蓝橘色光芒瞬间闪烁起来。 我杀了你们一整座酒店的人又如何? 那个精力的脖子被扼住了, 渐渐地脚离地漂浮了起来。 但是, 一股豪然整气呼啸而过, 继尘子身上已经闪耀出了蓝色的雷电光芒。 道卿, 在我面前都敢杀人? 为师教你的, 都教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师父, 您的那些大道义骗骗愚蠢的世人, 也就算了, 又怎能骗得了我? 道卿回过头, 眼神阴振地说着, 那蓝橘色的双瞳就犹如两盏鬼火一般。 执迷不悟啊。 戒尘子摇了头, 你如果因为我的偏心, 那就只管冲我来就好, 何苦阻止那北阴城进攻阳剑, 生灵涂炭? 呵呵呵, 因为, 世人皆蠢, 既然都想让我成为魔了, 那我就建立一个魔的世界好了, 而且我要谋删每一个人都亲眼见证, 那魔的世界成功建立。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没错, 哼, 我要让你看到你一手培养出来的所谓魔种, 建立出一个真正的魔王世界, 而我就是那个世界的唯一的主, 我看不惯谁, 就能杀谁。 道歉哈哈大笑着,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我的修为已经可以讲冲和子杀死, 甚至如果我想我也可以杀死师父您, 但是这样一点快感都没有, 我要的是整个北阴城进入阳间, 阴丝破碎, 整个世界都会变成魔的世界。 师父, 知道我为什么要让小师弟找到您吗? 知道为什么我要帮助小师弟将秦始皇击杀吗? 就是因为我很快就会杀了小师弟, 然后向您证明, 天机卫陷虽有两人, 但真正的强者却只有一位。 你当真觉得能杀死为师? 戒尘子立刻了一声, 就连眼睛中都迸射出了蓝色的雷电, 白色的胡须和头发全都缠绕着上京雷法, 他淡淡地看向夏师涵, 多些突袭款待了, 不过为师好像没什么机会迟日了。 戒尘子说着, 那蓝色上京雷法便是瞬间将叶峰, 张军孝, 诸葛明, 张灵修, 夏师涵等人笼罩了起来。 谋身弟子听令, 在! 三人七声应道, 身上也是瞬间迸射出了蓝色的电光, 但是叶峰和张军小翔喊出口, 却是被那蓝色电光阻挡了。 叶峰这才反应过来, 戒尘子是用上京雷法将几人禁锢下来。 这雷法屏障坚硬如铁, 叶峰短时间内根本就突破不出来。 他这个时候才真正感觉到, 自己的师父, 这个平常喜欢看成人杂志的糟老头到底有多强了。 谋身踪役, 斩妖除魔, 随我去吧。 谨遵师父之命。 杨如印擅长用符字, 此时手上已经是出了数掌颜色各异的符咒, 目光闪烁着杀气。 呵呵呵, 好久没和师父一起斩妖除魔了, 真是怀念呐。 莫清灵笑着, 三魂七魄瞬间出现在他的肉体身后, 那我肯定不能落后了。 横行光说着, 手上出现了毛山三大法器中的最后一件法器, 三清灵。 也只有他对着法器具有献天亲衡力的人, 才能够完全运用出其中的威力。 道卿当真以为你只是一抹虚影, 为时便找不出你本体存在了吗? 姬臣子的身上蓝色电光释放到最大。 哦, 师父您敢去吗? 道卿倒是一副挑衅的模样, 看着姬臣子。 大不了, 我就拘了你的魂魄, 我让你的魂魄看着我杀死小师弟, 统一人间好了。 哈哈, 区区北阴城, 我又何走不得? 姬臣子已经探查出了道卿的本体所在。 谋神弟子, 随我去吧。 好, 何类? 嗯。 杨如印, 莫庆灵, 恒星光一起答应了一声, 随后, 魂魄便是随着那道卿的虚影一并消失了, 只剩下四具保持不动的躯体。 师父! 叶峰和长军孝一起喊了出来, 同时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 开始攻击那戒臣子所留下的禁锢。 诸葛! 老张! 叶峰大声吼着。 想办法破了这禁锢, 去北阴城, 助我师父和诸位师兄。 好。 所有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开始攻击那赏青雷发的禁止。 师父! 等我! 我也是毛山弟子, 斩妖出魔怎么能少得了我? 咱们才刚刚重罚, 你一定不要出事。 一定不要, 你一定要等我, 等弟子过去帮你。 叶峰咬牙攻击着这禁止, 喃喃地说着。 大约一炷香的时间之后, 叶峰因为最熟悉这上青雷发, 便是最先找到了破解的法门, 突破了出来。 突破出来之后, 他急忙冲到诸葛明和张灵修面前, 将那上青雷发的禁止完全消除掉。 三人会合, 诸葛明拨弄罗盘, 瞬间出现了一圈巨大的八卦阵。 他想直接通过这法门, 将所有人都传送过去。 可是, 在这八卦阵光芒大现的时候, 继尘子却是忽然喷出了一口血, 松醒了过来。 诸葛, 等等。 叶峰大喊了一声, 眼眶含泪地冲向继尘子。 师父! 兔崽子, 老子还没死呢, 你从这儿哭个什么劲儿啊? 继尘子轻轻咳嗽了一声, 叶峰赶紧抓住继尘子的手腕。 师父, 我传承了龙门中心的力量, 你一定会没事的。 行了, 别费力气了。 铁臣子抓着叶峰的手。 这只是师父一抹灵魂逃出来了而已, 你怎么可能治得好啊? 叶峰整个人都呆愣住了, 以自己师父的修为, 竟然还没办法奈何那道卿吗? 道卿现在已经将魔种体质完全开启, 在十五岁的时候便是到了魔界, 接受了各种上古魔神的传承。 修为已经比肩神明啊。 铁臣子虚弱地说着, 所以就算整合整各毛山之地, 都不可能杀死他。 原谅师父没有让你和君孝过去。 师父, 别说这些。 叶峰已经是止不住泪水, 男儿有泪不轻弹, 皆是味道伤心处。 啊, 你师父既臣子, 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我用你三位师兄的魂魄力量, 释放了上青雷法, 顶阶之地, 将其中杀。 短时间内, 道卿应该是没有杀你的能力的。 只不过我们的魂魄也永远被道卿囚困在了北银城当中, 但你也不要妄图去寻找他和夺回我们的魂魄。 道卿擅长伪装, 如果你只是想去寻找他复仇, 只会白白浪费你的时间。 你要抓住他重伤的这段空档, 将自己的修为尽可能提上去。 同时找到魔界入口, 将那些给予道卿力量的魔神一个个斩杀, 削弱他的力量。 叶峰连连点头, 磨了一下眼泪。 可是, 可是师父, 魔界的入口在哪儿啊? 是不是从鬼域进入啊? 这个问题, 你问张灵修就好了。 他作为北方鬼帝, 一定知晓一些啊。 杰臣子笑着, 手抚摸上了叶峰的脸。 原本以为能多看兔崽子一会儿, 可是没想到依旧是匆匆别离啊。 师父, 我一定会杀了道卿, 为您报仇, 也一定会夺回您的魂魄。 师父, 您等我。 好。 杰臣子带着微笑, 点了点头, 随后合上眼睛。 哈哈哈哈, 兔崽子虽然调皮, 但说出去的话, 从未失言过。 那位师, 便安心睡会儿好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杰臣子的嘴唇便是不再合动了, 与其他三位师兄一样, 仿佛只是睡着了一晚。 那上青雷法的禁锢完全消失了。 张军小和叶峰抱着杰臣子的身体痛哭了一会儿, 便是抹了抹眼泪。 我马上去阴司, 让秦广王将师父和三位师兄林子除名。 现在, 杰臣子和三位师兄在现实意义当中是已经死亡了, 所以身体会腐烂。 要想让他们的身体停止腐烂, 除了需要好好保存之外, 还要将他们的名字从殷司的生死簿上暂时出名。 但是, 生死簿乃是天簿啊, 让殷司将四人出名, 哪怕只是暂时, 恐怕也不是张军小一个一品阴差的面子能够说得过去的。 我和你一起去见秦广王。 叶峰也是抹了抹眼泪。 我们两个和你一起去。 诸葛明也说着。 叶峰点点头。 萧轩子和尹卫华也想和叶峰一起去, 但是叶峰却是摆了摆手。 人多眼杂, 这么多人肉身闯地府, 难免会被因此误会。 而且我师父和三位师兄的身体也需要有人看守, 劳烦二位。 好。 萧轩子和叶薇华答应下来, 叶峰看向夏诗涵。 丫头, 马上准备一个足够舒适的地方, 将我师父和三位师兄的身体放进去, 我和五师兄还有诸葛老张尽快回来。 夏诗涵也是点了点头。 哥哥, 一切小心。 张领袖抽出鬼王剑, 直接划破了虚空和叶峰还有诸葛明走了进去。 张军孝则是直接消失在原地, 到了鬼门关的入口。 等叶峰三人出来之后, 张军孝手持一瓶银柴的令牌, 身上也是出现了铠甲和钩魂锁。 你们三个, 跟上了。 随后, 张军孝便是蹦射出去, 叶峰三人立即跟上, 倒是一路畅通无阻。 也趁着这个时候, 叶峰问了张领袖魔戒如何进入的事情。 魔戒之门打不开。 张领袖一边奔跑, 一边冷冷地回答。 怎么可能? 那我师父他们岂不是没劲了? 叶峰咆哮着。 道卿为魔种体质, 可以打开魔戒大门无可厚非。 但是人见天使, 确实绝技打不开那道门。 张领袖顿了顿, 继续说。 按照继尘子的说法, 道卿修为主要来源于魔戒的各大魔神。 只要杀掉那些魔神在人间的投影, 便是可以了。 在杀掉那些投影的同时, 真正的魔神本体, 也一定会自那魔戒之门出来。 道是魔戒大门之外, 便是真正战场。 所以, 不进入魔戒之门, 也可以杀死魔神, 对吗? 没错。 那魔神投影从哪找啊? 修贤家族, 修真家族。 张领袖简短地回答。 在杨检有着不少魔修的家族, 只要找到他们, 并且找出他们供奉的魔神投影, 就可以了。 张领袖看向叶峰。 魔戒上古魔神一共有十位。 知道了。 叶峰点了点头, 目视千方。 等和秦广王聊完, 就找手杀掉那些魔神, 同时增加我的修为。 争取在道秦完全恢复之前, 杀掉魔神, 找他算账。 张领袖沉默不言, 表示默认。 张军孝一品银柴的令牌, 倒是畅通无阻, 到了第五殿阎罗王的大殿之内。 但是, 向第四殿五官王冲的时候, 却是被门口的阴将拦了下来。 一品阴差张军孝是吧? 那阴将看了看张军孝手中的牌子。 现在四殿阎罗全都去了前线, 你找不到人的。 什么? 四殿阎罗全去了? 发生了什么? 张军孝愣了, 急急地问。 天上一天地下一年, 同样的, 阳间算是阴间的天上。 所以, 虽然这是耽误了一小会儿的功夫, 这阴间可能已经是几天后了。 这个我没办法说, 你还是先回去吧, 有什么要紧的事, 等第四殿阎罗回来之后再过来。 那阴将也是无可奈何地说着。 可是, 师父师兄他们? 张军孝焦急地望向叶峰, 叶峰看向张灵修。 老张, 去求阎罗王吧。 张灵修点点头, 回到第五殿之后, 刚想拿出贵王剑, 阴罗王却是自门口而入了。 行了, 行了, 别喊了, 我跟这儿呢。 阴罗王。 叶峰做了个长鸡手。 我师父, 一切我都知道了, 无需多言, 随我去那第一殿内, 将生死部上的名字暂时化去, 也便罢了。 阴罗王摆手, 叶峰感激地点点头。 生死部的本体, 只存放于第一殿内, 所以也只有秦广王, 才有资格将上面的名字暂时出名。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阎罗王作为曾经第一殿的殿主, 自然也是有资格的。 就算没资格, 隐私整个上下和秦广王, 也会卖给阎罗王这个面子。 继承子那老头子是真的够厉害的。 阎罗王走到通往第一殿的黄泉大路上, 淡淡地恶说着, 仅凭一举之力, 竟然带着三个徒弟硬闯北阴城, 还重伤了那北阴城之地道卿, 吓得就连北阴城的中门鬼地都没敢插手啊。 阎罗王说着, 随手将面前一抹, 出现了当日的虚影。 这个角度也是当初阎罗王在第五殿内眺望的角度。 北阴城相距甚远, 但是依旧可以看到满天的蓝色雷电将整个北阴城包裹在其中。 同时还有数道黑色雷电在其中搅着, 明显是打得难解难分。 只是可惜了, 那北阴城之地也只是被继尘子的权力一击重伤, 暂时压制了修为而已。 我当时想过去趁此击杀, 结果没想到那北阴城之地的气息就像是凭空消失的一般, 什么也感觉不到了。 叶峰点点头, 这件事他表示理解。 因为道法的不同, 在道术完全开启, 进行权力一击的时候, 那所有与该道法不同的法术都会成为该道术的阻碍和敌人。 这就是阎罗王没有在当时出手的原因。 阎城子的权力一击, 用的是上清雷法, 也就是只有上清雷法才可以帮助他。 阎罗王的寂灭气息如果加入, 那会成为上清雷法之力的敌人, 不但起不到帮助的作用, 更是会起到反作用, 削减上清雷法的力量。 至于阎城子为什么没有带上同为上清雷法的张军孝和叶夫, 那是因为阎城子知道, 就算是毛山六人合力也杀不死那道清。 所以他选择权力一击压制道清的修为, 把所有希望放在了叶峰的身上。 阎罗王到了第一殿之后, 将那圣死簿拿出来, 提起笔刚要落下, 却是抬头看着叶峰。 你可知四殿阎罗去了哪里? 叶峰打了个击手。 不止。 他们去了前线, 阎寺和北阎城的前线。 阎罗王淡淡地说着, 你师父的拼尽权力一击让北阎城之地恼羞成怒, 发动整个北阎城对阎寺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前线吃紧, 四殿阎罗前去镇压, 只剩六殿阎罗在阎寺之内稳固大举。 叶峰看着阎罗王, 知道他一定有后话。 秦广王和我提过, 想要你成为帝先以及阴将, 还派出小雨前去对你进行劝说, 不过你好像拒绝了。 叶峰点了点头, 我受不了被条条框框束缚, 自由自在惯了。 成为阴将之后, 你依旧可以自由自在啊, 甚至还可以随意调动阴司阴兵。 如果我记得没错, 你现在毛山无鬼, 也只能召唤异鬼了吧。 严罗王的话, 让叶峰心中一动。 您的意思是, 我听闻一点风言风语啊, 不知道做不做得真。 严罗王将那判官比放下, 你要诛杀魔戒十大魔王, 对吗? 叶峰点头, 但你觉得依靠现在的修为, 能杀死那十大魔王吗? 听天命啊, 进人事。 叶峰笃定的回答, 哪怕知道打不过那十大魔王, 这件事也一定是非办不可的。 不不不不, 我现在给你一个不用听天命的机会。 严罗王摆了摆手, 你是个聪明人, 和你说话弯弯绕, 没什么意思。 我就直接开门见山的说了, 我要你成为地先, 并且成为一品阴将, 统领百万阴兵, 而且你直接接受我的领导, 不受阴私任何规矩限制, 只听我一人之命就可以。 不知道这个条件, 你答不答应啊? 叶峰呆呆的看着严罗王。 说实话, 这个条件的诱惑性, 简直比秦广王开出的条件诱惑大一万倍。 最重要的, 就是在严罗王直接领导上。 一方面, 严罗王的意思很明显, 就是你叶峰以后就给我照了。 另一方面, 严罗王也不可能天天叫叶峰去办上事。 但是叶峰却是拥有了随意出入阴私, 和调动百万阴兵的权利, 这绝对算是开了一个极大的后门啊。 为什么帮我啊? 叶峰看着严罗王问, 天上掉馅饼的事, 叶峰从来不会认为砸到自己头上, 所以他想知道原因。 唉, 就当是为了报答继辰子吧。 严罗王带着微笑回答, 此次重创北阴城, 阴私能够宁静好久, 哪怕前方战线可能打个几年, 但是总比打暗战来得痛快得多。 而且我们作为阴私政审, 很多事情是不方便做的, 但你却可以帮我做。 成为你手中的一颗棋子吧?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 我也没办法。 严罗王依旧是带着笑容。 其实我更认为是成为我的一个朋友, 如果将来北阴城大灭, 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可以保留阴将和必先排位, 但是阴私绝对再没有事情找你。 你可以带着你老婆在阳间移养天年, 等死后再从阴私继续任职。 严罗王八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如果叶峰再不答应, 那可真的是有些不知好歹了。 他做了一个长鸡手, 多谢严罗王。 好了, 那些花架的不用弄了。 严罗王见叶峰答应之后, 才从那圣死部当中将四个人的名字暂时划去了。 我划掉那名字的有效期是三年, 如果三年内你没有讲你师父和三位师兄的魂魄夺回, 那他们尸体便会腐烂了。 这已经是我能给你最长的实现了。 不需要三年, 一年就够了。 叶峰抬起了头, 脸上洋溢着自信。 严罗王满意地点点头, 但手托起, 上面出来了一块一品阴匠的牌子。 地先牌位我稍后为你挂上, 这一品阴匠的牌子你先拿着, 有了这块牌子你可以随意在任何地方召唤百万银兵, 不过最好是有理由地召唤, 否则我在天奇人圣大地那边也不好解释。 严罗王说着, 让这块牌子缓缓地漂浮到叶峰的面前。 叶峰拿起这块牌子, 将其挂置于腰间。 灵匠啊, 你要不要恢复北方鬼地身份呢? 严罗王有些完美地看着张领匠, 手中出现了一块北方鬼地的牌子, 同时背面的图案是严网其师。 回复北方鬼地之后, 便是可以统领四方鬼将, 凡五品阴将以下接受北方鬼地调请。 严罗王这又是送给了叶峰一番厚礼。 张领匠拱手表示同意, 严罗王在北方鬼地的牌子当中注入了一缕寂灭的气息, 随后丢给了他。 这其中蕴含着一些我的修为, 你这些日子也甭闲着, 跟着叶峰的同时也讲自己能力往上提一下。 张领匠只是拱了一下手, 依旧没有说话。 随后严罗王的目光落在诸葛明的身上。 诸葛明看向严罗王, 只是眯着眼睛笑。 严罗王有些无奈啊。 你看着我笑也没用, 不是我不想册封你, 而是奇门遁甲乃天术所化, 很多东西只有天庭才有资格对你进行增建。 哼, 我不是想要什么册封, 我想要严罗王您帮我查一件事。 诸葛明依旧是眯着眼睛笑着。 得得得得得, 我真是欠了你们的了, 还得一碗水端平了, 谁都得给点东西啊。 严罗王有些无奈地说着。 说吧, 你想让我查什么? 查一把剑的来历。 诸葛明说着, 自叶峰的腰间将那把金钱剑抽了出来。 这把金钱剑我们怀疑了很多的来历, 但是都不能知其所踪, 只是知道它能驱日本剑的能力, 还有偶尔护主的能力,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我想让您帮我们查清楚这把剑到底来自于何处。 哼哼, 你是不是又偷偷窥探了天机啊? 严罗王只是淡淡地笑着问。 没有, 我只是想让您查这把剑的来源, 又怎么说我窥探天机了呢? 诸葛明在那装傻, 但是明显心底已经有了答案, 这把剑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那把剑。 行了, 我和叶峰都不弯弯绕说话了, 你这奇门遁甲中人还非得这么讨人厌的说话。 严罗王摆了摆手, 这把剑就是你所想的, 销炼。 诸葛明心中道了一声果然, 但是叶峰却是震惊了。 销炼? 这把剑就是销炼剑? 要不然呢? 严罗王耸了耸肩。 等你回去之后, 问问这个奇门遁甲的人是怎么发现的吧? 行了, 你们该做的也做了, 该得到东西也得到了, 连想知道的问题都知道了, 回去吧, 啊, 否则肉身闯地府时间一长, 天奇人圣大地又该找我麻烦了。 君孝, 你作为一品阴差也该去前线看看了。 三人一起拱手, 随后, 张领袖拔剑划开空间, 临别的时候, 叶峰抓住张军孝的手。 师兄, 一切小心, 现在又是咱们两个兄弟相依为命了, 你千万不要出事啊。 张军孝点了点头, 放心吧, 你回去之后尽快寻找十大魔神项目, 早日提升修为, 为师父和师兄们报仇。 叶峰用力地答应下来, 随后和张领袖还有诸葛明自音司, 回到了那五星酒店当中, 和夏诗涵确认他安放师父和三位师兄的位置之后, 便是开车准备前往。 路上的时候, 叶峰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诸葛, 你既然知道我手中的剑是销炼, 为什么没早告诉我呢? 我也是在继尘子前辈说完你是天机卫县之人之后, 才有了这个猜测, 可是后面便顾恒生, 我也是在阎龙王面前之后, 才有时间和机会去确定这个想法。 原来如此啊, 那你是怎么猜测到这把剑就是销炼的? 诸葛明似乎, 有意考考叶峰。 你先告诉我销炼是什么? 眯着眼睛看着叶峰问。 叶峰嘴角微微勾起, 就凭这个还想难得到我? 小诸葛, 小诸葛, 你还太年轻啊。 销炼曾为伤天子, 春秋时, 为人, 恐周所有, 与韩光, 成颖, 其名, 并称伤天子三剑。 同时, 古人根据伤天子三剑的特性, 还讲其定位成了一个哲学用的用语。 以上, 古存在的三把神剑遇到, 它守出于列子汤问边, 所以这销炼也被称为道教最强之剑, 是真正的道剑。 但韩光成颖销炼这三兄弟剑, 在春秋之后, 就没再出现过。 不是没出现过, 而是出现了, 再也没人识得了。 我的猜测, 便是这样。 道剑, 作为道教最强神剑, 其中必然是有灵的。 剑久不出窍, 就好像是剑灵要一直沉睡一样,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 销炼这把剑应该是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人手中。 据所知, 这把剑以前的主人几乎都是道教众人, 而且是很厉害的道教众人。 比如, 那差点长生的离子针, 洞中设置能够消灭尸洞的仙人等等, 这就更加印证了诸葛明的猜测, 这就确定了这把剑并非凡品。 接下来, 就是将销炼的种种描述和这把金钱剑一一对应了。 相传, 销炼为道为剑, 乃是天下万剑之主, 有预剑的能力。 那个时候, 叶峰曾经说过, 他遇过妖刀村政, 引起奇特的金钱外形, 他们一直想的都是岛国之剑。 但是诸葛明后来想了想, 应该不是。 因为在岛国那里, 妖刀村政便已经是万剑之主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一把未曾有过记载的剑, 能够将其遇起来呢? 所以, 那把剑绝对不是岛国之剑, 而是华夏之剑。 毕竟, 华夏的剑气方面可是岛国的老祖宗啊。 诸葛明笑着, 看了叶峰一眼, 叶峰点了点头。 你继续说, 之后我对这把剑越发怀疑, 你知道继承子说你是天机卫县之人, 你知道历史上曾经最著名的三个天机卫县之人是谁吗? 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啊, 就是孔子, 庄舟, 商天子。 当然这件事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这只是我们奇门遁甲内部所记载的事情。 所以你就怀疑我这把剑是盗剑销炼吗? 叶峰将自己的金钱剑拿出来, 放在膝盖上。 可是在当初的时候, 我这把金钱剑曾经散过, 是鲁班淑传人讲去修复好的, 现在里边还有修复的痕迹呢? 如果是销链的话,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散掉呢? 这把传说中的盗剑你知道多少? 诸葛明看向叶峰问, 你刚才那句话里边已经把我知道的全说了, 我就知道它是一把盗剑, 除此之外, 还有那关于盗剑的记载, 剩下的没了。 终于碰到你叶天师也有不知道的事情了呀。 诸葛明会心地笑了笑。 那我告诉你, 你手中的这把剑严格意义上还不算销炼, 这是销炼之前的一种最普通形态。 这话怎么说呀? 叶峰感到疑惑。 列子汤文记载, 空咒约, 无有三剑为子所则, 三约销炼, 方咒则剑影不见光, 方叶则剑方而不见形, 其处物也傲然而过, 随过随和, 绝结而不雪任烟。 所以, 这销炼剑乃是一把无形之剑, 只有在夜里才能看到它的形状。 再加上, 没有获得销炼剑的认可, 自然也感知不到它的存在。 三剑之中, 上品寒光, 中品成影, 下品销炼。 其实, 这三把宝剑却也对应得人三种状态。 上品寒光者是入道合体之人, 中品成影是遇到隐信之状, 下品销炼是为暗道守行之状。 只有到达对应状态的最高阶层, 才能开启出对应状态的剑。 销炼百昼无形, 夜有形。 而成影则是昼夜无形, 却有形。 记载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春秋时的一个黎明, 卫过郊外一片松林里, 天色黑白交际的一瞬间, 一双手缓缓扬起。 双手合卧之中是一节剑柄, 只有剑柄不见常见剑身, 但是, 在北面的墙壁上, 却隐隐投下了一个飘忽的剑影。 剑影只存片刻, 就随着白昼的来临而消失了。 直到黄昏, 天色渐暗, 就在白昼和黑夜交错的刹那, 那个飘忽的剑影又再次浮现出来。 杨起的双手划出一条优雅的弧线, 挥向旁边一颗挺拔的骨酥。 而郎中又轻轻地擦了一声, 树身微微一阵, 不见变化。 然而稍后不久, 翠茂的松杆就在一阵温和略过的南风中悠悠倒下了。 平盏秃露的圈圈年轮, 昭示着岁月的流逝, 天色月暗, 常见又归于无形。 远古的暮色无声合拢, 天地之间一片静暮。 这把游影无形的长剑就是成影剑。 历史到现在还流传着孔州武成影剑的篇章, 而寒光则是昼夜无形亦无形, 势不可见, 运之不知其所处, 泯然无济, 惊悟而悟不绝。 越刺等的剑, 越能使人感受其存在。 可是我已经超脱了暗道首席之状啊, 虽然到不了遇到隐信之状, 但是好歹销炼也该展现出来了吧。 韩光剑、成影剑、销炼剑都是兄弟之剑, 在历史上记载着他们开启的方法。 诸葛明说道, 相传藏剑名家孔州也只听说韩光之名没有见过韩光。 得到成影剑之后的一次偶然机会, 发现住客在剑身上的名文中影子略微有些松动。 他用力按去, 没有反应, 再向外猛拔, 只听咔的一声轻响, 剑柄分作两截, 一截短小的剑柄赫然露出来。 慢慢拔出, 只觉得剑身在逐渐的抽搐, 可是却无法看到。 空皱用手一碰, 一缕血线缓缓流在地上, 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被剑割伤了。 走进屋中阴暗之处, 也看不到此剑的全貌。 韵剑远辉, 只觉剑柄震颤, 轰的一声大响, 杖鱼外的墙壁竟然被发出的剑气洞穿, 这柄剑就是寒光。 我猜测想让金钱剑变成销炼, 应该也是同样的方法。 诸葛明说着, 我试试啊。 叶峰说着, 抚摸着剑身, 寻找着松动之处, 但是这把金钱剑曾经被长情叶加固过, 怎么可能有松鼎之处呢? 而且, 这把金钱剑也完全散开了, 怎么可能会有松动的地方呢? 叶峰这时摸了一下, 便放弃了, 随后再将剑举起来。 这把剑跟了我这么久, 按道理来说, 要是有什么机关肯定早就被发现了呀, 到底怎么才能拔出这把销炼剑呢? 雪, 你尝试用雪试一下。 诸葛明忽然说着, 叶峰点点头, 手抓住金钱剑的剑身。 这把金钱剑是顿气, 对付活人叶峰自然也没有用过, 一直也只是用来对付妖血, 从来未曾见过人血, 尤其是叶峰的血。 叶峰很用力地抓住金钱剑, 让其割开了自己的手掌, 血流如主啊。 叶峰缓缓拂过金钱剑的半个剑身, 可是这金钱剑依旧什么反应都没有啊。 哥们儿, 我怎么感觉你说那么大通就是在骗我放血呢? 反正都放了一半了, 再放一半试试。 诸葛明一边开车一边回答。 叶峰继续抚摸着这柄金钱剑, 一直到剑柄的末端, 这把剑已经变成了一把血剑。 诸葛, 还有什么方? 法子还没有说出来, 那金钱剑忽然闪烁了一下琢磨的光芒, 随后在那柄剑处果然是打开了一个开口。 销炼剑是白昼无形, 夜有形。 叶峰有些激动啊。 诸葛, 找个够黑的地方。 前面插路口正好有个隧道。 诸葛明说着, 开车直接钻了进去。 后面没车, 这个隧道也还没有安灯。 诸葛明已经将车大定关闭了。 叶峰果然在那剑柄之处发现了一个闪烁的剑柄。 叶峰将其缓缓拉的, 将整个剑全都抽出来。 目视上去, 在黑夜中仿佛一把透明的玻璃之剑。 这真的是传说中的刀剑销炼? 叶峰随手挽了个剑花, 感到剑柄聚颤。 只听轰的一声, 一道销炼剑自有剑气便是滑了出去。 不单单将隧道上方留下了一道深不见地的印痕, 更重要的是, 在叶峰的副驾驶位置将车挂成了两半。 前面发动机部分自己跑掉了, 只剩下了诸葛明手中的方向盘和车子后半部分, 随着惯性不停地向前滑行了数米。 底盘落地, 刺拉刺拉的织冒火星子缓缓停了下来。 隧道中有一道微风吹来, 吹不进叶峰的尴尬。 诸葛明抓着方向盘, 还保持着开车的姿势, 随后长叹了一声, 将手中的方向盘丢了。 我真不知道是该恭喜你啊, 还是该骂你啊。 我在这之前还和你说了一下寒光的威力, 结果你还耍剑花? 你说的是寒光不是销炼的, 我怎么知道销炼也这么猛啊? 叶峰也是有些无语, 看着手中在黑色隧道中闪烁着剑形的销炼。 道教神剑怎可能浪得虚名啊? 诸葛明说着, 从那座椅上揭开安全带走下来。 行了,靠腿吧。 张灵秀和叶峰也是一起下车。 叶峰嬉皮笑脸地说, 没事没事, 正好当锻炼的嘛, 三十公里呢呀。 诸葛明一阵无语啊。 诶,不过我这销炼剑该怎么带着呀? 叶峰赶紧转移话题, 化解尴尬, 却是再也不敢挥舞手中那把剑, 只是数举着看着。 结果, 自己的话音刚落, 那销炼剑忽然飞了出去, 在地上画了一个长方形, 随后凭着落在上面, 一压一压地似乎在说着什么。 这一压一压的声音, 在诸葛明等人听来就好像是婴儿的亚语, 但是在叶峰听来, 却好像是能听到他的意思, 只不过是有些不连续。 你想被装在剑侠中, 是吗? 叶峰说着, 那销炼剑飞起来, 一压一压地绕着叶峰, 似乎为叶峰听懂他的话而兴奋。 成, 那我让鲁班淑传人给你打一个超棒的剑侠。 叶峰也是为了获得这样的神病而高兴, 满口答应下来。 那销炼剑开心地一压一压着, 再次回到了叶峰的手中。 行了, 这段时间你就先拿着这东西跑吧, 反正在外面白天也没人看得到。 诸葛明说着, 已经是准备好了长途奔袭了。 你想再傻逼一次我可不想。 叶峰怂了怂肩。 还记得咱们在瑜伽村那次, 带着四汗狂奔的事情吗? 那时候是黑夜, 可能需要给钱搭车。 现在连搭车都不用了, 咱们打一辆车去不就好了吗? 诸葛明无奈。 您可真是机智的一逼啊。 行吧, 那就先出隧道, 然后打车去夏小姐那儿。 恰巧, 这个时候还真的有一辆出租车, 开到了三人的身后。 叶峰赶紧招手, 那出租车缓缓停了下来。 去哪儿? 出租车司机问。 叶峰刚想开口, 却发现自己手中的销链挣脱了, 自己飞了出去。 我靠, 你去哪儿啊? 叶峰大声喊着。 原本这句话是叶峰对那销链喊的, 结果出租车司机有些疑惑地看着叶峰。 我准备拉完你们, 去幼儿园接我闺女。 你到底去哪儿啊? 我哪儿都不去, 师父您开车慢点啊, 记得下次隧道里边不要随意停车啊。 叶峰有些尴尬地拍了拍玻璃, 随后发足狂奔, 追向那销链剑。 诸葛明和张领修也发觉了不对劲, 跟了上去。 那出租车司机挠了挠头。 这哪来的三个神经病? 叶峰追出去之后, 在阳光下便是已经看不到销链的痕迹了, 但是自己的手掌却是隐隐约约的, 有些连接的异味, 感受到那销链好像就应该在附近。 搜的一声, 那销链自叶峰的耳边划过一下, 同时在此刺开了叶峰的另外一只我眼的手掌。 这一次, 叶峰准确地感受到了销链的运动轨迹。 他在旁边的山上? 叶峰指着公路旁的山说着, 随后跳过格力台, 向那山上走去。 诸葛明和张领修依旧是紧紧地跟着叶峰。 到达那山上之后, 叶峰在一棵参天大树的阴影当中发现了销链。 销链剑刃刺进了泥土当中, 看到叶峰过来之后便是咿咿咿的唱了唱。 这一次, 不单单叶峰听懂了, 就连诸葛明和张领修都听懂了, 是一首歌谣。 两只会见埋针土, 出下校后惊风雨, 修丹若无此器械, 学者千人万人物, 唯有小心得见觉, 用之精英动千古, 知识非人太消问, 分明寻得阴阳路。 专心定之不虚忙, 左右用之再宽宽, 此歌寄予逢见人, 有意推究可为准。 随后, 销链声音戛然而止, 在那阴影中, 随着清风不停地摇曳着。 三人都有过而不忘的本领, 叶峰难难着。 此歌寄予逢见人, 卓意推究可为准。 难道这是销链剑的剑诀? 说不准很有可能, 这歌诀当中用了不少隐晦的表达词语, 例如那句, 若要制服火龙耳, 却去北方寻水虎, 颇有震雨的味道。 具体怎么解啊? 叶峰看向诸葛明, 诸葛明摇了摇头。 什么线索都没有, 只是一句话, 没有办法进行推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不过, 有一个你猜对了, 这销链是应该放在剑侠当中的。 根据这歌诀的第一句我猜测, 这销链剑应该和鬼王剑是有几分相似的。 在平常的时候, 剑侠当中不接触阳光, 韬光养晦继续力量, 出窍的一刻才能拥有巨大威力。 你看, 在这销链剑, 就比刚才老实了不少, 应该是其中剑灵消耗得差不多了。 叶峰点了点头, 完全同意诸葛明的想法, 走过去将那销链剑拿起来。 果然, 再简单地耍了一个剑花, 也无任何剑气形成了。 但是假如将其中注入钢气, 还是会发出如神兵一样的镇产铭响。 那我尽快联系程静叶帮我做个剑匠吧。 叶峰说着将剑反卧竖在身后。 现在先去找丫头, 这么长时间估计等急了。 三人一起发足狂奔, 真的跑了整整三十公里。 说来也奇怪, 在他们的奔炮过程中, 只碰到了一辆出租车, 而且还就是在隧道的那一辆。 结果不论叶峰怎么招手, 人家都不停了。 无奈, 三人只好长途跋涉, 利用倒数倒也是没有比汽车慢多少。 丫头为师傅和三位师兄安排的地方, 是在一处西尔顿酒店的高级套房厂中, 将整个房间调节成横温, 保持四人身体的最大舒适度。 叶峰到这之后, 看丫头安排得井井有条, 也是十分满意。 在听完叶峰的讲述之后, 叶美华想了想, 看来这银丝的拉拢之意是丝毫没有掩饰啊, 不过这样也好, 有银丝作为后盾诛杀石大摩的事, 也能方便了很多呀。 关于石大摩的修真家族呢, 我还真知道一个。 小玄子说着, 在我年轻的时候收服邪神, 曾经碰到过那么一个修魔家族。 是吗? 他们在那儿? 叶峰问。 华夏东北地区, 他们魔修供奉神十分奇怪, 好像来自于西方。 魔界石大摩王都来源于西方。 张灵修突然开口说道, 那就没错了, 那咱们马上动身就好了。 丫头, 你就留在边海好好照顾师父和诸位师兄, 咱们三个去。 叶峰说着, 同时看向张灵修和诸葛明。 同时, 叶峰对小玄子和叶薇华做了个长鸡手。 多谢二位北茅山同僚鼎力相助。 如果有任何麻烦, 他过来找我。 小玄子盈盈地笑着说着, 我先去迎接一趟, 随后一直会留在北茅山的。 如果有什么事, 随时来找我。 叶峰点了点头, 道了声好。 那就回去准备一下, 随后出发去东北, 正好我去向程敬业要个剑侠。 叶峰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各自分散。 三人先回到下家别墅。 叶峰先给程敬业打了个电话, 想要一个剑侠。 叶天使, 您知道的, 我已经封刀了呀。 程敬业十分为难地说着, 你别误会, 我不要什么鲁班淑加持的剑侠, 我就要一个普通剑侠就好。 一般的木工活没有你的好, 你就用普通的材料, 普通的做就行了。 程敬业在电话那头嗡了一声。 啊, 叶天使要剑侠也是为了斩药出魔, 只是做普通的的话, 我一定给你做个足够美观实用的剑侠。 叶峰嗡了一声, 随后寒暄了几句便是挂了电话, 随后再给胖子打了个电话, 想要一些发起材料。 风导, 你可是好久都没联系我了, 上次杀秦始皇受伤恢复的怎么样啊? 即便是许久不见的兄弟, 通话之后的问候还是那么暖心呢? 差不多了, 我想让你帮我弄一些法术材料, 你现在在哪? 诸葛老爷的家里, 他 胖子的手机忽然被抢过去, 随后诸葛欧阳的声音响起来, 小子, 诸葛明那崽子在你身边的没? 叶峰有些疑惑, 还是嗡了一声, 将手机递给了诸葛明。 诸葛明听的嗡了一声, 便是脸色变了, 随后挂断电话, 看向叶峰。 诸葛欧阳老先生想让咱们过去趟, 他有事找咱们吗? 叶峰有些疑惑, 但还是答应下来。 随后, 几人开车去了诸葛欧阳家里。 叶峰见到胖子之后, 先查看了他的胳膊, 果然恢复入场了。 这多少让叶峰放心了下来。 你们要杀石大摩, 对不对? 诸葛欧阳坐在一个铺团上, 怀中抱着胖子的儿子, 那只猫。 叶峰丝毫不避讳地点点头, 面对这个李树奇门的大成者, 撒谎没有任何意义。 这小子我要留下传授李树奇门。 诸葛欧阳指着诸葛明说着, 刚才我在电话里就跟他说了, 应该告诉你们了吧。 叶峰皱了皱眉, 诸葛明作为奇门遁甲最杰出的弟子, 甚至将来拥有改变奇门遁甲格局的力量。 这样的人才, 的确去参与斩杀石大摩是有一定风险的。 假如陨落了, 那是奇门遁甲巨大的损失啊, 这老小子应该是在护犊子了。 原来诸葛明刚才变脸色是因为这个, 只不过他在路上的时候根本没提, 看来诸葛明是想拒绝的。 果然, 诸葛明开口说, 老先生, 石大摩每一个摩王都是非同小可, 而且此事更是关系到天下的安定与否。 所以树小子不知好歹, 要拒绝老先生您的好意了。 哼, 你怎么着, 看不起我这糟老头子啊, 还是看不起李树奇门? 诸葛欧阳冷哼了一声。 你当老头子我真是那种弃天道于不顾的人吗? 我留下你, 传授你李树奇门的原因, 可不是, 护奇门遁甲的犊子, 而是让你能够在将来的时候更好地帮助叶峰进行最终之战。 可是我不去的话, 又该怎么帮助叶峰进行消灭石大摩王呢? 诸葛明疑惑着, 诸葛欧阳冷哼一声。 不是你真的这么傻啊。 诸葛明看着诸葛欧阳不解奇异。 我传授与你李树奇门, 你便是可以利用李树奇门知晓叶峰他们的沙漠进度。 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过去送死去, 我绝对不拦着。 但是接下来这一年之内, 你必须跟着我好好参悟李树奇门。 除了救叶峰出去之外, 绝对不能踏出这屋子半步。 诸葛欧阳立声说着, 诸葛明皱着眉头。 给我个理由答应你, 奇门遁甲自孔明之后, 再无一人可以将李树奇门和法术奇门相结合, 而你却有这样的潜力, 让你成为叶峰更好的助力, 同时振兴奇门遁甲。 这个理由你搅着够吗? 诸葛欧阳看着诸葛明的眼神忽然放缓。 你是奇门遁甲最有希望的弟子, 同样也是扭转着天地的重要角色之一。 而且我毫不客气地说呀, 你作为法术奇门的最强者, 在你们三人当中却是最短板的存在。 你需要李树奇门, 同样李树奇门也需要你。 诸葛明依旧是紧锁着眉头, 叶峰却是拍了拍诸葛明的肩膀。 我替诸葛答应下来了, 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叶峰咧嘴笑了一下。 在我动手你感觉打不过的时候再过来找我就行, 而且参悟李树奇门之后, 你能更好地帮助我参悟那些销炼歌诀, 那个我恢复的差不多了, 这些天欧阳老前辈肯定也是忙着交诸葛明, 需要闭关, 那我就不在这儿多多打扰。 以后我跟着疯子一起去捉鬼去, 也方便有人打个下手。 叶峰点了点头, 行, 咱哥俩也好长时间没有一起捉过鬼了。 一切说定, 诸葛明留在诸葛欧阳的家里, 在叶峰他们临走的时候, 诸葛明望着门外, 目光久久没有离开。 什么时候自己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呢? 诸葛明望着门外笑了笑, 也许就是叶峰这个人影响的吧。 回到下家别墅之后, 胖子将叶峰的发气几乎补充得差不多了。 叶峰一看时间已经成熟, 正准备出发的时候, 却是接到了萧玄子的电话。 冯卫子, 赶紧来新湖村, 出事了。 叶峰心中一动, 丝毫没有敢耽误, 开出了一辆车便是向那新湖村而去了。 到了新湖村的时候, 村口已经是停了不少的警车, 下车之后向里面走, 却发现在银家的外面已经是拉起了警戒线。 我们才刚到, 林队就给你打电话了吗? 秦飞一正在戴手套, 看到叶峰之后也是愣了一下。 叶峰也没过多解释。 我能进去看一眼吗? 当然可以。 秦飞一拉开警戒线, 让他们三个人走了进去, 顿时一股血腥味便是扑面而来。 走进去之后, 发现其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五具尸体。 引见老太太的喉咙被整个割开, 只剩下一丝皮肉相连, 此时还在不停地往外流着血。 尹轩的四肢全都被砍下来, 剁成了树段放在身体之上。 他瞪着大眼睛, 满脸的难以置信他表情。 尹莉莉则是除了头颅完好, 脖子以下完全被剁成了肉泥, 散落在泥土当中, 已经是和那浇黑的泥土混合在一起, 看起来十分恶心。 侯彩也躺在地上, 脸上那肉流处直接被某种东西冻穿了一个大肚, 五官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最重要的是, 是尹莉花也躺在地上, 他拥有修为, 死状也没那么惨, 只是闭上眼睛, 嘴角还挂着笑容, 已经没了呼吸了。 他们的魂魄也一并消散了, 墨玉也在他们身上闻到了魔神的气息。 其中一个警察站在叶峰的耳边低声说, 如果猜的没错, 应该是道卿的报复, 利用十大魔神之一将他们都杀了。 叶峰看向这警察, 那警察笑了笑。 我可不认识什么警察内部人员, 只能让墨玉帮我简单化妆一下进来了。 原来是萧玄子, 你是怎么知道出事的? 尹师叔和你分开之后便是到了这儿, 说要小住一段时间, 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谅解。 原本我害怕他和家里真的起什么争执, 就像在这儿待一天在走。 当时这一切都是好好的, 他们好像是在指责着尹师叔什么。 可能怪他当初狠心抛弃他们上了北眸山, 那人家的家事我也不好多管, 就在门外准备等着, 结果突然就感觉里边没声的。 等我叫门一阵之后也没人回答, 还有血腥味传出来, 推门进来就发现这幅场景了。 银成天? 叶峰忽然蹦出这个名字。 银成天哪? 我对他的怀疑也是最大的。 小选子点了点头。 当时退门进来之后, 我就没看到银成天的身影了。 喂, 你在那儿站着干什么呢? 赶紧去干活, 叫法医过来。 林小雨看到叶峰身边的警察, 立马喝倒。 小选子也不好说什么, 压下了自己的帽檐便是离开了。 林小雨走过来。 小流氓, 你消息可够灵通的呀, 我还没给你打电话你就过来了。 怎么样, 看出什么来了吗? 你们查出来什么来吗? 叶峰反问。 根据初步检测, 这里没有留下任何的作案痕迹。 但是最奇怪的是, 这里有五具尸体, 但是却有六个新鲜的脚印。 我怀疑那个脚印就是犯罪嫌疑人留下来的。 已经准备叫法医来查了。 我跟你推断一样, 而且那个犯罪嫌疑人应该不是人。 叶峰说着, 看过去那几具尸体闭上了眼睛。 我猜测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应该是这样。 当时尹卫华应该是沉浸在相逢的喜悦当初, 即便是有争吵, 但最后肯定还是重归于好的。 尹卫华作为第一个有修为的人, 银成天的目标一定先是他, 否则容易生出更多的事端。 所以尹卫华死的时候脸上是带着笑的。 银成天出其不意的攻击让尹卫华根本没来得及反应。 随后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应该是银轩, 但他没想到自己儿子会杀人, 所以他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但也是瞬间他就被杀了。 之后银成天更是快刀斩乱麻, 将一切的人全都解决, 随后就离开了。 你是说, 那个把仙人跳得弄无语了的快将手, 就是此次的凶手? 你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是道法吗? 林小宇惊讶地问。 不是, 是合理推测。 之前我一直在这家忙事情。 叶峰没有做过多解释, 这一次是他大意了, 他没想到道卿竟然在秦始皇的时刻, 就已经安排了银成天这个眼线在他身边。 甚至为了更加真实, 还闹出了仙人跳的那一出闹剧。 先前, 银成天救自己, 那是因为道卿还没有让自己遇到师父, 没有达到他那种恶趣为一般, 压制各大老牌天师和耍得自己团团转的爽快感。 而这次之后, 继尘子和三位师兄的舍命一击, 让道卿已经是恼羞成怒了, 而且修为被压制, 也是让他惶惶不安。 或许是为了一镜小油, 便是安排银成天将所有的知情人全都杀死。 但是同样的, 这样也露出了马脚, 给了叶峰一个银成天的线索。 咱先不去东北了, 既然滨海附近就有十大摩顺的踪迹, 那就先从滨海查起。 我嘞, 胖子应了一声, 老刘成, 我去查滨海里边有几个修仙家族, 不单单修仙家族, 修身家族也要查。 修仙家族和修身家族那不是一个意思啊? 胖子有些疑惑, 当然不是。 叶峰摇了摇头, 修仙家族的修炼员, 自古代养生思想, 气功的修炼, 在未尽时期依然盛行, 是人们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之上, 对自我生命把持的一种修持方式, 也是修仙的方式之一, 即是人的潜意识最深层处理性与感性的觉悟。 对人命运的根本改变, 有之长生久世, 与道合真为最终极的追求与项目, 或以安神养性, 或与修真悟道, 以求达到不死不灭的至高完美神仙的境界。 所以, 修仙家族是为了成仙, 魔修的修仙家族的话, 那一定是为了成为魔神, 以魔神作为信仰。 而修仙者假借修真也, 道教中, 学道修行, 求得真我, 去为存真为修真。 修真之名故已有之, 他囊括了动意化经, 炼经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还须, 还须何道, 为证真仙的全部修之过程。 何为真? 真乃真人之业位, 真乃真仙, 不是自封标榜, 是乃空间上界所封也。 真人乃修道人的最高境界, 修持者, 俊英胸怀大志, 高瞻远瞩, 终生勤奋, 刻苦修持, 得功并进, 以求达到真人真仙的上乘境界, 故约修真。 所以, 修真家族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 故以成仙为目的的。 摩修的修真家族的话, 就应该是和魔神为并肩关系, 魔神更像是领头人, 而并非被崇拜者。 啊, 虽然我还没太听懂, 但是全查就行了。 胖子说着, 拿着电话便是往外走。 林小宇也是说, 我马上派人去查这个银天城的踪迹。 一切都安排下去, 叶峰给程敬叶发了个信息, 让他做好剑侠之后, 直接给自己邮寄过来, 暂时不去东北了。 程敬叶表示知道。 他看向张灵修, 该干活了。 张灵修是个闷油瓶啊, 只是简单的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平了。 在这高级讨坊之内, 胖子将一摞资料放在桌子上, 一起来的还有侯启瑞。 五侯在滨海混的时间比我长, 再加上有盗蒙的帮助, 这些资料查起来比较方便。 胖子说着, 侯启瑞指着桌子上的那些资料。 整个滨海一共有七个休闲家族, 四个休闲家族, 其中盗蒙当中有五个休闲家族, 三个休闲家族, 那八个我都是直根直底的, 而且体运比较浅薄, 这也是咱们滨海盗蒙低落的原因, 没有强力的家族加入啊。 叶峰忽然对这个什么盗蒙产生了兴趣。 老侯, 你能不能跟我详细讲讲关于这盗蒙的事? 行啊, 师叔您有兴趣, 我就跟您讲讲。 侯启瑞说着, 盗蒙这种东西呢, 其实就是专门为民间散修所建。 这些人呢, 或许是不想加入宗门苦修, 或许是得了什么独特的修炼法门, 便是自成一门, 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修炼, 也就是正常意义上的修仙家族和修真家族了, 但这时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争斗, 无休止的争斗。 侯启瑞顿了顿, 这些个家族啊, 不会和宗门一样有着盗门规矩约束, 一心呢, 只想要更高的修炼功法和修炼法门, 所以便是会根据丛林法则, 产生大家族吞并小家族的情况。 小家族为了不被吞并, 便是会抱团取暖, 共同抗衡大家族的吞并, 盗蒙便是应运而生了。 但是盗蒙发展至今, 这种功效也渐渐的淡化了, 慢慢成了一些民间散秀家族的集合体, 甚至全国各地盗蒙产生了相互争斗的情况。 同时, 一些大家族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也选择加入了盗蒙, 成为盗蒙的领头人, 随后剥削一些小家族, 但是同样的, 也会将一些他们不需要的功法秘技丢给这些小家族。 这种不健康的发展情况, 竟然被大多数人都接受了。 因为大家族需要钱来扩张, 小家族则需要功法来强大, 所以, 这种模式, 所有人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后来, 一些大家族觉得本地的盗蒙已经无法满足了, 便是向外扩张, 这也就会有盗蒙和盗蒙之间的斗争了。 叶峰听完, 点了点头。 加入盗蒙之前, 都会有身份认证对吧? 没错, 基本上都有一些知根知底的大家族, 大家族的话, 当然有隐藏的可能性, 这在外地的盗蒙可能会出现, 滨海本地没有。 我作为盗蒙的领头人, 侯家已经算是最大的修仙家族了, 我供奉的是三清, 因为有了安琪, 入了宗门之后, 怕他没人照顾, 我才在家修行的吧。 没想到修的还算有几分模样, 再加上侯氏尽属, 就做了滨海盗蒙的领头人了。 所以怀疑目标, 就是在剩下的两个修仙家族和一个修真家族中了, 这些呢, 都是我给您尽可能找来的详细资料。 资料可以作假呀。 叶峰把手放在那堆纸上面。 老侯, 我有个不情之情, 师叔您说, 我想做滨海盗蒙的领头人, 你把位置让给我可不可以? 或者能不能让我成为你的傀儡, 帮你做事? 叶师叔您的意思是…… 侯契瑞, 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我想利用盗蒙的身份去揪出那些魔修的家族。 我这个盗蒙宗师的身份实在是太惹人眼了, 容易引起一些魔修家族的注意进行防范, 用盗蒙的身份呢, 就可以合情合理地打掉他们。 那当然太好了。 侯契瑞一拍巴掌。 咱们宾海盗蒙就一直被外地盗蒙欺负, 叶师叔您加入之后肯定能在他们的脸上狠狠甩一巴掌。 只不过这样就有些对不起你了, 抢了你的位置。 叶峰有些抱歉地看着侯契瑞。 你看, 师叔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这么大岁数早就应该退休了。 你看我和安琪的妇女关系都紧张到什么地步了, 都是因为我没时间陪她的缘故嘛。 我也想好了啊, 要是师叔您成了盗蒙之主, 我就退休, 去给安琪陪读去。 她也要上大学了, 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该尽尽责任的时候了。 那多谢了啊。 叶峰起身, 做了个鸡手。 哎呦呦呦, 叶峰这可受不起啊。 侯契瑞赶紧抓住叶峰的手。 我虽然年纪大了, 可还是您的失职, 这鸡手之礼我可受不起。 叶峰也不是磨叽的人, 直接受了礼。 成, 那成为盗蒙之主还需要什么流程吗? 我擅位, 然后你服众就可以了, 以你毛山天师的名号一定可以的。 老侯, 你忘了吗? 叶峰掰了掰手。 我现在只是滨海盗蒙之主, 不是什么毛山天师, 以后我只有这么一个身份, 服众的方法有千万种, 交给我就行了。 还谨遵师叔教诲。 侯契瑞做了个鸡手回答。 嘿嘿, 老侯啊, 你就别弄这些有的没的了。 叶峰掰了掰手, 看向张领袖和胖子。 你们两个先去查查, 那两个修仙家族和那个修真家族有没有什么猫腻。 胖子负责说话和制定策略, 老张提供火力支援, 没问题吧? 胖子比了个OK的手势。 那必须的呀。 老张依旧是一副, 漠然冷淡的表情。 叶峰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向了胖子。 到时候你带着老张, 这货没有丝毫的熟视生活经验, 只是查探尽量别打架, 查清楚底细就行了啊。 胖子点点头, 带着老张出去了。 叶峰看向老侯。 安排吧。 老侯的效率很快, 几乎是半天就通知了全部的人。 他们对老侯的善位语气惊讶, 实际却是窃喜。 老侯退位, 那就证明下面的人有了上位的机会。 盗蒙支柱这么一大块肥肉, 不是什么人都看不上的。 第二天的时候, 侯且锐带着叶峰 到了滨海一家五星级宾馆的门口。 神叔, 准备好了吗? 叶峰点点头, 侯启瑞推门而入, 整个喧闹的会场瞬间安静下来。 众人的目光全都锁在了侯启瑞的身上。 侯启瑞经历惯了这种场面, 自然是丝毫不切场, 大步走上台去。 同样跟上去的还有叶峰。 这一次,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个本不应该上台的叶峰。 主位, 我侯启瑞得各位同僚青睐, 坐上这滨海盗盟位置, 时时受之有亏。 后滨海盗盟在我领导之下依旧毫无气色, 甚至还被外地盗盟欺辱。 我这盗盟之主坐得窝囊啊。 老侯说着, 真的是流下眼泪来了。 叶峰相信, 这绝对是侯启瑞的真情告白。 在其位谋起症, 却毫无起色, 任何一个有尊严的人恐怕都会很难受的。 侯老大, 您别这么说。 对啊, 侯老大, 您在位的时候, 咱们滨海盗盟已经是得了足够的发展了, 您千万别这么说啊。 众人都在安慰着侯启瑞, 侯启瑞也是摆了摆手, 让会场安静下来。 我今年已经多大, 我都记不清了, 我的女儿也要上大学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沉浸在盗盟和侯家的发展当中, 忽略了一个父亲的职责。 是我失职了, 现在这个世界是年轻人的,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退休了。 侯杰瑞说着, 向侯面走另一步, 将叶峰推了出来。 一气盗蒙, 现在也应该有一些年轻人的味道。 这个孩子叫做叶峰, 别看年纪轻轻, 但是能力和头脑都在我之上。 我相信, 滨海盗盟在叶峰的带领之下, 一定能进入更高的辉煌, 所以我决定, 将滨海盗盟之主的位置, 擅位于他。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安静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之后, 这些人便是窃窃私语地讨论起来。 这个叶峰是谁啊? 是咱们盗盟某个家族的吗? 不是吧, 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一个人哪。 那他凭什么继承盗盟之主的位置啊? 难道是侯老大也开始搞群带关系了? 他们都忘了, 曾经叶峰是出现在过他们面前的, 只不过那次聚会不单单是盗盟, 还是盗盟和一些富豪的。 也正是那个时候, 叶峰遇见了吴嫂赴了蝶。 再加上时间是一年前, 这些人也早就忘了。 他们都对叶峰表示不服, 但是碍于侯老大的面子又不好直接提出来。 所以场面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叶峰在台上, 看着台下的窃窃私语, 淡淡地说了一声。 有不服的可以上台来切磋切磋, 我叶峰一概奉陪到底。 这一句话便是让全场安静了下来。 这些人倒不是不折服于叶峰的自信, 而是因为叶峰刚才说话, 根本没有用话筒。 但是声音却是在那种杂乱的情况下, 清晰地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不急不缓, 生胆如水。 这需要极强的钢气底蕴才能够完成。 只是这一项已经将全场大部分人都压得没了脾气, 但是总归有不服的。 只见一位头发花白, 脸上满是褶皱, 穿着中山装的老褶站出来, 轻轻地笑着。 既然后辈如此自信, 那书梁某不自量力, 想试试侯老大的眼光,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准? 哎呀, 这两万圣果然上了。 那是必然的, 原本侯老大退位之后, 最可能继承盗蒙之主的就是他吉封梁家了。 众人说着, 叶峰却是微微一笑伸出了自己的一只手。 前辈, 请。 梁万圣点了点头, 瞬间画成了一道吉封, 冲到叶峰的身后, 披掌而下。 但是, 那梁万圣只是披到叶峰的虚影, 释放了迅雷模式的叶峰, 已然到了他的身后, 利用单手在他的脖子上轻轻地砍了一下。 只听哄的一声, 梁万圣的身体支不住身形地栽倒在了台上, 生生地将那木制的舞台砸出了一个人形的印记。 全场都倒吸一口凉气啊, 这泥马也太快了吧。 吉封梁家向来以速度铸成, 但是梁万圣的速度在这叶峰的面前却好像孩童一般呢。 最重要的是, 这叶峰看似轻轻一掌, 竟然将其打进了台面。 这是什么神仙修为啊?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侯老大的什么人呢? 还有不服的吗? 叶峰再次淡淡地说着, 这一次全场鸦雀无声, 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够听见。 只听啪的一声, 不知是谁带着头鼓起掌来。 随后, 鼓掌声如雨点般猛烈地响起来, 惊就不惜。 侯启瑞看到这样的情景, 不禁对叶峰更加佩服。 想当年, 自己为了成为这盗蒙之主, 可是费了不少的力气证明自己。 而叶峰只是短短的几分钟, 便是获得了全部人的承认。 不得不说, 这毛山天师真的是够厉害的。 等掌声渐息, 众人都说让叶老大说几句。 我也没什么要说的, 之后的日子还请各位能多多照应。 叶峰做了个鸡手, 众人也一起打了个鸡手。 随后, 叶峰下台, 众星捧月地将他围在了中间, 一起向他祝贺着。 正在这个时候, 叶峰的手机忽然响起来, 他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胖子。 疯子, 赶紧来修真理家。 他妈的, 我拦不住张灵修这个耳杆子。 什么情况? 叶峰看了一眼侯启瑞。 侯启瑞瞬间会议, 将众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随后, 叶峰走出了会场。 那两个修真家族我查了底细, 没什么问题。 唯独这个修真家族看上去 每个人都十分阴质。 随后, 我刚想深入调查, 张灵修就说闻到了脖子气息, 然后自己一个人就冲进去了。 奶奶的我拦都拦不住啊。 我靠, 赶紧给我发个地图, 我马上过去。 叶峰挂了电话, 刚跑出去, 一辆GTR便是停在了叶峰的面前。 哦, 这不是叶天师吗? 好久没见, 你最近怎么样啊? 叶峰直接拉开车门, 坐了进去。 最近不怎么样, 马上带我去这个地方。 那黄毛一看手机, 道了一声好嘞, 随后还没等叶峰系上安全带, 便是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上次被诸葛明那兄弟秒杀, 我就一直在苦练车技嘛, 一天师您可坐稳了啊。 叶峰点了点头, 将安全带送入了卡扣中。 尽快, 得嘞。 黄毛往前退了一下挡位。 哎呀, 好久没开过快车了, 诸葛明, 这一次我一定比你更快。 我刚刚刷新了汽车的电脑程序和换了更高马力的发动机, 一天师您甭害怕, 坐稳了就成, 不要随便乱碰我车上东西, 省得破坏我的极限操作。 说着, 黄毛一脚油门踩到了地儿, 随后发动机转速瞬间冲了上去。 叶峰抓紧了安全带, 只听到发动机嗡的一声。 碰了一下, 这辆GTR的前击杆瞬间被炸了起来, 好死不死地砸下了挡风玻璃。 叶峰本能地用一只手抓住了那如皮尔刀一样的前击杆, 才没有让黄毛和自己的脑袋被削下去。 这我要是坐稳了不动, 咱俩就等着让人收尸吧。 叶峰无语地说着, 随后将那前击机盖扔出去, 自己下了车。 黄毛是无尽地尴尬。 咳, 这新换的发动机难道和我的三接电脑程序不匹配啊? 我赶时间啊, 先走了。 叶峰灌上了车门, 随后招手了一辆出租车, 坐了进去, 去往那个修真家族。 因为叶峰不知道即将面对的会是什么, 所以要尽可能地节省体力和钢气。 而且, 这修真家族也不算远, 就算是出租车也用不了太长时间。 很快, 不到十五分钟, 出租车司机便是开到了。 叶峰甩下一张老人头, 随后找到了站在外面的胖子。 胖子见叶峰到了之后, 急急地走过来。 老张就这么冲进去了? 叶峰抬头一看, 人间极乐会所六个大字招牌, 不停地闪烁着光芒。 你确定? 叶峰有些狐疑地看向胖子。 你该不会是想偷懒带着老张到这玩儿, 然后老张害羞地跑了吧? 我是那种人吗? 我都当爹了好不好啊? 胖子没好气地说着。 这个修真理家, 我唯一查到的线索就是这儿。 然后老张说里边有魔的气息就冲进去了, 拦都拦不住啊。 进去看看。 既然是老张做出的判断, 那就应该是没差的。 在叶峰推开门的瞬间, 便是听到了一阵高过一阵的哀嚎之声。 遍地躺的都是宝安和一些雕龙画缝的小混混, 还有几个穿着清凉的女人在尸声尖叫着。 我老张可真够猛的。 胖子喃喃着。 老张的正常操作而已啊。 叶峰说着, 将自己六瓶转筒开启到最大, 果然在楼上感受到了魔的气息。 但这魔不是一个, 而是好几个, 气息上也不是很强。 叶峰皱了皱眉,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还得向上走走才能知道。 得益于老张的暴力进入, 这一路上倒是没有什么阻拦的。 到了二路之后, 叶峰寻着那魔的气息, 推开了一座大门, 里边却是阴晕着无数的水蒸气, 这好像是一座浴池啊。 而在其中, 叶峰看到了一个让他差点把下巴都惊掉的场景。 老张躺在一张按摩床上, 怀中抱着鬼王剑, 正在享受着一个三尺高的婴儿 对他的头部进行按摩。 这些三尺高的婴儿身材瘦小, 手指也酷似婴儿, 但眼神和脸部却充满了沧桑。 而且在给张灵修按摩的时候, 那婴儿还在呢喃着一个接一个的小故事, 十分的催人入眠。 张灵修的表情也是一脸享受, 这让叶峰产生了强大的怀疑。 因为你实在是很难将 按摩和张灵修这两个词连接在一起。 张灵修这个人脑子有点二杆子, 做什么事都是会有目的的, 而且会选择直来直去的方法去完成目的。 按摩这种娱乐活动, 叶峰想破脑袋也想不出 这和老张帽有什么联系啊。 而且最让叶峰奇怪的是, 这给张灵修按摩的婴儿 本身就是发出磨气息的东西。 难道老张是在捉鬼啊? 叶峰说着, 缓缓地走过去。 那婴孩却是对叶峰视若不见, 依旧地喃喃着。 老张,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叶峰听声问。 老张猛地睁开眼睛, 随后看了叶峰一眼, 手中的鬼王剑直接抵在了那婴孩的脖子上。 再等你们来, 还要查探出这磨的来历。 张灵修淡淡地说着, 这种东西叫做床头婴, 我曾在康熙年间碰到过, 必须等他们按摩完之后才能让他们进行问答, 否则中间就算是你把他们杀了, 他们都不会说出任何别的话。 叶峰一看, 果然, 即便是鬼王剑抵在了那床头婴的脖子上, 那床头婴依旧是如机器人一般自顾自地按摩着, 嘞喃着一个接一个的故事。 过了大约十五分钟, 那床头婴按摩完毕, 刚要隐去, 张灵修便是直接抓住那床头婴的脖子, 将其按在了地上, 鬼王剑的剑签距离他的眼睛不足三毫米。 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 叶峰事实立声问, 那床头婴眼神之中是满满的恐惧, 随后缓缓说起一个故事来。 清朝康熙年间, 江南凤城一带出现了一种新奇的娱乐方式, 客人来了, 只需躺在一张红褐色的木质大床上, 然后就一个身高不到三尺的婴儿跳到床上, 一边用他柔嫩的双手抚摸客人的头部, 一边给客人讲一些天下奇闻, 官场风波。 这些婴儿被称之为床头婴。 他们所服侍的对象很奇怪, 街头的苦力, 田间的劳力, 民间的三角九流, 闲人骚客, 都喜欢到这家床头婴按摩楼来, 毕竟它的价格便宜。 而床头婴的幕后老板神通广大, 究竟是谁无人知晓, 就连当地官员也奈何不了。 于是这床头婴的名号就更响了。 这件事惊动了朝廷。 这天, 康熙命令大臣李三江下去探查, 要李三江相方设法, 把这些床头婴的来历向他会碰, 而且只能秘密巡查, 获得惊动当地官员。 李三江这几天, 正为有人举报他贪污腐败的事情, 而寝室难安。 现在见皇上为以重任, 自然是高兴啊。 心想, 我只要把皇上吩咐的这件事给办好了, 那我不就立了一大功吗? 这说明皇上还是信赖我的, 我一定要把事办好。 于是, 李三江悄悄地下了江南, 来到了凤城。 在凤城住了两日, 他就打扮成一个算命先生, 进入了床头婴按摩楼。 在柜台缴了钱, 就有一个穿着粗布衣衫的仕童走过来, 把李三江带进了一个小房间里。 里边有一张红褐色大床, 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 按仕童的吩咐, 李三江躺在大床上, 等待着床头婴上来给他按摩。 同时, 他的心中也是好奇, 这床头婴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呢? 我一会儿, 一个矮小的婴儿晃着身体跳上了床。 李三江细细打量那人, 发现他虽然手指脚掌等裸露的地方柔嫩无比, 但脸部却显得很苍狼。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床头婴? 李三江不由愕然, 那床头婴显然是个按摩老手, 他的两只婴儿手轻轻按摩着李三江头部的太阳穴, 一边喃喃自语地讲起了一些民间的奇吻。 那声音音歌艳语地, 让人变得无比的慵懒。 李三江好奇地想跟那个床头婴交谈, 和这床头婴却只顾着自己说奇闻一事, 甚至是官场的黑幕对李三江不理不睬。 李三江只好闭上眼睛, 细细享受着这柔嫩的抚摸。 一个时辰之后, 床头婴给李三江按摩好了, 就迅速跳下了床, 消失在了门口。 李三江下了床, 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 发现这几天奔波的疲劳果然一扫而光。 他暗暗成奇啊, 心想要把皇上交代的事情做好, 就一定要见到老板, 否则这床头婴的莱莉自己是琢磨不透的。 李三江找到了刚才那个仕童, 向他说明了莱矣。 那仕童笑了笑, 对李三江说, 这位先生, 我们的老板是不接待来客的, 除非你是特别的人。 特别的人? 李三江愣了一下, 然后笑隐隐地掏出了一两银子, 悄悄地塞给了师童。 师童接过银子, 笑眯眯地说, 那好吧, 我给你通报看看。 过了一会儿, 那个师童回来了, 指了前面的一个小门, 对李三江说, 我们老板在那个屋子里等你, 你可以从那个小门过去。 李三江按照师童的指示, 穿过了那扇黑色小门, 来到了一个靠着山墙的小屋。 他一进小屋, 就看到一个身穿黑色大衣的男子背对着他站着。 你一定要见我。 那人的喉咙里发出一阵沉闷的声音。 是啊, 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床头鹰是怎么来的。 李三江毕竟是见过场面, 他开门见山地说, 因为我也想开一家类似的按摩馆, 不过你放心, 我开车的地点绝对不在这个地方, 只要你把床头鹰的来历告诉我, 我给你一千两黄金作为报酬。 李三江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只要这个老板说出床头鹰的来历, 他就可以向皇上汇报了。 而一千两黄金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那好吧。 那人转过身来, 对李三江冷冷一笑。 那你就跟我来吧。 李三江跟那个黑衣男子进了一个大山洞, 在山洞中灯火通明, 不时地穿过一两个床头鹰, 他们笑嘻嘻地捧着一两个馒头, 欢天喜地地讲述着一些故事。 正当李三江摸不着头脑的时候, 那黑衣人说话了。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里有个规矩, 如果有人一定要知道床头鹰的来历, 就必须讲述一些奇闻异事, 或者是官场的黑幕。 否则那些床头鹰会把你当作异类, 扔进水池, 让你难受的。 李三江心想, 我自小书读各类书籍, 说些奇闻异事自然不在话下, 但是让我说官场黑幕, 就有些为难了。 但为了能完成皇上交代的任务, 他也豁出去了, 于是对那个黑衣人点点头。 好吧老板, 你的这些要求我都可以做到。 不一会儿, 他们就进入到了山洞中的一个大厅。 大厅里灯火通明, 十几个床头鹰正围坐在一张巨大的石床上嬉闹着。 那些床头鹰身高皆不足三尺, 但个个瘦如白玉, 光滑无比。 你给这些床头鹰讲个奇闻吧, 等下我再来见你, 给你说说这些床头鹰的来历。 那个黑衣人说完, 就走出了洞口。 李三江对那些床头鹰笑了笑, 就对他们讲起了一个诸如找老婆的怪事。 谁料, 那些床头鹰听完都愤怒地喊起来, 你们这些坏蛋是在笑我们是诸如吧? 告诉你我们不是诸如, 我们是床头鹰。 李三江连忙搭上笑脸。 各位别急, 我再给你们讲个笑话吧。 谁知, 那些床头鹰不买他的账。 其中一个盯着李三江, 用手指了指, 他后面一个冒着热气的水池说。 你快去给我们讲讲你在官场的黑幕, 不然我们就把你扔到那个水池里去。 李三江连忙摇头。 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官员, 所以我不知道官场黑幕啊。 不是官员, 那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大家快把它扔下去。 那个带头的床头鹰喊了起来。 那些床头鹰都跳下床来, 围住了李三江。 李三江额头上的冷汗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他知道自己不说这些官场黑幕是走不出去的。 算了, 这些床头鹰也是供人娱乐使用的, 自己不如胡编乱造一些故事给他们听听。 可奇怪的是, 那些床头鹰对李三江的胡编乱造都洞察神明。 他们逼着李三江, 非把自己的贪污之事说出来。 等李三江支支吾吾的, 把自己贪污的一笔灾民的黑款说出来后, 那些床头鹰都轰得一声笑了。 他们使劲举起李三江, 把他抛入那个冒着热气的水池里。 那个水池的水虽然烫, 但却让人十分舒服。 李三江刚才还以为这水池里的水有毒, 和现在却感受到一股惬意, 只冲自己的七神六脉, 舒畅无比。 当李三江泡垢了爬上来的时候, 发现那个黑衣人已经走进来。 黑衣人逼给李三江一杯姜汤, 对李三江说, 先喝杯姜汤吧, 我再给你讲讲这些床头鹰的来历。 李三江接过姜汤一饮而尽, 然后就坐了下来, 等着听黑衣人讲床头鹰的来历了。 那黑衣人见李三江已经喝完了姜汤, 就笑吟吟地对李三江说, 李大人, 床头鹰的来历就不用我告诉你了吧。 李三江大吃一惊, 老板,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我姓李啊? 因为你就是床头鹰啊。 那个黑衣人冷冷一笑, 指了指他身后那个水池说, 你刚才泡的是缩骨水, 喝的是能丧失记忆的忘过水, 三天后你将缩成一个三尺高的床头鹰, 半个时辰后你将忘记你所有的过去。 听了黑衣人的话, 李三江扑通一声, 跪在黑衣人的面前。 老板饶命, 老板饶命, 我是奉皇上之命来的, 你可不能这样啊。 黑衣人哈哈一笑, 对李三江怒吓着。 哈哈哈哈, 李三江, 你看清楚了, 我不是老板, 我的老板是他。 说完, 他指了指石墙上的一幅画像, 就转过身去, 不再理会李三江了。 李三江战战兢兢地抬头看向那幅画, 一看画像上的人, 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突然, 他觉得全身开始酸痛, 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最后, 他大叫一声, 倒在了地上。 这时, 黑衣人吩咐旁边的一个尸桶, 来, 小六子, 把这个床头鹰挂牌给他挂上, 他贪污了老百姓的钱财, 下辈子就让他给老百姓服务吧。 至于画像上的人是谁, 已经不重要了。 不过, 据服侍在康熙身边的那些太监说, 每年都有一些官场要远失踪。 当有官员把这些事情禀报康熙的时候, 康熙听了总是微微一笑, 然后点点头就走进了后宫。 床头鹰的故事讲完了, 随后, 不论叶峰再说什么, 那床头鹰都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张灵秀一剑刺下去, 在鬼王剑强大的寂灭气息下, 那床头鹰直接消失了。 胖子, 你说这里是修针李家唯一漏在外面的线索, 对吧? 叶峰看向胖子问, 胖子点了点头。 其实刚到这的时候, 外面是有个李家人的, 但见到我们之后就跑了。 他这面色阴质鬼鬼祟祟, 只不过老张被这里边的床头鹰吸引, 就没去追那李家人。 我猜测呀, 这修针李家八成就是那李三江的后代。 当初康熙讲其做成床头鹰之后, 应该是没有做到完全, 才让他作为遗毒留了下来。 随后这个李家受到十大魔神, 其中某位魔的感召, 才渐渐发展壮大起来。 叶峰的话, 得到了胖子的同意。 哦, 如果根据床头鹰所说的事, 这件事, 你的推测合情合理, 但是就怕这床头鹰说的是假的呀。 不会。 张领袖摇了摇头。 床头鹰在做完按摩之后, 受到生命威胁, 说的故事基本上就是真的了。 我也觉得是真的。 叶峰点了点头。 毕竟这货可是当年康熙老爷子留下来的东西啊。 话说回来啊, 这东西既然是康熙老爷子留下来的东西, 为什么又在李家出现呢? 胖子皱着眉。 大清都亡了, 还说什么康熙老爷子?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东西可能是李三江被做成床头鹰之后学习得到的。 随后可能作为现代敛财手段又继续流传了下来。 流传下来这种做床头鹰的技术, 毕竟修针可是很烧钱的呀。 哦, 原来如此啊。 现在咱们找到这个线索, 下一步该怎么做呀? 不需要做, 等着就好了。 老张闹事到这种地步, 老板一定会有所反应, 或者是喊警察, 或者是直接喊李家过来收查。 如果是后者呢, 自然再好不过。 如果是前者呢, 就再费一费工夫, 利用那老板讲他身后的理解揪出来就好了。 果然不出叶峰所料, 在大概十五分钟之后, 门外便是响起了各种嘈杂的声音。 来了。 叶峰眯了眯眼, 抓了抓萧练的剑柄。 在这浴池当中, 已经没有太多阳光渗透进来了。 萧练也是趁此聚集了不少的力量。 水雾漫漫, 张领修和叶峰各立两侧, 而胖子则是和两人拉开着距离。 大门洞开, 水雾当中瞬间渗透进了数个黑影。 道光剑影一形幻影, 魏王剑和萧练一起爆发出了威名。 黑影不断涌入, 但是躺下的黑影也是越来越多。 水雾开始随着大开的门鱼灌而出, 视野也渐渐地清晰了下来。 牧室之内, 叶峰和张领修依旧是分离两侧, 但是两人脚边的地上已经是躺着许多的黑夜。 这时, 门外响起了啪啪啪的掌声, 一个挺着大肚子, 带着金链子矮蹲胖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 一笑便是露出了两颗大金牙。 两位笑哥好身手, 我说什么人敢在人间极乐闹事, 原来是两位恋家子。 叶峰嘴角微微跟我起的笑容。 修臣李家? 哦, 看来你们也听床头鹰讲完那个故事了, 看来不是来闹事的, 是专门来找茬的对吧? 敢问两位高兴大名啊。 那胖子眉毛一条, 却依旧是不动声色地说着。 新任滨海盗盟之主叶峰, 你就这儿的老板对吧? 叶峰看着这个矮蹲胖。 没错, 在下李静彤。 那矮蹲胖坐一说着, 我李家向来与滨海盗盟无瓜无隔, 不知此次盗盟之主前来, 所为何事啊? 你们李家的修真是依靠魔修对吧? 叶峰淡淡的声音响起, 却是在李静彤的心头乍响。 他们李家魔修的事情, 从未向外界透露过, 这小子又怎么会知道的? 难道是在炸自己?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们修真李家虽未入盗盟, 但是却也是本本分分, 不知道盗盟之主给我们安这么一个名头, 到底是何意啊? 本本分分? 用魔类床头鹰敛财, 你怎么好意思讲本本分分四个字说出口子呢? 魔也分好坏, 我一直只是利用床头鹰赚钱而已, 从未害过任何人, 盗盟之主若是连这个都看不惯, 大不了我将用床头鹰赚的钱 捐给山区增点福报罢了。 李静彤抬头看着叶峰, 眼神之中是满满的得意啊, 这小子果然是在炸自己, 连证据都没有, 也敢来这里闹事, 实在是想太多了。 叶峰却是不急不患的, 抽出一张追击符, 在刚才床头鹰所在的地方抹了一下。 记住你刚才说的话, 把用床头鹰所赚的钱全都捐给山区, 至于剩下的床头鹰, 我盗盟就负责收养了, 想必李老板没什么意见吧? 叶峰似笑非笑地说着, 李静彤嘴角牵动了一下, 没,没意见, 这尼玛就是鸣抢啊, 盗盟以仗自己作为结合体, 鸣抢他们修身李家的资源。 叶峰笑了笑,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既然你们李家不露出马脚, 那我就按照盗盟的形式来做就好了, 这床头鹰, 盗盟就负责收拾, 合情合理, 不服的话, 你就过来找我, 叶峰求之不得。 既然如此, 我们就先走了, 在这儿对李老板造成叨扰实在不好意思, 不过盗盟也是为了维护兵海稳定, 既然修真李家不是摩修家族, 这摩修的东西还是不要接触了。 叶峰将追气符丢在空中, 随后追气符向外飘去, 经过李静通身边的时候, 叶峰拍着他的肩膀说了这些话, 李静通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点点头, 随后看着叶峰等人离开了人间极乐会所, 你们就去吧, 在那里会有人好好招待你们。 李静通嘴角露出一个猖狂的笑容, 随后让手下去收拾残局。 这气符一直向前飘着, 刚出了人间极乐的门, 一辆五菱红光就停在叶峰的面前。 叶天使, 我换车过来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叶峰看着这台五菱红光, 无奈地摇摇头, 拉开车门, 带着胖子和张灵修坐了进去。 这TR都能让你踩到爆缸, 你现在开这辆车过来, 那不是会爆得更彻底啊? 不会不会, 自从上次诸葛明用五菱红光教训我之后, 我也就买了一辆, 现在开的顺手啊, 绝对不会出现爆缸的情形。 你确定啊, 那必须的。 行。 叶峰拉上安全带, 将卡扣插进去。 看到天上那黄浮了吗? 追着走就好了。 得嘞, 您瞧好吧。 黄毛说着, 松掉了手伤, 刚要起步, 车子却像是拱钟一样, 向前晃悠了一下, 然后熄火呢。 我靠, 这五菱红光离合劲太小, 松得太快了。 黄毛有些尴尬地说着, 不是你呀到底会开车吗? 叶峰差点暴怒了。 会会会, 肯定会, 一天时您甭着急, 我马上追过去。 黄毛赶紧打着了火, 再次换满起步, 随后才开了起来, 奔那追气符而去。 也幸亏黄毛所言非虚, 在起步之后的开车, 就是十分顺畅。 倒是追上了那个追气符。 而且追气符进了山林之后, 武林鸿光依旧是丝毫不虚, 越野性能, 快赶上诸葛明的那辆霸道了。 基本大多数的勾勾坎坎, 全都冲了过去, 最后在一个山洞前面停了下来, 追气符就落在了山洞的外面。 看来那个床头鹰所讲的故事非虚啊, 这床头鹰真的是聚集在山洞中的。 黄毛、胖子, 你们两个在车里等着, 我和老张进去看看。 叶峰下车之后说道, 黄毛和胖子也是一起点了点头。 两人走进了这山洞, 里面果然隐晕着漫天的水屋, 还有浓重的硫磺味道。 这里面应该是有一处地热泉水的。 叶峰看了张灵修一眼, 张灵修瞬间回忆, 走到叶峰的背后, 倒退着防护着叶峰的背后。 两人继续向里面走, 那水屋越来越大, 同时硫磺味道也是越来越重, 还传来了几个调笑的婴孩之声, 十分的诡异。 目的, 一个黑影子弥漫的水屋中向叶峰冲过来, 等到了面前的时候, 叶峰才看清楚他的全貌。 那是一个床头鹰, 但是和叶峰在那洗澡堂子里见到的床头鹰不同, 这只床头鹰的嘴巴诡异地张开了九十度, 其中的獠牙牙齿无数, 冲着叶峰的头就咬了下来。 叶峰手中的销炼寒光闪过, 这只床头鹰便是被斩落在地, 但是与此同时, 那婴孩的调笑声却是在四面八方响了起来, 而且数量之多声音之大, 已经超出了叶峰的想象。 这是什么鬼? 叶峰向后一靠, 碰了张灵修的肩膀, 但是张灵修这个闷游瓶却是一个字都没有说, 只是紧紧地握着手中的鬼王剑。 调笑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近, 随后, 水雾中再次出现了数个黑影, 咬向了叶峰和张灵修。 剑光如影, 叶峰和张灵修不停挥舞着手中的剑, 但是数量之多, 双剑根本扛不住。 老张! 叶峰大喊了一声, 张灵修手剑将鬼王剑放置于腰间, 随后开始积聚寂灭气息, 一抹阎王的薰影在他的身后生成了。 这里的床头影实在是太多了, 一个一个根本就杀不过来, 直接用阎王拔刀斩来得最简单。 叶峰瞬间展开了黄火双翼, 随后, 仙天梨挂也是在他的周围生成。 叶峰紧紧握着手中的销炼, 轻轻横扫, 一道剑气便是将大部分的床头影斩落了。 我是涅槃的凤狂, 我是自己的帝王。 销炼的无影剑身上裹挟着无数的火鱼, 同时闪烁的还有蓝金色雷电。 黄火雷电斩。 火焰与雷电集合的剑气向四周扩散而去, 将那水雾中的黑影全部击溃了, 还将这弥漫的水雾生生地展开了一道裂缝, 露出了最里边的一个滚滚冒泡的地热温泉。 同时, 无数的床头鹰也是自那温泉当中向外爬着。 老张, 封拳。 叶峰大喊一声, 张领袖身后的阎罗王已经是凝结成了实体的虚影。 阎网拔刀斩的寂灭气息猛然挥出, 向着那温泉而去。 在接触那温泉的刹那, 那闪烁着寂灭气息红光的剑气, 却是硬生生地被什么东西阻隔住了, 一直无法向前推进。 奶奶的,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竟然还有这么强的剑气? 叶峰刚想去帮助那剑气向里面推进, 却是被张领袖抓住了胳膊。 别急, 让剑气飞一会儿。 你跟哪儿学着这话呀? 出个名叫我的。 张领袖依旧冷冷地说着, 看着那向前推进的寂灭剑气, 果然那温泉周围的劲滞发出了喀啦一声脆响, 碎裂开来。 阎网拔刀斩的威力瞬间覆盖了整个温泉, 让上面的碎石落了下来, 将其封堵完成。 床头影再也没有爬出来, 而且随着泉水的被封堵, 周围的水雾也是渐渐地消散。 叶峰刚松了一口气, 却是发现那即将消散干净的水雾当中, 露出了一个恍恍惚惚的人影。 这人影足足七尺高, 绝对不是床头影。 叶峰和张领袖对视了一眼, 手中的销炼剑再度挟持, 冷冷地盯着那水雾当中的黑影。 雾气终于消散完毕了, 那人影终于露了出来, 是一个身材高大, 仪表堂堂的人。 他的五官端正, 双目炯炯有神, 离尖略圆, 而稍显阴沟状, 脸上有一点天花留下的痘痕, 还有这发型, 唯一个长辫, 明显是清朝的鬼。 你们是什么人? 那人影淡淡地问, 但是却是带了一股威亚。 这威亚不是来自于修为, 而是来自于眼前这个人的自信, 他说话的语气当中, 都带着一种纵横百合的气势。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清朝的鬼不去阴私报道在这干什么? 阴私? 哼, 不敢收朕。 那人轻蔑地笑了笑, 所以, 朕便是留在了这里, 自得其乐的生活。 朕? 你是什么人? 朕乃爱心绝罗玄业。 康熙皇帝? 叶峰愣一下。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床头鹰之地啊? 你不应该问我这么多问题, 你们现在应该告诉我, 是不是又是那阴梯之后受命过来抢床头鹰的? 应提? 叶峰想了想, 这好像是康熙之子大阿哥的名号。 大阿哥应提时书长子, 一向不被康熙喜欢, 自知无望, 向康熙提议李八阿哥应四。 理由是, 朕是张明德常想隐私必大贵, 又说要替傅杀掉印仁, 让康熙极为憨心, 严加训斥, 同时对印四严加提防。 这时, 三阿哥应指揭发大阿哥, 搞眼镇加害印仁之事。 康熙将大阿哥求请。 康熙厌恶印四, 勾结印提, 也将其关押后又释放。 不是, 我是人间天师封为子, 他是北方鬼帝张灵修, 此次来便是彻查 关于修真理家的事情。 修真理家? 玄也笑了笑, 哼哼, 便是那李三江之后吧。 叶峰心中一动。 你知道? 当然知道。 你可知为何 我没有去殷私, 反而留在了这里吗? 玄也不愧为当初的皇帝啊, 现在即便是成了鬼, 见到天师之后, 也没有丝毫地背抗, 表现得十分自信。 为何? 因为殷私, 要我管控当初我设置的这一方魔窟, 如有大乱, 当要我魂飞魄散。 没想到朕当年惩治乱臣贼子和贪官的地方, 竟然成了魔窟之地。 这玄也说话, 明显要比那秦始皇招人喜欢得多。 在叶峰表明自己的天师身份之后, 便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和叶峰同级的位置上, 称呼自己的时候, 也是偶尔用了我这个字眼。 而他口中的魔窟之地也很好理解。 这里这么多的床头鹰, 皆是一些低等级的魔, 如果没有人看管, 难免会出现乱子。 殷私这个决策, 算是还挺符合当代价值观的。 那就是谁开发谁智力。 但是我没想到, 当年的李三江竟然也是印提的心腹之一。 他被我做成了床头鹰之后, 得到了印提身后那蒙古喇嘛巴汉哥龙的帮助, 竟然让他成功逃脱, 后来又不知道得了什么造化, 竟然还产生了什么修真李家这样的后代。 在叶峰表明身份之后, 很明显, 悬业便是把他当作了自己人, 将自己所知道的情报全都倾泻出来。 在我死后, 我才知道了这样的事情。 后来因私要我掌管这里的魔窟, 我也接了下来。 但是那李三江的后代实在是贪得无厌, 竟然把赚钱的如意算盘 打到了床头鹰的身上。 他们后代一直陆续有人过来 抢床头鹰。 我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增强床头鹰的战斗力, 同时交给他们要以故事的形式 将当年的事情说出来。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们就是听到那个故事 猜到这里来的吧。 也不全是, 我们以为这里已经是那李三江的地盘了, 没想到你竟然还在这儿。 悬业笑了笑, 哼哼, 如果你们不是将那温泉封死, 等床头鹰的数量一多, 我便是有自信将你们困杀致死。 因为有了这样的杀手锏, 那李家的后代 的确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再来过了。 所以说那李家人故意将我引到这儿, 就是为了利用这场误会 将我杀死在这儿咯。 叶峰皱着眉, 想来应该如是, 你们既然为人间天师, 自然会有解决的办法。 我已经将知道的事情 全都告诉你, 至于怎么做 便是你们的事了。 朕在此守候这么多年, 也是想入了轮回, 再入世间了。 悬业说着, 自顾自的 看向了洞口之外。 尹斯既然让他镇守这里, 自然是肯定限制了 他的活动范围, 哪怕是鬼, 一直被限制在一个地方, 也是会孤独寂寞的。 我一定做到, 不过还有一件事。 叶峰目光灼灼地问, 你的意思是修真理的背后 还有一个蒙古喇嘛, 巴汉格隆和印提, 对吗? 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当年, 他们的确策划了 将李三将救出去, 但是是否还以 鬼怪的形式存活于世间, 恐怕连阴丝 都不可能知道吧。 玄夜说着, 摆了摆手, 自顾自地 向山体之内走去。 至于到底如何, 就劳烦鬼地和天师了。 玄夜完全 也没于情之后, 叶峰也是受了剑, 将其竖在身后, 看向了张灵修。 恐怕这件事 还有些麻烦呢。 张灵修只是 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后自顾自地 向山洞外走去。 叶峰也是 无奈地摇摇头, 老张这点就很不好, 一直闷闷地 不喜欢聊天。 那捉鬼的路程当中, 恐怕还需要胖子 给自己解闷呢。 走出山洞之后, 却发现 那武林洪光大开着门, 胖子和黄毛 却早已经不知去向。 我靠调虎离山。 叶峰心中大急啊, 抽出两张追气符, 在那车座上抹了一下, 希望根据两人的气息 找到它。 但是追气符 抹完之后, 摔到天空当中, 却是直直地 落了下来。 气息完全抹住了, 有备而来啊。 叶峰皱了皱眉, 手机也是 在这个时候 响了起来。 是胖子的一条微信, 是一条视频。 里面是胖子和黄毛 被五花大绑的样子, 随后, 李静瞳的脸露了出来。 盗蒙之主叶峰是吧, 我修真李家 一直与盗蒙毫无瓜葛, 但是你却杀了床头鹰 断我财路, 一不仁, 那就休怪我不义了。 如果你能活着 从那山洞中出来, 我要你用十只床头鹰 来换这两个废物, 就三天 在滨海公园的后山换人, 超过三天, 你就等着给这三个人收拾吧。 视频结束, 叶峰关掉了手机。 想得真多。 叶峰淡淡地说了四个字, 看向张灵修。 张灵修点了点头, 随后便是夜没在了山林中。 别看张灵修是习惯性失踪人口, 同样也是一个找人高手。 他活了几千年, 在以前没有天眼任何交通工具的时候, 张灵修还是哪里都去过的, 找到了各种各样的魔和人进行诛杀。 现代社会要找两个人更加简单了。 叶峰没有追上张灵修, 而是准备再去那人间极乐看看, 到了人间极乐之后, 那个上面已经是挂了一个鲜业的牌子, 人曲楼空了。 现在, 林小宇也没什么用, 因为那个树林里面和外围根本没什么设想透, 自然也不可能找到什么, 只能是寄希望于张灵修了。 叶峰直接翻身, 自二楼的窗户进入这人间极乐会所当中, 潘西坐在沙发上, 一边运行周天, 一边将自己的六坪转通开启到了最大, 不停地搜寻着这会所的每一个角落。 一直到晚上的时候, 叶峰已经把这人间极乐会所的地下五十米之内, 全都探查完毕了。 他终于确认, 在这个地方只是一个简单的会所, 应该只是修真李家用来敛财的工具。 只听哗啦一声, 玻璃破碎的声音传了出来, 张灵修进入到包厢之内, 金顶国际会所, 地下五层, 皆是修真李家人。 行啊老张, 够快的啦, 只是一个半天就搞定啦。 叶峰赞叹地说着, 却是发现老张的面色不太对劲啊。 他的脸不禁冷, 更是带着一丝不正常的白色。 还没等叶峰发问, 张灵修便是直接跪在了地上。 叶峰也得已看到他的后背。 张灵修的后背上, 插着一根大概三只粗的铁棍, 陆体三分, 虽未穿透, 但是看样子也伤到了内脏。 老张! 叶峰冲过去, 抓住张灵修的胳膊。 怎么连你也找得到啊? 张灵修嘴唇, 已经是有些微微颤抖了。 魔神帕尔, 出手了。 魔神帕尔? 第十大魔神? 这么强的吗? 张灵修没有回答, 而是晕在了叶峰的胳膊上。 依靠张灵修的性格推算, 叶峰猜想他应该是找到地方之后 就想直接救人, 但是却是被那魔神帕尔阴了。 可是张灵修的修为 就在那摆着呢呀? 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 竟然让张灵修都受了这么重的伤。 叶峰赶紧抱起了张灵修, 先用龙门中心 将其简单的救治之后 将其送往了医院。 索性只是皮外伤, 只要休养一番 应该问题不大。 叶峰躲步, 在那手术室门外紧紧地咬着牙。 此仇不报, 当为数字。 银长老, 果然还是您这招高明, 那张灵修果然上了套, 来了这里。 在金鼎国际会所当中, 印提恭敬地对银承天说着, 印提生前虽贵为皇子, 但是死后灵魂重聚, 那也是依靠巴汉格隆才完成的。 所以, 印提只是成为李三江的上司, 也在这些法师之下。 毕竟修真家族 不是靠所谓的地位说话, 而是靠真实的实力。 那张灵修就是一个二杆子不足为惧。 印成天摆了摆手说, 他自持有阎罗王的侵传, 再加上活了上千年, 难免有些自负, 认为什么事情都能靠自己解决。 殊不知只要速度够快, 让他与那阎罗王建立不了链接, 他顶多也就是一个身手比较好的普通人罢了。 印成天在观看过叶峰等人斩杀秦舍皇的过程当中, 还有数次的揭露, 早已经对三人的行为习惯摸了一个通透。 那, 以尹长老所见, 那叶峰又该如何做呢? 印提再度询问, 那小子从来不居属于规矩, 一切也达到目的为准则。 我也说不准他会做出什么, 这件事恐怕还要麻烦巴汉格龙大使, 让他与帕尔摩神匿之见地联系才好。 好, 我会吩咐下去的。 对了, 最近让李三江告诉手底下那些后代防备着一些, 拿到床头鹰之后就杀掉那两个肉片, 否则也会是一个麻烦。 印成天说完, 摆了摆手。 行了, 下去吧。 是。 印提拱手, 离开了印成天的房间。 叶峰, 很期待再和你见面的日子。 印成天嘴角挂着微笑, 缓缓入定。 叶峰现在正在那发现床头鹰的山洞当中, 他首先需要确定一件事, 这件事关乎到胖子和黄毛会不会有危险。 李建拿床头鹰 到底只是为了赚钱还是有其他目的? 叶峰目光灼灼地看着悬夜。 朕说过, 具体的事情我也不能做出判断, 至少在以前, 他们只是为了将床头鹰拿去赚钱的。 他们从这儿拿走了多少床头鹰? 之前数百年间, 一共拿走了一百九十一只床头鹰。 床头鹰的寿命有多少? 叶天使为何问出这么小日课的问题啊? 床头鹰既为魔, 自然寿命上不是你我能够度量的。 那也就是说, 李家现在应该有一百九十一只床头鹰, 对吧? 宣夜看着叶峰, 不知道他在思考着什么。 可是那时候人间极乐只有一只床头鹰当作赚钱的苦力。 李家不可能有一百九十一个大型分店, 更不可能让床头鹰只是干一次活就轮换一只。 那也就是说, 其实李家要床头鹰是有自己另外一个用处的。 叶峰难难着。 因为现在社会赚钱的方法实在太多, 不一定非得依靠魔这种不稳定因素来赚钱。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那床头鹰或许会对帕尔魔神有什么补助增益的作用。 那也就是说, 两百只床头鹰的数量就应该会让那帕尔魔神成功了。 还好, 如果不是单纯为了钱, 而是有这样的原因, 我觉得黄毛胖子他们暂时还没什么危险。 所以, 你准备怎么做? 给我十只床头鹰。 叶峰扯出了一张收魂符。 我倒要看看那帮王八蛋到底要做什么。 你确定? 宣野摇了摇头? 你不是说那个鬼弟已经被打伤了吗? 若是这十只床头鹰从你手中落入那里家, 这责任谁来担负啊? 自然是我来担负嘛。 老张只是不备, 着了道。 若是我连那第十魔神都没办法解决, 后边的魔神我也不用看了。 这些卷铺盖回猫山更合适一些。 希望你能配得上这一份自信。 宣野说着, 勾了勾十只。 十只床头鹰爬了出来, 自觉地钻进了叶峰手中的收魂符当中。 祝你成功! 宣野笑了笑。 叶峰收紧了收魂符, 道了一声谢, 随后便是走出了山。 在叶峰离开不久, 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那山梯中钻出来, 宣野赶紧下跪。 道庆大人。 事情都办好了。 宣野抬起头, 用力地点了点, 谁知宣野的脸上立马出现了一个血红的巴掌印。 要我跟你说多少次, 你现在不是那大清国的皇上, 只是我一条狗。 狗和主人说话的时候是不配抬头的。 啊, 奴才知错了。 宣野脸上挨了这一耳光, 却是害怕地低下了头, 连大气都不敢喘下。 好了, 退一下吧。 道庆说着, 渐渐地隐没了身子。 期间, 宣野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叶峰拿了这十个床头鹰, 回到下家别墅当中联系了林小雨。 他需要帮忙, 硬闯做交易, 那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以这一次一定要秩序。 喂, 小流氓, 干嘛呀? 今天是周日, 林小雨明显在休班, 电话里喘出了一声慵懒的声音。 我需要你联系一下林恒, 和我一起去演一场戏。 什么? 叶峰这一句话, 直接把林小雨从事意当中拉了出来。 我不去。 这件事非去不可。 叶峰叹气地说着, 随后将胖子和黄毛被抓走, 以及张灵修受伤的事全都说了出来。 林小雨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 为什么要联系林恒? 他的官位让金鼎国际会所不可能拒绝他, 只要他用一个需要招待的名头, 带着咱们两个人进去, 一切的事情我来解决和安排就好。 那为什么你不去联系啊? 你觉得我联系他就一定会去吗? 他那种身居高位的人会随便同意我这个陌生人的邀请吗? 林小雨犹豫了一下问道, 那有没有危险? 你什么时候怕过危险呢? 是不是在担心你的父亲呢? 放心, 我不可能让任何一个人出事的。 谁担心他了? 林小雨嘴硬地说着。 只是他出事之后, 上头一定会给我们极大的压力, 我只是害怕麻烦罢了。 叶峰也只是无声地笑了笑。 林小雨能够担心林恒, 至少证明他还是把林恒当作父亲的。 说不定这件事之后, 两人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 行吧, 既然有两个人被劫持, 这件事我们警方肯定也义不容辞的。 我马上就联系李恒, 让他帮忙。 林小雨挂了电话, 随后叶峰便是对着镜子用一种手将自己伪装成另外一个人的模样。 李静彤看到过自己, 如果还是用以前那张脸去, 难免会被人认出来, 惹起麻烦。 义荣完成之后, 林小雨便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今天晚上还有时间? 好, 你告诉他, 不要带太多的保镖, 这是装作曲私人聚会的模样。 明白。 林小雨刚想挂顿电话, 叶峰再次叫住了他。 小雨。 干嘛? 晚上穿得漂亮点, 这一次就当咱们的订婚宴。 什么? 假装而已, 方便行事。 哦, 明白了。 林小雨在电话那头答应下来。 时间很快便是到了晚上, 林衡破天荒的自己开了一辆老款奥迪A6便是过来接两人。 先是到了下家别墅, 见到叶峰之后也是愣了一下。 叶峰笑了笑。 一荣之处方便行事。 林衡不禁, 再度惊叹叶峰的修为。 再到林小雨家中之后, 林小雨穿着一身天蓝色顽礼服走了下来, 脑后挽着发肌露出了如天鹅一般的白皙脖梗, 脚上穿着一双高跟鞋走得十分的别扭。 叶峰看到过林小雨漂亮的时候, 此时倒是表现得很正常。 但是林衡就不一样了。 她眼睛直直地看着林小雨, 一脸的惊讶, 同时更多的还有欣慰。 我家小雨真的长成大姑娘了, 和你妈妈真像。 在林小雨上车之后, 林衡还是一直从那后视镜看着她, 看着林小雨脸上起了红韵, 但是却没有熊巴巴的反对回去。 叶峰猜得没错, 林小雨只是刀子嘴豆腐心罢了。 多年的父爱缺失, 让她已经不习惯再次接受父亲这个角色出现了。 我先说一下计划, 到了之后主要查探胖子和黄毛的所在地, 找出来之后就立马撤退, 最好不要引起任何冲突, 因为你们在场, 我的手脚会受到很大束缚。 叶峰说着, 一直到了那金顶国际会所的楼下之后, 才将计划说了个完全。 懂了吗? 没问题。 父女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林衡有些惊喜地看着林小雨, 而林小雨这次则是没有再忍着不说话, 而是凶巴巴地反对了回去。 只是说的话都一样, 你那是什么表情? 哈, 没事没事。 这个一直深居高位的中年男人, 面对女儿如此无理地反对, 竟然十分好脾气地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叶峰也是摇了摇头。 好了, 那就进去吧。 林先生, 您之前给这打个电话了对吧? 林衡点了点头, 叶峰率先打开城门走下去, 看着那金顶国际会所六个字, 眼神一灵。 出发。 哟, 您就是林先生吗? 我们可是早就供货多时了。 在三人踏进金顶国际会所大门之后, 打趟经理便是小跑过来, 点头哈腰地对林衡说着,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后面一排女员工, 接连着拍着巴掌, 欢迎着林衡。 林衡作为何欣先生, 对于这种情况自然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只是简单地摆了摆手。 这一次是为我女儿和我女婿来选结婚典礼酒店的, 不要弄得太严肃。 是, 那大堂经理连连暗暗摆手, 这些女员工也是各自散去了。 林先生只是过来包个桌什么的吗? 这就是两位新人吗? 还真是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大堂经理的马屁接连拍上了, 拉着叶峰胳膊的林小宇,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而叶峰则是微微汗手, 没有说话。 也不是简单的包桌, 只是我这人吧, 有些老家的习俗需要遵守。 比如风水这块我就比较相信, 你别怪我这人古板哈。 那肯定是的。 大堂经理点头哈腰地说着, 恰好我和我女婿都懂那么一些风水, 知道金鼎这个地方还算不错, 只是不知道这儿的建造格局是不是符合风水呢。 这个您放心, 那肯定是符合风水的, 我们这里修建的时候可是请了许多高人来看的, 取这些人共同的建议才建造起来的, 这一块您根本不需要担心。 可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林衡笑了笑, 我女儿一辈子的事, 难免比较谨慎。 我知道我可不可以在这儿随便转转, 仔细看看这屋子的风水啊。 当然可以, 我马上就带您转转我们金鼎酒店, 让领导您视察视察。 大堂经理说着, 赶紧鞠躬, 做了个请的手势, 随后带着三人走向电梯。 就走楼梯吧, 每个角落我和我女婿都想看一下。 好。 大堂经理说着, 带着三人走楼梯, 开始逛起金鼎这家大酒店了。 这酒店一共是十一层, 林小雨还穿着高跟鞋。 到十一层的时候, 要不是叶峰扶着的, 估计他就要摔在地上。 哪个角落都看了, 根本没有啊。 会不会他们在张林修 闯完之后, 就把炕子黄毛他们给转移了。 林小雨扶着叶峰的肩膀, 落在林行的身后, 轻声地说, 同时还揉着自己的脚。 不会, 既然他们有自信将张林修打伤, 那就更大的自信将我也打伤。 说不定现在拔不得我过来呢。 叶峰看着周围。 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感觉到任何气息实在有些奇怪。 不过这也很正常, 因为帕尔魔神的能力之一就是隐藏。 这个帕尔到底是什么东西? 西方的魔神, 据说帕尔带给人类知性智能, 也教导人类隐身术。 能找到的资料就这么多。 那怎么办? 现在都到这一步了, 十一层查探完, 应该就结束了呀。 如果再找不到, 等会儿戏该怎么演? 咱们看的只是对客部分, 自然是找不到了。 叶峰想了想, 呼喊了一声。 岳父, 怎么了? 我觉得这儿都是公开的部分, 风水上当然没问题了, 不知道一些非公开的部分怎么样的。 那大堂经理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先生, 您的意思是…… 我想看看你们库房这类地方的格局,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这…… 大堂经理有些犹豫, 林衡皱了皱眉。 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不愿意给我们看吗? 不不不, 只是那库房之类的地方实在是太脏了, 不适合你们这些身份高贵的客人进去。 我只结一次婚, 只是去一些脏乱的地方又有什么呀。 而且金鼎国际这么高等的地方, 想必再脏乱也不会脏乱到什么地步。 大堂经理看了看叶峰, 再看看林衡, 实在是不敢拒绝, 只好点了点头。 那三位随我来吧。 三人再次乘坐电梯回到一层, 随后乘着电梯到了地下二层。 这些都是我们的库房, 说实话, 格局上面没有太多的设计, 一切以空间为主。 大堂经理说着, 带着他们先走进了第一个库房。 这个库房十分的空旷, 里边摆放着各类食材和杂物。 第二个依然如是, 还剩最后一个库房, 但是上面的锁却是让大堂经理为难了。 这是我们经理的专属库房,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去。 我们任何人也没有配备相应的钥匙。 不过请您放心, 这个库房和前面三个库房是一样的格局。 既然是专属库房, 说不定格局上面或许有了改动呢。 林衡的脸色瞬间变得严峻起来。 我来金鼎为我宝贝女儿举办婚礼, 你们金鼎就安排一个大堂经理过来。 怎么, 是看不起我灵某吗? 怎么会呢? 只是今天我们经理不在, 所以才安排我招待你们的。 那大堂经理已经是慌了。 那好, 现在你们经理在哪儿? 需要我派人把他请回来吗? 林衡淡淡地说着, 不怒自威。 我马上去联系一下我们经理, 请您不要生气啊。 那大堂经理说着, 随后便是跑向电梯, 准备去楼上有信号的地方去打电话。 我跟你一起去, 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派头。 林衡说着, 意味深长地看了叶峰一眼, 同时又担心地看了林潇雨一眼。 叶峰明白他的意思, 现在这个库房的确是嫌疑最大的地方, 也是唯一可能的地方。 所以林衡才想办法支开了人, 并且要叶峰保护好林潇雨的安全。 叶峰只是回了一句, 叶峰, 我和小雨等您回来。 林衡这才放心下来。 当两人进了电梯关上门的时候, 叶峰便是准备行动了。 先别急, 这里有摄像头。 林小雨作为警察, 对这些一向是比较敏感。 观察周围四周之后, 看到那四个拍摄这里无死角的摄像头。 直接打掉难免会引起监控者的怀疑,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林小雨低声问着, 同时装作平常地四处张望着。 我先原神出窃进去看看, 如果有问题再想其他的办法。 好, 我为你打掩护。 说着, 叶峰念动咒语, 整个身体便是僵硬不动了。 林小雨装作和叶峰咬着耳朵的模样, 带着笑容故意在叶峰的耳边说着什么。 同时, 还有一段距离可以让监控者看到他脸上的笑意。 远身不受任何阻挡地进入到库房当中, 里边依旧是大大小小的杂物, 但是最显眼的是当中摆放着一口巨大的棺材。 这棺材十分平常, 甚至上面的红漆都掉了嗓。 胖子和黄毛带着手铐, 被锁死在那棺材的下面昏迷着。 既然找到了人, 那就也没什么阻碍了。 原神不能做出任何的攻击, 也不能触碰任何实体物品。 叶峰只能是看清楚了死猪的环境, 设计好了最优的逃跑路线之后, 便是出去了, 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当中。 因为回来得太急了, 叶峰没注意到林小雨在做什么, 只顾着向侧头对她说话。 可是这一侧头却是正好和林小雨的嘴唇碰到了一起。 叶峰如触电一般猛地跳开, 同时感觉到自己脸庞上有着丝丝的感觉。 用手一摸, 却发现是点点红唇, 自己手上也满是口红印。 你这是在干嘛? 叶峰整个人都傻了。 我, 我这不是为了骗过摄像头, 假装跟你亲热吗? 林小雨瞬间有些扭捏地回答。 你以为老娘愿意啊? 你个小流氓, 竟然还敢亲我的嘴? 叶峰彻底无语了。 大姐啊, 明明是你亲我的好嘛, 怎么就用我成流氓了? 不过叶峰也没有和林小雨过多争论。 黄毛和胖子都在里边, 同时还有一个棺材。 棺材? 对, 我是原神, 也没有办法对那棺材做太多的塌探。 黄毛和胖子都被困在棺材旁边。 那现在怎么办? 叶峰说着, 手中翻出了四枚五帝钱, 瞬间打了出去, 将那摄像头全都击毁了。 都到这一步了, 还能怎么办? 先救人, 之后用你父亲的名义出去就好了。 到时候就说咱们是无意中把门打开的, 他们涉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剩下的事就让林恒和他们说就好了。 看四个摄像头冒烟之后, 叶峰调用钢器, 一把江门打开了。 打开之后, 用最快的速度冲到胖子和黄毛的身边, 用龙门中心一手掐一个人的人中输送钢器, 准备将其唤醒。 但是钢器在刚刚触碰到两人之后, 这两人却是化成了两个稻草人, 同时脸上还带着诡异的笑容, 就那么望着叶峰。 不好, 是眼镇, 中计了。 叶峰惊呼了一声, 随后抓起林小雨的手, 刚想往外出, 那原本大开的仓库门却是落下了一道巨大沉重的铁门。 叶天师, 既然来了, 就在这儿多待一会儿不好吗? 一道阴森森的声音, 自那棺材当中响起, 一个精壮的蒙古汉子, 自那棺材当中钻了出来。 你就是巴汉格龙? 叶峰皱着眉问。 叶天师好眼力啊。 巴汉格龙笑着, 身后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人类的头部围中心, 左右生有缠除头及猫头, 身体及脚连为一体的东西。 随后, 一个嘶哑粗嘎的声音便是从那东西的口中传了出来。 魔神帕尔? 叶峰嘴角微微勾起。 就是你操纵的东西打伤了老张吗? 你是说那个废物鬼弟吗? 简直不堪一击。 哈哈哈哈, 只要速度够快趁其不备, 上他和涅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 只是可惜, 那鬼弟逃跑功力还真是一绝呀。 印体想必也在这儿吧, 李三江呢? 今日诸杀我怎能少了这么多重要人物在场呢? 啊, 对了, 还要杀掉自己父母和尹卫华的银成天, 一起出来吧。 叶峰沉着地冲周围喊着, 果然, 一个戴着清朝阿格茂的男人自天而降, 落在地上之后, 带着一股音质的笑容, 看着叶峰。 而他的尖头之上, 趴着一只床头鹰, 那床头鹰长着一张令人可憎的面孔, 眼睛滴溜溜地在叶峰的身上扫描着。 但是银成天却没有出现。 叶天水, 是你步步紧逼, 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隐提说着, 手中出现了一股蓝色妖艺的火焰。 叶天水, 此计如何呀?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巴喊戈龙哈哈笑着, 手中也是凭空生出了一把剑。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 将床头鹰交出来, 然后自吻, 我给你个好死。 第二, 赋云顽抗被我们杀死, 我让你不得好死。 就没有第三个选项吗? 叶峰说着, 右手手腕一翻, 销炼剑便是冲现在了手里。 你是有什么自信, 说出了有第三个选项的? 巴喊戈龙节节地笑着, 在这库房上面忽然响起了激阔之音。 上面已经出现了许多剑弩, 随后在那巴喊戈龙的肩膀上的帕尔忽然粗糙地吼了一声, 一股力量微压也是淡淡地晕染开来。 现在你还觉得有第三个选项吗? 如果死的时候, 千万不要怪我们,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太蠢, 落了我们的计谋。 你是蒙古人,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们汉人一句俗语啊? 叶峰手中的销炼剑挽了个剑花, 随后一道剑气便是冲天上的弩剑而去。 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更何况你们这些杂鱼在我眼中连虎穴都算不上。 找死? 巴喊戈龙见叶峰那道剑气将天上的剑弩全部击碎, 怒吼了一声, 猛地向叶峰冲了过来。 小语, 转身, 向那铁门走。 等你到了门口的时候, 我就会为你开门了。 叶峰侧头对林小语露出了一个和须的笑容。 林小语点了点头, 刚转身便是感受到身边有一阵清风刮过。 叶峰冲过去, 林小语踩着高跟鞋走得并不快, 咯噔噔噔的声音 在这仓库当中不停地回响着, 身后则是剑破空和磨长啸的声音。 偶尔有什么东西裹挟着破空的声音到了林小语的身后, 也会在即将接触自己的时候消失。 林小语完全信任叶峰, 所以自顾自地走着, 一步一步缓缓地走着。 身后传出来的钢气化作气流, 不停地吹拂着林小语的发烧, 同时还有磨嘶吼的声浪将林小语的发肌都震动下来。 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那铁门前, 此时身后的声音已经是渐小了。 他撩了一下头发, 让散落的头发变得更加柔顺, 仿佛只是为了尽别人家做客一样平常。 我到了。 林小语转身说着, 看到叶峰依旧是将那把销炼剑右手反握竖在身后。 同时, 那原本看不到的剑身却是在不停地流着血迹。 叶峰的身后躺着印体和那巴罕阁龙, 还有李散江的躯体残影, 只是那魔神胖儿不知去向。 叶峰的脸上也是带着不少的血迹。 我帮你开门。 叶峰走到林小语身边, 磨了一下脸上血迹, 随后, 销炼剑瞬间正握了一下, 再次快速恢复到了反握的状态。 一道剑气, 便是将那铁门砍开了一个大洞。 走吧。 叶峰说着, 自然地牵起了林小语的手, 走出了这铁门。 小流氓, 这下咱们去哪儿啊? 魔神帕尔是不是已经被你杀了? 哪有这么简单, 那只是魔神帕尔的虚影罢了。 只不过那几条杂鱼被我解决了而已。 你早就知道是这种结果了。 叶峰对他玩儿一笑。 当然了, 要不然我这毛山天师怎么当啊? 那你刚才装作重计的样子。 演戏给他们看的。 叶峰, 看下那几个完好的摄像头。 老张早就告诉过我, 这金鼎国际会所下面五层全是里家的人, 这才只是到了第二层, 就让我找到黄毛和胖子。 他们怎么可能讲这俩肉票, 放到这么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所以我在元神回来的时候就知道是计谋了。 他们一定没想到张灵修的修为竟然可以知晓到地下五层的情况。 但是我原本的想法, 是所有的人都会来过来设计捉杀我。 所幸我就将计就计准备将他们一网打尽。 只是没想到啊, 对方到底是个聪明人, 本体根本就没过来。 这就证明了在地下还有更大的坑在等着我呢。 叶峰看向林小雨。 你乘坐电梯上去, 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不要, 我可以帮你。 林小雨一口拒绝, 将自己的高跟鞋脱下来, 抓在手中。 你帮不了我。 叶峰淡淡地笑了笑。 接下来的路, 我走的可能都不会太顺畅了, 根本没办法分心照顾你。 我…… 林小雨还想说什么, 却是看到叶峰摆了摆手。 上去吧, 去找你父亲。 到了上面之后, 默念一千个数。 如果数完了我还没上去, 你就帮我通知诸葛明。 林小雨抓住叶峰的手。 你答应我, 一定要出来。 那是自然。 而且我还会带着胖子和黄猫一起出来。 上去等着吧。 叶峰说着, 牵着林小雨的手将其送到电梯处, 送进电梯, 看着他升了上去。 随后, 叶峰走到另外一个电梯处, 按了向下的按钮, 地下三层。 这地下三层当中, 竟然是一个无比空旷的空间。 同时, 站立着无数的黑衣人。 他们全都抓着一把明晃晃的砍刀, 束手而立。 面对着电梯的出口, 似乎在等人。 他们是修正李家的低层弟子, 在这里奉命绞杀叶峰。 他们的修为, 全都在助击巅峰期。 虽然只是助击巅峰期, 但是这么多弟子加起来的力量, 却也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有信心, 能将神们安排下来的任务完成好。 真希望他能来得快点啊, 乱刀砍死天使的感觉一定很爽。 一个为首的黑衣人, 天敌着嘴唇, 一副十分渴望的表情。 对呀, 希望他不要死在那个蒙古喇嘛和印提的手中才好。 这样我们杀掉他之后, 就能获得魔神的嘉奖了。 这一战之后, 说不定咱们能够踏入得要期了呢。 众人都激动地等待着, 仿佛即将下来的不是敌人, 而是给自己的礼物一般。 电梯的声音响起, 同时叮了一声, 电梯门应该是即将要打开呢。 这些人全都闭了嘴, 紧了紧手中的砍刀。 在电梯门打开的顺, 五妹五弟前便是飞射出来了。 随后, 一道电光闪过, 仿佛只有一道惊雷, 在他们中间快速穿行了过去。 在这些人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电梯门已经是缓缓地合上了。 而他们等的人却好像根本没有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 围守那个黑衣人一动, 手中的砍刀却是响起了 喀啦一声唾碎的声音, 一起碎裂的, 还有他的腿, 直接被从中间斩断了。 我可好, 哎呀! 一片片的哀嚎响起, 这些人或者断手, 或者断脚, 最惨的断腿, 小腹以下, 全都被瞬间斩断了。 这时候, 那围守的黑衣人猜反应过来, 叶峰不是没有来, 而是已经来过了, 只是电梯门开合的瞬间, 这么多弟子全都一起中了招。 这是多么恐怖的速度, 这是多么恐怖的实力啊。 那黑衣人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己腿的切口十分的平滑, 仿佛天生就是这样。 过了大概十几秒, 才有血液喷射出来。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使啊? 电梯内, 叶峰再次将销炼 竖在了自己的身后。 这一次, 销炼上已经是满满的血液, 已经从一把透明剑 完全变成一把血剑。 叶峰却是继续冷眼 看着那电梯门, 看着那数字 从负三层变成了负四层。 在电梯门还未打开的时候, 叶峰的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魔气。 叶峰的反应十分快, 右手曲肘, 直接将销炼向后刺了过去。 但是背后传来的声音 却只是剑刃滑破钢铁的刺拉之音。 叶峰猛地回头, 却发现自己身后什么都没有。 他反应很快, 快速抬头, 看向电梯的顶棚, 上面果然趴着一只 长着巨大獠牙的床头鹰。 他见自己被发现, 便是猛地向叶峰冲过来, 血盆大口, 摇向叶峰的脑袋。 笑脸携带着血色, 快速闪烁而过, 那床头鹰便是被分成了两截。 叶峰皱了皱眉, 这床头鹰和悬叶那里的床头鹰似乎不太一样。 这床头鹰好像是变业了。 打开电梯门之后, 叶峰更是看到了让他惊奇的一幕。 地下四层这个巨大的空间之内, 竟然有着足足一百九十只床头鹰。 那些床头鹰全都是那种变异的状态, 身材依旧是三尺, 但是嘴却张开得特别大, 足足九十度, 里边全都是尖锐的疗牙。 看到叶峰之后, 也是发出了一声嘶吼, 随后铺天盖地的就冲了过来。 漫天全是这床头鹰。 叶峰也是有些骇然地向后撤了一步, 随后将销炼竖指在身前, 两手缺失中二指, 大指压上并掐无名指指纹上一节指纹, 再去无名指小指握定, 轻轻抚过剑身。 三尺震雷动天兵, 太极两仪镇中央, 六十四挂排布阵, 夭挟鬼魅化为尘, 六丁六甲左边守天兵天将右侧户, 无缝老君针翅令, 赤下神宝八卦剑。 欲清神雷的地雷绝, 加上仙天之卦, 销炼剑立马被雷电所覆盖。 同时, 叶峰的周身出现了巴掌蓝色的虚无符咒。 床头鹰黑压压地将整个空间全都充盈满了, 随后, 几道蓝金色的光芒在其中不停地后射过来。 奶奶的, 这帮床头鹰比玄艳那儿的更强啊。 叶峰咬了咬牙, 趁着仙天阵挂攻击出来的空挡, 手指捏绝。 前罗达纳, 动钢太旋, 斩妖竖斜, 杀鬼万千。 洛雷诀瞬间释放出来。 这次的洛雷诀在经过七绝技加持之后, 在地上生成了一个巨大的蓝色八卦阵。 前阵砍根, 昏迅离对八字, 瞬间爆发出冲天的蓝色电光。 随后, 天空中再次形成了蓝色的云电, 和这八字形成了弧影。 八道蓝金色电光柱瞬间生成, 随后呈现绞杀之势, 开始螺旋了起来。 八字位置不断变换, 同时将所有的床头鹰全都吸进了电光之内, 里边传出来一阵哀号之声。 由外而内将床头鹰西树被斩杀。 同时, 配合叶峰手中的仙天阵挂和销炼剑, 由内而外向其斩杀。 叶峰终于和那八道电光交汇在了一起。 雷发闪! 吃! 叶峰的销炼剑舞动, 将那八道电光集中于剑刃之上。 随后, 一道照亮整个地下四层的电光闪烁而过。 只是一瞬, 叶峰已经再次将销炼剑竖在了身后, 缓步走进了电梯。 地下四层空间仿佛什么都没有一样, 变成了干净的状态。 但是, 这变异的床头鹰出现, 却是让叶峰意识到一件事。 那就是, 床头鹰在李家这里似乎并不是那么的缺席。 难道这床头鹰只是被吸取力量之后, 就会变成变异的状态吗? 这实在是太非议所思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自己的猜想方向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这玄夜和李家的关系似乎不仅仅是敌对关系那么简单。 叶峰捡了紧自己手中的销炼剑。 销炼剑似乎也感受到了叶峰的心情, 发出了一阵一阵的威名。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 不如虎穴焉得虎子啊, 尽管来就好了。 叶峰再次紧紧盯着那电梯, 地下五层是这金顶地下层次中的最后一层了, 应该所有的大人物都在这一层上。 只听盯了一声, 电梯门瞬间打开了, 但是这一次的场景却是和上面几层不尽相同。 这地下五层中建设的竟然如一家厅堂般, 头顶上有一个巨大的水晶吊灯, 中间摆放着一圈披沙发。 披沙发上, 阴成天翘着二郎腿坐在中间的位置上, 看着面前的电视, 而旁边两个披沙发上坐着的却是胖子和黄毛, 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束缚, 却是连动都不敢动。 胖子见到叶峰之后, 眼神闪烁了一下, 但是还是十分忌惮地望向了阴成天。 哦, 叶天使来了。 阴成天没有气身, 只是望向叶峰。 快过来坐。 叶峰吻了吻心神, 紧了紧手中的销炼剑, 随后缓步走了过去。 快看看你多帅啊。 阴成天兴奋地指着电视, 那上那儿是每一层的监控录像。 真可惜, 要是你停车停在地下一层的停车场的话, 就不用走那么多冤枉路了。 地下一层我可是准备了招待贵宾的迎客人呢。 阴成天笑着看向叶峰。 我没想到那个二杆子受伤之后, 还能分辨出地下五层的空间。 你既然知道这个, 为什么不直接到五层来找我? 哼, 有被无患吗? 谁知道你这王八蛋有没有留什么厚手啊。 叶峰笑了笑, 看着阴成天。 在我身边隐藏这么久, 真是苦了你了, 哈尔摩神。 阴成天脸上阴冷, 随即哈哈大笑。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在你悄无声息杀死尹卫华和淫家父母的时候, 我就有所猜测了。 一般的魔哪有那么干净利落, 一丝一毫的气息都不会流下。 更何况你也在我身边隐藏了这么久, 若是一般的魔, 恐怕早就被我发现了。 哎呀, 果然还是逃不过叶天师的慧眼呢。 阴成天拍了拍手, 我在三千年前还是一个银灵子的, 后求道于西方, 这么一走, 没想到都出了国, 讹了一些造化。 后来得第一魔神赏识, 让我成为第十魔神赐名帕尔。 其实最近我也只是回来看看, 夺了这小子躯体, 看看华夏这边有什么好玩的。 只是看看? 你和道卿到底是什么关系? 阎成天笑了笑。 道卿啊, 他可不是一个怪孩子。 仗着手里握着那么几只我所需要的床头鹰, 竟然和我做了交易, 得了我几分传诚。 不过那孩子倒是挺猛的, 十大魔神当中, 也是有几个魔神屈服在他脚下的。 那也就是说, 这床头鹰果然对你有用了? 那是自然, 这可是能让我恢复的巨大两药, 只不过我还差十尺就能恢复的差不多了, 这是道卿那小子却怎么也不给我。 没办法呀, 还要劳烦叶天师做了这快递小哥啊。 隐成天说着, 忽然在叶峰的身后出现了帕尔本体, 悄无声息地摸向了叶峰腰间的符咒。 多谢了。 那帕尔撕碎符咒, 张开大嘴准备吞噬, 但是落到他嘴里的却是一道蓝金色的雷电。 帕尔惊讶地看着手中的兽魂符文录变成了金色的雾雷符。 你敢阴我? 你自己拿的和我无关呢? 呵呵呵, 看来叶天师还是没有分清楚局势啊。 阴成天笑了笑, 拍了拍手, 忽然胖子和阴成天的肚子当中响起了滴答滴答的声音。 两枚微行倒计时遥控炸弹, 虽然威力不太大, 但把这俩人炸成粉, 问题还是不大呀。 阴成天带着一股似笑非笑的表情。 叶天师, 你是选择炸死这俩人呢, 还是选择乖乖把那十个床头鹰交出来呢? 叶峰皱了皱眉。 不单单是遥控和定时炸弹那么简单吧。 叶天师, 有些时候我真的不大喜欢和你这种聪明人打交道。 阴成天无奈地笑了笑, 就好像所有的设计都被你掌握其中的感觉, 真的十分不爽。 阴成天说着, 反手便是抽了胖子一耳光。 但是胖子却是硬生生地扛着, 没有出言骂人, 没有拼命, 只是咬紧牙关, 死死地盯着阴成天。 他们的嘴巴里面还夹着一个触发引线, 然后屁股下边坐着遥控器触发按钮。 只要他们随便乱动, 我这张开嘴巴, 那就会…… 阴成天凑进了叶峰的脸庞。 噔的一声, 血肉乱飞。 他说着, 手摸向叶峰的腰带, 在其中摸索着收魂符。 叶峰只是紧紧地盯着他, 没有轻举妄动。 看来叶天师还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呐, 我尹某佩服。 阴成天在他的腰带当中抽出那张收魂符, 叶峰冷声地说, 我有一个问题。 哦, 原来还有叶天师不知道的事情啊。 我身后的是帕尔魔神本体, 而你又是什么? 我也是帕尔魔神的躯体, 有着帕尔魔神的几分修为。 你不觉得狡兔三枯这句话, 说得十分有智慧吗? 阴成天笑了笑, 叶峰明白了。 这帕尔魔神为了不让自己陨落, 将修为和本体分成了两个。 这样的话, 杀掉一个, 另外一个就可以迅速做出。 激动反应, 的确是很明智的方式, 但是对于叶峰来说, 似乎不太适用。 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呀? 叶峰带着笑容, 看向了阴成天。 你觉得我应该问出什么问题? 阴成天的手已经放在了收魂符上, 准备撕碎。 比如我为什么在明知道地下五层有鬼的情况之下, 我还要去上面十一层, 看看呢。 叶峰这话一出, 让阴成天一正, 随后他的瞳孔猛地收缩起来。 数个黑影自天花板上而落, 暴器胖子黄毛的同时, 还压住了沙发底下的触发器。 阴成天刚想按动自己手中的引暴器, 一批荧光便是自他的脖子上穿透而过。 随后一道电光闪光, 引暴器到了叶峰的手上, 一道上极雷法坠入, 彻底让其中的元器件损坏, 丢在了地上。 无数个黑影抓住阴成天的头和身体, 瞬间将其撕开。 叶峰双指抚过小连剑, 让其闪烁出了蓝色电光, 随后一把戳穿了他的身体, 将其中的魔羞尾全部击溃。 越来越多的黑影出现在这空间之内, 赫然是阴丝阴兵。 我上十一层的目的就是要设下我的阴兵, 防止你们逃窜。 同时每一层都设置下之后, 助权也会更加迅速和方便。 叶峰对着阴成天的头颅淡淡地说着, 随后看向那魔神帕尔。 是你自己扶法, 还是我想你积达归案呢? 叶天时, 你未免太过自信了一点, 五虽十大魔神之末, 却也不是你这凡人可以肆意侮辱的。 哦? 叶峰笑了笑, 举起手中的收魂符。 这十个床头鹰想要吗? 你以为一百九十个床头鹰的力量, 还不足够我杀掉你吗? 帕尔怒吼着, 身形忽然暴增, 那人头, 蝉锄头, 猫头, 全都巨大化显示了出来。 阴兵听令, 蛤! 诛杀帕尔! 叶峰一声利和, 那阴兵皆是动起来, 前赋后继地冲向了那魔神帕尔。 帕尔魔神声音嘶哑, 一声巨吼, 无数的阴兵便是被震飞了起来。 那猫头张开大嘴, 也顺势吞掉了无数的阴兵。 可是, 阴兵叶峰足足有百万, 而且, 阴兵在阳间折损, 在阴间也是可以恢复的, 所以他并不着急。 因为他要的, 只是阴兵拖住这个巨大的魔神而已。 叶峰冲到胖子和黄毛身边, 隐信怎么放进去呢? 胖子赶紧用手比划着, 比划了好久, 叶峰才反应了过来, 是一个咬合触发开关。 简单来说, 就是胖子和黄毛的牙齿 必须紧紧咬住那个东西, 如果一旦失去咬合的力量, 那隐信就会崩开, 引爆他们体内的炸弹。 我知道了。 叶峰说着, 拿出了自己的毛衫灭灵钉。 拆弹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一步一步来, 胖子我先拆你的。 胖子点了点头, 一副任你处置的模样。 叶峰先让他, 字牙咧嘴地露出牙齿, 而隐信的触发开关, 果然是有一小块露在了外面。 他先用毛衫灭灵钉, 压阵住那触发开关。 张嘴。 胖子满头是汗地张开了嘴巴, 炸弹没有引爆。 忍着点啊。 叶峰看清楚那引线的向下连接, 也是金属之后, 便是直接, 在手中生成了蓝金色雷电, 并且以脉冲的形式, 传导到毛衫灭灵钉上。 脉冲的瞬间, 电幅足够大到毁灭那顶时炸弹。 同样的, 有叶峰在旁边, 也不会垫死胖子。 但是, 电不死是一回事, 垫成什么样, 那就是另一回事。 在脉冲上经雷法, 到了胖子身体之内的时候, 胖子的身体就像是皮皮虾一样, 猛地蜷缩释放了一下。 随后, 一股尿骚味和臭屎味, 便是在他的裤裆里传了出来。 趁着给胖子造成苏马感的同时, 叶峰猛地拉住那咬喝开关, 将那微型炸弹从胖子的胃部经过石道给拉了出来。 瞬间, 胖子便是哇的一声, 吐在了自己已经满是狼藉的裤裆上。 黄毛的眼睛跟看到什么极为恐怖的事情一样, 看着胖子。 他现在觉得宁可炸死也比被弄得这样埋态来得好得多啊。 该你了。 叶峰拿着毛神灭灵钉, 走到黄毛的面前。 黄毛看着叶峰如看魔神, 连连摆手。 不错是吧, 那行, 那你躲远点, 省得等会儿炸得血肉模糊的, 比胖子现在还恶心还埋态。 黄毛沉思了一下, 几乎用了不到三秒便是点头同意了。 凑到叶峰的面前, 呲牙咧嘴的模样表现得十分滑稽。 叶峰无奈地笑了笑, 依旧是照猫画虎。 但是, 脉冲雷电释放出去的瞬间, 叶峰却是感受到身后有一股魔风横起。 反正脉冲这一关键的流程结束了, 也没什么麻烦事。 叶峰顺势松开了毛山灭灵钉, 将后续交给胖子, 右手的销链剑向后挥舞了出去。 这一剑和那缠出头对撞在一起, 发出当地一声巨响。 随后, 一股进风袭来, 那猫头忽然猿神出窍, 死死地咬香了叶峰。 天地自然, 晦气分散, 洞中虚弦, 晃朗太原。 雷影诀瞬间释放出来, 抵挡住了那猫头的攻击。 相公, 我来助你。 安如雪的声音忽然响起来, 进入到迎叶峰的身体之内, 在接受完七绝技之后, 叶峰便是有了让迎叶峰主动和被动接受灵体的能力。 叶峰本想拒绝, 但是, 这是第十大魔神绝对不容小觑, 便也是没有再去思考什么女魔帝的事情。 安如雪在硬扛下这一击之后, 和叶峰一起将这帕尔魔神向后压了下去, 同时更多的阴兵将这帕尔魔神包围下来。 帕尔魔神怒吼了一声, 一股强大的魔威便是释放出来。 叶峰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笑容。 虽然我也很讨厌秦首王, 但是不得不说你这出口转内销的魔王, 的确比不上他的分好啊。 叶峰有自信, 一击必杀。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整个地下五层起了巨大的震动。 随后, 那电梯颈部分竟然整个陷落下来, 一直深不见地, 而上面则是通到了地上一层。 叶峰抬头看去, 竟然是悬叶。 悬叶在地上一层随意地用脚贴了一下数据阴兵尸体, 嘴角带着笑容, 声音却是道清的。 小尸体, 气模不错呀, 只不过留在上面这几个阴兵, 还真挡不住你四十凶我呀。 说着, 悬叶的手中一手提一个, 赫然是林衡和林小语。 你放开我! 林小语怒声骂着, 却是根本打不到悬叶。 林衡也是十分愤怒, 但是却也无可奈何。 帕尔, 你还在那儿干什么? 真的想就此陨落吗? 我这小师弟可不是你现在的修为就能够跟他挑衅你的。 悬叶冷冷地说着, 那帕尔咬了咬牙, 随后变成了三尺狗, 猛地跃到了悬叶的身边。 你若是早早给我剩下的十个床头鹰, 我何必被他纠缠这么长时间呢? 哦? 我若是早就给你十个床头鹰, 恐怕你早就不会帮我了吧。 轩叶也是冷笑着, 你可以不服我, 但是没有资格质疑我。 如果你真的对我决策不满意, 可以去找第一魔神抗议。 帕尔一听到第一魔神这四个字, 瞬间蔫儿了。 还有, 我现在是救你, 你最好心存感激。 到这悬叶的身体当中, 我会送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修炼和恢复的。 帕尔只好是点了点头, 进入到悬叶的身体当中。 小师弟啊, 我没想到你现在的修为竟然已经至死。 看来师父当年看中你而不看中我, 似乎是有些道理的。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若当真是个爷们, 敢用本体过来质问我吗? 你若真是个爷们, 敢不去杀十大魔神, 等我从师父那舍命一击中恢复过来吗? 悬叶淡淡淡地说。 小师弟,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无赖, 不过你别忘了, 我不是三师兄, 当年整个茅山老子是最能置你无赖的人。 哼哼, 我没有你这样叛徒的师兄, 残害天道, 弑尸杀凶, 违背祖训, 将整个苍生的生命视为草剑。 哼,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这么牛逼呢? 悬叶粗暴地打断叶峰西数他的罪行。 好, 现在我也给你一个残杀朋友的罪名, 二选一, 选吧。 悬叶猛地将林衡和林潇雨一起丢下了那深渊之内。 安如雪, 奴家追呢? 叶峰猛地冲向那坠落的两人, 安如雪冲向那悬叶, 但是悬叶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嘴角带着微笑。 有趣, 未觉醒的女地魔也敢借着影雷绝和我叫吧, 实在是不知死活呀。 在悬叶一戳之下, 那雷影绝是完全溃散开来。 仙公, 小心。 安如雪回到玉佩之前喊了一声, 在她消失之后, 悬叶便是猛地冲向叶峰, 在空中和她对战了起来。 林衡和林潇雨依旧是止不住身形地落下去, 叶峰心中升级啊, 渐渐强横, 但是却丝毫攻不破悬叶的防守。 哈哈哈哈, 玩够了, 叶峰, 我等着你。 那林衡和林潇雨已经是到了接近地下十层的位置, 叶峰直接冲下去, 同时展开了黄火双翼。 林衡被丢下的慢了一秒, 所以她在林潇雨的上空, 叶峰过去抱住林衡, 却发现她的体重仿佛有千军重。 那人在我和小雨的体内加上了许多魔器增加重量, 你的黄火双翼承受不了我们两个现在的力量。 这话说得没错, 叶峰只是抱着林衡, 黄火双翼便是有些支持不住了。 我老了, 没什么大用了。 林衡带着淡淡的微笑说道, 手掌放在叶峰的身前, 去救我女儿。 随后, 一掌推开叶峰, 让自己再次直直地落了下去。 叶峰看了林衡一眼, 咬了咬牙, 猛地向下冲下去, 随后将林潇雨涌入怀中。 林衡呢? 林潇雨愣了一下, 只听嗖的一声, 还没等叶峰回答, 林衡便是自林潇雨和叶峰身边, 直直地破孔坠落下去。 脸上带着笑容, 似乎对叶峰抱住小雨, 有着极大的满足。 爸! 林潇雨已经知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失声地喊出来, 拍打着叶峰的肩膀。 小流氓, 你快去救我爸爸! 小流氓, 你快去啊! 林潇雨失声痛哭着, 不停地捶打着叶峰的胸口, 但是叶峰心意, 一决。 只能救一个的情况下, 只能是选择秀小雨, 倒不是因为自己和小雨熟识的原因, 而是如果自己选择救了林衡, 那林衡也会恨自己一辈子。 这就是一个父亲的心愿, 自己也只能选择满足。 在叶峰努力向上飞的时候, 看到那深渊之内, 显现出了巨大的八卦盘, 但是那八卦盘, 却不是那前阵坎根昆讯离队八个字, 而是对应着天地金水火风山木。 随后, 那八卦猛地向上飞了过来, 叶峰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钢气。 那八卦阵到了叶峰脚下的时候, 宛如大地一般脱聚住了他, 同时也将林衡送了上来。 爸爸! 林小雨从叶峰的怀抱中离开, 猛地冲向林衡, 抱着林衡的脖子, 失声痛哭了起来。 哎,哎,哎, 我的宝贝女儿。 林衡也是喜极而泣啊, 他为了能听到这一声爸爸, 也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 但是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 至少现在女儿终于肯承认自己了, 林衡知足了。 叶峰看着这一幕, 也是欣慰地笑了。 他看着自己脚下的巨大罗盘, 倒是若有所思。 等到了地下五层中的时候, 看到了眯眯眼的诸葛明。 好像差点来晚了呀。 叶峰耸了耸肩。 你是迟到专业户吗? 我也习惯了。 不过我看你不单单学了李树七门呢, 这奇怪的八卦盘是什么东西啊? 诸葛明依旧是眯着眼睛。 归藏? 欧阳前辈不单单是李树七门的大成者, 没想到还是失落三亿中归藏的传承者。 我这现在也只是个学了皮毛。 归藏? 那现在你岂不是讲三亿全学会了吗? 归藏是传说中的古艺书, 与连山周义统称为三亿。 商义以昆为守卦, 顾明为归藏, 也可以说是新天昆卦。 传统认为是商代的易经, 危机以后已经失传, 没想到现在却是到了诸葛明的手中。 诸葛明也只是简单地笑着, 哦,对了, 我通过归藏还推算了你销炼剑割绝里的一些东西, 想不想听一下? 人呢? 叶峰心中一动, 如果销炼剑的威力能够全部都激发出来, 或者是更上一层变成成影剑, 那将会为叶峰斩杀石大摩提供更大的助力。 诸葛明一挥手, 两人周围的环境瞬间变了, 变得和书葬之地一样, 但是却不是全然的墨黑色, 而是一个上下都是大地的空间。 这是硅藏中绘挂之树, 叫做硅藏之地, 和树葬之地是一个功效, 但是现在我也只能参悟到皮毛, 也只能将看到的东西给你看一下。 诸葛欧阳呢? 能够参悟多少吗? 叶峰突然心生好奇, 如果诸葛欧阳能够全都参悟, 岂不就是能帮自己推测全部销炼割绝的意思了吗? 分毫不能参悟, 因为硅藏属于奇满法术, 诸葛欧阳前辈只是传承, 却从未参悟。 叶峰点点头, 这似乎也是预料之中。 硅藏是三亿之一, 周立春宫曰, 太补掌三亿之法, 一曰连山, 二曰归藏, 三曰周亿, 其精卦皆八, 其别皆六十有四。 意思是说, 连山归藏周亿是三种不同的展示方法, 但都是由八个精卦重叠处的六十四个别卦组成的, 相传天皇室作归藏义, 另有传宣元室所作, 有四千三百言。 宋代家宣翁成, 归藏之书作与宣元皇帝, 而六十甲子与先天六十四瓜并行者, 乃中天归藏义。 南宋罗契陆时发挥论三亿中说, 出捆,出钱,出离,出砍, 出怼,出根,出振,出训, 此归藏之义也。 归藏义卦图, 与周亿六十四卦卦图, 在卦的排列顺序上有所不同。 八卦的卦序是按逆时针, 钱对黎正坤更坎逊来排列的, 而归藏卦画是按逆时针, 钱对黎正逊坎更坤来排列的。 但是这只是黎书奇门中的表现。 法书奇门的归藏意中并没有钱坤坎阵等八卦的概念, 只有天地金水火风山木, 其卦序是天对应钱位, 金对应队位, 山对应梨位, 水对应阵位, 火对应驯位, 风对应坎位, 木对应更位, 地对应坤位。 而这归藏之法也是十分的精妙。 诸葛明说着, 两人的脚下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八卦盘, 上面依旧是天地金水火风山木八字。 诸葛明将归藏之法告诉叶峰, 就足以证明两人的关系了。 哪怕别人无法参悟, 但是, 假如这归藏之法落入世间, 那也会是整个银行争抢的对象。 现在, 诸葛明大方将此告诉叶峰, 叶峰也是仔细地听着, 尽量让其对自己能够产生什么启发。 古昆色白, 铁色黑, 砍色紫, 黎色绿, 乾坤白黑, 奇门八卦是黑白。 归藏在卦象及卦的符号上, 也是按照严格的二进制顺序排列。 而正常的奇门八卦, 是在二进制顺序的基础上有一个扭点。 扭点在镇坤处, 即前000对100, 离010, 镇110。 按二进制顺序, 下一个应该是训001, 再下一个是砍101。 除了在卦序上的不同脉, 归藏义在万物的取向上要比周义更加具体。 归藏义将按二进制顺序排列一周的八卦 看作是万物的一个生存周期。 古人在归藏义的卦象上很是混乱, 这种混乱会导致其学习起来十分的困难。 若是不能入门, 则预测事物发展不准确。 周义在卦象上就比归藏义清楚得多。 如, 云为山, 砍为水, 迅为风, 阵为雷, 离为火, 对为泽, 钱为天, 坤为地。 但当周义演化到六十四卦时, 每一卦对应的象就不是十分清楚了。 这一点就不如归藏义。 归藏义, 虽然取向和象位安排上不准, 但其六十四卦皆有具体的象。 如藏归胶, 000111, 000111, 则周义天地否挂挂象, 归藏定位111000, 即周义天地太挂挂象等等。 同时, 杀藏木111100, 此外, 还有玉掌苗, 玉植养, 玉杀畜, 藏杀盗, 杀生无人, 杀动干戈等。 至于归藏八卦所代表的八戚, 即归藏生动肠育止沙, 如何归位更是一个强大的学问, 这个我还未参悟呢。 叶峰点了点头, 这好像有点像计算机一样的。 你这个比喻差不多, 只不过归藏义是天地的计算机, 而我们只是输入问题之后, 得到计算机运算的结果。 通过01的形式展现出来, 比如现在。 叶峰和诸葛明的周围, 出现了一大长串01的数字, 开始旋转围绕着, 在叶峰和诸葛明的面前飞速划过。 两人都是过目不忘的本领, 虽然那01数字过得很快, 但是两人还是牢记于心了。 随后, 归藏之地消失, 两人再次回到了这地下五层当中。 咱们看到的东西应该是不一样的。 诸葛明依旧眯眯着眼说, 因为归藏之地的开启和树藏之地有些不一样, 那就是必须有两个人进入。 你看到的应该是问题, 我看到的就是答案。 是吗? 叶峰还真的是有些惊讶于这归藏之地的神奇。 刚才我教了你那么多, 虽然不可能直接动用归藏意, 但是将其转化为周易, 并且将那01转化成语言说出来, 想必对你来说也并非难事。 那是自然。 叶峰开始在脑海中做出大量的计算, 随后开口说, 心计理, 心外无理, 不能无疑。 诸葛明通过计算后说, 果然, 这就是销炼之礼了。 归藏给出的回答是这样的, 道无形体, 万象皆其形体, 道无显惠, 人所见有显惠。 以形体言, 天地一目也, 以显惠言, 人心其今也。 所谓心机理者, 以其充色阴云味之情, 以其脉络分明味之理, 以其流行复辟味之命, 以其禀授一定味之性, 以其物无不由味之道, 以其妙用不测味之神, 以其凝聚味之经, 以其主宰味之心, 以其无望味之成, 以其无所以这味之忠, 以其无畏可加味之急, 以其屈身消息来往味之意, 其实择意而已。 金服茫茫堪语, 苍然盖然, 其其之最粗者鱼, 烧精则为日月星宿, 风雨山川, 又烧精则为雷电鬼怪, 草木花卉, 又精而为鸟兽鱼鞭, 昆虫之鼠, 至精而为人, 至灵至鸣而为心。 故无万象则无天地, 无无心则无万象矣, 故万象者无心之所为矣, 天地者万象之所矣, 天地万象无心之糟博矣, 要其极致, 乃见天地无心而人为之心, 心是其正则无万象而已, 心得其正乃为之人, 此所以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在于无心, 此可见心外无理, 心外无物。 所谓心者, 非今一团血肉之巨也, 乃至其至灵至明, 能作能知, 此所谓良知也。 然而无生无臭, 无放无体, 此所谓道心唯威也。 此大人之学, 所以与天地万物一体也, 一物有外便是无心未尽处, 不足未之学。 叶峰整个人愣了, 细细品味诸葛明口中的这些话, 手中的销炼剑便是发出了微微的镇鸣响。 叶峰抓住这次机会, 盘膝坐下, 开始参悟这段话, 给自己的启示。 同时, 根据那销炼割绝, 将销炼剑放置于膝间, 开始悟道。 销炼剑猛然幻化出了无数的剑影, 那剑影, 纷杂烦乱, 不停地围着叶峰的身体转动着, 最后, 归为一点, 全都向叶峰的丹田处流去。 大概运行周天了将近三炷香的时间, 叶峰倾吐一口灼气, 将那销炼剑拿了起来。 上面的光滑打发, 叶峰深周出现了九剑, 最后全部合在了销炼之上。 世神九世的九剑之灵, 竟然也能和销炼融合在一起。 叶峰有些惊喜地看着诸葛明。 那割绝果然是坚决, 但是这销炼似乎是比较受限制, 只有在峡中出窍的瞬间, 才能发挥出他最大的威力。 所谓出峡笑吼惊风雨, 想必就是这意思了。 诸葛明点点头, 眯眯一眼, 微笑着说。 对你有用便是最好的了。 叶峰拍了诸葛明的肩膀。 要不要去看看老张? 他最近可是饶食郁闷啊。 饶了怕耳得到, 估计他那么冷酷自信的人肯定受不了吧。 你把灵修想得太简单了。 诸葛明依旧是带着笑容。 他活了几千年, 这种事情肯定早已经经历得差不多了。 而且说不定这次能给他一些启发。 毕竟在连接阎龙王力量的时候, 那个短暂的空档的确是容易, 被修为强大的魔神抓住机会。 叶峰点了点头。 你还要回去吗? 当然, 如果能够参透全部的龟藏翼和李树奇门, 我将不会再成为咱们三个人中的短板。 诸葛明笑着。 虽然还是查不出道卿的藏身之所, 但是查帕尔过去哪儿那还没问题呢。 他手中的罗盘自动, 最后停在了驯位上。 西南方向, 母女之节。 这什么意思啊? 叶峰怂了怂尖。 我的猜想恐怕是西南方向上有一对母女产生嫌隙, 然后追查下去就可以找到帕尔了。 看来帕尔这货还真的是狡兔三姑啊, 在哪儿都有自己的巢穴。 对啊, 这货确实喜欢狡兔三姑。 哎哎哎, 我是两位大神啊, 咱能别从这儿撂天了吗? 我裤汤里的屎尿都快凝固了。 胖子嚷嚷着, 又尴尬地贴着自己的裤子, 浑身带着一股骚臭味。 行, 我也就不在这儿久留了。 诸葛明摆了摆手说着, 向上乐器, 在半空中出现了一个硅藏八卦盘, 然后借力跳了上去。 疯子, 咱们不会也得跳上去吧? 胖子抬头, 看着那地上一层。 你这得来回报四次啊? 你想让我报我还不报呢? 叶峰嫌恶地看了看埋他的黄毛和胖子, 指着闪着绿光的安全出口牌子。 走上去不就行了? 林衡和林潇雨妇女终于是重归于好了。 叶峰也是大心地里为他们高兴。 他们两个走在楼梯的前面, 你浓我浓地说着话, 而叶峰则是走在中间, 黄毛和胖子走在最后。 实在不是叶峰不仗义, 而是黄毛和胖子的裤腿都在滴屎滴尿啊。 谁走在他们后面谁倒霉啊? 终于到了地上一层, 发生如此大的陷落事件, 警察也是第一时间到了。 秦飞翼看到大半精致的林潇雨的时候, 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看什么看? 林潇雨拿出作为刑警队长的威严。 赶紧处理后事, 我是事情经历者, 这里经历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全都带回局里面盘查审问。 呃, 好。 秦飞翼勉强从林潇雨的身上移开了目光, 然后开始忙活去了。 刚才那个警察喜欢你吧? 林衡到底是眼光独辣啊, 一眼便是看穿了。 但是你喜欢叶天使? 林衡再一句话, 把叶峰和林潇雨全都闹了个脸红。 那个, 我先带胖子和黄毛到楼上找房间去洗澡换衣裳啊, 你们聊。 叶峰借口离开, 只留下了林衡和林潇雨在一起。 但是叶天使不喜欢你, 我说的对吧? 爸。 林潇雨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只不过是夏小姐出现在我的前面, 而且夏小姐也的确比我更加优秀罢了。 秋儿不得就不如放手, 刚才那个警察我就觉得很不错。 爸, 我也没想结婚呢, 您干嘛这么着急? 也不是着急啊, 你想什么时候结婚爸爸都支持你, 但是喜欢叶天使一定很苦吧。 叶天使本就是人中龙凤啊, 哪怕是在银行之内都是翘楚一带的存在, 而且人又十分善良, 性格也很不错。 这样的人恐怕是无数女人的梦中情人, 你喜欢她恐怕会喜欢得很痛苦。 林横淡淡地说着, 看向林潇雨。 爸爸不想你痛苦啊。 我知道。 林潇雨也是叹了一口气。 但是喜欢她, 我就觉得知足了。 至于结婚的事情, 到最后, 也许我会选择放弃她吧。 但是现在, 至少我还能再喜欢她一段时间。 哭了你了, 孩子。 林横手摸索着林潇雨的头发, 无奈地说着。 喜欢一个人怎么会痛苦呢? 看她这么一起风发, 这么自信和开心, 我整个人也变得很阳光。 喜欢叶峰啊, 可不是一件苦的事。 林潇雨调皮地笑了笑。 爸爸, 我先去换上姐服, 处理一下这里的事情啊。 林横点了点头, 也是拿起手机, 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派车来接自己。 叶峰和胖子被黄毛送到了张灵修所在的医院。 警察那边, 林潇雨说不需要他们做笔录, 先去忙就好了。 叶峰和胖子推门而入之后, 看到张灵修在拿着那块沿罗网给他的北方鬼地的牌子正在发呆。 就连叶峰和胖子进来, 张灵修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叶峰过去, 利用龙门重心探查了张灵修的身体, 发现他早已经无恙, 应该是和巅峰时期差不多。 依着张灵修的性子, 恐怕早就跳窗户逃跑了吧。 今儿怎么这么怪的躺在床铺上呢? 老张, 你这看什么呢? 叶峰也是凑过去。 你这牌子盯着能盯出花来啊? 张灵修依旧冷漠着, 叶峰自讨了个没趣。 帕尔跑了是吗? 张灵修突然开口, 叶峰嗡了一声。 你怎么知道的? 诸葛明去你那之前, 先来了我这儿。 我靠大爷的他不仗义啊, 先来看你都不先去帮我去啊, 还是兄弟妈, 怪不得迟到了。 他说一切不急, 而且他是来劝我的。 劝你什么呀? 难不成你被帕尔阴了, 想不开还想自杀呀? 张灵修冷冷的看了叶峰一眼, 劝我成为北方鬼弟。 你不已经是北方鬼弟了吗? 叶峰还是没明白, 折着那块北方鬼弟的刻牌。 严勒王给你这个, 不就代表你已经成为鬼弟了吗? 不, 给我牌子只是恢复了身份, 而只有吸收掉这块牌子, 我才能重新成为鬼弟。 成为鬼弟之后, 我调用力量, 便是不会再有任何的延迟迟滞, 能力也会提升很多。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成为鬼弟啊? 叶峰再度疑惑了, 能够提升自己的修为, 能够提升自己的力量, 还能够重新回到巅峰, 张灵修为什么不愿意呢? 因为我一旦成为鬼弟, 那接下来的千年, 我又需要为阴司卖命了。 张灵修抚摸着那块牌子, 原本我已经是拥有了最后一世的自由的。 成为鬼弟之后, 又是千年的不再轮回, 对吧? 叶峰正色地坐在张灵修身边。 你会看着你这一世获得的朋友, 一个又一个的老去, 死亡, 世界再度变换, 见到一批又一批的人间, 而你在这世界上却只能是孤独地行走。 还有你, 你有放不下的人, 我说的对吧? 张灵修看向叶峰, 沉默良久, 终究是点了点头。 我活的时间够长了。 别人是巴不得长生, 你倒是期盼着死亡啊。 叶峰笑了笑, 活得太久, 也就活得没意思了。 张灵修突然笑了。 这是张灵修第一次笑, 没想到这货笑起来还是挺阳光的。 我活了几千年, 只能让自己的性格变了, 对什么都不能抱有期待, 只能习惯孤独地走在这人世界。 不过这一世, 我以为是我的最后一世, 我慢慢学着付出了感情。 我遇到了你, 遇到诸葛明。 更重要的是, 我想把性格完全改正过来之后, 去尝试喜欢一下仙。 他等我太久太久了, 而且, 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世, 再错过, 就没机会了。 但是, 我若是成为鬼弟, 我会看着他生老病死, 我会看着他离我而去。 他会伤心, 我也会。 我不怕自己伤心, 但是我怕他掉眼泪。 我一直没有让他接近我, 我就是怕我斩妖出没的路程中, 突然要折, 让他伤心吗? 张灵秀喃喃着, 叶峰将那块北方鬼地的牌子, 放在了他的怀中, 随即展颜一笑。 放心吧, 你用不到这块牌子的力量的, 阎罗王想让你效力千年, 我只能截胡了。 张灵秀疑惑地看着叶峰, 不知其意。 我自己就能够斩杀掉十大魔, 你的力量就作为我的辅助就好了。 叶峰笑了笑。 收着这块牌子, 你用不着的, 所有事, 我来扛。 张灵秀第二次笑了笑, 随后点了点头, 重新恢复了一张冷漠的脸, 看向窗外的蓝天白云。 灵秀哥哥。 杜仙儿几乎是 撞开了病房的门。 他在接受到张灵秀受伤的消息之后, 几乎是用最快的时间赶过来。 张灵秀依旧是那一副冷漠脸, 甚至都没有侧头看杜仙儿一眼。 你的灵秀哥哥毛事没有, 早已恢复完成了。 叶峰赶紧打圆场。 杜仙儿同样不搭理叶峰。 他急步走过去, 抓住张灵秀的手, 注入一缕钢器, 得到无恙的反馈之后, 他才安心下来。 叶峰又是自讨了个没趣, 怂了怂间, 想走出去, 却听到张灵秀开口了。 让他走吧, 咱们三个继续去追查帕尔的下落。 灵秀哥哥, 你又赶我走。 杜仙儿满脸写着心痛了。 我这次来, 可不是单纯为了看你的。 我也有任务在身。 任务在身? 叶峰疑惑。 是诸葛明通知我的, 他要我过来看一下灵秀哥哥。 还有, 和你们一起向西南方向去探查。 夜风一阵无语,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诸葛明一脸见笑的模样。 这不是故意在促进老张和杜仙儿的感情吗? 我们不需要你。 让灵秀说着, 自顾自地下了病床, 随后将那件万年不变黑色冲锋衣套在了身上。 不, 你们需要我。 杜仙儿玩耳一笑。 为一西南方向, 母女之节这句话, 我可是有线索的。 那你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你不要跟着去了。 叶峰说着, 杜仙儿却是用仇视的目光看着叶峰。 叶峰彻底无语啊, 这是你家灵秀哥哥的意思啊, 你家灵秀哥哥为了你都不愿意恢复鬼帝之力, 你还瞪我啊。 叶峰也立马瞪回去, 杜仙儿哼了一声。 还是诸葛明更招人喜欢一些。 他只顾着唱白脸, 当然是招人喜欢了。 叶峰不满地说着, 你只要告诉我们线索, 耳后便回去吧。 张灵修也是冷冷地说着, 你们不带我, 我就不告诉你们。 杜仙儿也是很毒气。 我鬼月宫都带来了, 你们就让我这么回去, 让魅道财博的姐妹们怎么看我? 能怎么看你啊? 他们会说, 当初的南方鬼帝, 原来也只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奇门遁甲都找上门来求助了, 最后又灰溜溜地回来了。 要不然, 就是堂堂昧道财博天师, 结果直接被一个男人拒绝回来。 真不知道, 是怎么修炼昧道财博的。 反正, 就是会诸如此类的话, 这给谁, 谁能受得了? 杜仙儿嘟着嘴巴说着, 似乎十分地委屈, 眼泪都在眼眶中打转起来。 好吧。 叶峰叹了口气, 看向张灵修。 唉, 你觉得呢? 张灵修沉默了半声。 到时候, 你不许冲在我前面。 耶, 灵修哥哥万岁。 杜仙儿猛地蹦起来, 抱住张灵修的脖子, 就是凑着亲了上去。 但是张灵修反应很快, 将手附在了杜仙儿的嘴唇之上, 没有让他得逞。 你现在就不怕我录个视频, 然后别人说堂堂难方鬼地, 魅道财博天师, 竟然如个小孩子一般向男人索吻。 你敢, 我就杀了你。 杜仙儿的脸色变得实在是快, 冷着脸带着杀意地看向叶峰。 等等等我, 投墙。 叶峰举起双手。 那您能说线索了吗您呢? 不说, 我带你们去就好了。 杜仙儿明显还是害怕他们甩掉自己, 很有戒心地说着。 随后抱着张灵修的胳膊, 两人一起下了楼。 叶峰无奈地摇摇头, 和胖子一起走下楼去。 上了杜仙儿新换的银梁路虎, 随后开往了飞机场。 在还没进候机厅的时候, 叶峰接到了夏世函的电话。 哥哥, 有你的一个快递。 快递? 什么东西? 重俊叶发给你的。 哎呦, 差点把这茬忘了。 叶峰一拍脑门。 现在距离我起飞还有三个小时, 你过来帮我送一下, 可以吗? 嗯, 好。 夏世函答应下来, 随后挂了电话。 叶峰现在机场外面等候, 随后夏世函开车过来了, 将成静叶发来的快递, 自后备巷中拿出来。 也没什么拆快递的地方, 叶峰直接蹲在地上, 将那层层包裹拆了开来。 随后, 一个古朴木色的剑侠便是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这剑侠方方正正的, 叶峰尝背了一下, 肩胆丝毫不累肩膀。 同时, 长大概正好到自己的腰间, 宽度上大概有一张, 高度也是一张。 这剑侠上面还有着许多漂亮的古朴花纹, 同时轻轻轻动侧面的一个小按钮, 一个剑侠便是从侧面弹了出来。 成静叶很细心, 设置了三个剑侠格。 虽然自己现在只有两把剑, 但是保不起什么时候就会多一把。 成静叶可谓想得十分周到。 叶峰将销链轻轻放进去。 销链也是一压压地发着声音, 明显是很喜欢这个剑侠。 最后, 叶峰也将文王陶木剑一起放进去。 随后, 合上剑侠的时候, 叶峰发现, 这开启剑侠的机关不单单外面有, 里边也有一个。 不言而喻, 设计在里面的原因, 就是为了让销链剑 自主更方便地出来。 成静叶的匠心特见一斑呢。 叶峰将其背在身后, 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剑侠。 不错, 等会儿得给成静叶打个电话 好好感谢一下。 叶峰满意地说着, 哥哥, 你这次准备去哪儿? 夏世涵轻声地问, 杜仙买的是去昆明的机票, 具体是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叶峰耸了耸肩, 随后摸了摸夏世涵的头发。 乖乖在边海等我回来啊。 夏世涵用力地点点头。 嗯, 那, 哥哥一切小心。 哦, 对了, 送你个东西。 叶峰说着, 自腰带当中, 取出了一个命魂灵, 交到了夏世涵的手中。 这个命魂灵当中有一个与我连接的输送法阵。 如果到清内王八蛋, 或者派人过来骚扰你, 这命魂灵就会想, 到时候我会提供力量给你, 直接杀了牙了就好了。 好。 夏世涵乖巧地点了点头, 将这命魂灵贴身放好。 那哥哥走了啊。 叶峰摸了摸夏世涵的头发, 便是进到了飞机厂里面。 夏世涵只是在风中看着叶峰, 紧紧地握着那一盏命魂灵。 飞机在昆明落地, 杜仙尔拿出一串钥匙, 从停车场开出了一辆诸葛明的霸道, 随后世上高速, 开始向着西南方向继续进发。 你现在能说线索了吗? 反正也不可能赶紧回去了。 叶峰有些无语地说着。 到了地方再说。 杜仙尔依旧是不肯松嘴。 叶峰也是无奈了, 索性闭目养神, 运行周天, 稳固自己之前获得的销炼剑割绝。 大概开了足足七个多小时, 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叶峰拿出手机一看, 这个地方地图上也只标注了一个梅河村的样式, 剩下的再无其他了。 进入村庄之内, 倒是真的有一条河穿存而过, 房子建造得十分古朴, 看起来也是有些破败, 就连电线杆也都是木头的。 证明这个村子很多年都没有怎么发展过了。 这里曾经爆发过一场鬼鹰的虐杀活动。 杜仙尔终于开始说了起来。 那时候, 我刚刚寄人妹到财补天师的职位, 手底下其实是很多人不服的。 原本我是想建造去找内鬼母来证明自己的实力的。 后来偶然经过这个村庄, 发现这里鬼鹰作祟, 便是出手将鬼鹰镇杀了不少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其实在镇杀之后, 我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 这些鬼鹰, 其实不单单是邪那么简单, 而是成了魔。 杜仙尔定定地看着叶峰说着。 你也知道, 鬼鹰县要成魔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没有一尊修为足够强大的魔神帮助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 只不过当时,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的能力。 解决完之后, 见他们也服了, 就没再追查下去。 而且当时我的修为和魔神起冲突, 也并不会占到什么便宜。 所以, 我就把这件事一直记下了。 诸葛明前几日找上我, 说根据天机推演, 我曾经与帕尔魔神有过一次极近距离的接触。 后来我想了一下, 大概也就是这里了。 叶峰点了点头, 既然围鹰, 必然有母, 的确是符合那母女之节的称语。 叶峰反问着, 鬼鹰? 都是女孩吗? 没错, 但是偶尔也有男孩, 数量很少。 这些鬼鹰的虐伤目标是谁? 全村人。 当时鬼鹰的攻击是无差别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通过精神力影响。 所以我到达这里的时候, 伤闻人数并不是很多。 为什么鬼鹰会产生? 你调查过吗? 没有。 杜仙儿仰了仰头? 我探查到他们成魔的原因之后, 就只是简单反推他们成鬼鹰的原因, 可能也是与魔神有关罢了。 这种推测并不能完全地站住脚跟, 你可以进去之后重新探查。 你来过这里, 有没有熟识的人呢? 嗯, 有。 那进去看看去。 叶峰说着, 率先踏步出去。 三人里马跟上, 杜仙儿抱着张灵秀的胳膊, 慢慢地走到了叶峰的面前带路。 四人都没有察觉到的是, 他们背后树林的阴影当中, 有一个眼睛瞪得大大的, 露出一个恐怖的眼神, 死死地盯着他们。 叶峰一进村子, 就感觉到一阵沉沉的死气。 这股死气倒不是有什么东西散发出来, 而是整个村子都是死气沉沉的模样, 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我上次过来赞助的地方就是这家。 只有一对母子, 男人常年在外打工, 母亲叫王燕云, 孩子叫燕超。 杜仙儿抱着张灵秀的胳膊, 指着一处有些破败的平房说着。 叶峰点了点头, 和杜仙儿一起走进去。 王姐, 在家吗? 杜仙儿熟路地喊着, 里边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回应之声。 在? 谁啊? 一个打扮普通, 脸型消瘦的女人 用围裙擦着手走了出来。 一看到杜仙儿, 竟然哇的一声, 嚎啕了出来。 杜仙儿, 你可来了。 最近那鬼影, 又是饶得我连睡觉都不敢呢。 那王燕云嚎啕着, 抓住杜仙儿的胳膊说着, 不停地痛哭。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叶峰反问。 这位是? 王燕云抬起头, 看着叶峰和胖子等一行人。 我这次叫来的帮手, 是来彻底解决鬼影事件的。 杜仙儿解释着。 那该不到一周前吧。 哎呀哎呀, 你瞧我这脑子, 你们别在外面站着, 快请进。 王燕云说着, 将四人请了进去。 这是一台普通的三间房, 中间是类似厨房和饭厅, 有一个早台。 坐,坐。 再走进东边的一间屋子, 里边有一个简单的沙发, 还有一张床。 王燕云将四人让在了沙发上。 叶峰观察着四周, 的确是有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魔气, 但是十分的淡, 恐怕的确只能起到影响精神的作用, 但是绝对不致人死亡。 他手中捏了一个法绝, 便是随手挥舞出去。 空气当中, 开始流窜着不少蓝金色雷点, 开始将那些魔气全部追杀。 鬼影是怎么骚扰你的? 叶峰问着。 王燕云看了杜仙儿一眼, 杜仙儿点了点头。 这次还是全权处理, 我也准处来帮忙的。 有什么事情, 你只要如实和他说就可以了。 王燕云点了点头, 我这些天就是不停地做噩梦, 梦见有一个小女孩不停地追杀我, 漂浮在半空中, 眼睛瞪得大大的, 十分的恐怖。 偶尔醒过来的时候, 还真的会有那么一张脸出现在我的面前, 哪次都是把我生生吓昏过去。 我倒不是害怕自己死, 只是我死了, 我那儿子又该怎么办呢? 王燕云哭泣着, 叶峰点了点头, 母亲护子人质长情吗? 现在应该不能叫他鬼鹰了, 而是变化成魔鹰了。 叶峰沉吟着, 能够实体具象画出来, 鬼鹰做不到这些。 对, 剩下一次我来的时候, 他们还不能出现在人面前呢。 杜仙儿也是附和, 这屋子的魔器我暂时清楚了, 你在睡觉的话应该不会再做那种噩梦了, 咱们也去别人家问一下吧。 叶峰对王燕云说道, 杜仙儿点了点头, 中缓缓地漂浮着, 向王燕云家飘了过来。 进门之后, 只看到王燕云一个人, 叶峰也是看到了这魔鹰, 大概三四岁的模样, 手中还抓着一条破旧的毛毯, 嘴角挂着一个有些甚人的笑容, 缓缓地向王燕云走了过来。 张灵修已经是抓紧了手中的鬼王剑, 叶峰却是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想看看这魔鹰到底想做什么。 他向王燕云走过来之后, 却是歪着头, 对着王燕云洁洁洁地笑着, 随后毛毯猛地呜向了王燕云的头。 叶峰猛地弹出了一枚武帝钱, 伤而裹挟了上青雷法之力, 打在了那魔鹰的身上。 一旦动用钢器和出声, 阴气符便是失去了效果。 那魔鹰看到叶峰之后, 嘴角刺了一下牙, 随后便是向门口冲出去。 还想走? 叶峰冷笑了一声, 口中催动咒语, 那朱砂仙光芒大声。 叶峰有信心一定能将它拦在那里。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魔鹰竟然在接触朱砂仙的瞬间消失了。 随后那窗户外露出了那个魔鹰的一只恐怖的眼睛。 这小兔子俩还敢挑衅我? 叶峰说着, 直接从窗户上跳出去, 看到一抹黑影开始不停地奔逃。 叶峰, 我来帮你。 杜仙儿自身上取下了鬼月弓。 这种远程追杀的活, 还是杜仙儿比较擅长。 两人瞬间冲出去, 追着那魔鹰不停地跑着。 杜仙儿时不时地弯弓搭建, 但是都被这魔鹰轻巧地躲过了。 我就不信了。 叶峰, 帮我跳起来。 杜仙儿说着, 叶峰双手握拳, 杜仙儿高跟鞋踩在她的手上, 随后高高跃起, 拉动鬼月弓。 上门出现了十只剑。 十只剑一起射出去, 这魔鹰想再次躲闪, 但是这箭矢仿仿佛是长了眼睛一般, 不停地追着魔鹰, 最终将它射在了地上。 哼, 叫你跑。 杜仙儿落地之后, 哼了一声说道。 我靠, 真疼啊。 叶峰甩着手, 上面有一个高跟鞋留下的锋利的鞋印。 大姐, 您以后出来捉鬼能不能就别穿高跟鞋了? 要你管。 杜仙儿冷哼着说着, 可是走到那魔鹰身边之后, 杜仙儿的脸色却是变了。 不好, 中计了。 杜仙儿抓着手中那一个破旧的布娃娃, 面色严峻地说着。 中计就中计吧, 反正那边还有老张呢。 叶峰怂了怂天。 老张对付一魔鹰肯定手到亲来的。 可是那鬼鹰身后, 确实可能有叛耳的。 还知道张灵修的弱点。 我靠。 叶峰也是面色一变, 赶紧向王彦云家里冲过去。 两人到达王彦云家里的时候, 却是看到这个屋子一片狼藉。 王彦云抓着燕钞, 不停地呼喊着儿子。 而胖子则是抱着张灵修, 不停地摇晃着。 我靠, 这到底什么魔鹰啊? 胖子焦急地说着。 风子, 你可算回来了, 当时你们走后那魔鹰就冲着燕钞去了。 老张刚想拔剑阻止, 就这么突然晕过去了, 然后那燕钞也发了一声怪叫, 就成这模样了。 我看看。 叶峰说着, 先到了张灵修旁边, 注入一缕钢器之后, 却发现他的体内有一股魔器阻挡住了周天。 叶峰利用上青雷法将那股魔器冲散, 张灵修咳嗽了一声, 醒了过来。 老张, 叶峰欲言又止, 因为有些话他确实不知道到底该怎么说。 这魔器阻止周天运行的原因十分简单, 就是那魔鹰抓住了张灵修动用阎罗王寄灭气息的瞬间打出来的。 如果非要比喻的话, 那就是张灵修调动力量的时候, 就好像要堤坝自己裂开, 让滔天的洪水冲出来。 但是张灵修裂开堤坝的时候是有过程的, 是先出了一个很小的口子, 随后整个堤坝碎裂。 这个口子十分的小, 而且距离堤坝整个毁灭的时间也十分的短。 一般情况下, 甚至就算是叶峰, 也不可能将这个口子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 所以, 这个一直不是张灵修的短板。 但是, 帕尔魔神却是每次都能够精准地抓到张灵修裂开口子的瞬间。 这个魔鹰也是。 他只是简单地, 用一个魔器堵住了那个口子。 随后, 滔天洪水冲过来的时候, 堤坝却是没有碎裂。 对张灵修产生了一个反冲, 让他短暂地晕了过去。 但是这样的错误, 如果真的在对战帕尔魔神的时候, 绝对是致命。 我的错。 张灵修冷冷地说着, 抓着鬼王剑从地上站了起来。 不不不, 是我的错。 叶峰摆摆手说道。 这一次我答应了, 先冲了出去。 张灵修沉默不语, 不再说话。 杜仙儿关切地问。 灵修哥哥, 仙儿以后一直在你身边好不好? 叶铁师, 杜仙儿, 杜仙儿, 你们快来救救我的儿子了, 他没呼吸了呀。 儿子, 我的宝贝儿子呀。 王燕云不停地痛苦呼喊着, 叶峰走到燕钞的身边, 同样注入了一缕钢器, 利用龙门中心搜查起来。 这一搜查不要紧, 他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魔气以及怨气, 惊得叶峰何不拢嘴。 魔怨? 叶峰皱着眉头。 什么是魔怨啊? 胖子疑惑地问。 魔的怨气? 那不是正常吗? 胖子有些不理解, 怨气可以成鬼, 那魔有点怨气不是很正常吗? 不正常。 叶峰摇了摇头。 因为成魔之后就不会再有怨气这种东西存在的, 魔是超脱鬼的存在, 除非怨气真的十分大大。 才会形成魔怨这种东西, 而且一旦形成其威力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而帕尔魔神真的是找了一个好助力啊。 叶天师, 有办法吗? 求求您救救我的儿子, 我给您磕头了。 王燕云说着, 不停地磕着头, 每一下都是当当当地响, 听者没有一人不为之动容。 叶峰, 叹了口气。 无论什么代价都可以吗? 王燕云一听叶峰, 能够救活自己的儿子, 连忙点头。 什么代价都可以? 需要至亲, 洋人, 二十年寿命的精血, 才能清除这孩子体内的魔怨。 而且以后, 你也不能干什么重活的, 要一直疗养。 还有, 我愿意, 哪怕用三十年我都愿意。 王燕云抢着说道, 我今年才三十七岁, 哪怕再年长二十年, 也才五十几岁, 我可以看着潮潮长大, 我可以看到他有自己的孩子和家庭, 哪怕到时候我真的死了, 我也死而无憾了。 他才这么大, 救救你叶天使, 一定要救救他呀。 叶峰叹了口气, 问世间情为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这王燕云护子之情, 真的是让人十分动容。 好吧, 你把这孩子扶起来。 王燕云和燕超, 遵从叶峰的吩咐, 呈现对坐之势。 随后, 叶峰抓住王燕云和燕超的手, 双支花刃, 在两人的手上各割开了一个小口子。 两人的血液瞬间交织在一起, 叶峰在上门裹了一层符咒, 随后口中念念有词。 日月五星, 北斗七元, 和明天地, 赤下太玄。 玄威三界, 不得及言, 推功换血, 破除魔渊, 积积, 五律令。 那黄色的符咒声绽放出光滑, 随后又回到了那伤口处。 王燕云的血液开始向那燕超的伤口中流去, 将其体内的磨润一点点地洗干净。 在这半处像的时间里, 王燕云的头发开始慢慢地变得花白, 同时脸上的皮肤也是出现了松弛和皱纹。 可是, 王燕云似乎根本不在意这些事, 只是紧紧盯着自己的儿子, 期盼他能够清醒过来。 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在此时展现得淋漓尽致。 燕超也是渐渐醒过来, 王燕云看着儿子苏醒, 激动地将他抱进怀里。 妈妈! 燕超在昏迷的时候, 亦可以听到王燕云和叶峰的对话, 此时也是不停地哽咽着。 小小的他, 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母亲给自己的恩情, 只是哽咽着, 嘀喃着, 唱起了一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和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像不了。 燕超嘻喃地唱着, 王燕云也是哽咽了, 不停地抚摸着燕超的头。 儿子, 我的好儿子。 叶峰起身, 无奈地摇摇头, 看向杜仙儿。 这一次那魔鹰没有得逞, 也算是我小看他了, 不过下一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杜仙儿也是咬了咬牙。 伤害灵修哥哥的人都得死。 胖子叹了口气。 那只能等明天晚上了, 继续守株带兔吗? 不需要。 叶峰看向四周, 嘴角突然露出一个笑容。 他一定在暗处死死盯着咱们的。 跑得了一个跑不了一群, 既然这村子一直在被魔鹰骚扰, 那咱们就挨个去看看好了。 我就不信那些魔鹰个个都有这么高的修为。 叶峰走出了王彦云家里, 随后将自己的六品转通开启到最大。 果然在神识当中发现了那么几只魔鹰的踪迹。 仙儿, 顺子, 先离子, 三寸。 这是树士专用的表明方位的话, 就像是特种兵所说的几点钟方向一样, 但是比之更加准确。 叶峰的意思是, 就算是在东南角偏向南三寸的地方有一只魔鹰, 杜仙儿瞬间会议, 将鬼月弓拉了个满, 随后一只箭矢嗖的一声就射了出去。 那箭矢上出现了一轮满月, 随后一声支的声音, 一只魔鹰便是被戳在了地上。 叶峰也没闲着, 剑侠咔哒一声打开, 笑脸化作一匹荧光, 猛地射向了西北方向, 一只魔鹰也是被穿成了洞川。 依靠六品转通, 叶峰不断地说着魔鹰的位置, 杜仙儿也是见势不停。 笑脸游走如龙, 一直到一声激情之后, 叶峰才让笑脸重新回到了剑侠当中。 这一夜, 叶峰和杜仙儿足足斩杀了将近二十只魔鹰。 叶峰冷冷地看着四周, 虽然他们因为帕尔的隐藏能力, 察觉不到魔鹰的存在, 但是他敢肯定那只魔鹰就在四周看着他。 我在这村子一天你就休想再伤一人。 叶峰蕴含钢气的声音外放了出去, 确保那只魔鹰能够听到。 在树林的黑暗当中, 那只眼睛果然等得大大的, 看向了叶峰。 同时, 嘴角还露出了一抹带着恨意的笑容, 十分的诡异。 白天, 魔鹰不会出来, 众人也是折腾了足足一宿, 胖子早就倒头睡去, 而叶峰、张灵修、杜仙儿三人则是打作调戏。 昨天晚上的时候, 虽然让那魔鹰得逞, 但是叶峰也是给了他一个不小的下马威。 叶峰有预感, 今天晚上那魔鹰会有一场极其浩大的抱负, 所以三人必须养精蓄锐, 应对晚上的事情。 这一次, 叶峰不再准备留守, 装备全力以赴, 争取一击必杀。 王衍云今天没有让燕超去上学, 而是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经过昨天晚上的惊吓, 王衍云几乎是不离燕超半步, 同样的也不离开叶峰半步。 事业, 叶峰等三人睁开眼睛, 外面已经是漆黑如墨。 叶峰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 那魔鹰也该来吗? 正在这么想着, 叶峰便是感觉到一丝魔体的靠近。 他猛然回头, 看向那窗明极净的玻璃, 也只如山村老师一样的, 令人恐怖的眼睛出现在那玻璃后, 死死地盯着屋里面的所有人。 老张, 仙儿! 叶峰这一次改变了策略, 由张灵修和杜仙儿出去追杀, 而自己则留在这里, 防止是调虎离山之计。 张灵修虽然有弱点, 但是由杜仙儿在他旁边舍命保护他,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依旧和昨天如出一辙, 杜仙儿和张灵修冲出去之后, 那魔鹰便是消失了。 叶峰也是手中把玩着一枚五地钱, 继续开启了六频转通。 这一次, 周围再也没有魔鹰的气息了。 叶峰皱了皱眉, 难道这一次那外面的魔鹰是真的吗? 老张你在哪儿? 不要冲动。 只是追查到魔鹰的具体巢穴就行了。 叶峰利用钢气传声, 向周围四散出去。 过来救人! 张灵修生死历劫的声音, 从东北角逐断。 叶峰愣了一下, 急忙冲出去。 临走的时候, 还是害怕这是什么调虎离山之计。 打开剑侠将文王陶木剑丢给了胖。 用这把剑和青悬印对付任何到这儿来的魔鹰, 你要是连十分钟都扛不住, 直接用这文王陶木剑自吻吧。 胖子道了一声好嘞, 叶峰便是施展毛山身形部冲出去。 到达那东北方向的时候, 发现张灵修已是被一个利兆穿透了身体, 跪在地上已经是接近失去了意识。 而杜仙儿却是不知所踪。 别管我。 张灵修努力地说出三个字。 去救仙儿, 可是, 别管我。 张灵修声嘶力竭地喊出这句话, 虚弱地抬起手, 抓住那个已经伸入自己体内的利兆, 一点一点地往外扯了。 如果救不出仙儿, 你我恩断一绝。 叶峰看着张灵修, 咬了咬牙说, 你自己小心啊。 说着, 便是开启了巡雷模式, 身上闪烁出了蓝金色雷电, 随后猛地冲出去, 开始继续向东北脚进发。 那鬼鹰的魔气已经是渐渐地接近消失, 但是叶峰的牧室之内却一直看不到那个女孩的踪影。 难道这火能比自己的驯雷模式还快吗? 这到底是怎样一只母鹰啊? 叶峰奔跑着, 但是却是在一棵树下看到了一个月亮的标记, 同时月牙一角对着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月牙画得十分仓促, 一定是被抓的杜仙儿留下来的。 叶峰开始对着那个方向猛追, 那魔气果然也是渐渐扩大起来。 奶奶的看你往哪儿跑? 叶峰将驯雷模式的力量运转到最大, 已经是无限接近于光速, 几乎只是一瞬便是到了一个山洞的面前。 看来魔喜欢洞窟这件事真是万年不变的。 叶峰嘴角微微勾起了一个笑容, 感觉着里面浓郁的母气和杜仙儿的刚气, 踏步走了进去。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叶峰刚刚踏进山洞, 那魔鹰便是抱着一个洋娃娃走了出来。 头发散乱, 只露出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大眼。 杜仙儿瘫软在地上, 不知被斥加了什么劲致, 只是瞪大着眼睛, 手指微微地颤动着。 因为天道, 你为魔, 伤人便应该要被杀。 你的天道, 就是保护那个已经不算是个人的女人吗? 魔鹰咆哮着, 几乎接近失控。 我只是让她经受着当年不及我十分之一的痛苦, 想将她慢慢地杀死,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 那魔鹰依旧是咆哮, 确实让叶峰一愣。 你和王燕云曾经有过过节? 哼, 她是我的母亲, 我的本名叫做燕丽, 你要看我死时候的模样吗? 那时候我才五岁, 本应该是个灿烂的年纪, 但是我发誓, 你看到之后, 一定会觉着我这魔的姿态, 会更加照人喜欢的。 眼里说着, 身形变幻, 变成了一个五岁女孩的模样, 却是让叶峰惊讶地后撤了一步。 眼里虽然说着自己是五岁死亡的, 但是身高却不足一米, 一道道肋骨, 似乎是要将那薄薄的肉皮顶破, 屁股上的两块骨头高松着, 荒稀的头发被揪拽得长短不易。 她的身上除了脚掌外, 再也找不出一块没有伤痕的地方, 有的地方甚至溃烂流着浓水。 她的嘴唇和下巴被烫得翻了皮, 手脚指甲因严重的晕血变得乌黑。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我魔鹰的姿态更加找人喜欢呢? 眼里说着, 声音十分的尖锐。 你是被人虐待致死的? 叶峰一眼便是看穿了眼里身上的伤痕。 没错。 是谁啊? 是我那个可爱的母亲啊, 那个你们眼中的慈母, 那个甘愿为儿子牺牲掉二十年生命的伟大母亲。 眼里咬着牙。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你一直保护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恶魔? 眼里说着, 一缕魔怨便是散发出来, 里边蕴含着鬼石, 都是这眼里生前的一式景象。 叶峰看着那些景象, 几乎被惊讶的, 何不拢嘴。 王燕云二十七岁时, 原是一个鞋帽厂的合同工, 燕丽是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偷生的。 为了逃避单位给她的处分, 燕丽刚生下来, 就把燕丽交给了刚生孩子的弟媳妇为养。 四十天后, 她找了个保姆, 把燕丽送到了保姆家中, 但是只包不住火呀。 一年以后, 单位了解到这一情况, 将她辞退了。 从此, 她便整天待在家中, 燕丽也从保姆那儿回到了她的身边。 王燕云丢了工作, 就拿燕丽出气。 当时燕丽还不到两岁, 胜利上还没有形成自立大小便的, 能力, 经常在床上和裤子里拉屎拉尿。 就因为这个, 王燕云无情地独打女儿, 并狠狠地捏掐燕丽的臀部, 不掐出血来绝不松手。 渐渐地, 时时抱着恐惧心里的燕丽大小便失尽了。 有时, 王燕云对她大吼一声, 都会吓得她拉一裤子使。 假如王燕云对女儿进行耐心的教育和诱导, 再服役必要的治疗, 大小便失尽的病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但是作为母亲的王燕云, 却对女儿不停地独当, 并且对燕丽限食, 限水。 王燕云规定燕丽, 吃饭时, 必须自己手捧小碗, 到她面前, 要说好妈妈燕丽要吃饭后, 才给她盛饭, 否则不给吃饭。 假如燕丽因不听大人的话而惹大人生气, 则要受罚, 这一天她任何东西都吃不到。 燕丽每天吃两个拳头大小的馒头, 或者两个小半碗面条, 常常被饥饿折磨。 有一次, 她在玩耍时碰见爷阿姨, 便对她说, 阿姨, 我饿。 爷阿姨看着她那可怜的样子, 从自己家中拿了馒头给她, 她刚咬了两口, 就被王燕云发现。 王燕云一把夺过馒头, 扔到地上, 用脚踩碎后, 又一脚将燕丽踢倒, 还把爷阿姨骂了个狗血淋头。 从此, 王燕云不再让女儿走出家门一路。 因为饥饿, 燕丽不止一次跪在妈妈的面前祈求。 好妈妈, 给燕丽吃饭, 燕丽饿, 燕丽以后再也不尿裤子了, 燕丽以后一定改。 但是, 她的祈求换来的却是白眼。 因为饥饿, 她偷吃馒头被王燕云发现后, 用小锤砸她的手指和脚趾。 因为饥饿, 年仅三岁的燕丽透吃鸡食, 嘴上被蓬蹄沙线缝了四针。 黄色的线被鲜血染红, 打得结的线头还长长地垂挂在嘴边。 燕丽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将前胸都尽透了。 你, 你这是干什么? 一个女人心惊肉跳地说着, 不认再看下去, 说话时连呼吸都变得急醋了。 这个死丫头, 背着我吃鸡食, 你说那东西肚脏? 我缝住她的嘴, 看她以后还敢不敢偷吃。 王燕云不屑一顾地说着, 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马上就把线拆了。 说完, 王燕云抓起打击的线头, 用力将线抽出来, 只见莉莉的嘴唇血流不止啊。 那时身体瘦弱的燕丽, 神情伪顿, 脖子上有两处被掐的淤血, 鼻梁与脸颊上有四处青紫痕迹, 上下嘴唇有四个明显的点状淤血斑。 更令人揪心的是, 书酒寒天, 莉莉穿的是破烂不堪的单衣裤, 脚上穿的是凉鞋。 当脱下她的凉鞋, 发现莉莉的双脚动得红肿, 脏兮兮的袜子被浓血粘在脚上, 怎么也脱不下来。 狠心的王燕云宁可将好端端的白米饭喂鸡, 也不给燕丽吃。 两岁开始, 燕丽的衣裤都是自己洗, 冬天, 她的小手动得像个小萝卜, 而且裂开的伤口时常是流着浓血。 就这样, 她的小手还常常地要遭母亲的毒荡。 有一次, 她去到谭云, 不小心在公共厕所的冰茶上摔倒, 好心地街坊扶起了她, 送回家中。 燕丽随即遭到一根竹条的无情臭打, 笑燕丽身上的伤痕, 心得罗旧的, 从未好过。 燕东来临, 燕丽除了遭毒打, 受饥饿外, 还要忍受寒冷的侵袭。 这梅河村也算是在高原之上, 冬季是严寒而漫长的, 平均气温在零下十度左右。 燕丽夹的三间屋子里, 南面的两间都夹着煤球炉子, 但这两间属于爸爸妈妈和哥哥, 他们都嫌弃她臭, 不让她进那两间屋子。 燕丽只好一个人蜷缩在阴面, 又冷又潮的小北屋里面, 身上盖的是一床薄薄的婴儿背。 当妈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当爹的也同样如此。 燕丽的爸爸忙于在外赚钱, 亦有闲暇之工和儿子亲热, 给予燕丽只有无情的斥责和殴打。 去年的一天, 燕丽在厕所里蹲了时间长一些, 他就冲进厕所, 将女儿连体带打脱回家住, 当有人一再劝阻他不要虐待孩子时, 他拿出泼妇骂街的文令, 嚷嚷着。 我自己的孩子, 我愿怎么打就怎么打, 你们管不着。 就这样, 燕丽一直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 叶峰咬了咬牙, 王燕云那个一脸慈祥的母亲, 会是这样的人吗? 嘿嘿嘿, 是不是觉得他还不够恶魔? 那好, 我给你看看我生前记忆最深的两件事。 你是天生是吧, 你为乎天道是吧, 但是若是天道尚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燕丽说着, 叶峰脑海神识中的景象再度变换, 出现他临死时候的场景。 在某一日中午, 受过临寻的燕丽躲在屋角的嘎拉里, 羡慕地看着比他大一岁的哥哥, 燕超, 躺在妈妈怀中撒娇。 妈, 咱们好久没有吃红烧肉了, 啥时候再吃啊? 白白胖胖的燕超, 撅起了红润的嘴唇, 同是妈妈的王燕云的亲生骨肉, 但是他从出生那天起, 就一直被视为家里的小皇帝。 好儿子, 走, 买肉去, 下午妈妈就给你做红烧肉吃。 王燕云说完, 在燕超胖乎乎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然后看也不敢蹲在角落里的小燕丽, 领着儿子锁上门走了。 燕丽点着脚, 从大门上的小洞里, 看着妈妈和哥哥那亲热的样子, 眼泪扑鼠鼠地掉了下来。 他就在门上的小洞里向外看着, 当他看见邻居野阿姨走来, 赶紧以哀求的口气朝外喊, 野阿姨, 眼里饿! 野阿姨看了看门上挂着的铁锁, 扶下身子, 从门上的小洞里, 望着艳丽血泪斑斑的小脸, 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啊。 他叹了口气, 询问着, 燕丽, 妈妈又打你了。 燕丽轻轻地点了点头, 野阿姨的眼睛超湿了, 赶紧转身向家中走去。 燕丽听到野阿姨远去的脚步声, 立刻跑到后窗户前, 双手握在横在栏杆上的钢筋, 点着小脚期待着。 不一会儿, 野阿姨将一个馒头从窗户里垫了进去。 燕丽截口就把馒头吞下了肚。 野阿姨望着那狼吞胡咽的样子, 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心痛地把手伸进窗户, 在燕丽的头上抚摸着。 王燕云和燕超拎着肉回家了, 燕丽看着哥哥手中的雪糕, 听着他津津有味的陨声。 他舔了舔嘴唇, 不由得直咽口水。 我一边去。 妈妈一个巴掌扇到他的脸上, 看着妈妈脸上凶狠的样子, 眼里退缩到属于他那个角落, 蹲下去低了头, 委屈的泪水又滚出了眼眶。 王燕云精选了一些瘦肉, 把肥肉放进锅里熬油, 阵阵扑鼻的肉香油香袭来, 饥饿的燕丽一个劲地咽着口水。 五岁半了, 他从来没吃饱过肚子。 借妈妈出去上厕所的机会, 眼里再也惊不住那香味的诱惑。 他怯生生地, 一步一步地挪到炉子边, 贪婪地吸运扑鼻的热气, 然后小心地用勺捞起了一块肉渣, 用颤巍巍的小手举到嘴边, 轻轻地吸了吸, 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 好香啊。 他甜甜嘴唇, 又捞起了一块大一点的肉渣。 死丫头, 馋死你了。 妈妈的声音像炸雷在他头顶响过, 送到嘴边的肉渣和勺子被打落在地。 王燕云一把救起女儿的头发, 用力将燕丽的头向墙上撞去。 这对燕丽来讲, 已经是长事了。 长期的经验告诉他, 假如哭出声音来, 妈妈会打得更凶。 他强忍着剧痛, 流着眼泪, 任凭妈妈肆虐。 窃喘吁吁的王燕云将女儿残酷地折磨了一阵后, 仍然是不解气。 他一下子看到正在沸腾的诱惑, 再一次揪住了燕丽的头发, 一翻手腕, 使燕丽头朝天, 然后拽过一块抹布, 围在燕丽的胸前, 用大腿夹住燕丽的身体, 一只手捏着燕丽的嘴, 一只手摇起一勺滚烫的大油, 向燕丽的嘴里灌去。 只听滋拉一声, 燕丽的嘴边生起了一股白烟。 很少发出哭声的燕丽, 一下子蹦射出了撕心裂肺的凄惨哭声。 丧心病狂的王燕云将女儿的嘴捏得紧了, 从燕丽嘴角流出了油水、 血水染红了他肥大的手掌, 一滴滴地掉在地上。 燕丽拼了命地在母亲腿间挣扎着。 当晚, 在妈妈和哥哥吃饭时, 燕丽和王畅一样端着自己的小碗挪到母亲身边, 从那焦黑的小嘴里艰难地解出滴滴的声音。 我妈妈, 燕丽要吃饭。 王燕云没等女儿把话说完, 就冲她厉声嚷叨。 今天没你的饭, 看你以后再嘴馋。 说完, 看也不看燕丽一眼, 开始大口大口地嚼肉。 燕丽无奈啊, 一步一步地又挪到墙角蹲在地上, 用脏兮兮的小手轻轻抚摸着疼痛难忍的嘴唇和下巴, 眼泪巴达巴达地滚落了下来。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七天, 燕丽都很少吃东西。 第七天的下午, 她一连拉了五六次肚子。 王燕云不仅没带燕丽去医院看, 反而揪着燕丽的耳朵, 痛斥着说, 四丫头, 该死了, 一天拉那么多。 说完, 顺手抄起一根竹棍, 抄燕丽的臀部腿部狠狠地抽打。 晚上, 遍体鳞伤的燕丽被振振的疼痛, 折磨得坐卧不宁。 无尽的痛苦使她泪流成河。 爸爸过完年, 就去卖地打工赚钱去了。 其实就是爸爸在家里, 燕丽也同样摆脱不了, 遭毒打和忍受饥饿。 爸爸下手, 有时比妈妈还狠。 燕丽最期盼村委会的张奶奶来她家, 每次张奶奶来都先给她东西吃, 然后还要关心地问哲问纳, 就像是妈妈对哥哥那样好。 但是, 她不敢和张奶奶说话。 妈妈凶狠的目光, 无时不瞪着自己。 她只能含泪, 用感激的目光, 看着张奶奶慈行的面孔。 燕丽感到口渴难耐, 便是祈求地声音对妈妈说。 我妈妈, 燕丽渴, 燕丽想喝水。 正在看电视的王燕云, 不耐烦地骂着。 你的麻烦事真多啊。 边说, 边将半杯水滴给了燕丽。 燕丽只喝了两口, 因嘴角和腿上的疼痛心来, 她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杯子。 只听啪的一劲儿光, 又甩在她的脸上。 死丫头, 进折她老娘。 燕丽捂着脸, 躺倒在床上, 含着眼泪, 悄悄地睡了。 第十天凌晨, 她蹲在潭云上撒尿, 突然咣当一声, 眼里的一句妈妈还没喊完, 便永远地倒在了地上。 她的眼睛整得大大的, 似乎还想好好看看这个世界。 她的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讲。 但是, 她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 她的嘴巴再也不会说什么了。 可怜的小燕丽就这么死了。 但是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 王燕云为了躲避人们的指责, 赶紧扒下尸体上的破烂衣裤, 匆匆套上燕丽生前最想穿, 而从未穿过的新衣服。 可是, 当燕市的公共安全专家人员, 揭开燕丽的衣口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看到了和叶峰刚才看到的, 一样燕丽的尸体。 而在燕丽家, 公共安全专家人员, 还从衣柜下的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燕丽生前补过的一张破烂的融线小毯子, 上面流有斑斑的血迹。 叶峰认出, 这正是燕丽当时捂住王燕云口鼻的毯子。 王燕云被判刑了, 刑满释放的第一天, 王燕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到燕丽的坟头, 将坟彻底刨开, 将里面的骨灰全都倒进了坟坑当中。 错骨扬灰, 这便是王燕云对燕丽做的最后一件事。 叶天师, 感觉如何? 燕丽嘴角挂着一抹诡异的笑容, 但是叶峰确实再也提不起对这魔鹰的恨意。 他也终于知道这魔鹰为什么生成怨魔了。 他生前死后, 全都接受着亲生母亲的虐待, 又是如何不会产生强大的怨气呢? 这怨气强大到就算是成了魔, 也依旧活生生地存在着。 感觉很不好。 叶峰想起王燕云对燕钞那种无私的付出, 和对燕丽的虐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所以, 你为何要阻止我? 燕丽咆哮着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了那个恶魔? 就算我是魔, 但是他比我是不是更像魔? 叶峰沉默了, 将自己的销炼奸侠放下来。 你觉得这个女人又比那个恶魔好到哪里呢? 燕丽轻蔑地笑了笑。 她当年不分青红皱白的, 将当时还是鬼鹰的我们镇杀, 保护那些恶魔, 她也是那恶魔的一份子。 什么? 叶峰皱了皱眉。 你的意思是, 你们这些鬼鹰都是携带着怨气的吗? 没错, 比如二麻子家的女儿, 只是因为给弟弟换尿布的时候, 不小心弄疼了她, 结果就被父母活活毒打而死。 他们说她自己没尝出那东西, 还要把弟弟的揪掉。 比如马秀卿的女儿, 只是因为未婚先月, 然后产下来的是女孩, 就遭人退婚。 还想再嫁, 就将女儿直接扔到了粪坑当中。 比如? 眼里一件件的细数着, 叶峰也是无比的震惊啊。 这就是为什么鬼鹰都是女孩的原因吗? 没错。 不对啊, 仙儿曾经说过里边也有男鬼鹰出现的呀。 眼里回答着, 那是一些具有先天圈现的男孩, 被生出后, 他拖累家庭直接弄死, 才到了我们这儿的。 封建, 重男轻女, 利益至上, 才是让这个村子出现这么多鬼鹰的重要因素。 那个时候, 那个女人不分青红皂白的, 将我们全部镇压。 若不是帕尔摩神的拯救, 恐怕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 早就已经死了吧。 哈尔摩神将我们的修为提升为魔影, 才让我们得以继续修炼, 获得现在这样的修为, 再次去复仇。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 为什么? 眼里咆哮嘶吼出来, 叶峰也是陷入了一个极大的矛盾心理当中。 按理说, 捍卫天道, 斩妖除魔, 乃是叶峰一生的愿望。 但是魔只为复仇, 人也不配称之为人, 这又要该如何去做? 放任杀戮, 只会招来更大的杀戮。 王彦云这个人, 对自己的儿子慈母到那种程度, 怎么也没想到, 竟然对自己的另外一个骨肉, 如此的虐待。 叶峰到底该如何做? 叶天师, 是不是纠结了? 帕尔摩神, 忽然自那洞中缓缓地走出来。 他目光洁洁地看着叶峰, 嘴角带着一股玩味的笑容, 叶峰见了紧背后的剑侠。 帕尔, 你终于肯出来了。 哈哈, 我为什么不敢出来? 帕尔哈哈大笑着, 那铲锄头和猫头又是一起生长出来。 哈哈, 我作为魔神却拯救天下极苦, 为什么不敢出来? 你说这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我为什么怕? 帕尔说着, 自顾自地夺步而行。 想想看, 你们天师捍卫的天道出事了, 该得到报应的人没有得到, 我就帮助天道实行惩罚作用, 让这些受了委屈的孩子自行去复仇。 我有什么错? 如若他们投胎转世, 在阴丝之上记上一笔, 那恶魔又怎会逃脱审判? 叶峰反问, 你将他们留在阳间, 才是天道无法推行的最大阻碍。 哦, 是吗? 帕尔结结地笑着, 招了招手, 从洞穴的黑暗处走出了不少的母营。 他们大多身上伤痕累累, 透着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叶峰。 哈哈, 你问问他们, 是将自己复仇, 还是等你们所谓的天道? 帕尔冷笑了一声, 你们那天道设置的, 有的时候都不会推行下来, 一直等到恶人死了之后才能得到报应, 那样的报应又有什么用? 我们要县世报, 我们要自己复仇, 所有阻止我们复仇的人都该死。 那些母营重口一致地说着, 叶峰也是咬咬牙。 你们若真的是魔怨太重, 自然可以寻找天师诉说, 最不应该的便是去相信一个魔。 我才帮他们, 我才帮他们, 魔又如何? 魔, 如果真心帮助别人, 恐怕也不会叫做魔了。 叶峰死死地盯着帕尔说着, 帕尔也是死死地盯着叶峰, 两人中间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下来。 叶峰是, 你还真是有趣。 帕尔无聊地摆了摆手。 算了, 既然都到了这一步, 我也就不再隐藏了。 帕尔说着, 那蝉虫头还有猫头都是猛吸了一口气, 将周围的魔鹰竟然全都吸了过去。 帕尔大人, 您这是在干什么? 燕丽大声质问着, 但是帕尔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了自己想做什么。 距离帕尔比较近的魔鹰, 全都被他的猫头和蝉虫头吞了下去, 随后大脚特交舞, 大量的鲜血全都蹦射出来, 让那猫头和蝉虫头的嘴角全都变成了血染的模样。 我那时候将你们做成魔鹰, 你们还真的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呀。 帕尔那中间的人头洁洁地笑着, 哈哈哈哈, 这大量的魔秀, 这聪竹的魔怨实在是太妙了。 不知道比道卿那小子的床头鹰要好上多少倍。 道卿啊道卿, 你当年让我把他们制作成魔鹰, 果然是派上大用场了, 我帕尔服了。 哼, 你作为名门正派, 毛神尚清之后, 心思果然比我这魔神要坏得多呀。 哈哈哈哈, 帕尔节节地说着, 看向叶峰。 我已经玩够了,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说实话, 你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与你的四师兄道卿为敌。 眼里呆愣愣愣地看着那帕尔魔神, 拒绝吸收着魔鹰同伴的力量, 已经是整个人都傻在了地上。 去报你的仇吧, 记住, 不能虐杀任何一个洋人, 有仇报仇, 莫要纠缠。 叶峰说着, 抱起这个生前死后, 一直被虐待, 甚至成为鬼鹰, 还被帕尔利用的可怜小女孩, 猛地将她甩出了洞口。 眼里在倒飞的空中看着叶峰, 一脸的震惊。 你竟然支持我去报仇? 有时候天道的迟滞性, 我也有些看不惯。 叶峰侧头微微一笑。 去吧。 燕丽飞出洞口, 叶峰也是将剑侠放在地上。 今日就用你这第十魔神为销炼祭剑。 你配吗? 吸收掉魔鹰与魔怨的帕尔魔神, 周遭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气息, 犹如天神下凡。 周围的魔气甚至是凝结沉默, 不停地在他身边围绕着。 现在的我哪怕是真正的天神过来, 我都有一战之力。 啊, 这里还有一个好东西。 帕尔用贪婪的目光看向了杜仙儿, 用神识探查一番之后, 发现了他南方鬼帝的体质。 这么浓郁的鬼帝力量, 而且还是可供我吸收的。 太棒了, 吸收完之后, 我应该向第九魔神去发起挑战。 啊, 不, 第八魔神, 第七魔神我也一定可以打败。 道卿啊, 道卿啊, 怪不得第一魔神那么青睐于你, 你果然是个当之无愧的魔, 这么大礼, 我就收下了。 说着, 帕尔猛地冲向杜仙儿, 叶峰猛地打开了剑侠, 销炼化身一匹荧光冲向了帕尔。 与荧光相对的, 还有一阵类似龙银般的吼声。 所谓出霞笑吼清风雨便是如此了。 帕尔见那销炼来势汹汹, 一时之间也不敢对杜仙儿出手, 而是张开自己的猫头 和那销炼对撞在了一起。 剑气与魔戚的对撞 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叶峰抓住机会, 手指捏绝, 口中念念有词。 云露太虚浩劫之初, 诈作诈尔, 或尘或服, 武方徘徊一仗之余, 天皇真人暗笔乃书, 一眼洞张四书灵符, 原始下降真闻担符, 朝朝其有明明起舞, 玄韵爵, 招! 面对已经超出巅峰修为的帕尔, 叶峰也是底牌尽出, 直接将吸收过七爵戒之后的玄韵爵释放出来。 东方玉宝皇上天尊, 南方玄珍万福天尊, 西方太妙至极天尊, 北方玄上玉臣天尊, 东北方杜仙上圣天尊, 东南方号生杜命天尊, 西南方太陵虚皇天尊, 西北方无量太华天尊, 上方玉虚明皇天尊, 下方真皇动神天尊, 十大天尊已经是出现在了空中。 同时按照名号出现在不同的方位和魅制上。 这玄韵爵的十方天尊, 在叶峰进入六品转通和吸收完七爵戒之后, 已经完全可以召唤出来, 并且依靠魅道财补的力量, 可以自行收集周围灵器的存在, 相当于来了十个天尊为叶峰祝拳。 你说可战天神? 我倒想看看你是如何对付, 十大天尊的! 叶峰说着, 向上举起自己的右手, 那销炼剑便是飞了回来。 同时, 十大天尊和那帕尔交战在一起, 叶峰赶紧抓住机会, 过去抱起杜仙儿。 他和张灵修当初一样, 只是被魔员封锁了七经八脉, 导致身体僵硬不能动。 叶峰刚想输送钢器, 将其禁止解开, 却听到自己的身后传来了一声怒吼。 叶峰回头望去, 看到一个让他终身难忘的场景, 那帕尔魔神竟然用铲除头和猫头一口一个, 正在不停地吞噬着十方天尊。 那十方天尊也绝不是擅长, 可是不论什么样的法术攻击, 却好像被那帕尔给免疫了。 他大口大口地吞噬着, 中间的人头显露出一个恶心的表情。 嗯, 真难吃, 这神仙的虚影竟然真的有那神仙的臭味。 叶峰整个人都愣住, 这他妈是什么怪物啊? 这就是你的底牌嘛, 风卫子。 帕尔随即露出一个得意的表情。 你不是说想看我如何对付天神吗? 我已经表演给你看了, 还有什么要求你可以一并提出来? 真正的魔神, 这就是真正的魔神之威。 叶峰咬了咬牙, 看奶奶的, 这货果然还真的是够猛的呀。 帕尔看着叶峰的表情哈哈大笑。 这就没招了嘛, 风卫子啊, 风卫子, 同是茅山弟子, 很明显你还赶不上你道秦师兄的一根汗毛啊。 少在那放屁, 谁说老子没招了。 叶峰将杜仙儿放下了, 现在这种情况肯定是没有办法再为他解开尽致的, 只能是依靠自己拼死一战了。 哦? 你还有什么招数尽数可以使出来? 老子在这儿让你心服口服务。 帕尔那人头下面的身体滑稽地抱着胸口, 淡淡地说着。 你说的, 可别后悔。 叶峰将销炼剑竖指在自己身前, 黄火之意瞬间展开了。 不还是这几招数尽, 我告诉你, 只是凭这样你是杀不死我的。 帕尔说着, 身上的魔气也是渐渐地凝炼成实, 同时修为也是不断地在暴涨着。 很明显, 双方都不想再通过什么缠斗浪费时间, 只想一招丁胜负。 谁说就这几招的, 今天老子就让你看看我的新招数。 叶峰说着, 自己周身出现了九剑, 同时在不停地环绕着。 每绕到叶峰自己的身后之后, 那黄火双翼的光芒就会削弱几分, 但是那九剑的虚影上 却是会笼罩上一层红色的恶光滑。 哦? 帕尔眯了眯眼, 可惜了, 你这招数准备时间实在太长, 老子已经没有这个耐心了。 帕尔已经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最大, 便是不愿意再等待, 猛地冲向了那依旧树指销炼的叶峰。 来得好。 叶峰抱贺了一声, 招式依然是准备完毕, 那九剑飘散在空中, 销炼剑上也携带了无数的蓝金色雷点光芒。 一煞火焰, 飞烧天。 那九剑剑身上面的光焰突然大胜, 满天开始飘散火雨, 但是这火雨却是和之前的火雨不太一样, 而是呢, 如一饼饼利剑一样的剑鱼。 销炼天地端。 叶峰在经过诸葛明的点播之后, 便是领悟了这一销炼剑士。 这一剑士大开大合, 满天剑鱼和九剑也是随着销炼剑的攻击在不停地进攻着。 在接触到魔神帕尔的瞬间, 便是如刀切黄油一般将那魔器切了开来。 那原本能够吞噬师方天尊的猫头, 在咬住销炼剑的瞬间, 就是被切开了一个巨大的扣子, 足剑刺剑锋芒。 再加上那九剑和剑鱼的攻击, 帕尔魔神的身上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好小子。 帕尔利用魔器震荡开来, 与叶峰拉开了距离。 叶峰将那销炼剑挽了个剑花, 这是他第一次试用这销炼天地段, 效果还真是出人意料的好。 舞舞不斩,舞舞不断, 当真是无敌啊。 叶峰没有给帕尔魔神喘息的机会, 瞬间脚步点滴, 猛地冲向了帕尔。 真当我这第十魔神的名号是白来的吗? 帕尔嘶吼着, 身体暴涨, 同时还覆盖上了一层台甲, 猛地和叶峰对撞在了一起。 只听当当当的, 销炼天地段与帕尔的身体不停地对撞着, 但是销炼剑能够斩断魔器, 却是斩不断的盔甲。 两人不停地对撞着, 发出的声音在这山洞中不停地回响震颤, 让杜仙儿感觉自己的耳朵都要聋了。 那帕尔怒吼了一声, 无数的魔怨散发出来, 像是锁链一般伸向叶峰的身体。 叶峰再次挥起消灵剑, 将其细数斩断, 但是却是有更多的魔怨向那不能移动的杜仙儿伸了过去。 那杜仙儿脸上大惊, 叶峰咬牙利用训雷模式快速到了杜仙儿身边为他斩断魔怨。 这可是自己兄弟老张的女人, 绝对不能让他出任何事。 叶峰站在杜仙儿的身前不停地攻击着, 但是护卫两人很明显容易出现漏洞。 知道什么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所谓的天师拥有一颗什么用都没有的怜悯心。 帕尔节节地说着, 一道魔怨通过叶峰的攻击间隙猛地冲向了杜仙儿。 在帕尔魔神的手中, 这魔怨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能够控制人的东西, 而是能够杀人的力气。 这魔怨的形成本身就十分困难, 到了帕尔的手中更是连叶峰都不敢硬扛的一招。 但是现在这个抉择就这么摆在了叶峰的面前。 要么自己受伤, 要么杜仙儿被杀。 电光火势间, 叶峰选择了前者。 受伤之后, 尚且与这帕尔魔神有一战之力, 但是如果杜仙儿死了, 那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张灵秀呢? 叶峰猛地扑到杜仙儿身上, 调动全身的钢器, 准备硬扛下这一击。 但是过了数秒, 那种透涕而过的感觉却是并未出现。 叶峰抬起头, 却发现自己的身后有一把通身墨黑的剑。 同时, 一个身穿冲锋衣的男人站在自己面前, 正在不停地将后续的魔怨全都占下。 老张! 叶峰江湖出口, 张灵秀受了那么重的伤, 是怎么这么短时间恢复过来的? 那帕尔魔神收拾, 冷笑了一声。 又来了个鬼迪, 看来道秦给我准备的礼物是想让我冲击第五魔神的呀。 张灵秀沉默不言, 将鬼王剑挟至地面。 叶峰也是从杜仙儿的身上爬起来, 站到张灵秀的身边, 确实被张灵秀给阻拦住了。 我来。 张灵秀淡淡地出口。 你来? 帕尔仿佛听到了这什么天大的笑话, 笑的是前阳后合呀。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一个被我三番五次击败的手下败将, 有什么资格来? 就算你们两个联手, 我也有信心在你连接那股神秘力量之前将你击杀掉。 前几次老子领你一条命, 还真当自己试盘菜了是吧? 去救馅儿。 张灵秀根本不是那种会和魔废话的人, 只是淡淡地对叶峰说着。 你真的能想? 叶峰也是有些担心啊, 现在绝对不是逞英顿的时候, 张灵秀根本没有大理叶峰, 而是手持鬼王剑, 一步一步地向那帕尔魔神走了过去。 叶峰到底还是选择相信了张灵秀, 他甚至怀疑是不是眼罗王又给了他一股力量呢? 他走到杜仙儿身边, 开始利用钢器为他化解魔怨。 很快, 杜仙儿便是从那魔怨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此时, 张灵秀也是和那帕尔魔神交战在一起, 但是张灵秀却是未曾动用丝毫的力量, 只是利用自己的身手和鼓舞剑法, 在和这帕尔魔神不停地周旋作战着。 怎么? 在我面前害怕得都不敢动那神秘的力量了。 帕尔结结地笑着, 哈哈哈哈, 用这些像是孩子玩闹一样的招数, 在我面前做什么呢? 我不能再让老张逞强了, 只是体数对付这帕尔根本不行。 叶峰说着, 刚想起身, 却是被杜仙儿抓住。 你和灵秀哥哥在一起共事的时间也不短了, 什么时候见过灵秀哥哥无缘走地逞强过? 那现在这是? 虽然只是在用体数, 你见着帕尔伤到灵秀哥哥分毫了吗? 经过杜仙儿这一提醒, 叶峰还真的发现, 现在帕尔魔神似乎也没什么好的攻击方式伤到张灵秀。 帕尔魔神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 让自己的攻击越发地凌厉, 但是却依旧不能中断张灵秀的攻击。 这是怎么回事? 叶峰看向杜仙儿。 我也不知道, 只不过现在灵秀哥哥给我的感觉十分的熟悉。 杜仙儿也是摇了摇头。 特别的熟悉, 就好像以前我们在一起时候那样。 杜仙儿的头疼了一下, 阿特一声尖叫出声。 这一下让张灵秀的体数竟然是有些杂乱了起来。 去死吧! 帕尔魔神抓住这次机会, 那猫头猛然吸了一口, 将张灵秀的身形整个生吞了下去。 老张! 叶峰更慌了。 这你妈是怎么回事啊? 老张今天怎么这么喜欢壮大呢? 现在杜仙儿莫名头疼, 可能是那道清高的鬼要她的命, 必须立即探查。 老张又被这帕尔魔神生吞下去, 自己要先过哪边呢? 只是一瞬间, 叶峰决定先救张灵秀, 可是刚想冲出去, 杜仙儿忽然抓住叶峰的手。 我想起来了, 灵修哥哥以前是鬼帝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模样。 感觉你刚才头疼是因为回想记忆吗? 叶峰一阵无语。 成为鬼帝之后, 那阎罗王的寂灭气息, 便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 直接成为自己的力量。 所以看上去只是单独的体数, 但是其中蕴含的, 却是真正的阎罗王之危, 鬼帝之危。 老张到底是选择了这一步啊? 叶峰无奈地摇了摇头。 为了救杜仙儿, 张灵修选择重新接纳了这一份力量。 当真是应了那句话, 拿起枪, 我就无法靠近你, 放下枪, 我就无法保护你。 希望到时候杜仙儿能够懂办。 叶峰也是岔开了话题。 即便鬼帝真的那么厉害, 但是现在你可爱的灵修哥哥已经被帕尔摩神争吞了, 你还拉着我不去救他, 等他变成骨灰盒啊。 不, 灵修哥哥成为鬼帝之后, 又怎么会需要你救? 杜仙儿的眼中都要闪烁出星星来了。 成为鬼帝的灵修哥哥是无敌的? 叶峰从来不相信有无敌的人存在, 但是既然杜仙儿都这么说了, 叶峰也是放下心来。 看老张成为鬼帝之后到底有多强? 这点能耐便想伤我吧。 张灵修的声音自那猫头中传出来, 让帕尔大吃一惊。 到了我嘴里了, 嘴巴还这么硬? 我倒想看看你被我整个咬碎, 是不是只剩你那张臭嘴? 那缠出头, 忽然生出了一个脖子, 狠狠地咬向了毛头。 从帕尔摩神能够吞噬魔鹰, 吸收魔怨便是能够看得出来, 他这整个头的嘴巴到底是有多么厉害? 魔神共有72个, 帕尔摩神能够坐到第十魔神的位置, 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依靠这两张嘴。 当年的时候, 他咬中第九魔神白萌的时候, 那白萌就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逃脱出来。 随后, 法器反攻以微弱的优势成了第九魔神。 他这张嘴可以说就算是巨型装甲车都能咬下一个缺口来。 叶峰也是紧紧握着手中的销炼剑, 但愿杜仙儿的自信不会害死他最爱的灵修哥哥。 你教唆魔形天地, 伤害天师, 与盗青狼被围剑, 打伤仙儿, 恕罪并罚, 当战。 张灵修说着, 叶峰感受到那猫头和蝉橱头的内部忽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鬼力。 虽然是鬼力, 但是却无比的纯正干净。 叶峰愣了一下, 这是北方鬼弟张灵修的力量吗? 恶鬼缠身! 张灵修这一声怒吼, 穿透了猫头, 穿透了蝉鱼头, 在这山洞中开始不停地回响。 来了! 灵修哥哥作为鬼弟时的最强状态! 杜仙儿失声尖叫着, 活活像是一个小迷妹, 看到自己的偶像即将做出超帅的动作, 就坐地排卵了一样, 脸上更是因为激动都缠绕上了一抹陀红。 眼睛当中风轻万种, 十分崇拜地看着张灵修的方向。 一声巨大的爆炸响起, 将那猫头和蝉橱头一并扎上了粉碎。 张灵修身穿一身抹黑色铠甲, 造型十分的霸气, 而且连头也完全包裹住了。 灵力的线条不停地突闪着, 给人的感觉都十分强大。 从这身盔甲的外观来看, 现在张灵修比帕尔更像磨身。 在猫头和蝉橱头全都被张灵修这一下弄炸了之后, 哈尔再无力量衣裳, 转身想逃。 这货引伸能力一流, 正常情况下绝技不会被人查到。 但是现在张灵修又怎么可能会让他逃走呢? 他脚步点地, 整个身形冲出去, 灰甲和那鬼王剑连接在了一起。 现在张灵修看上去就像是一尊杀戮机器一般, 在这黑暗的山洞之中闪烁过三道灵力的红色剑光, 那帕尔便是睁大着眼睛, 缓缓地跪在了地上, 随即消散。 郭藏帅啊! 连叶峰都不禁嘖嘖感叹, 走到张灵修的身边才发现, 他那所谓的铠甲不是常规衣裳的铠甲, 而是一道接着一道的恶鬼组成的铠甲。 呃,恶鬼缠身真的是恶鬼缠身? 估计也就是阎罗王侵传弟子北方鬼帝, 可也不受反噬调动这股力量吧。 那恶鬼缠身的铠甲渐渐地消散了, 露出了下面张灵修的身体。 张灵修的身体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上面都是一道一道的鬼的牙印, 看上去犹如血人一般十分地恐怖。 张灵修看着杜仙儿一眼, 随后直直地向他倒了过去。 杜仙儿急忙接住, 让张灵修缓缓地躺在了地上, 将他的头放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手指轻点着张灵修的脸庞, 嘴角挂着一个暧昧的笑容。 得, 闹了半天, 他也会被反噬啊。 叶峰怂了怂肩。 帅倒是挺帅的, 但好像代价挺大啊。 还好吧, 只要恶鬼缠身出现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就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而且觉醒为鬼地之后, 自身的恢复能力也会变得很强。 这些小伤, 灵修哥哥要不了五分钟就会恢复了。 成为鬼地之后这么强吗? 叶峰也是好奇地蹲在地上看着张灵修。 刚才直接秒杀帕尔倒是真的让叶峰挺意外的。 当然不是了, 我当年做鬼地的时候可是不及灵修哥哥的百分之一呢。 就算当时仅仅次于灵修哥哥的中门鬼地, 也不及灵修哥哥力量的十分之一。 当时五大鬼地, 只有灵修哥哥能够自如地使用这恶鬼缠身。 如果是别的鬼地使用, 无异于自杀。 杜贤尔现在明显心情很好, 对叶峰玩耳一笑。 所以只有灵修哥哥这么强, 他当年可是凭着一根木棍, 杀到北阴城南门鬼地的位置上的, 后来才换成了一把普通的剑, 成为了当年北门鬼地的候选人。 虽然那时候北阴城很弱, 根本不让阴丝放在眼里, 但是灵修哥哥这种强大的能力, 还是吸引了阎罗王的注意, 亲自过去拉拢。 当时北阴城也没有太大的作乱行为, 只是招收阴丝不要的孤魂野鬼。 灵修哥哥本身也是冲着安稳那些孤魂野鬼去的。 后来, 阎罗王想要在阳间野建立鬼地制度, 便是找到了灵修哥哥, 还将自己的配件, 鬼王剑赠予了他, 收他为清传弟子, 再然后, 就是几千年的鬼地生涯。 我可以这么说, 灵修哥哥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没有之一。 对你最后这句话我表示存疑。 叶峰笑了笑, 将销炼剑重新放回到剑下当中。 你或许会比灵修哥哥成长得更强, 但是在我心中, 灵修哥哥永远是最强的。 好好好, 你的灵修哥哥最强啊。 叶峰, 你刚才也听到了吧? 灵修哥哥审判内帕尔的时候, 其中有一条单独列了出来, 杜仙儿想起这个, 嘴角的笑意更深了。 他说, 伤害仙儿。 我听到了。 灵修哥哥, 好久没叫过我仙儿这个名字了。 杜仙儿满脸涂红。 他应该是喜欢我的, 对吧? 也许吧。 叶峰长叹了一声, 没有将之前张灵修的纠结说出来。 毕竟, 这件事还是尊重老张的意见比较好。 感情这事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张灵修既然选择不想让杜仙儿伤心, 那叶峰也不喜欢多话。 杜仙儿依旧是沉浸在张灵修喊他仙儿, 为他出逃的喜悦当中, 不停地轻轻抚摸着张灵修的脸庞。 叶峰一直望着洞口, 没有再说一句话。 现在, 第十魔神已经杀掉了, 下一站该去东北找那肖玄子口中的魔神呢? 不知道那尊魔神会是第几魔神呢? 叶峰看着手中的剑侠, 轻轻地抚摸着。 这一次的销炼天地断, 的确是给了他出乎意料的惊喜, 但是很明显, 叶峰还不能将其全部威力发挥出来。 最近这些时日, 要努力地修行和参舞了, 可不能真的被老张甩在后面。 五分钟之后, 张灵修身上的伤口果然全都愈合起来, 只剩下了一些血液。 他猛地睁开眼, 看到自己还在杜仙尔的怀中之后, 猛地站了起来。 灵修哥哥? 杜仙尔也是起身, 抓向张灵修的胳膊。 但是那张灵修却是不着生死的一朵, 让他抓了一个空。 我来的中途碰上了一只魔鹰。 张灵修冷冷地对叶峰开口。 你放走的? 对。 叶峰点点头, 看着在一旁, 洛基的杜仙尔也是一阵无奈。 这恐怕就是张灵修和杜仙尔的宿命。 放走莫英, 你也是好大的胆子。 张灵修将鬼王剑重新包好, 走出了山洞。 叶峰无奈地摇了摇头, 拍了拍杜仙尔的肩膀, 随后也是跟着张灵修一起走了出去。 杜仙尔原本已经是眼睛寒泪了, 但是坚强地看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努力让自己露出一个笑容, 紧走几步追了上去。 自己已经习惯了灵修哥哥的冷漠不是吗? 那还有什么好赏心的呢? 至少刚才自己得到了灵修哥哥的一抹温存不是吗? 杜仙尔一直跟在张灵修和叶峰的身后, 不停地自己安慰着自己。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杜仙尔还真的开心了起来, 跟在张灵修的身边, 看着她的背影傻傻地笑着。 这一路上, 叶峰讲述着那个魔鹰的遭遇, 讲完之后, 也是让张灵修舒展开了眉头。 你就是因为这个放走那魔鹰吗? 没错。 你知道为什么当初阎罗王要设置人间鬼地吗? 不单单给予极强的力量, 还在规则内给予长生的能力。 张灵修淡淡地说着。 为什么? 叶峰也有些不解地看向张灵修。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当年阎罗王因为怜悯, 破坏阴修规矩而被降到第五殿, 所以他决定从源头上将这件事完全消灭掉。 所以, 人间鬼地的一个重要职能, 便是将没有施行的天道提前施行, 让阴修再无冤魂。 这个冤枉很宏大, 但实施起来却十分困难。 所以作为鬼地之时, 也只是尽量减少这样的情况发生, 也不能完全避免。 所以, 假如是我站在这个角度上, 我也会跟你做出一样的选择。 老张, 我发现你变成鬼地之后, 颇有几分音思高级将领的说话风范啊。 叶峰知道, 张灵修只是表明和他站在一起的那一场, 可还是大趣的说道。 不过你可别用这种教育, 说教的语气跟我说话啊, 我也堂堂正正银丝一匹银匠啊, 而且我叶峰做事从来没有后悔过。 再起位谋其正罢了, 如果我的说话方式让你不舒服了, 你打我呀。 张灵修竟然破天荒地开了个玩笑, 叶峰也是嘴角出现了笑意。 别我可不敢打, 打坏了你身后那小冤妇还不得跟我拼命啊? 叶峰, 你说什么呢? 杜仙儿也是不乐意了, 张灵修则是依旧冷酷的表情, 没有再说话。 三人回到王彦云家里的时候, 却发现王彦云家里一片狼藉, 甚至连房顶都被弄出了一个大洞来, 里边还听到胖子的大喊, 嘿嘿, 小崽子落你胖爷手里了吧, 老子一印直接拍死你, 别乱动了啊, 再动我用文王陶木剑戳死你。 坏了, 我临走的时候还要胖子保护王彦云, 母子安全的, 叶峰一拍脑门, 随后又疑惑地说, 不对啊, 胖子虽然有青悬印和这文王陶木剑, 但是那艳丽已经是修炼成魔鹰的魔头了, 怎么可能会被胖子制服呢? 猜想的再多也没用, 叶峰率先冲到房子里面, 看到艳丽被胖子的青悬印拍头死死地压在地上, 同时, 胖子那肥瘦的身躯也是压在了上面, 左手还抓着文王陶木剑抵着艳丽的头, 而艳超则是傻了一般站在旁边, 王彦云晕倒在地上, 叶峰看了一眼, 那晕倒的王彦云便是明白了胖子为什么能致服这魔鹰艳丽了, 那王彦云虽然看上去只是晕倒, 但是体内却是有一股魔气在不停地流窜, 这股魔气已经将他的胃部全都捉上了, 可以说他的胃已经不能用了, 下半辈子只能依靠营养液生活了, 艳丽的抱负也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才心甘情愿地被胖子抓住。 他没有杀王彦云, 证明他的怨气已经没有大到滥杀洋人的地步了, 而艳丽也只是让王彦云接受了自己当初临死之时所受的伤害罢了。 还算你良心未敏, 看来刚才我救走你还不算一个失误的决策。 叶峰蹲在地上, 对艳丽说着, 我借叶天师不计前嫌, 敢话与我。 艳丽也是趴在地上轻轻地说道, 叶峰摆了摆手, 让胖子从他的身上下来。 不抓魔鹰了, 今天胖爷我好不容易大显身为了一把。 胖子嘟囔着, 不过也没有违背叶峰的意思, 从艳丽的身上站了起来。 这个魔鹰没必要抓。 叶峰对胖子笑了笑, 将艳丽从地上扶起来。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 可以继续游荡修炼, 将身上的魔鹰气息全都洗掉, 随后尝试进阶神影。 只不过这个时间比较长, 而且中间如果碰到别的天师, 很可能会受到伤害。 但这个收益是巨大的, 你以后说不准可以生鲜去天庭。 二, 我将你身上的魔鹰气息度化送你去阴思。 我是一品阴将, 可以保证你不受任何惩罚进入轮回, 并且脱生到一个慈母良父的好人家。 至于怎么选, 你自己来。 叶峰说着, 将选择权抛给了艳丽。 艳丽站起身, 身体幻化成一个小女孩的模样, 肉肚肚的脸蛋, 柔顺的长发, 依然一个还未展开的小萝莉。 这就是艳丽本身未受虐待之前的模样。 王燕云也是好狠的心啊, 竟然对这么可爱, 如瓷娃娃一般的艳丽下次独手。 我想选第三个选项。 艳丽似乎想了很久, 才鼓起勇气对叶峰说着。 第三个选项, 你想做什么? 面对这么一个可爱, 却遭受了非人虐待的小萝莉, 叶峰也是应不下心肠, 便是轻声地问。 假如可以满足艳丽的要求, 叶峰也会尽力满足的。 我想跟着你, 一辈子跟着你, 可以吗? 艳丽轻声开口。 你觉得呢? 叶峰有些哑然。 我是天师, 身边跟着一个魔鹰, 如果你想受到庇护的生活, 生活在人间, 我可以为你找一个人。 叶峰想找的那个人便是萧玄子, 他是北茅山上青邪法的修炼人, 身边有这么一只魔鹰, 还算说得过去。 我不想找人庇护, 我只想跟着你。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好人, 你是像居委会张奶奶一样的人。 不, 你比居委会张奶奶还要好, 因为你会帮我, 会保护我, 会救我, 甚至违背天道一角, 愿我去报仇。 如果我是十八岁死的话, 我一定要嫁给你。 虽然燕丽已经存活了几年, 但是心性还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童言无几。 叶峰听完也是微微笑了笑。 那行吧, 你可以跟着我, 只是你只能和一个姐姐住在一起了, 不知道可以吗? 燕丽用力地点点头, 随后叶峰抓起自己的腰间玉佩, 将那魔鹰给收复进去。 燕丽却是害怕地再次出现, 紧紧地抱着叶峰的腿。 我怕。 安如雪也是实实然地出现在叶峰的面前, 对叶峰试了一个万福礼, 随后无奈地看着燕丽。 叶峰抚摸着燕丽的头, 蹲在了地上。 你为什么怕这个姐姐啊? 我, 我也不知道, 见到她的时候, 我就害怕了, 而且, 我有一种不由自主, 想跪下的感觉。 燕丽说着, 把自己的小脑袋瓜, 紧紧地埋在叶峰的脖子之间。 叶峰看向安如雪, 看来当初主格明的判断是对的, 这安如雪果然是未来帝魔一样的角色。 但是魔有好坏之反, 叶峰也有信心能够引导安如雪走上正途, 而且安如雪一而再再而三地帮自己, 叶峰对她也没有任何的敌意。 这也是一代法师叶法善叫到自己手中的不是吗? 她总不能给自己一个祸害吧。 叶峰抚摸着燕丽的头, 帮她加油打气。 你看那个姐姐漂亮不漂亮? 燕丽听了话之后, 怯声声地转了头, 看了安如雪一眼。 安如雪现在正是和许温暖地笑着, 再加上那绝美的容颜, 看上去都让人心狂深怡啊。 好看。 人间有一句话叫相由心生, 好看的人心地都不会太差。 就像叶铁士你这么帅, 也不会是坏人一样吗? 燕丽眨巴着大眼睛问。 燕丽死的时候只有五岁, 而且一直被王燕云关在家中。 后来成为鬼鹰魔鹰之后, 也是一直在修炼, 自然对这些事都不是那么懂。 不过, 小孩子说话最真, 这一句话夸叶峰帅, 也是一定是真的。 你的小嘴巴真甜的。 叶峰掐着燕丽的小脸蛋。 所以啊, 这个姐姐不会伤害你的呀。 是吗? 燕丽再次怯声声地看向安如雪。 安如雪也是对她伸出了自己纤细的缩手, 项公说得对, 我不会伤害你的。 项公? 我那时候也偶尔会看到妈妈所看的电视剧。 项公是女人称呼自己老公的称呼吧。 这个姐姐是叶天师你的妻子吗? 不是。 是。 叶峰和安如雪一起说了出来。 不过, 安如雪对叶峰挤了几眼睛, 却是让叶峰会议了。 这曾经受过很大伤害的燕丽, 本身就很难再相信别人。 哪怕到了现在, 她也只是相信叶峰一个人。 如果安如雪说自己是她的妻子的话, 那也更容易让燕丽相信。 真的是叶天师的妻子吗? 燕丽再次问出了一次, 这一次叶峰没有回答。 安如雪蹲在地上, 张开了怀抱。 当然了, 要不然, 她怎么会将你托付给我照顾呢? 好了, 相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要从这里再打扰她了, 先跟我回玉佩吧。 燕丽见叶峰也没有否认, 便是真的将安如雪 当成了叶峰的妻子, 蹒跚着走到了安如雪的怀中。 安如雪偷偷地对叶峰吐了一下舌头, 随后便是带着艳丽回到了玉佩当中。 万事终结, 叶峰帮王衍云叫了救护车, 便是带着三人离开了这里, 准备直接飞东北。 开车回到昆明的飞机场的时候, 叶峰感觉到有一丝丝的困倦。 他看着熙熙攘攘的后机厅, 人来人往, 难免若有所思。 这些魔神利用的好像就是人间的魔。 所谓欲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便是这个道理了。 有些人真的不配称之为人, 而那些魔神力量的增长便也是在此了。 如果人间再无恶事, 那便好了。 叶峰两只手放在后脑上, 看着天花板的喃喃地说着。 我从几千年前便是有这样的想法。 张灵兄忽然开口, 但是过了几千年, 人间还是这样。 人之处性本恶啊, 人的略根性是永远除去不了的。 叶峰笑了笑, 去除了的人那就是圣人了。 所以啊, 咱们这种人才有存在的必要吧。 杜仙儿说着。 登记的声音传了过来, 叶峰等人便是准备登记。 到了飞机上的时候, 叶峰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黑暗。 这是什么情况? 叶峰愣一下, 看向四周, 却发现自己是落入到一个神石世界。 但是这个神石世界却不是自己的。 他有些戒备地看着四周, 摸向自己的身后和腰带, 却发现一切可以攻击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而自己调用钢器, 却发现丝毫都动弹不得。 你小子也别白白浪费力气了, 这是我的神石世界岂能容你造词的。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 叶峰寻着声音望过去, 这个声音是大力中的。 但是牧师之内却是出现了一位老者。 那老者身穿天使袍, 怀中抱着一把古琴, 右手托着一方印, 投鼠道观, 见眉兴目。 虽然满是花白, 但是看上去却是精神绝朔, 脸上一丝一毫的皱纹都没有。 你是叶法善? 叶峰有些惊讶。 呵呵呵, 算你小子还有点眼力。 叶法善踱步, 到了叶峰的面前。 这些天我没有找你, 就没想想为什么吗? 叶峰哭笑着摇了摇头。 我哪儿还有时间想你啊? 当年你师父几乎舍弃天使尊严, 跪地求我, 让我护卫你这不孝子孙。 结果没想到你却这么不珍惜。 我能怎么珍惜啊? 早请示板汇报啊。 我也懒得跟你耍嘴皮子了, 你和你师父一样都是耍嘴皮的高手。 叶法善摆了摆手, 换上一副正色。 你现在修为越来越高他, 同时遇到的危险也越来越多。 这些天我只是抢心修炼, 将自己的本体自那大力中力走出来了。 哦? 叶峰心中一动。 那也就是说, 以后我释放引雷绝的时候, 您能过来助阵了? 这, 想了倒霉。 叶法善没好气地说着。 现在我神格还不稳, 不能进行太多的战斗, 况且我此次来是为了另一件事的。 什么事啊? 叶峰狐疑地看着叶法善。 面前这个人虽然为一代法师, 而且也是自己师父央求而来, 更是自己的老祖宗。 但是叶峰对他却是一丁点好感都没有。 虽然帮了自己很多次, 但是也是坑了自己无数次。 而且每次帮自己都是用交易的方式, 实在是让叶峰虎不堪言啊。 所以, 这一次叶法善说找自己有事, 叶峰也是有些防备。 送你一场造化。 叶法善微笑地说着。 送? 不做交易了。 叶峰也是微笑地看着他。 两人的面相上还真的有那么一丝相像。 此时对战就像是老后的叶峰在对年轻的叶峰说话一样。 不能交易了, 只要你能参悟我就送你。 叶法善说着, 将自己手中的印托举给了叶峰看。 这是雷霆都司印? 叶峰一眼便是认出来, 有些惊讶地说道。 没错, 这是雷霆都司印。 叶法善说着, 将这印托举到了叶峰的面前。 叶峰伸手过去, 却是穿蹄而过, 根本不得。 他疑惑地看向叶法善, 叶法善笑了笑。 我只是用神识讲着雷霆都司印的模样显现出来而已。 叶峰一阵无语啊, 这叶法善果然还是在坑自己。 那让我看看就拉倒啊。 当然不是啦, 你此次去东北, 在殷鬼宗应该会找到一枚法印。 他们最近在举行一场拍卖会, 我要你讲这枚印收回来。 殷鬼宗? 这算什么宗门啊? 叶峰皱了皱眉, 怎么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叶峰更加无语了。 博士宗门只是一个修仙家族罢了。 他们所供奉的就是第九魔神拜盟, 也是你最后需要找到的魔神。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我是现代人还是你是现代人? 天机不可泄露。 叶法善笑了笑。 当年李淳峰和袁天杠能够做出推背图, 推中华五千年历史。 我知道这些小事自然也不在话下。 就这点事啊? 没错,就这点事。 雷霆都思印到我手中之后归我所有吗? 当然不是。 我让你送给我凝食我的神格, 随后我可以答应你三次帮你出战。 获得雷霆都思印之后, 我杀的第九魔神便是不在话家。 叶峰怂了怂天。 我也一样能杀呀。 的确, 你也一样能杀, 但是正面硬碰硬, 你会消耗太多的修为。 短时间内你可能没办法去寻找第八魔神, 而你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叶法善这句话算是一语重地。 得了, 这趟腿我帮你跑了。 叶峰也没有过多纠结, 毕竟拍下这雷霆都思印的确比杀死地九魔神要来得轻松不少。 哼, 看上去似乎还不是很乐意啊。 叶法善笑了笑。 那好, 我让安如雪再送你一场造化。 说着, 叶法善眼前便是出现了飞机的场景。 一个漂亮的空姐依旧询问着。 先生, 先生。 啊? 叶峰看向这个空姐。 您的午餐要什么? 我们这里有面条, 宫宝鸡丁。 面条就好了。 叶峰回答着。 随后, 那空姐将飞机餐放到叶峰面前的桌板上, 便是推着车离开了。 风宝鸡丁。 你怎么了? 刚才那空姐都问你半天了, 我还以为你死过去了呢。 胖子在叶峰面前晃了晃手说。 你死我都不会死。 叶峰, 没好气地说着。 他在思考着关于阴贵宗的事情, 同时还在思考那安如雪的造化到底是什么。 老张, 你听过阴贵宗吗? 叶峰看向张灵修说道。 张灵修摇摇头。 连你也没听过呀, 看来只能知落地之后联系下狗哥了, 他而当地人, 应该对那片比较熟。 叶峰正无奈着, 却是听到安如雪忽然呼喊了一声。 孝公? 这一声是通过神识呼唤的, 只有叶峰能够听得到。 怎么了? 这孩子体内竟然有这么一个东西。 安如雪说着, 便是将那东西投影到了叶峰的脑海当中。 叶峰一看, 直接嘴巴都合不拢了, 竟然是渊厨。 那渊厨十分的小, 看样子还只是幼年齐。 铜身金黄色, 尾巴是两金一红, 十分的好看。 渊厨是凤凰的一种, 山海经南山经记载, 南鱼之山, 左水出烟, 而东南海铸于海, 有渊厨。 庄子秋水记载, 赴渊厨发于南海, 而飞于北海, 飞无铜不止, 飞链石不识, 飞礼泉不饮。 可以说, 这东西就是一个小蜂蛾。 你是说, 这东西是从燕厉体内找出来的? 没错。 它从哪儿来的? 小燕厉说, 在那个山洞中修炼的时候, 我也终发现的, 它是被烫伤致死, 所以这渊厨便是留在了它的体内慢慢滋养。 之前, 它只是觉得体内有这个比较舒服, 后来慢慢就忘了。 再然后, 今天我搜寻它体内的时候, 便是发现了这个。 不对啊, 只是烫伤致死不会吸引这个渊厨存在啊。 你帮我问一下这小燕厉的生辰八字。 安如雪恩了一声, 便是将生辰八字告诉了叶峰。 三奇贵人? 小燕厉竟然是三奇贵人的命格? 叶峰惊讶着。 相公, 什么是三奇贵人? 如果真的是什么贵人, 小燕厉的命还会这么惨吗? 三奇贵人四柱神煞之一, 神煞包含吉神和凶煞, 小燕厉的三奇贵人命便是凶煞, 三奇贵人起源于远古的华夏神话传说, 由先贤演义推演所得, 归纳后之御名, 未能致富货于人类。 三奇贵人是天地人三奇纵称, 为天地灵秀之福宝, 分别指天上三奇, 甲物庚, 地上三奇, 鬼人心, 人中三奇, 乙丙丁。 你看, 这艳丽的八字包含乙丙丁, 便是三奇贵人的象征啊。 数奴家愚钝, 我还是不明白, 这三奇贵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反正, 现在也在坐飞机, 叶丰便是将自己对三奇贵人的了解全都说了出来。 命中有三奇, 要得体得地, 不要失时。 例如, 乙丙丁人晚上生, 甲絮耕人白天生, 这是得体。 而艳丽这么苦, 就是因为没占了得体, 是在黄昏之时生的。 三奇贵人实际上是取离于三世中的甲顿入序, 太义进卫, 人水空亡这三种特意不凡的数项关系。 此三种关系, 数胜精妙, 孤立不凡, 横空一世, 故可称三奇。 有此三世之奇, 还有麒麟一世之相, 故得三奇之命者不同凡俗, 这类人似乎是从其他世界而来。 三奇的奇形是凡俗世界的根基, 所以, 反命于三奇者, 主人精神异常, 尽怀卓越, 好奇尚大, 博学多能, 乃世界之奇人。 所以小燕丽如果能活过六岁的话, 也会正常遇到渊厨, 那时候她的命格就会由坏入好了。 只可惜了, 燕丽没能活过六岁, 但这渊厨还是找到她, 在她体内生根发芽了下来。 三奇贵人如何解? 张灵修忽然发生问道, 叶峰这才发现, 自己看到渊厨之后, 已经惊讶到不自觉地用声音和安如雪对话了。 所幸, 杜仙尔是将头等舱全都抱了下来, 才没有人像看神经病一样的看叶峰, 也只有那个美女空姐用着奇怪的目光看着四人。 见张灵修对着三奇贵人都有了兴趣, 叶峰便是解身了起来。 李济经姐一约, 君子甚时差若毫厘, 扭之千里。 古人认为, 微小改变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 吕氏春秋记载, 楚国有个边境成义叫碑梁, 那里的姑娘和吴国边境成义的姑娘同在边境上采丧叶。 他们在做游戏时, 吴国的姑娘不小心踩伤了碑梁的姑娘。 碑梁的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 吴国人出言不公, 碑梁人十分恼火, 杀死吴人走了。 吴国人去碑梁报复, 把那个碑梁人全家都杀了。 碑梁的手艺大呼大怒, 于是发动反击吴人, 把当地的吴人老幼全都给杀死了。 吴王一昧听到这件事很生气, 派人领兵入侵楚国的边境成义, 攻占役以后才离去。 吴国和楚国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 从作游戏踩伤脚, 一直到两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直到吴军攻入影都, 中间一系列的演变过程, 有一种无形的死亡力量, 把事件一步步无可挽回地, 退入不可收拾的境地。 因此, 古人很认真的来对待封印厄运和忘符, 因为微小的事情就可以改变未来的命运。 三旗贵人由于他们各自的奇性, 可能导致几种对应的物理事项。 奇者有可能有精神病, 也可能有特殊嗜好、理想、才能, 且还可能有特异于他人之感觉功能, 也可能命中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 三旗贵人之得利于否, 同常规的兴冲和害论明是不一样的。 分别论之, 物耕贵人此格局在命令中系兴冲, 有戏以隐身三刑, 以及隐身冲四位冲而寄相合。 如M国前国务卿, 马上将马歇尔将军的四柱为 耿臣、物子、甲武,其三柱中由子武相冲, 十柱是甲武, 臣可与年之形成对冲。 以秉定贵人此格局在命令中喜相合, 喜逢害子丑三只相连, 而寄行冲。 心人魁贵人, 此命格在命令中喜六甲空王, 喜笔合, 为图笔合寄命若, 艳丽便是这种, 恰巧碰到了王衍云, 便是导致了敏弱的形干。 三七贵人的术理也有特殊分布, 三七贵人的画术恰好为三个起点之宫, 甲武庚画中宫是太极为分化的原始起点, 为天上三起。 魁仁心画二宫, 乙丙丁画八宫, 属于原始起点分化出来的两个对立起点, 画二宫死门者, 魁仁心为地上三起, 生化宫生门者, 以丙丁为中三起。 诗天干剑, 庚为阴阳二起, 变化庚替之小周期, 魁仁心为变化周期, 却结束之外的寓意。 甲武庚为九宫太极原始起点, 弘于生死二门之妙用, 以丙丁为原始起点与先天起点中的灵性。 三起贵人, 兼待天悦德或天以贵人者, 游贵。 此外, 在密藏大六人大权中, 把害子丑作寻三起, 甲子甲物寻用丑, 甲身甲武寻用子, 甲臣甲银寻用亥, 此为寻三起。 而冤处一职也是三起的化身, 所以也就是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小艳丽的身上。 你这说的都是啥跟啥呀? 啊? 一个字没听懂啊? 胖子一脸懵圈呐。 但是胖子看向杜仙儿和张灵修, 发现他们两人都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这才尴尬地发现, 原来只有自己没听懂。 如果你拿走冤处, 小艳丽会怎样? 张灵修忽然开口, 冤处是凤凰的一种, 自然也可以对叶凤体内的黄火之力产生极大的增益作用。 张灵修就是想到了这个。 我不知道啊, 按常理来说这是三起贵人命中该有的造化, 如果生而夺旨一定会导致三起贵人的陨落, 但现在小艳丽已经是魔鹰状态了。 相公不如吸收烈化一事。 安如雪提议。 假如真的对小艳丽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您即刻终止就好了。 毕竟, 这可是您增心黄火之力的大好机会。 对啊, 叶贴师, 你救了我, 我就应该对你有所表示嘛。 哪怕我真的魂飞魄散了, 我也心甘情愿。 眼里的声音也是自叶峰的脑海中回响起来。 叶峰想了想, 说了声好吧。 叶法山也说了, 这是送自己的一场造化, 想来, 吸收这渊厨之后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 说作就作, 叶峰自体内调动黄火之力, 还是围绕了向那神石世界的渊厨。 渊厨长笑了一声, 倒不是因为疼痛, 而是因为舒服。 黄火之力不是将其炼化, 而是将其整个吸收。 可以说, 也是渊厨和凤凰合而为一。 渊厨能够提升自己的地位, 自然也是十分的愿意。 随着黄火之力的包裹渐渐扩大, 那渊厨振翅, 尖笑一声, 便是和那黄火之力渐渐融合在了一起。 随着融合实践的推移, 那渊厨渐渐地已经是化成了一抹虚影。 同时, 叶峰体内的凤凰也是长笑了一声, 老张! 刚刚融合完渊厨力量的黄火之力, 正在不停地奔腾咆哮, 急于想要释放出来。 但是, 这是在飞机上。 如果黄火之力瞬间展开, 打扰了飞机的平衡, 那一整个飞机的人都会有危险。 说是迟那是快, 叶峰在即将压制不住黄火之力的时候呼喊了一声。 张灵修也是瞬间会议, 瞬间调用体内的寂灭气息包裹了叶峰的四处。 凤凰长笑一声, 叶峰身后的黄火双翼瞬间展开。 这一次, 黄火双翼只是单侧便是足足有六米长啊。 叶峰已经尽力地压制了黄火双翼的力量, 再加上寂灭气息的包裹对冲, 便只是展开了双翼却没有丝毫的实感。 不过这还是把那个美女空姐吓了一跳, 一个普通人怎么会凭空生出来翅膀呢? 妈妈, 你快看, 飞机长出翅膀来了。 一个小男孩第一次坐飞机, 便是一直观察着窗外的场景。 叶峰他们坐在头等舱的机头部分, 所以小男孩也是看到了叶峰的黄火双翼展开。 傻孩子, 飞机当然有翅膀了。 小男孩的妈妈恋爱地抚摸着她的头。 不不不, 这火红色的翅膀可大了。 小男孩说着, 还不停地比划着。 她的妈妈也只等孩子在玩闹, 便是洋装向外看了一眼。 此时叶峰的黄火双翼已经收了起来。 火红色的翅膀啊, 那一定是神仙显灵了。 那就证明, 渐渐这次去东北, 一定能治好自己的病啊。 小男孩的妈妈虽然没有看到, 但是还是顺水推舟地说。 嗯, 治好病之后, 我就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玩耍了。 这个名叫渐渐的孩子, 也是期盼地看向窗外。 她的妈妈抚摸着头, 随后满脸愁容地看向了玄藏外。 叶峰长吐了一口浊气, 她没想到携手这渊厨会来得如此之快, 也许就是因为同是凤凰之鼠的原因吧。 而且这一次, 叶峰不单单感觉到了体内的黄火之力加大了, 也感觉到自己的眼中, 似乎在黄火双翼展开的瞬间, 有火苗在跳动。 同时, 叶峰面前的座椅也是烧开了一个孔洞。 若不是叶峰其实收了眼中的力量, 还不知道会酿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凤凰离同。 张灵修也是注意到了, 叶峰刚才眼睛的变化, 低声喃喃着。 凤凰离同? 那是什么东西啊? 叶峰好奇地问。 张灵修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了杜仙儿。 杜仙儿也是适时地说。 我做南风鬼地的时候, 是朱雀作为力量的来源的。 朱雀和凤凰也算是同属, 所以我对凤凰也了解得很多。 传说真正的凤凰, 浴火重生, 那眼睛也是如孙猴子一般拥有强大的力量, 可以洞穿燃烧世间万物。 但是这只是传说, 具体威力如何, 谁也没有修炼成功过。 叶峰点了点头。 是吗? 没想到这黄火之力竟然还有这么多家教。 不过还是恭喜你了, 拥有了这么多的力量。 再加上灵修哥哥的帮助, 看来这地久魔神应该是不在话下了。 叶峰也是点了点头, 随后看向窗脉。 这凤凰梨同到底威力如何, 恐怕要在实战中才能发现了。 希望这一次的事情一切顺利。 因鬼宗内, 一个面容丑陋的男人对底下的人问, 消息放出去这么久, 鱼儿上钩了吗? 此人脸上全都是麻子, 一大堆横生的肉打了在下巴上, 但是身材却十分的销瘦, 一看便是鬼羞才导致的这样的情况。 他正是殷鬼宗宗主瞿元博。 上钩了, 我已经听到裴家那个老太太已经带人过来了。 裴家那个老太太不是重点, 而是那个叫四寒的娇人。 曲元博暴怒说着, 小的, 这就去打探。 那底下人浑身一颤, 坐一离去。 真是的, 直接请白蒙大神秒杀掉那个叫什么叶峰的不就好了吗? 还有用雷霆都司印举行什么拍卖会来做这个油尔。 曲元博喃喃着, 却是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 你是在质疑我吗? 那面容丑陋的男人听死, 直接吓得是浑身一颤, 向后面跪下来, 连头都没敢抬。 小的不敢, 小的只是好奇罢了。 依靠白蒙大神的威能, 秒杀一个人间天师, 还不是敌而易举吗? 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麻烦事呢? 李石魔神帕尔便是因为这种轻敌陨落。 难道你也想让拜蒙也答应陨落吗? 道卿的虚影, 立声赫道。 我告诉你, 这一次让鱼儿上钩的事情,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否则你们整个阴鬼宗都要为此付出代价。 小的明白了。 那曲元博不敢多言, 只是跪在地上不停地颤抖着。 道卿的虚影散去, 曲元博站起来, 冷冷地看着道卿消失的地方。 奶奶, 您要这雷霆读丝硬干什么呀? 怎么反无流行也没有办法用啊? 四汗挽着裴老太的胳膊, 亲密地问。 四汗自从跟着裴老太学艺之后, 便也是以奶奶相称。 而裴老太也是十分喜欢这个聪明的女孩。 而且教人作为曾经反无流行的传承人, 学习起反无流行来也是十分的快。 这才没多长时间, 四汗的反无流行便是已经有了当年裴燕儿一半的功力。 谁说咱们反无流行没办法用的? 裴老太笑了笑, 摸了摸四汗的头。 你就能用啊? 我? 四汗奇怪地问。 奶奶, 你说错了吧? 你这次拍卖到那雷霆读丝硬, 不是为了送给天使哥哥的吗? 给他干嘛? 你和乖龙现在已经融为一体。 乖龙当初即为雷布妖兽, 那雷霆读丝硬如果给他, 便是可以提升他的大量修为。 到时候你的攻击也不会仅仅限制于反无流行了, 而会是雷法和反无流行的结合。 裴老太说着, 眼下全都是欣喜。 四汗的确是一个能振兴反无流行的不二人选。 教人更能完整地释放反无流行, 再加上他体内的乖龙力量, 恐怕前途真的是不可限量。 叶峰还真是说到做到, 给自己送了一份大礼过来。 哦, 那奶奶你说, 天使哥哥会过来吗? 他要这雷霆读丝硬也会有用吧? 四汗开心地问, 终于可以再次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天使哥哥了。 那不一定, 不过要是他过来, 倒也是省了不少麻烦。 裴老太皱眉说道, 此次雷霆读丝印的事情震惊了大半个银行, 想要争抢的人一定很多。 但是殷鬼宗确实是一个小宗, 恐怕此次拍卖会也不会太简单。 你的天使哥哥最好过来, 无论最后雷霆读丝印落在裴家或者他的手中, 都比被别人抢走为好。 小的家族举行的拍卖会, 自然也肯定会有人不守规矩出手抢夺, 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连裴老太也不知道, 只能寄希望于一切顺利了。 飞机落地之后, 叶峰先给狗哥打了个电话, 狗哥听到是叶峰的声音, 豪爽地说, 放音吧, 这事给你安排得明白玩的, 不就是个银鬼宗吗, 我立马上给你查去, 你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啊, 我这就过去找你去啊。 麻烦你了狗哥, 你自己的兄弟你整的没用的玩意, 干啥玩意呢? 狗哥说完便是挂了电话, 杜仙儿自机场中开出来一辆朱克明的车, 叶峰有些惊讶, 朱克明不会把所有机场停车的钥匙都给你了吧? 还有这种操作呀? 叶峰和杜仙儿上了桌, 找到附近的一个宾馆入住, 叶峰也是抓住这段时间, 开始巩固起自己的羞为来, 这一巩固便是两天。 东北地区很大, 从狗哥出发到叶峰所在地, 也是用了两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内, 叶峰也是将那黄火之力和黄火梨桶全都巩固了下来, 同时对销链剑也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他有信心, 在遇到那白蒙魔神的时候不会落于下方。 叶峰, 你来咋不提前通知我呢? 还让我在这白白等了两天呢? 狗哥见面第一句话便是有些责备。 叶峰摆了摆手, 没关系, 反正这两天我也没闲着, 殷鬼宗的事情你查到了吗? 跟你说死话, 那个我在高东北子混了这么久, 还第一次听说这殷鬼宗这么个家族。 狗哥说着, 随手, 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这不查不知道, 我一查吓一跳啊, 这殷鬼宗里边, 还是有着不少的道道啊。 这话怎么说呀? 我一件一件跟你掰扯啊, 先说他最近, 最近那个大动作啊, 我一跟我那帮兄弟们打听这殷鬼宗啊, 就得到消息了, 说他们最近要举办一个什么玩意儿拍卖会, 而压轴的宝物就是雷霆都自印。 就这雷霆都自印啊, 已经让无数阴长之人趋之若鹜啊, 最近东北也来了不少外地人。 叶峰点了点头, 这件事他已经猜测到了。 其实这件事很反常规, 你知道不对? 一般吧, 小家族要有什么宝物往外出, 那肯定是委托一些大的拍卖行。 因为自己举行拍卖会, 难免会被一些强大的, 别有用心的阴人给盯上, 直接出手抢夺。 一般这小家族的修为和能力都比较低, 真的能够互助宝物的几率也很小。 但这殷鬼宗, 一个以前不知名的修仙家族, 却生生扛住那些强大阴人的进攻啊。 据我们的消息, 一共有四批阴人进入阴鬼宗抢夺, 但没有一个能出来的, 叶峰点了点头, 这殷鬼宗的倚仗是第九魔神, 自然是不可能被轻易的击溃。 哦, 还有, 这个殷鬼宗的经济来源呢, 也是一个谜, 我托哥们查遍了有关殷鬼宗的信息, 他们明面上没有一家公司, 甚至整个东北也没什么跟他们业务往来的事, 他们这钱来的是十分的莫名其妙吧。 钱对叶峰他们这些宗门弟子来说, 乃是身外之物, 但是对一些修仙修真家族来说, 却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同时也是他们所追求的东西。 如果修真修仙不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钱, 那还不如直接入了宗门呢。 那殷鬼宗的老巢在哪儿啊? 叶峰问道, 我查着了, 藏白山自卖的三处, 那地方不算难找, 然后他们这次的拍卖地点在远武大酒店的会客厅内, 时间呢是后天上午, 九点。 狗哥办事十分麻利, 将叶峰所需要的信息全都收集了过来。 风宝, 你准备怎么办? 直接过去灭了牙的, 还是等拍卖会再说啊? 胖子问, 叶峰想了想, 既然叶峰要自己拿下那雷霆都丝印, 还是先不要打草惊蛇的为好。 等那拍卖会过去, 顺藤摸瓜去寻找也比直接闯进那殷鬼宗来的方便得多啊。 等三天吧。 叶峰淡淡地说着, 成, 那就等三天, 狗哥一拍大腿。 现在你们没啥事是吧? 走, 我请你们吃烧烤去啊。 来东北不吃烧烤, 哪哪能抢呢? 叶峰原本想拒绝, 但是狗哥省情难却, 叶峰也只好答应一下。 一行五人出门, 找了一个最繁华的烧烤摊落座。 众人在交谈的时候, 一个女人却是满眼带泪, 神情焦躁地走了过来, 施神地问着, 这里的人同样的一个问题。 您好,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儿子? 他的小名叫健健, 是一个白血病患者, 他走丢了, 您见过吗? 说着, 这个女人还会拿出健健的照片, 给每一个时刻看。 这些时刻都是摇摇头, 说不知道。 那女人也会很礼貌地倒上泻, 然后再继续向下寻找。 您好, 您有没有看到我的儿子? 他的小名叫健健, 是一个白血病患者, 他走丢了, 您见过吗? 这位可怜的母亲到了叶峰他们这桌, 叶峰看着那照片上清秀的小男孩, 不禁起了怜悯之心。 反正还要等三天, 不如就帮帮这个可怜的母亲吧。 我没见过呀, 但是我可以帮你找。 看你这么憔悴, 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饭了吧, 坐下吃口饭, 随后我们帮你找吧。 多谢了, 可是找不到健健, 我根本吃不下饭。 那母亲倒了声谢, 便是准备离开。 叶峰抓住她的手, 手中出现了一张俘虏, 瞬间自然。 请您相信我? 那母亲一看更是白手。 谢谢, 我不需要算卦什么的。 感情她把自己当成是江湖骗子了。 叶峰无奈地摇了摇头, 再次拿出了自己的毛山天使牌。 我不是给您算卦, 只是想帮您找到儿子, 放心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 那位母亲看了看叶峰, 放在桌子上的毛山天使牌, 眼光闪烁了一下。 真的? 真的? 你看他们几位像是缺钱的吗? 叶峰指着狗哥和杜仙儿说着, 放心, 我们不是坏人, 只是想帮你。 叶峰说得诚恳, 而且, 这位母亲见他们根本不像坏人, 也就答应下来, 落了座。 但是, 却是没有动桌子上任何一口吃的, 哭哭啼啼地说了起来。 原来这个母亲名叫庄丽, 这次过来是带儿子治疗白血病的, 但是一下飞机之后, 就庄丽打车的空档, 原本跟在自己身后的儿子, 却不见了。 她查遍了机场的摄像头, 还有报了案, 但是, 那里是一个监控死角, 根本不知道渐渐去哪儿了。 她便是这样一直地寻找着, 从机场附近一直走到这里, 每个人都会问一遍, 可是依旧没有渐渐的消息。 我的渐渐。 庄丽哭得不能自己, 在场的人也是十分地动容。 你有孩子的贴身之物吗? 比如衣服之类的东西。 叶峰询问, 只要有贴身的衣物, 那依靠追气符应该没什么问题。 有, 在宾馆里面, 您可以依靠衣物就能找到倩倩吗? 可以。 叶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真的吗? 那太感谢您了, 我马上就回去拿。 庄丽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急忙起身。 我跟你一起去吧。 叶峰也是站起身来, 同时让狗哥带着他们先吃饭, 自己去就好。 在庄丽和叶峰他们交谈的时间里面, 又有一个乞丐进入到了这片繁华的时刻区。 只见此人头发极尖, 蓬乱而黏腻, 右肩早已经不知所踪, 只剩尖头有一个圆圆的肉包, 并且双脚自膝盖处被截断, 正如两根干瘦的树枝。 男子坐着的是一个搁着木板, 带着轮子的小推车, 车子前头有一根铁链牵引。 所有人都是嫌恶地看着那个乞丐, 有善良的人会丢下一块两块钱让他离开, 而他也是嘶哑着道着谢谢。 庄丽和叶峰必然需要经过这个乞丐的旁边, 那乞丐见到庄丽之后, 却是拉扯了一下庄丽的长裙摆。 庄丽是个善良的人, 而且才刚刚丢了儿子, 自然是想种些福田, 就拿出了一张十元的票, 丢到了他的碗里面。 庄丽姐, 我是你三弟。 那男子忽然焦急而又低声地说着。 庄丽愣了一下, 仔细打量起这个男人来, 随后有些惊讶。 你是庄严? 我三弟? 你不是死了吗? 别做出这种表情, 有人揭示我。 庄严低声说着, 眼神之中却全都是求助。 叶峰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 便是也拿出一张一百块的老人头, 拉着庄丽蹲在了这庄严的面前。 到底怎么回事? 我这个三弟, 是我一个本家弟弟, 自幼在乡下一起长大。 长大以后, 我们前往外地读书, 他呢, 则在初中毕业的时候, 去了东北的工厂打工。 在几年前夏天的时候, 工厂那边通知了他失踪的消息。 随后他的父亲, 及我们一族的人, 来过东北各地寻找。 都没有任何消息。 他失踪当天, 正是工厂发工资的时候。 那天, 他的女朋友和他约会, 却一直等不到人, 传呼机也没有任何回复。 随后一周, 就再也没有了他的踪影。 失踪的几年时间里, 我叔叔他们家, 不时地前往东北找寻, 却一直养无音讯。 而他的母亲, 整日以泪洗面, 失声痛哭。 最后, 却不得不当作, 他已经意外死亡了。 没想到啊, 竟然在这种地方, 这种情况遇到了他。 庄丽说完, 看向庄严。 你怎么弄成了这样, 到底知道了什么呀? 你走近一点, 快, 那时不时往这碗里放一两块钱。 庄严紧张地, 往七八米处中巴车处张望。 叶峰也是看了一眼那中巴车, 但是玻璃黑暗, 根本就看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情况。 叶峰调用凤凰梨桐, 眼中出现了一个小火苗, 才看清楚玻璃里面的状况。 只有两个男人, 在不停地看着这边。 叶峰皱了皱眉, 拍了拍庄丽。 按他说的做吧。 庄丽赶紧照做, 往里面丢着零钱。 庄严才解身起来。 原来当初他在路上被人打晕了, 往后因为剧痛醒来数次又再次晕过去。 醒来双脚和右手都没了, 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线的房子里, 待了足足有快一年的时间。 后来手脚被截断的伤口都愈合了, 就被逮到街上套钱, 满东北的到处转。 有时在中巴里边睡, 有时被带到另一个房子。 应该也有十多年了, 除了第一年那房子没记号, 每次有鸡肉吃的时候, 我就在房子墙上画一道, 总共九道。 在庄严的记忆里, 每次有鸡肉吃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 其他时间基本是馒头包子。 然后每天有固定任务, 如果讨不到额定给的钱, 会被管理他们的马仔们抽搭, 并且不给饭吃。 在整个叙述的过程里, 庄严成了典型被感染牵引的动物, 基本没有想到要下什么利于接救他的信息, 比如房子的位置, 出没的区域什么的。 而且由于不断的掉眼泪, 中巴车那两名男子发现了异常, 迅速过来质问什么情况。 我只是看着他可怜, 给他点钱用。 庄严回答这两个男子, 但是那两个男子明显极度敏感, 其中一个挡着中巴车牌, 一个快速把庄严抱起来, 准备向那中巴车里面送去。 叶峰直接一脚踹出去, 让那男人跪了下来, 同时他吃不住劲将庄严放在地上。 你找死是吧? 另一个挡车牌的男人, 见到这个情景, 立马掏出刀子, 攻向叶峰。 叶峰双指夹住刀子, 随后一脚踹出去, 让他摔出了四五米。 庄严立马尖叫起来, 那两个男人也是一起掏出了刀子。 奶奶的是个硬茬, 一起上。 叶峰怂怂肩, 对两人勾了勾手。 来啊? 那两人对视一眼, 刚想冲出去。 其中一个男人, 却是被旁边的食客伸出脚搬了一下, 立马甩了个狗坑食。 而另外一个男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便是被庄丽尖叫围过来的众人, 按在了地上。 刀子瞬间滑落到叶峰的脚下。 哼, 小兄弟, 你放心, 阿门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这俩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我帮你把他摁了, 你赶紧报警。 其中一个压在那男人身上的人, 热心地喊着。 就是, 有这种人败坏了东北人的名声, 小兄弟, 你别害怕, 这两个王八蛋啊, 他跑不了。 另一个热心的路人说着, 狗哥等人也是听到了声音赶紧过来, 看向叶峰。 什么情况啊? 没事, 抓了两个拐卖人口的王八蛋。 叶峰说着, 刚拿出手机想报警, 却忽然感觉到, 这两个男人的身上忽然出现了一丝莫名的钢气。 这钢气来得十分阴冷, 叶峰大呼一声, 小心。 但是为时已晚, 压住那两个人的热心路人全都被震到一旁。 叶峰眯了眯眼睛, 这两个人是某个修仙家族的人。 小子, 今天是你自找的。 其中一个男人手中出现了一团墨黑色阴气, 随后周围便是响起了阵阵的鬼哭之声。 奶奶他今天要暴露身份啊。 另一个男人说着, 也是手中出现了一团墨黑色阴气。 算了, 就把这俩人都抓回去做成乞丐好了, 那兔崽子长得还可以, 指不定能捞到一点钱呢。 干嘛的, 畜崽子, 今天算你不张眼, 惹了你两个爷爷。 说着, 两个人一起上, 冲到叶峰面前之后, 将那墨黑色的阴气, 一下子拍在了叶峰的肩头上。 这两团阴气透体而过, 将叶峰后门一张烧铐桌子上的皮骨盆和桌子, 悉数震碎了。 那两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这小子肩膀一定是废了。 就这样, 你们两个连助击漆都没突破吧? 叶峰淡然地说着, 抓住了这两个男人的手腕, 便是露出了森森白骨。 那两个男人愣了一下, 随后便是啊得惨叫了一声。 其实恐惧是大于痛苦的。 他们两个看到叶峰只是轻巧地一掰, 便是露出了白骨, 心中已经被恐惧填满了。 他们在地上不断打着滚, 叶峰让周围的路人报警, 同时抓住其中一个男人。 你背后的是什么人? 小子, 你别狂, 惹了我们阴鬼宗, 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阴鬼宗? 叶峰嘴角微微高气,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狗哥查不到阴鬼宗的经济来源, 没想到, 竟然是通过拐卖人口得来的。 叶峰将那男人摔在地上, 同时走到庄严的面前。 像你这样的人还有多少? 庄严见叶峰和庄丽在一起, 再加上出手相救, 已经是喜结而起, 立马回道。 有好多, 我们都被关在一个小屋子里, 不单单有我们这样的大人, 还有许多孩子。 孩子? 叶峰皱了皱眉? 对, 就是孩子, 他们会租赁, 甚至收购残疾儿童。 另外, 有些未婚先育生的孩子被气掉了, 他们要是得到消息, 会想办法买回来。 一旦落到他们手中, 这个儿童终生就算残疾了, 好孩子也得给搞成残疾啊, 只要是残疾的, 残疾的越狠越值钱, 用他们的好话, 叫相好, 包相包得好, 这叫相, 相长得越惨越丑越能来钱, 要不然就是拐卖孩子。 最近小黑屋里还被弄来一个孩子, 长得可漂亮了, 说实话我一看就很亲, 但是腿和胳膊已经被他们砍下来了, 每天只是上了些简单的药, 这才两天已经流浓了。 这没办法, 因为孩子容易得到别人给的同情钱, 腿越烂越流浓, 孩子越惨就越赚钱。 叶峰心中一动, 起了一个很不好的想法, 他拿过庄里手中件件的照片, 给庄严看。 你看看那里边有这孩子吗? 那庄严一看便是惊呼了一声。 对, 我刚才说那新来的孩子就是他。 庄严一听这个, 整个人便是晕了过去。 杜仙儿赶紧扶着他, 才没有让他摔倒。 我的孩子, 我的亲姐啊。 庄严几乎失去意识的喃喃着, 庄严也是反应过来。 他, 他是我外甥。 没错。 叶峰也是恨恨地咬了咬牙, 将照片放在了地上。 你能找到那小黑屋在哪儿吗? 庄严听到这个男人是他的外甥, 也是泪眼纵横。 不能, 每次出来回去我们都会被蒙住眼, 再加上那中霸车的墨色玻璃, 根本看不到外边景象啊。 好, 我知道了。 叶峰隐忍着愤怒, 猛地站起身, 过去踩出其中一个男人的断骨。 你是说阴鬼宗会找上我们的麻烦, 对吧? 那个男人的断骨被这么一踩, 更是凹的一嗓子喊了出来。 对, 你给我等着, 老子一定要把你砍死。 叶峰已经是处理了愤怒, 但是道心却是让他依旧保持着极大的冷静。 好, 我给你这机会。 他一把将那男人从地上抓起来, 丢到中霸车当中。 就现在, 我一个人, 你要带我去你们那个放乞丐的小黑屋。 凭什么你要老子带你去, 就带你去啊? 那男人依旧是嘴巴很硬。 叶峰直接抓住他的另一只手腕, 只听嘎巴一声, 再次掰出了森森白骨。 你说凭什么? 叶峰冷冷地说道。 那男人啊得恐惚了一声, 差点晕死过去。 好, 你说的, 老子带你去, 你别怂。 好, 我不怂。 叶峰冷笑了一声, 看了胖子一眼, 胖子立马会议。 在叶峰开车离开之后, 胖子便是让狗哥带着杜仙儿和张灵修开车先去。 他在这里等着警察, 随后带着警察过去, 断了那拐卖至残人口的老窝。 狗哥点点头, 过去开了一辆车, 开始远远地跟在叶峰的后门。 叶峰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后视警, 确定人跟了上来。 好小子, 你等着吧, 那个地方我们阴贵宗的大长老压阵, 你又怎么会是对手? 那男人想着, 索性就将那小黑屋的真实地点告诉了叶峰。 叶峰也不害怕他撒谎, 因为在刚才摆断他手掌的时候, 已经是在其中下了一种拘魂服, 如果他撒谎就会承受拘魂之苦。 但是, 全程都没有显露出他拘魂的模样, 叶峰便是知道这小子没撒谎。 既然这么大方地敢带自己过去, 就证明那小黑屋之内一定有他的养着, 这不定就是地久魔神。 如果真的是, 那就索性改变计划好了。 这也是叶峰给胖子用眼神带上张领修等人的原因。 开了大概一个小时, 车子在一个郊区的巨大院子外停了下。 叶峰单手将这男人提了脚, 抓着他走了过去。 面前是一道大铁门, 叶峰没有客气, 直接一脚就将铁踹开了。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让院子里面原本黑油油的屋子全都亮了起来, 唯独最靠里面的屋子没有亮灯。 看来那就是小黑屋了。 什么人? 这听哗啦一声, 许多人从那屋子里面冲出来, 手中提着钢管砍刀之类的东西。 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什么都没拿。 他把咱们的摇钱树抢走了, 还把我的两个胳膊打成这样, 兄弟们, 一起上, 这小子就自己来的。 那个男人喊着。 叶峰冷笑一声, 猛地将他踹向人群, 随后做了一个太极棋手势。 来啊。 你找死。 那些拿着砍刀钢管的人一拥而上, 叶峰只是用一只手便是在那刀光剑影当中游刃有余, 同时一一将那些人全都击倒在地上。 不需要五分钟, 这些一拥而上的人便是全都躺在地上哀好了。 原来是道友, 用太极棋树打些普通人, 又有什么英雄的呢? 一道声音响起, 那些没有拿武器的人自动让开了一条道路, 一个头发花白, 身体却十分硬朗的男人缓步走出来, 对那叶峰呵呵一笑。 叶峰根本没搭理他, 直接冲过去。 这老者摆摆手, 周围的人立马结成了一道铜墙铁壁, 同时无数的引起正在连接, 强大的气息还是溢了出来。 这防御阵法乃是阴鬼宗之心秘, 在当初的时候可以经受住一辆十速一百二十码的小轿车撞击, 可谓真正的铜墙铁壁。 这个老者有信心, 叶峰根本不可能突破这道平常。 可是现实是残酷的, 叶峰只是看似轻轻的一掌, 便是将那些截阵法的人全都击溃了。 同时右手猛地抓在了老者的脖子上。 老者虽然根本没有防备, 但是反应却是十分的迅速。 他脚步点地, 快速向后撤了一步, 随后一道招魂帆便是出现在了手中, 阻挡住了叶峰的这一桌。 殷鬼宗招魂帆, 师妹王良来相见。 老者怒吼着, 随后叶峰的四周起了一阵鬼哭狼嚎之音。 郭扫! 叶峰立贺一声, 其中夹杂着毛山天师之威和一品音匠之能。 几乎只是发出了一声喊, 便是将那些声音全都给吓退了。 你! 那老者的惊讶还没显露出来, 自己的脖子便是再次被叶峰抓住, 猛地按在了地上。 记住了, 滨海盗盟之主叶峰特来拜会殷鬼宗, 这就是送你们的见面礼。 叶峰说着, 大把一声响, 那老者便是睁大着眼睛, 没了声音。 叶峰起身, 随意地向周围看了一眼。 你听清楚了吗? 大长老还不到一分钟就被秒杀了, 他们全都杀了, 只是呆滞地点点头。 那就滚吧。 叶峰摆摆手, 这些人如萌大赦, 赶紧向他门口跑过去。 等一下。 叶峰忽然发出一声喊, 这些人全都吓尿了, 战也不是, 跑也不是。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一辆车忽然停在了他们的面前, 猛地打开了汽车的前大灯。 突如其来的灯光照射得他们都睁不开眼睛。 叶峰, 来啊。 狗哥从车上跳下来, 关切地问。 刚才跟车到了偏僻地方的时候, 狗哥为了不被发现, 就把大灯给关闭了, 导致晚来了几分钟。 叶峰比了个OK的手势, 意思是全都解决了。 你们带上这货。 叶峰说着, 指了指地上的那两条胳膊都被自己废了的男人。 都有您喊着我们只是为了这个吗? 其中一个人小心翼翼地问。 叶峰点了点头, 众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差点被吓死。 他们七手八脚地将人抬了起来, 随后狂奔逃命去了。 叶峰对张灵修使了个眼色, 张灵修点了点头, 便是不远不近地跟踪了上去。 叶峰拿出手机给胖子发了个定位, 随后便是朝着那小黑屋中走过去。 打开门的瞬间, 先是一阵恶臭扑面而来, 随后看到的便是横七竖八躺着的各色乞丐。 叶峰一眼便是寻找到了那个叫做健健的小男孩。 他缓步走过去, 抱起健健, 他的右手和左腿全都被人砍了下来, 上面只是做了简单的纱布包裹。 东北的天气现在已经是有些炎热了, 上面已经是流出了黄黄的浓汤, 不停地散发着恶臭。 叶峰把手放在健健的颈动脉上, 这孩子本身就是白血病, 再加上受到如此大的创伤, 却没有用特殊的止血方法, 已经是失去了呼吸。 人各有命, 叶峰也是无力回天了。 他有些沉默地站起身, 这种沉默, 是那种愤怒到极点的沉默。 随着外面的警惕声响起, 庄丽也是到了这里, 看到渐渐的尸体之后抱头痛哭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庄丽声嘶力竭地哭泣, 每一声都撞在叶峰的心头。 他轻轻地拍了拍庄丽的肩膀。 我一定为他报仇。 庄丽只能是无助地点点头, 但是随之而来的, 还是失声地痛哭。 叶峰走到胖子身边, 胖子正在看着警察将那里面残疾的乞丐, 一个一个地搬出来, 嘴里叼着一根烟。 人为什么可以坏到这种地步? 胖子忽然开口, 叶峰也没办法回答胖子这个问题, 他只好回道, 人之初性本恶, 这些话我在机场时候就说过了。 他猫子别让我逮着那帮王八蛋, 要不然我见一个杀一个, 人贩子都他妈该死。 这种人贩子还把人做成乞丐, 残疾, 那更是千刀万剐。 胖子说着, 蒙得将烟头摔在地上。 没错, 他们该死。 叶峰也是眼神一灵, 殷鬼宗他图定了。 等所有人全都离开之后, 狗哥还有庄历去警察局做笔录, 而胖子叶峰杜仙儿则留在这里, 等待张灵修。 这殷鬼宗想来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叶峰忽然说着, 是吗? 原来人在几百年前就这么坏了。 胖子依旧是吊着一根烟, 有些无奈和愤怒地说道。 记得清代刑案惠篮, 里边就有清一代刑事案件的集成记录。 财生哲格一栏, 有一个案件名字叫 《弥拐幼女哲格拨古令其话前》记录如下。 广都附提, 林亚贵与其梁氏同李亚三假传各处其事。 施李亚三在图间有毒蛇, 一几前有不识姓名花子传说可以作药迷人。 遂将蛇几死为灰, 携回船内与林亚贵商量, 弥拐幼孩。 带船至开平线署, 是该村作战初会。 林亚贵起义, 令其梁氏扮作梁家妇女看会, 接予迷药, 弥拐幼孩。 梁氏住街, 见臣后, 从侄女陈亚对持钱买饼, 梁氏将药放于陈亚对头上, 用手抚摸, 陈亚对昏迷, 跟梁氏走至船边。 林亚贵强抱下船, 陈亚对叫汉, 梁氏手眼切口, 当即开船, 行至偏僻河面。 林亚贵令梁氏, 将陈亚对捆树, 冠业蒙汉要酒。 梁氏将船板压住陈亚对脊背, 林亚三捉住手脚, 林亚贵用剃刀, 先后割断陈亚对手脚割筋, 梁氏附持针赐下陈亚对两眼, 制成剥骨, 玉途教化前文, 一共实用。 四传至新会县城, 林亚贵将陈亚对背负上街, 令其求画, 时有陈后, 从林村医生邓荣宗在笔卖药, 认识陈亚对面貌, 寻知情有报之访训, 或反深贡布。 陈里亚三, 兼必不意外, 查林亚贵粮食, 迷拐陈亚对, 割金刺眼, 令其画钱, 非为妖术火人, 若以财生, 折割率以凌迟, 四数过重, 若紧照迷拐之力, 分别矫浅, 致折割于不论, 未免过轻。 查强盗率内, 若以迷药, 图人财者最同, 但是财者皆占等于。 林亚贵粮食, 将陈亚对折割, 与其画钱供给食用, 施予以药, 迷人图财者, 事已而情统, 将林亚贵粮食, 具比率, 拟以斩绝等因。 映如所提, 毕照以迷药人图财斩绿, 军尼斩绿绝, 其货传之, 便驾给付陈后, 从未一女一时之姿。 林亚贵幼子, 上发养育, 躺收养。 这也是东北地区最早说的, 拍花子的拐卖形式。 不过近些年来, 随着治安环境的提升, 已经很少了。 我没想到这阴鬼宗竟然依靠修仙家族的力量, 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我当时还想过, 地九魔神不可能会选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家族。 现在看来, 这阴鬼宗恐怕不但不小, 底蕴应该也是十分深厚。 只不过一直做的是见不得人的勾搭, 才不被银行和天下人所知。 等老张回来, 你准备怎么干? 还等什么拍卖会吗? 哼, 我等他大爷的拍卖会, 直接去银鬼宗, 把东西抢过来也就行了。 做了这种事还想立足于天地之间, 我叶峰第一个不答应。 好, 我胖子第二个不答应。 杜仙儿确实愁容满命。 林修哥哥为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回来? 现在老张已经变成了鬼方北地, 你还担心他吗? 叶峰笑着说, 该担心的是那帮鹰鬼宗的兔崽子。 叶峰正在宽慰着杜仙儿, 远处便是有一道黑眼冲了过来, 正是张领修。 跟我走。 张领修说了一声, 便是再次奔跑出去。 哦, 对了, 阿峰, 拿上这个。 胖子过去从狗哥的车里, 拿出了销炼剑侠。 刚才等你们的时候, 我回去帮你拿了一下。 叶峰点了点头, 开始追了上去。 鹰鬼宗内, 点点绿色的鬼火, 正在不停地, 冥冥闪烁着。 曲伯源对着手下一个 穿着黑衣蒙面的人问, 叶峰上钩了吗? 上钩了,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过来了。 那就好, 拍卖会的事宜准备得怎么样啊? 已经全都准备好了, 只要陪家人出嫁, 就一定会有咱们的内部人加嫁。 这雷霆都思印对他们十分重要, 相比陪家会倾尽全力。 那就好, 等掏空了陪家, 将第一拍卖行的名头揽过来, 咱们鹰鬼宗 也不用做那见不得人的生意了。 曲伯源点点头, 摆了摆手, 让那人退下, 同时对身后恭敬地作了个一。 已经全都准备好了, 只等拍卖会结束, 一切事情稀疏可以达成啊。 那个地方布置得怎么样啊? 那黑影冷冷地问, 绝对没问题, 里面全都按照拜蒙摸审的意思布置好了, 那叶峰定然是走不出来。 好了, 那边的事情交给我吧, 你专心夺了那陪家资源。 那黑影瞬间消散, 曲伯源也是抬起头, 嘴角露出一丝阴侧侧的笑意。 张灵修一直带着众人奔跑着, 随后到了一片乱葬岗当中, 那乱葬岗之内漂浮着无数的鬼火。 张灵修在墓碑和鬼火中不停穿梭着, 随后到了一座较大的墓碑前。 在那墓碑上抚摸了一下, 那后面的坟包便是忽然打开了一桶门。 他们就尽到了其中。 张灵修说着, 叶峰点了点头。 同时, 有一件事也是让叶峰十分的幸运, 那就是张灵修好像没有那么二杆子了。 他做成了北方鬼地, 拥有比之前更强大的力量, 但是形势上却是更加缜密的情况。 这和他的性格有关。 这个冷漠了几千年的男人, 也终于是明白了朋友存在的必要性。 这是他性格转变踏出来的第一步。 我走在前面, 胖子跟在我身后, 老张留在墓尾。 叶峰说着, 闭上了眼睛, 再度睁开了眼, 瞳孔当中便是闪烁出了两团火红色的火苗。 叶峰发现, 这凤凰梨桶不单单拥有攻击的效果, 更是拥有牧师黑暗的效果。 在黑暗中看东西和白天一模一样。 胖子他们就不行了, 在叶峰的身后拿出了手机充当手电筒, 跟着叶峰一起走到这坟包当中。 这坟包之下是一道长长的阶梯, 明显是人工开造出来的。 这阴鬼宗为了隐藏自己, 下的本儿可够大的呀。 胖子看着那前面, 根本就看不到头的阶梯。 越是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够大, 就越喜欢将自己隐藏起来。 行了, 现在不要出声了, 以免打草惊蛇。 胖子恩了一声, 便是和叶峰一起走了下去。 大概持续走了十二个小时, 胖子的肚子已经是忍不住的咕咕叫了。 他拍了拍前面叶峰的肩膀。 老峰, 这尼玛阴鬼宗挖到地底了吧, 怎么还没到头呢? 但是前面的人根本没有回答胖子, 而是自顾自地走着。 胖子再拍了叶峰一下。 峰子, 你呀说句话呀, 现在胖爷我快饿死走不动了, 能停下吃口饭吗? 胖子的这一下力气用得有些大, 前面的叶峰缓缓回过头来, 结果竟然是一个骷髅的模样。 双眼凹陷, 颜骨突起, 下巴更是脱落下来。 胖子倒吸一口凉气, 一屁股坐在地上。 仙儿, 老张, 你们看夜风。 胖子说着, 手机打向后方, 却发现原本跟在后边的张灵修和杜仙儿, 也是同样变成了骷髅的模样, 根本没打理胖子。 直直地从胖子身边走过去, 跟上了夜风。 哇, 那个妈妈。 胖子惊叫了一声, 这你妈怎么回事啊? 但是没有人回答他。 他用手机看着四周, 依旧是那不停向下的阶梯。 乌鲁偏锋连夜雨, 手机在十二个小时的照明功能之后, 也是啪的一声, 自动关机了。 哇尼玛。 胖子看着自己手中的手机, 掏出了清悬印, 咽了口唾沫, 给自己鼓了一下勇气, 开始向后反走, 想登上地面, 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杜仙儿穿着高跟鞋, 走路走得已经是十分的累了, 但是他依旧坚持着不说, 一直到哀哟一声, 脚弯崴了一下, 差点摔倒。 还好后门就是灵修哥哥, 才没有让他摔倒在地上。 灵修哥哥, 谢谢。 杜仙儿温柔羞涩地说着, 眼神飘向了张灵修, 但是映入他眼帘的, 却不是那一张 让自己浑浅梦绕的面孔, 而是一张狐狼的面孔。 杜仙儿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向侧面一跃, 卫月公已经是拿到手中, 瞬间拉开, 上面出现了一只剑。 你是谁? 杜仙儿立声问出, 但是那张灵修似乎根本不想回答, 继续和叶峰还有胖子, 向下走着。 杜仙儿大喊了一声, 叶峰, 你聋了吗? 林兄哥哥不见了。 叶峰也是缓缓地转过头, 同样的骷髅面孔映入杜仙儿的眼帘。 杜仙儿惊讶地娇喝一声, 瞬间脸射出三只剑, 但是这三只剑全部都落到了他们的身上, 没有伤害到他们的蜃猴, 且没有受到阻碍一般继续向下走着。 杜仙儿大惊啊, 看着这周围的阶梯, 鬼月弓上也是出现了一只剑, 常准备着射出去, 开始向上走。 张灵修一直走着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一丝不对劲了, 手中的鬼王剑一下横扫了出去, 将面前的骷髅全都扫灭了。 张灵修看着这三只散落的尸体, 看了看身后, 收起鬼王剑向上走了过去。 叶峰向前走着, 就怎么感觉一直到不了头的样子呀。 他自顾自地说了一声, 胖子, 你说这群王八蛋会不会挖到地心了? 咱们走了又近百公里了吧? 何止啊, 感觉都两三百公里了。 胖子的声音回答着, 奶奶这帮人至于吗? 挖这么深搞毛呢? 叶峰无奈地说着, 向侧门一靠停下了脚步。 胖子你最近体力真够可以的, 到现在肚子都没饿。 叶峰停下脚步之后, 跟在他身后的胖子、 杜仙儿、 张灵修也一起停下。 当然了, 我最近可是在加紧锻炼。 胖子笑了笑。 饿不饿呀? 不饿, 我这浑身的肉。 胖子拍了拍自己肚子, 发出了西瓜熟了一般的声音。 真不饿? 真不饿。 那行吧, 咱们继续走。 叶峰说着, 对张灵修喊了一声。 杜仙儿一直穿着高跟鞋, 走了这么多路, 老张你也发挥点身世精神, 抱着你一段。 张灵修也不说话, 杜仙儿也是保持着肩膜。 在光显的黑暗处, 叶峰发现, 杜仙儿的表情竟然是丝毫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没有凤凰离同, 叶峰也不会看到这细微的表情变化。 但是既然让叶峰看见了, 他心中便是有些奇怪。 这算怎么回事啊? 杜仙儿竟然在字里说, 要老张抱他之后, 没有任何娇羞的情绪表现, 有些反常吗? 胖子,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我穿什么衣服吗? 叶峰问, 你干嘛问这个? 感叹人声。 叶峰假装黑黑笑了笑。 粉红素的兽衣就像变态一样。 叶峰点了点头, 再问向杜仙儿。 啊, 仙儿姐, 咱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场景你还记得吗? 杜仙儿巧笑奄然。 老张,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张灵修沉默一对, 没有说话。 没有说话, 就是正常的呀。 老张向来不喜欢说话, 此时不回答也算是正常。 叶峰嗚了一声, 有些奇怪地回过头。 这一切正常之下, 叶峰却又是实在感觉不正常。 再往下走一阵, 叶峰才感觉出哪里不正常。 他们的确都将当时的情景说出来, 但是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假如自己突然发问, 以及说感慨人生的话, 胖子不可能不和自己插颗打魂, 然后追问自己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而且连续走了十二个小时, 后面这三个人就连胖子都没有提出任何的疑问, 这很不正常啊。 自己那个感慨人生的话题, 也就是跟胖子斗着乐。 杜仙儿不可能打理自己这么无聊的问题。 更何况, 杜仙儿的眼中只有张灵修, 会那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自己时候的场景吗? 连衣服都记住, 就好像刻意在证明什么一般。 她的手猛地敲击剑侠, 萧领见了荧光迸射出来, 向后也挥。 杭子后撤了一步, 同时, 张灵修杜仙儿忽然露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缓缓地隐没在了墙壁当中。 叶峰眉头一紧, 事情好像有点麻烦。 叶峰的第一反应, 就是自己中了阴鬼宗的拳头。 这一直向下的阶梯有问题, 而且假如只是自己和众人走散了倒还好说。 张灵修和杜仙儿能保证胖子的安全, 最怕的就是四个人各自走散。 最糟糕的情况是, 他们三个人当中可能已经有人死了, 最先死的可能就是毫无斩摸能力的胖子。 张灵修和杜仙儿至少还能有些自保能力。 叶峰看了看, 依旧无限向下的阶梯, 第一反应, 会不会是鬼打墙呢? 他手中捏出了一张破魔符, 随手甩出去, 但是破魔符却是安安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鬼打墙这种东西, 不论多强大的妖魔释放出来的都是大同小异吧。 毕竟鬼打墙的本质也只是一种障眼法, 破魔符都能够将其完整地消除, 而且自己现在已经是拥有了小城的凤凰梨童, 鬼打墙这种障眼法应该是挡不住自己的,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这阶梯有问题了。 叶峰忽然想起地久魔神拜蒙, 在西方的神话当中号称主天使之王, 他在科学、艺术、秘法方面造诣很深, 而且能把这些知识在一顺受于人类。 难道是科学和秘法的结合? 叶峰想着,摸向阶梯, 同时在上面抠了一个小洞, 随后施展茅山神兴部快速向上折返。 胖子又是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却是依旧看不到上面洞口的阳光。 他的体力已经是消耗殆尽了, 一屁股坐在那阶梯之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这一次出来, 原本以为短时间就能结束, 谁成想着了道啊? 他根本没有带任何干粮, 只能是磨出一根烟点上, 缓慢地恢复体力。 一个细弱的声音, 忽然从胖子的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吓得胖子直接站起来, 惊涕地看着四周。 失去光源的胖子, 只能是点燃了打火机充当照明, 不停地观察着四周。 这种滋拉的声音依旧是不觉于耳。 胖子咽了口唾沫,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拔腿继续向上奔跑。 叶峰也是在进行了接近两个时辰, 他停下了脚步, 看到了自己之前在这里留下的一个圆形缺口。 原来如此啊。 叶峰明白了过来。 毛山神行不知快, 叶峰足足行进了应该有一百公里左右。 照理说, 他应该看到当时下来的木门光亮了, 但是没有看到, 而且还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 这种设计在科学中是有迹可寻的, 叫做横螺丝阶梯。 横螺丝阶梯是一个有名的几何悖论, 指的是一个始终向上或向下, 但却走不到头的阶梯, 可以被视为横螺丝三角形的一个遍体。 在此阶梯上, 永远无法找到最高的一点或者最低的一点。 彭罗斯阶梯由英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及其父亲, 遗传学家利昂尼德·彭罗斯于1958年提出。 只要人走入彭罗斯阶梯, 就可以永远地沿着他转圈, 但却总是在向上攀登或者是向下行走。 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原来的位置, 这可能吗? 严格意义上来说, 彭罗斯阶梯不可能在三维空间内存在, 但是只要放入更高级的空间, 彭罗斯阶梯就可以很容易地实现。 第九魔神乃是精通科学的魔, 如果他将这里营造成四维空间, 那这阶梯也就成功了。 叶峰猜想应该是在四人下来之后, 就在每个人和每个人的中间形成了一道思维平常, 同时将四个人引入另外一个四人为空间的彭罗斯阶梯当中,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 第九魔神想困死他们, 叶峰盘膝坐下, 这个时候再无脑地奔跑, 只会白白浪费自己的体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想出如何走出这彭罗斯阶梯, 或者说走出这里的四维空间。 首先叶峰要先调整自己的视觉, 人类生活的空间是三维的, 但即便的世界都是透明的, 我们的视觉也只能是二维的。 所谓景象的立体感, 也不过是经过大脑的经验处理过的。 因为视觉被压缩, 导致三维变二维。 我们虽然只能看到二维图像, 但通过视觉焦距调整这一维视力来看清远近, 弥补了二维变成了三维。 怎么才能看到四维呢? 再加上一维进入四维呢? 是不是从视觉上讲, 再加上视角一维就行了呢? 也就是同时从不同角度看到同一事物, 包括其内部。 要不就是再加上时间一维, 把时间停下来, 慢慢地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事物, 包括其内部。 这需要一定的训练时间。 叶峰将手机拿出来, 放在自己的身前, 先用这手机练手, 用两种方法不停地看一下。 如果能看到手机的四维状态之后, 自然也可以看到这里的四维状态, 从而想办法走出去。 杜仙尔揉着脚, 已经是向上走了七个时辰了, 但是却依旧看不到顶点。 这里实在是太邪门了, 而且不停地攀登, 对于习惯穿着接近八厘米西高坑的杜仙尔, 也是有些吃不消。 他也在猜想, 这是不是鬼打墙啊? 弯弓打箭, 嗖的一声, 便是给箭矢射出去, 但是那箭矢却是没有射中任何的东西, 不是鬼打墙。 杜仙尔瞬间泄气了, 但是这射在墙上的这一箭, 却也是让他在五个时辰后发现了 自己是在转圈圈的事实。 叶峰已经参悟了整整十二个时辰, 终于将凤凰梨桶自如地加上了一个维度。 他猛地睁开眼, 眼中的凤凰梨桶火苗更甚, 同时他也看到手机内部的电池芯片等等 各种东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赶紧看向阶梯, 果然发现了自己这个阶梯是呈现独立的状态, 悬浮在空中一般, 甚至他透过自己的阶梯还看到了上面有一个同样的蓬螺丝阶梯。 上面胖子在亮枪地不停奔跑着, 胖子! 叶峰的这一声喊, 胖子自然是听不到的, 这也只是叶峰心急的遗憾。 他们四人当中中中招最大的就是胖子了, 他现在正在不停地消耗着自己的体力, 如果时间再晚, 恐怕胖子都要被活活累死在里面了。 叶峰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如何穿透这四维空间, 进到胖子所在的那个四维空间中。 毕竟, 现在叶峰只是看到了四维, 自己的身体还是三维的状态, 想要穿过去并非一事。 叶峰不停地在脑海中思索关于四维的事情。 几千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就有如上的感叹了。 只要是有躯体的生命, 比如人、动物, 一般都只能生活在三维世界里。 进入四维世界主要有两种方法。 阶段生死后失去身躯, 即可进入四维世界。 运动速度起步就是光速。 另一种方法, 依靠过去生修炼或这一生的修炼, 能主动或者被动地降低身躯阳性的功能, 将阴性功能提升起来, 而在一段时间内能进入四维世界。 而第二种方法, 叶峰连想都没想。 自己修炼上经雷法几乎是致阳之体, 想要降低阳性功能, 无异于暂时废了自己的一身修为。 这样就算阻止了胖子, 依旧是带他们走不出这四维空间的蓬罗斯阶梯。 所以只能是第一种。 因为人的学习能力强, 若想提升生命层次是最容易的。 所以, 相比而言, 学习进步慢的其他生命, 仅能进入四维世界的生命。 比起三维世界的人类, 也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毕竟, 还有生有死, 不能了脱生死循环。 只有超越五维世界, 彻底脱了生死, 生命才有真实的价值。 那也就是进入语化境。 想进入四维空间, 说难它就很难, 说容易也很容易。 没有悟性的人是进不了四维空间的。 古王今来, 多少高僧大德, 多少名人驾客, 想要成道成仙的有多少人, 而真正能够突破四维空间的人, 恐怕也就是寥寥无几。 一万个人当中, 也许就那么一两个人。 现在是末法时代, 灵气匮乏更不用说了。 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 一切皆有定数。 叶峰想着, 看来只能是进入一种超越光速的状态, 才能暂时冲到四维空间当中了。 现在迅雷模式, 即便是开启到最大, 也只能是无限接近于光速。 要想依靠肉体繁胎超越光速, 这在科学上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叶峰修炼的是道法, 那就不能以科学度质了。 他闭上眼睛, 只希望胖子能够再坚持久一点, 让自己领悟那超越光速, 挑出四维空间的法则。 张灵修坐在阶梯上, 正在调膝运行周天, 他很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了, 已经发现了, 这只不过就是一个奇怪的圆圈而已。 张灵修的行事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破坏。 他在这儿已经足足攻击了十个时辰, 但是奇怪的是, 自己不论将阶梯破坏成什么样子, 底下依旧露出了新的阶梯。 在他不断向下跳跃的过程当中, 又回到了自己最开始的阶梯处, 那就证明这阶梯不论上下左右任何方向, 都是一个巨大的圆圈。 张灵修虽然活了几千年, 但是科学这种东西也才是近几百年兴起的, 他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他相信叶峰一定能够突破出困境, 那小子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现在要做的就是打坐调席, 将刚才破坏阶梯的力量恢复过来, 等待叶峰的到来。 看来这阴鬼宗吸引过来的阴行大家, 还真是不少啊。 裴老太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的景象喃喃着, 此寒却是对此没有太多概念, 只是有些好奇地看着那大大小小的豪车。 来东北已经三天了, 天师哥哥的电话也打不通, 看来天师哥哥有事情忙, 根本没有到东北吧。 不过来再多的人也没用, 这雷霆都思叶, 黑家志在必得。 裴老太冷冷地想着, 在车体温之后, 便是有一个黑衣军为他来开门, 在四寒的搀扶下, 两人下了车。 东北胡家到, 南阳阮家到, 神肖派到。 迎接的阴鬼宗人员挨个抱着名单, 裴老太皱着眉, 看来不单单是修仙修真家族, 许多门派也参加了这雷霆都思印的角逐。 但是裴老太, 牧师之内却是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熟人, 看来都是让小辈来的, 这也属实正常。 真正的雷法大宗, 比如神肖派, 门内法器无数, 对着雷霆独思印, 想来也不是制裁必得的状态。 而且, 冲和子刚刚现实不久, 神肖派也没那么大的精力去准备这件事。 而不修炼雷法的大宗, 自然不会对着雷霆都思印太过纠结, 能够得到最好, 得不到也就算了。 如果不是四汗身上有乖龙, 裴老太也不会亲自出马, 过来拿着雷霆都思印了。 而且他的唯一竞争对手, 只是一些修炼雷法的修真家族, 或者修仙家族罢了, 裴家自然不惧, 等裴老太到那阴鬼宗守门人面前的时候, 那守门人也是恭敬地做了个鸡手。 反武流行, 裴家老太太亲临! 报号比平常的门派, 或者宗门的小辈要高一个多。 裴老太已经是这个岁数了, 自然对这些礼仪之事看得比较重。 他点了点头, 对着殷鬼宗表示了赞赏, 随后便是带着四汗走了进去。 那守门人回头看了裴老太一眼, 嘴角露出一个银测测的笑容, 此时的捧就是为了等会更好的杀。 这排卖会会场的规格虽然不能和裴家相比, 但是也算不小了。 裴老太被让进了顶层的包厢之内, 随后上了一壶好的大红袍, 再放下了一盏红色的灯笼, 同时允许四个黑衣军进到包厢中侍奉。 这一灯笼便是天灯。 对于裴老太, 这种家族宗门自然是有资格点天灯的。 拍卖会喧闹渐渐安静下来, 接下来便是拍卖的流程。 裴老太也知道, 前面都是一些小玩意儿, 索性连看都不看, 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四汗也是将怪龙叫了出来, 陪着自己玩耍。 小怪龙, 你说天使哥哥会在哪儿呢? 雷霆都思应, 应该会对他有用的吧? 他为什么不来呀? 四汗好想他呀。 四汗说着, 怪龙也似乎听懂了他说的话, 在他的周身转了一圈, 时不时地触碰到四汗的痒处, 逗得他哥哥发笑啊。 叶峰睁开眼睛, 他尝试了一种方法, 但是不知道这种方法到底可行不可行。 以往自己释放迅雷模式, 可以说就是依靠预见绝在体内生成所产生的巨大动力来完成的。 上青雷法到达接近光速的速度, 依然是极限了, 没有了再次提升的可能, 所以叶峰将目光放在了黄火之力上。 这一次的尝试如果要用比喻的话, 就是将原本上青之力这个发动机再次融合进了黄火之力, 两个力量一同驱动, 让自己达到了超越光速。 这也是叶峰的第一次尝试, 至于能不能成功, 恐怕还要看命了。 叶峰想着, 便是看着上面那阶梯已经泪瘫在地上的胖子, 咬了咬牙, 在体内瞬间生成了雷电之剑。 他的周身开始爆发出蓝金色的雷电, 不停地琵琶作响。 与此同时, 他展开了自己的黄火双翼, 同时将火精的力量与上青雷法融合在了一起, 就像是大马力的车, 忽然给了一脚油门一样。 叶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之内, 上青雷法的力量正在和黄火双翼不停地对撞燃烧。 叶峰脚步踏地, 随后只剩下了点点的火雨。 胖子已经是泪瘫了, 胖子那阶梯上正在不停地喘着粗气, 他的嘴唇已经开始裂了, 双腿不停地打着颤, 长时间的奔跑让胖子连汗都没有了。 那滋啦滋啦的声音依旧是响着, 胖子也是把心一横, 你奶奶是鬼是魔你出来溜溜, 胖爷我不弄死你我就跟你性。 哎, 累死老子了, 你就算再吓唬老子, 老子也不跑了。 胖子闭着眼睛说着, 忽然感觉到自己身边起了一阵风, 随后还有一股黏沥沥的液体喷在了自己的脸上。 黑暗当中胖子什么都看不清, 但是钻进鼻息当中的那股铁骚性味, 还是让他分辨了出来, 这你妈是血呀。 我还领妈妈哟, 胖爷让你来你还真的来哟。 胖子吓得直接踉跄着滚下去, 现在的他也只有滚的力气了。 一只手忽然抓住了他的脖领子, 直直住了他向下滚的身形。 三清阿弥陀佛, 耶稣圣母玛利亚, 胖爷我他妈跟你拼了。 胖子说着, 拿着自己腰间的清悬印便是拍向那只手, 但是另外一只手却是阻止住了他。 你大矮的是老子? 叶峰的声音响起, 让胖子的心瞬间落下, 但是又猛地提了起来。 真叶峰假叶峰, 假的, 专门过来收你这条命的。 叶峰没好气地说着, 这句话倒是让胖子安下心了, 的确是叶峰那欠奏的说话方式。 他已经拿出了燃油烧尽了的打火机, 用力打了几下火石, 有点点的火星窜出来, 也提供了短暂的亮光, 让他看清了叶峰的容貌, 不是骷髅。 但是叶峰的嘴角还是流着阴红的鲜血, 面容憔悴。 胖子连忙问, 怎么了你, 为了救你差点死了。 叶峰回答, 这黄火之力和赏青雷法融合的方式, 的确是能够让迅雷模式变成超光速, 但是这超光速对身体来的负荷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哪怕是叶峰都有些扛不住。 他运行了一段时间的周天, 再次用凤凰梨桐看向上方, 看到了杜仙儿在那蓬罗斯阶梯中打坐, 胖子抱着我, 别睁眼啊。 叶峰说着, 准备再次释放那超光速的迅雷模式, 好嘞。 胖子一下抱住叶峰的腰部, 随后叶峰展开了黄火双翼, 让那力量瞬间爆发出来。 杜仙儿打着坐, 已经将那崴了根的高跟鞋丢掉了。 这里阶梯是一个奇怪的无法理解的圆环, 揍再多也没用, 他相信自己最强的灵修哥哥一定会来救自己的。 这时, 只听嗖的一阵风声, 在杜仙儿的身边呼气, 同时还有呜的一声, 那一声十分的熟悉, 是胖子的。 灵修哥哥, 是你来救我了吗? 杜仙儿一阵欣喜啊。 不是你最强的灵修哥哥, 而是你可爱的叶峰弟弟。 叶峰的声音再起, 同时摸了一把嘴角的鲜血。 这迅雷模式瞬间爆发的力量太大, 简直让人难以忍受。 蜂子, 能慢点吗? 我他妈晕车了。 胖子继续呕了一声, 已经三天没吃饭的他早就没东西可吐了, 吐的也只是绿色的胆汁。 这是怎么回事? 灵修哥哥呢? 在你上面, 等我调戏一会儿就冲上去。 叶峰说着, 潘西坐了下来, 同时让胖子和他解释关于这四维的事情。 胖子也是一知半解, 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博学多才, 把这四维说得是极其的弯弯绕。 等叶峰运行周天丸, 杜仙儿也没听明白。 所以你的意思是, 灵修哥哥只是在上面吗? 一边为了装担各种拽四维的名词, 而另一边则只是在担心他的灵修哥哥。 两人就这么驴唇不对马嘴地聊了半天呢。 等你上去就知道了。 叶峰说着, 让两人抱住自己, 再次调动黄火双翼。 迅雷摩士再次开启到最大, 猛地向上冲了过去。 张灵修依旧在盘膝打坐, 忽然感觉到有一阵熟悉的味道传来, 紧接着便是胖子的呕声。 灵修哥哥! 是杜仙儿的声音。 张灵修切身看向叶峰。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叶峰整个人直接摔在张灵修的肩膀上。 马上就要让你失望了。 超光速迅雷摩士, 本身就对身体超负荷。 再加上还要携带两个大活人, 对叶峰的负荷已经是到达了最大。 他现在浑身都脱离了, 感觉连呼吸一下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到底怎么回事? 张灵修询问。 叶峰简单地调戏了一下, 将自己所发现的东西全都说了出。 张灵修想了想, 下一步应该去哪儿? 叶峰指着上面, 虚弱地说, 再往上跳一下, 就可以达到咱们下来的那条真正的阶梯了。 那中间有些思维失控的出入口, 跳上去之后还要利用超光速立马出去才行, 但是我已经没力气了, 所以说只要是暂时的超光速就可以突破思维了对吗? 张灵修淡淡地说着, 叶峰点了点头, 心中一动。 老张, 莫非你也可以达到超光速啊? 想多了, 你赶紧回复。 不能在这儿耽搁太长时间。 哦。 叶峰冷漠地说了一声, 继续盘膝坐下, 依靠龙门中心和先天灵药体制开始治疗自身, 准备下一次跳跃。 拍卖会进行的已经是如火如荼, 将近过半, 裴老太也是闭目养神了好久。 阴鬼宗前面的东西虽然还算不错, 但是也只能是让一些小家族进行争抢罢了。 裴老太根本看不入眼, 之前的价格较价也没有多高, 大多到了几千万也就停止了。 裴老太半眯着眼睛一直等待着, 终于那主持人朗声说, 让大家久等了, 这一次来了不少的大家族大宗们, 想必都是为了我们阴鬼宗这件压箱植物来的。 主持人说着, 便是招手让两个身穿旗袍的美艳女子将一方托盘合力拿了上来, 上面还盖着红布。 这便是曾经名闻天下的雷霆都斯印。 主持人掀开红布, 一方古朴无华的木方印便是露了出来。 当年夜法善大法师所持法印有 而此方雷霆都斯印正是当年为夜法善所使用, 后被我们阴鬼宗在机缘巧合之下所得。 此印为道家雷霆都斯撰提老木印章, 正方形, 印纹面边长6厘米, 厚2.5厘米, 正面左下角与背面上右角有重铸缺损, 各面均有细小重铸孔洞, 圆包僵平。 现在各位手中分发的便是这雷霆都斯印的进景照片。 主持人说的时候, 裴老太以及现场的每一个参与拍卖的人 都获得了这雷霆都斯印的详细照片。 裴老太仔细端详着, 这雷霆都斯印已经是磨损较大了, 但是从裴老太的神识来看, 那雷霆都斯印当中却是有着很强的雷法力量。 即便是相隔数米, 裴老太也是感受到了那法器当中应有的强大灵气, 是当年叶法山所用的雷霆都斯印无疑了。 毕竟为木器, 上面有一些时间痕迹也实属正常, 这并不影响其法术的价值。 众人观看的时候, 这主持人因为现场还有许多一方富豪, 却不是道教弟子, 就继续介绍。 法印是中华道教最重要的法器之一, 它是历代的高道祖师们, 因为宗教法式活动的需要, 遵照道教信仰中三清诸神的名号, 鬼神私府的称谓, 以及重要道经的内容, 而克制的各种印章。 象征着天界、地界、 冥界中的神仙真灵的权力和威严。 这雷霆都斯印具有法书前文, 招一鬼神, 通圣达灵, 曲邪治病, 养身护体, 延年益寿等功效。 道教自从祖天师张道陵开始传有法印, 研习至今, 因为道教法器又称神印, 印传, 象征天界、神仙权威的印章, 系模仿人间社会古代帝王玉玺和官府印章而成, 通常以金属玉和木捐成, 印的适用十分广泛, 上章, 舒服, 智禄, 皆须, 一是用印, 亦可单用印, 不弃致病。 凡此类印章, 在道书中一般统称为法印, 民间则常向道院, 请取印文, 以避鬼驱邪, 故法印具备辟邪功能。 道教法印令牌, 作为道法中十分重要的法物, 适用于道教辅转斋瞻, 以护身通神, 炼渡忌人, 消灾驱邪等科宜及宗教活动中, 历来为道教中人所认重。 法印是道教凑达天庭的供印, 也是行使神力的法物。 《洞玄经》记载, 法印诏处, 魅邪灭亡。 雷霆都字印便是法印中的翘楚之作。 此印代表雷辅雷霆都字的权威与命令, 深发文字赵都字将力用之, 以使风雷驱逐神圣, 诸展妖邪, 治病救人。 乃是赵义雷部诸神将之印。 雷霆都字是北地专司的一个雷城执司, 凡世间的水汉雷霆妖孽等皆是此司所管辖, 辅佐御书院。 而雷霆都字印则用于 申闻发奏都字将力所用。 天门雷门接任此印, 是邵阳雷公所属。 此印代表雷辅雷霆都字的权威与命令, 申发文字照都字将力用之。 雷霆都字印, 道书中称为邵阳雷公法印, 雷霆都市私夫喜。 上清玉府五雷大法玉书灵文, 在汪真君所言, 五雷记名当至雷府所部, 记名所部有请利应。 且雷城在玉清真王府必消上凡而终, 屈服两千三百里, 乘高八十一丈, 乃玉清王暗制之所。 清诗史相劣直分思, 主发生万物, 驱动海岳, 推迁四十, 升降阴阳, 路善伐恶, 终由五雷主者应识行令, 以赴真王之话。 且五雷史乃雷城之专司, 统设五雷观身私分, 凡风雨不时抗扬为虐, 兵阁妄动, 激动剑真, 皆有请命递真。 吾不由王叔而大部分也, 兼领三思将力, 汉治三界鬼神功过, 以康离术。 雷霆都司乃北地专司之所, 列官分职, 作玉姬之政。 凡世间水了汉连, 希请玉书院秉厅实行。 至于雷霆府府, 庆赏刑罚有条不紊, 希有私存, 天心有雷, 但不专耳。 童书卷一二三一约, 原时上帝附寿三栋飞仙, 五岳丈人, 其浮望皆遇为之。 皇帝得知, 配印登天, 雷公丰厚二军得知, 相续先去。 许都仙得知, 孔吴猛, 丁毅, 同领少阳雷公。 祖师曰, 此印专为, 深奏而设, 乃天门雷门时任之司。 其印方圆各有法则, 印文乃雷霆都司之印, 方圆厚阔各一寸一分。 反照雷部将历, 即少阳雷公, 皆以此印符蝶, 为之暗号, 大有报应。 西少阳将军得欲六伯天军, 密赴此印, 同雷部新天军, 与海南受陈尼丸真人流传至今。 这些基础知识, 也就对那些, 对道法一窍不通的土豪有用罢了。 裴老太照了照手, 对旁边的黑衣军说, 点天灯。 旁边的黑衣军应了一声, 将那灯笼挂了上去。 台上的主持人, 一眼看到裴老太的这支天灯, 便是轻轰了一声。 哦, 凡无流行裴家已经是点了天灯啊, 看来裴老太的对此印, 真的是志在必得呀。 所有人都看向顶层的裴老太, 但是, 裴老太却是表情丝毫未变。 凡无流行, 要这雷霆东撕印干嘛? 谁知道呢, 他们的凡无流行和雷法之力没什么关系吧。 哎, 你们没听说吧, 裴家最杰出的一位叫做裴烟的, 为了一个毛山小子而死。 那毛山修行上兴雷法有用, 这不定就是这老太太买来送给他的。 这最后一个人还没说完, 便是被一根无形的水流化针扎进了后脑当中, 当场没了呼吸。 哼, 潇晓之徒。 裴老太冷横了一声, 但是这一下却也是让全场安静下来, 没人再敢讨论关于裴家的事情。 看来这雷霆都撕印要拱手让人了。 谁敢和凡无流行陪着这样的七绝技宗门对着干呢? 忽然, 一阵爽朗的笑声传了过来, 一个身材高大, 肌肉囚禁的男人忽然站了进来。 真是笑死我了。 这位道友, 请注意拍卖秩序。 主持人皱着眉说着。 秩序? 我们雷霆二将何时守过规矩? 那肌肉囚禁的男人, 背后忽然生出了一个鬼魅的人影,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雷霆二将, 他们怎么来了? 其中, 有人认出两个人来, 不禁惊呼了一声。 传说着雷霆二将, 哥哥修杨雷, 弟弟修阴亭, 两人的配合甚至可以击杀一个宗门的天师。 甚至有传说, 这两人早已经进入到了恋戟七巅峰了。 如果合理, 拿下环丹巅峰的天师也不在华夏。 在华夏各处横行, 畅通无阻,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就连宗门的都不愿意管, 这两个杀神啊。 他们修的也是雷法, 想来也是过来拿着雷霆都私印的吧。 众人窃窃私语, 那雷霆二将中的哥哥, 也就是那大块头, 忽然力声地说, 小小英贵宗, 以前老子听都没听过, 没想到也有胆子拍卖雷霆都私印这样的真品。 阁下这是何意啊? 那主持人皱了皱眉, 没别的意思。 那哥哥直接拿出了一个巨大的铁锤, 上面转刻着无数的雷法明文。 老子就想要这雷霆都私印罢了。 如果你能将裴老太的天灯点报, 这雷霆都私印自然是你的, 阁下现在的行为恐怕不合规矩嘛。 规矩? 那哥哥冷笑了一声。 哼, 我告诉你, 老子就是规矩, 你们阴鬼宗不配和我讲什么规矩。 众人到这时候才明白过来, 虽然之前有不少想潜入阴鬼宗内部抢夺雷霆都私印的人都不知所存, 但是依旧还是有人觊觎这等宝物的。 比如这雷霆二将, 便是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 并且将之付出了行动。 奶奶, 要不要出手? 慈汗抓着裴老太的胳膊问, 如果这雷霆都私印被抢走, 那再想用钱买到, 恐怕就难了。 裴老太也是面露严峻, 轻轻地摇摇头。 不需要, 且看看这阴鬼宗到底会如何反应。 雷霆二将中的哥哥也是不再废话, 扛起那大锤子便是身体笼罩上的巨大的雷电, 同时身材暴涨, 身上的肌肉足足暴涨了十倍, 看上去就像是巨山一般。 杨雷之身, 那哥哥猛地冲出去, 锁碰桌椅, 却变成了粉末。 同时, 肩膀上的弟弟也是消散在阴影当中。 这听哗啦一声, 在拍卖场的每一个人都不想出着雷霆二将的眉头, 便是一气散了开。 那哥哥直接冲过去, 跃向空中, 向出手夺取那雷霆毒丝音。 那主持人也是轻巧地向后一躲, 随后抓起雷霆毒丝音, 想要撤下去。 想走吧。 原本隐藏在黑暗中的弟弟, 忽然用音庭之音低声说着, 同时也是出现在了那主持人的身后, 将那主持人的逃跑路线完全封死了。 众人都是无比感叹的, 看来这阴鬼宗到底是要栽倒这雷霆二将的手中了。 这凡无流行的裴老泰都没敢出手, 这小小的阴鬼宗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奶奶! 四汗也是焦急地喊了一声, 但是裴老泰却是依旧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不让他出手。 在那雷霆二将的哥哥即将触碰到雷霆毒丝音的时候, 忽然一道光雨落下, 将他的手硬生生地与那印阻隔了。 他开来。 拍卖行有拍卖行的规矩, 二位也是太不把我阴鬼宗放在眼里了。 曲元博缓缓缓地从后台躲不出来, 沉声地说着。 哟,是阴鬼宗的家主啊? 不过家主来又有什么用? 这阴鬼宗能是雷霆二将的对手吗? 说不定啊, 你看那家主修炼的到底是什么功夫啊? 背后竟然长着像天使一样的翅膀。 这次, 曲元博和平常的确是有些不同, 他的身后有着一对闪烁着温和黄白光芒的翅膀, 裴老泰也是皱了皱眉, 这看似天使的翅膀里蕴含的却是魔的气息。 小小的阴鬼宗也敢和我们两兄弟谈规矩。 那雷霆二将冷横一声, 既然这样, 那我们索性就让你们阴鬼宗从这世上消失好了。 先杀你的家主再抢你雷霆独私印, 最后灭你满门。 曲元博确实歪头一笑, 你们两个还不配找死。 那雷霆二将将面对着阴鬼宗的家主, 丝毫没有保留自己的实力, 直接释放出两人最强的一招, 雷霆万军。 只见哥哥身上的肌肉再次扩大了十倍, 同时上面闪烁的雷电已经是将其完全包裹下来。 那弟弟身上的黑色气息也是不断地扩大, 整个拍卖场回响着雷声。 有些没有修为的普通人耳朵已经是被震聋了。 即便是有修为的阴人, 心底也是莫名产生了恐惧之感, 甚至有些修为低的人都不敢看得雷霆二将。 弟弟到了哥哥身上, 两人犹如一座布满闪电的巨山, 猛地冲向了曲伯园。 可以想象这招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弟弟的雷声让人心生恐惧, 在心理层面上便是更胜一筹。 再加上哥哥那宛如巨山一样布满雷电的身体冲向自己, 恐怕都想直接跪了。 而且这一招绝对不可能是花架子。 假如是花架子, 那这雷霆二将也不可能横行滑下这么久了。 这拍卖场的台子已经是全被哥哥破坏殆尽, 再加上巨大的雷电将整个会场都照亮得如白昼一般。 已经是有人叹息, 怕是以后再也没有殷鬼宗这个名号了。 可是曲伯源确实露出了一抹冷笑, 身后的天使翅膀呼啦煽动一下, 无数的光雨从天而降, 将这雷霆二将的身形瞬间中止住。 那轻飘飘的羽毛竟然能够阻挡住那如山的身体, 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啥? 曲伯源嘀吓了一声, 那光雨忽然变成无数的光刃, 猛地打在那雷霆二将的身上。 原本哥哥那坚硬如山的身体, 却是如豆腐一般的, 满天的血雾生气, 呼啸一刻钟, 台上便是只剩下点点的血迹, 哪里还有雷霆二将的身影啊? 众人整个都杀在了原地, 这殷鬼宗的宗主竟然这么强啊? 可是为什么这么强啊? 以前却从未在银行中听到过他的名号啊。 出手便是轻飘飘的, 秒杀了雷霆二将, 这到底是何等的修为? 曲伯源摆了摆手, 立马有人上台清理了血迹, 随后他想抬下拱手。 等打扫完毕拍卖会继续, 请各位稍等。 原本有直接抢夺想法的阴人, 想到雷霆二将之后, 一丁点的想法都没了, 只是呆愣愣地看着那台上的血迹, 倾向着自己没冲动。 而一些普通阴人则是看着曲伯源,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全场陷入了一种极端的寂静当中。 好了, 你们抱紧我。 叶峰睁开眼睛, 站起了身, 三人抱住叶峰的身体, 叶峰再次将黄火之力和上青雷法对撞, 释放出了巡礼模式。 再次超光速跳跃, 成功跳跃到最开始的那条阶梯之上。 同时, 叶峰一鼓作气, 猛地冲到了阶梯的最下方。 这一次的迅雷模式, 超光速负荷大的超乎叶峰的想象, 几乎是在迈出最后一步的同时, 叶峰就向前跌了过去。 要不是张领袖眼急手快, 估计叶峰就要摔一个狗坑屎了。 只听蛙的一声, 叶峰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摔倒在张领袖的怀中, 他的胸口岂伏都没有了。 疯作! 胖子也是发现叶峰没了呼吸, 再次喊了一声, 试探了一下鼻息, 猛地摇晃起叶峰来。 张领袖皱着眉, 叶峰身上的命灯和生命迹象都存在着, 为什么突然没呼吸了呢? 你们让让我给疯子做人工呼吸。 胖子说着, 赶紧将叶峰放平, 那一张大嘴刚想凑过去的时候, 叶峰呼吸了起来, 同时弱弱地说, 拿开你的臭嘴, 老子只是累得不想呼吸了而已, 歇了一会儿。 你大矮得想吓死我呀! 胖子说着, 喜极而泣。 你刚才要是再晃一会儿或者真亲上来, 那我才真的要去死。 叶峰说着, 把头一歪。 让我死一会儿, 别打扰我啊。 说着, 叶峰又没了呼吸。 胖子就坐在叶峰的旁边, 哪里都没去。 杜向尔扯出一张符轴, 瞬间将其点燃。 这符轴却是燃烧着顶端, 火苗一时没有向下的去世, 正是昧到财补的赵明符。 众人也得以看清楚这里的情况。 周围一共是数十具尸体, 横起数八地丢在地上。 杜向尔认了出来, 这些就是当时在小黑屋中的人。 全都死了。 为了能引咱们过来, 牺牲了这么多人命, 殷鬼宗还真的是够下本了。 这就下本了吗? 我亲爱的女士。 一个温润的声音, 自黑暗中传了出来, 同时还响起了咯哒咯哒的蹄子踩在地板的声音。 谁? 杜仙尔瞬间向那个声音的方向, 甩出了两张照明符。 但是, 这两张照明符却是被那人抓在手中。 照明符的光亮映射出了那个人的模样。 他长着一张极度女性化的脸, 千娇百媚, 倾国倾城, 但是却是有着男性的姿态。 身上可以看出有明显的肌肉, 身子挺拔肩膀宽阔, 带着像有宝钻的王冠, 骑着一匹单风驼。 那疙瘩疙瘩的声音就是那单风驼发出来。 败蒙。 张灵修皱了皱眉, 正骨终于登场了。 还是北方鬼弟眼力周觉, 在下佩服。 那败蒙对他拱了一下手, 嘴角却是带着一丝意味不明的笑意。 张灵修已经是轻轻地解开了鬼王剑的包裹, 一双冷眸紧紧盯着败蒙。 有道是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这败蒙趁着叶峰最熏弱的时候过来, 肯定是没安什么好心呢。 我是真没想到, 你们竟然可以突破我所设置下的四维空间。 在下实在佩服啊。 所以呢? 张灵修已经是将鬼王剑挟着地面。 如果你们直接累死在那四维空间里面, 不就是省了很多事吗? 干嘛要出来呢? 白蒙说着, 身后忽然展开了一对洁白如雪的翅膀, 脸上的笑容也是愈发变得阴质。 真是可惜, 几千年来还第一次有人能够突破, 我的四维空间。 如果可以, 我还真想跟他多接触接触。 可惜了, 他马上就要死了。 白蒙的身影忽然变换, 出现在了叶峰的身边。 手中出现了一根羽箭, 猛的刺向叶峰。 张灵修的速度更快, 鬼王剑横挡在那羽箭之下, 发出当地一声。 你死, 他都死不了。 张灵修冷冷地说着。 哦? 白蒙勾起了一抹笑容。 那就试试。 杜仙儿的树枝剑飞射出去, 白蒙轻轻悄悄地向后一躲, 同时翅膀一挥, 那树枝剑全都在此, 飞向了杜仙儿。 杜仙儿整个人都杀在了原地啊。 张灵修出现在他的身前, 帮他挡了下来。 你保护好叶峰就行, 我来杀他。 张灵修冷冷地说着。 杜仙儿点点头, 赶紧过去抱起叶峰, 向边缘位置撤退。 看来不杀了你就杀不了那个小道士, 我说得对吗? 白蒙说着, 身上忽然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光辉, 同时羽毛开始飞舞, 犹如天使下凡。 张灵修根本没搭理他, 同时释放出了恶鬼缠身。 红黑色铠甲瞬间笼罩了张灵修的全身。 两人瞬间对撞在一起, 满天的光雨和红色的戒灭气息交织在一起, 相互剿杀。 鱼剑和鬼王剑也是不停地在发生的对冲, 一时之间难分活住。 祖仙儿在一旁捏了一把汗。 义父, 你赶快醒来啊。 好了, 拍卖会场仪式清理完毕, 现在继续。 曲伯源道了一声, 同时, 一位深长地看了一眼, 已经点了天灯的裴老台。 裴老台也是用眼神回敬了过去。 那曲伯源冲裴老台坐了个椅, 同时走下台去。 刚才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 不过没关系, 雷霆独私印并未受到任何的损伤, 大家现在可以继续进行叫价。 此次雷霆独私印的底价为五千万元。 主持人说着, 现场便是开始了激烈的叫价。 在座的所有家族和宗门, 还不至于将五千万放在眼里。 虽然裴老台点了天灯, 但是为了彰显各家实力, 还是激烈地叫着价。 一个月, 两个月, 两亿五千万, 三个月。 众人都在喊着价格, 裴老台却是端坐在椅子上, 冷冷地看着台下的众人。 张灵修和拜蒙激战了一段时间, 已经是接近两分钟过去了。 恶鬼缠身不产生伤害的前提是, 在三分钟以内, 留给张灵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哎哟, 你怎么急了? 我这才只是热身呢? 那拜蒙察觉出张灵修的剑法攻击的愈发灵力, 节节地笑着说道。 张灵修是极度冷静之人, 自然是不会被他这几句话给激怒。 但是, 自己恶鬼缠身的时间的确是要到了, 必须想办法杀死这个王不但。 拖延战术绝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张灵修抓住一个控杖, 一箭荡然的败蒙, 同时向后一跃, 将鬼王剑放在了腰间。 拔刀斩的时间太长了, 你杀不死我。 拜蒙很明显在之前做过了一些功课, 也是将张灵修摸了个透彻。 温柱身形之后, 快速向张灵修冲了过去。 在拜蒙即将接触到张灵修的时候, 张灵修却是先拔刀一斩。 这突如其来的一斩, 却是惊得拜蒙都没有反应过来, 差点中招了。 侧身躲过之后, 拜蒙再度回到了那单风骆驼上, 冷冷地看着张灵修。 没想到你竟然还留了这事儿。 张灵修的铠甲面具之下, 是一张极度冷静的脸, 此时已经渐渐酝酿, 阎王拔刀斩。 罢了, 直接秒杀掉你也就省得浪费时间了。 拜蒙似乎也没心情再玩下去了。 在那单风驼的身上, 周围也是环绕起了闪烁耀眼的光芒。 这如天使一般的姿态, 却是爆发出了强大的魔气。 张灵修的身后, 也是出现了阎罗王的凝食虚影。 红色寂灭气息, 在他身上环绕着, 已经隐隐有出刀之势。 恶鬼缠神的张灵修, 不单单可以增大阎王拔刀斩的威力, 更是可以加快阎王拔刀斩的释放。 张灵修有信心, 这一击能够斩杀掉这地久魔神。 巨大的红色寂灭剑气喷布而出, 和那拜蒙身上的光滑对撞在一起。 红色寂灭剑气, 一点点的蚕食着那光滑, 从后的一声发生了巨大的暴战。 成功了, 灵修哥哥, 你好棒。 杜仙儿几乎是跳了起来。 要是这一击打在我的身上, 那恐怕就真的成功了。 张灵修的身后, 陡然爆发了一阵强大的魔王气息。 他迅速回剑向后, 但是已经晚了, 许多白色的光雨, 在张灵修的前胸后背伤上, 随后瞬间将他的身体动穿, 恶鬼缠身, 瞬间消失了。 灵修哥哥。 杜仙儿惊呼一声, 但是张灵修已经没办法回答了, 身形止不住地 瘫软在了白蒙的身体之上。 牺牲我的丹风陀, 才躲过你阎王八刀斩, 你小子也不算亏呀。 白蒙拍着张灵修的脸, 随后像是丢垃圾一样, 将他推向了旁边。 你敢杀我的灵修哥哥, 我跟你拼了。 杜仙儿刚刚拿出了鬼月弓, 但是却被一圈白色的羽毛裹住了脖子。 你和我拼还不配。 白蒙笑着说道, 随后羽毛开始渐渐缩紧绞杀。 杜仙儿的脖子上已经是露出了阴红的血液。 胖爷我跟你拼了。 胖子拿起青悬印, 猛地拍向了杜仙儿的脖子, 瞬间将那光雨拍散了。 杜仙儿摔在地上, 直接晕了过去。 只是一个普通人, 别敢和本魔神叫板啊。 白蒙冷笑着, 猛地出现在胖子的面前, 胖子却是扑通一下跪下来。 魔神大人等一下。 哦? 白蒙冷冷地看着胖子。 难道你还有什么临终遗眼吗? 不不不不, 我求您, 别别别杀我。 胖子哆嗦着说道, 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你不是就是想杀疯子吗? 我和那妞就是两个小虾米, 您杀的实在是脏手。 不如您放我们俩, 我俩回去之后一定努力给您宣传, 您有多牛逼多伟道。 白蒙冷哼了一声。 的确, 杀了这个普通人, 的确是有些脏了他地久魔神的手。 而且, 那杜仙儿也是昏厥过去了。 现在先杀叶峰才是正经事。 毕竟, 自己道指里的目的, 就是防止四位空间困不住叶峰的话, 自己过来补刀的。 如果等会儿这个小道士恢复过来, 难免麻烦。 算你实际啊。 白蒙说着, 一脚踢在胖子的胸口上, 像踢一只毫无反抗能力的狗一本, 将胖子踹到了墙边上。 等我杀死这小道士, 你就可以走了。 哎, 好好嘞。 胖子咳嗽着, 却还是露出了一张讨好的笑容。 白蒙走到叶峰旁边, 手中再度出现了羽箭, 猛地刺了下去。 九十亿。 九十八亿。 一百亿。 这一百亿的声音传出来之后, 全场寂静下来。 一百亿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亿张纸币, 可以摆成五十乘一百, 乘两万的阵型。 其效果相当于长七点七五米, 宽七点七米, 高两米的长方体。 基本上可以装满一套房子了。 但是价格却是依旧向上不停地涨着, 依旧没有停下来的趋势。 一百五十亿。 二百亿。 这个时间段, 便是有一些真正的大户出手的时间了。 他们不屑于之前几千万几亿的价, 而是直接五十亿五十亿的向上涨着。 这雷霆独四印都有这么高的价值吗? 要说有, 还真的有。 例如, 落到一个雷法家族当中, 得到其中叶法善的真传, 说不定能够一跃成为和凡物流行一样的宗门家族。 甚至运气好, 能够变成银行中的第九绝迹也说不定。 但是这种几率太小了, 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可来这里拍卖的大多是抱着一种赌徒的心理。 再加上裴老太点了天灯, 加上一些极度赔价的心理, 所以价格上依旧是水涨船高。 四百五十亿。 这一声之后, 便是再无人交价了。 四百五十亿第一次! 主持人大声喊着, 这已经是超出了这雷霆都斯印的本身价值, 但是点了天灯就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裴老太一直混迹拍卖行, 对于这种情况自然是早有预料。 四百五十亿, 他裴家还扛得起, 四百五十亿, 两次! 主持人再次大声喊着, 手中的锤子已经是高高举了起来。 曲伯源看了手下一眼, 那手下点了点头, 摁了一下手中的对讲机。 五百亿。 楼顶顶层, 一个带着老实宽边帽的中年男人, 沉声地喊着, 好, 五百亿, 还有没有在家的呢? 六百亿。 坐在那宽边帽对面的是一个老者, 也是举手喊。 众人看向这两人都是窃窃私语啊。 这两个财大气粗的人是谁呢? 结果讨论来讨论去, 竟然无人识得二人的真面目。 但是两人既然能被请上顶层, 想来也许是某个不出事的大家族。 他们全都收敛了讨论, 静静地看着两人叫价。 七百亿, 八百亿。 两人似乎叫起劲来, 而且价价幅度都在一百亿, 财大气粗的程度实在是令人炸舌呀。 裴老太却是皱了皱眉, 没有说什么。 一千亿, 两千亿。 两千亿这三个字, 从那宽边帽檐嘴中说出来, 让全场都是倒吸一口凉气。 两千亿啊, 这两千亿什么概念啊? 如果是刚出库的新钞, 一张百元的钞票重约1.15克, 一万元新钞就是一百一十五克。 一亿元人民币就是一千一百五十吨, 两千亿就是两千三百吨。 华夏富豪排行榜上首付也才是两千三百八十七亿的资产。 而且, 这两千三百八十七亿还包括了他旗下的各种不动产, 股票价值这类东西。 这两千亿可以说复刻敌国了。 所有人的目光只集中在两人的身上, 一个是那宽边帽, 而另外一个则是裴老太郎。 这天灯算是被点爆了。 点天灯的规矩, 原本应该是也怕你漫天交价的。 做生意的都知道, 价格较在合理的区间内, 事情才会成立。 如果一双拖鞋一个亿, 那事儿就扯了, 别人也不来跟你玩了。 所以, 有个叫价的幅度, 每次加价都有个顶, 而拍卖会有时间限制。 所以, 大部分拍卖都是在点天灯极端肉痛, 但是还花得起的时候结束的。 这也算是安全措施。 若是某个拍卖场真的把某个家族的灯给点爆了, 那最终就会演变成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 都说何其生财, 哪家开拍卖行的也不愿意起争端。 但是现在的情况, 这雷霆独思音很明显就是那只拖鞋。 两千亿买了一个雷霆独思音, 和一个亿买了一双拖鞋也差不多了。 这裴老太和殷鬼宗到底会怎么做呢? 去死吧。 白蒙的鱼剑直接刺向叶峰的胸口, 却是听到胖子大喝一声。 起! 隐藏在叶峰身底下的地火符猛烈地燃烧起来。 地火符瞬间将叶峰笼罩其中, 同时也让那白蒙的剑刺偏了那么几寸。 胖子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一股蛮力, 猛地冲了过去, 抱起满身是火的叶峰, 猛地向阶梯上跑了过去。 胖子的想法很简单, 哪怕是再次掉进那思维空间, 也总比让叶峰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拜蒙的手中要好得多吧。 但是胖子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思维空间是拜蒙创造的, 自然也能被拜蒙取消啊。 胖子抱着浑身是火的叶峰向上冲着, 虽然没有再次碰到那思维空间的入口, 但是却是距离那入口越来越近了。 胖子把所有的力气全都使出来, 哪怕刚才还在那彭罗斯阶梯中消耗了自己的全部力气, 此时他为了救叶峰却是爆发出了无限的潜能。 到了,就快到了。 但是一抹更为强烈的光滑, 却是把胖子所有的希望都泯灭了。 有趣啊。 白蒙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在那女性的脸庞上显得十分的妩媚。 一个普通人竟然催动最低级的地火符, 让我着了道。 实在是有点意思, 可惜我很愤怒, 你们四个就在这儿一起化成枯骨吧。 白蒙已经是失去了全部的耐心, 手中的余剑直接刺向胖子怀中的叶峰。 胖子抱着叶峰猛地转身, 将其保护在了怀抱当中, 以自己的后背对着白蒙。 哼, 你这份忽悠之心倒挺让我感动的。 白蒙说着, 手中的余剑依旧没有停。 那我就成全你。 疯子, 我操你大眼睛就会吹牛逼, 现在都要被地酒魔神弄凉了, 下地府之后我弄死你个王八蛋。 胖子闭着眼睛大声地喊着。 数秒过后, 胖子预想当中的被透涕而过却没有出现。 他呆愣着看着怀中的叶峰。 他背后的剑侠已经打开了, 销炼剑到了胖子身后, 阻挡住了剑语。 剑灵护主? 叶峰, 我操你大爷一把剑都比你靠谱。 胖子大声喊着, 赶紧抱着叶峰一起滚下了阶梯。 到了底下之后, 使劲摇晃着杜仙儿。 现在他是全场最有战斗力的人了。 又有趣啊, 一把剑也想挡住本魔的进攻啊。 白蒙说着, 手中的羽剑上面, 飘散了无数的羽毛, 开始和销炼剑交织在一起。 大姐, 大姐, 醒醒, 醒醒啊。 胖子放下叶峰, 疯狂地摇晃着杜仙儿。 杜仙儿咳嗽一声, 悠悠转醒了过来。 他第一反应, 便是抓住了鬼月宫, 猛地套在了胖子的脖子上。 大姐, 是我胖子? 等杜仙儿的眼睛清明起来, 才看到是胖子, 将鬼月宫拿了下来。 销炼和那货打起来了, 你快去帮忙, 我得赶紧把风都弄起来。 胖子说着, 再过去疯狂地摇晃叶峰。 杜仙儿点点头, 三步并坐两步, 直直高高跃起。 随后, 向着白萌射出了无数法见识。 凤子, 你大爷的快点醒啊, 要不然就被团灭了。 胖子疯狂地摇晃了叶峰, 但是叶峰的眼睛依旧是紧紧闭着, 没有丝毫的反应。 下宫已经脱离了, 现在已经是深度睡眠状态, 很难将其唤醒的。 暗如雪的声音自玉佩中传了出来, 随后一抹倩影出现在胖子的面前。 那怎么办呢, 这货简直是个bug, 叶峰不行, 咱们全都得玩完呢。 胖子焦急地说着, 现在只能脱, 给相公充足地恢复时间。 暗如雪目光, 慢慢变得寒冷。 我去帮着杜天师和销炼剑。 说着, 他便是飘飘然地飞了起来, 向着那败蒙攻击了过去。 拍卖行内, 气氛依旧是十分的冷峻, 所有人都在等裴老太和曲伯源说话, 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那个宽边帽也是保持着沉默。 欺负我老太太年纪大了。 黑老太终于开口了。 天灯的规矩, 岂容你这小小的鹰鬼宗如此践踏? 小的不敢, 只是正常的拍卖行之规, 何来踏见之说呢? 曲伯源恭敬地说着, 莫不是裴家拿不出这两千亿, 想要反悔点天灯吧? 哼, 说我裴家拿不出这两千亿, 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大的笑话了。 裴老太冷横一声, 这两千亿裴家还真拿得出来, 但是拿出来之后必然会伤筋动骨。 本来拍卖的这雷霆都斯印, 就是为了让裴家更加强大壮盛, 但是出去两千亿, 那未免有些本末倒置了。 你倒不如先问问, 那位先生能不能拿出两千亿? 裴老太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宽边帽身上。 的确, 你要是拿不出两千亿, 那就是故意抬高点天灯的价格, 这就毁坏了拍卖行的规矩, 那出价上定然也不能做数了。 两千亿, 这种资产储备, 方言整个天下都不会有几个人拥有储备。 在所有的目光下, 那宽边帽带着一种阴阳不定的笑容站起来说, 这两千亿我拿不出来。 全场哗然, 敢在梵舞流行裴家和刚刚诛杀了雷霆二将的英鬼宗宗主面前, 说出没有两千亿, 那无异于承认自己就是过来找死的。 这人到底是谁呢? 但是我却能够拿出一件能够换取两千亿的东西。 宽边帽的这句话, 让全场的气氛再次高涨起来。 以物业物, 对于某些不能丈量价值的东西面前, 的确是更加的合适。 如果这宽边帽能够拿出和着雷霆都斯印同等价值的法器, 那他较价两千亿, 先获得雷霆都斯印的话语权也算是合情合理。 哦? 既然要演戏, 那曲博元就决定要演个全套。 他故作好奇地问, 不知这位道友拿何当法器来与英鬼宗交换着雷霆都斯印呢? 我用这个? 宽边帽从自己的怀中拿出了一块滑美的锦段, 随后轻轻地将那锦段打了开来。 一时之间, 全场的空气似乎都凝结了。 等待着宽边帽将那锦段全都打开之后, 里边露出来的竟然是一方小镜子, 而且看大小和模样还是女人用的梳妆镜。 这是开玩笑吗这是? 这小镜子只两千亿? 哼, 我家门口的地摊上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众说云云, 所有人都确定这哥们是过来闹事的, 但是唯独裴老太眉头紧皱。 此乃我家传之物, 轩辕魔镜石。 那宽边帽开口说道, 轩辕魔镜石? 我去, 真的假的? 假的吧, 这种上古神物, 怎么可能还出现在这种地方? 轩辕魔镜石, 乃是皇帝魔镜之石, 见之可容颜不老。 其实用处没有多大, 但是因为其年代久远, 而且具有一星半点的长生奥秘, 要说值不值两千亿, 还是得看拍卖如何。 但是, 至少和这雷霆都思印, 绝对是等值的。 道友如何证明这就是传说中的轩辕魔镜石呢? 曲伯远朗生说着, 轩辕魔镜石照人可容颜不老,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传承, 其中的灵器也只能再照十次罢了。 切, 这不就是不能证明吗? 不是不能证明, 我看是不舍得证明。 那就靠他上嘴唇碰下嘴唇, 就说是轩辕魔镜石吗? 我还说我媳妇用的那个是秦王赵古镜呢? 最后这哥们的话, 引得全场哈哈大笑, 但是那宽边貌却是脸色丝毫未变。 我愿意用这十次当中的一次机会证明这是轩辕魔镜石。 但是我想问问裴家, 如果我证明了你这雷霆都斯印还要不要, 是不是就承认你将天灯点爆了呢? 这话一出, 可以说是将全部的问题抛给了裴老太。 的确, 轩辕魔镜石这种上古神物, 用一次少一次。 假如这宽边貌证明成功了, 那雷霆都斯印自然就要属这个男人了。 那也就是变相承认, 他裴老太把天灯给点爆了。 随之而来的, 不单单是阴鬼宗的报复, 还有整个银行的唾弃。 如果裴老太不要宽边貌证明, 那就是要出这两千亿, 现在就是一场赌博。 赌这个轩辕魔镜石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裴老太和那宽边貌, 还有曲伯源之间的赌博。 但是曲伯源十分的自信地看着众人, 看着裴老太。 老东西, 你该怎么选, 你敢怎么选? 曲伯源在心中十分得意地说道, 这就是围剿裴家, 让裴家没落的一部杀旗。 有趣有趣啊, 这叶峰的身边竟然有这么多的宝物和帮手, 怪不得道卿和我说万物小心呢, 只不过还是躺臂挡居罢了。 白蒙说着, 身形忽然化作一团羽毛, 让那直刺而入的销炼剑瞬间失去了方向, 迷失在那团羽毛当中。 同时, 鱼剑飞射而出, 将那在半空中射箭的杜仙儿死死地盯在墙壁上。 叫你最有趣。 白蒙冲到安如雪的身边, 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瞬间破了他的全部渗通。 你本应该是女帝魔, 体内也拥有着女帝魔的力量, 但你好像不怎么想动用。 我对那力量很感兴趣, 不知道你们华夏的帝魔更厉害, 还是我这帝九魔神更厉害呢? 我现在给你一个选择机会。 帝九魔神摆梦说着, 手上突然增加了力量, 同时缠绕上了一圈洁白的光雨。 要么你现在激发出那女帝魔的力量与我一战, 要么你就现在活活被我掐倒魂飞魄散。 你可以选择了, 但是时间我只给你五秒钟。 白蒙手中的力量猛得增大, 安如雪也是啊了一声, 表情十分痛苦。 安如雪可以激发出女魔帝的力量吗?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那股力量是不可逆的。 当初夜发山收留自己, 也是为了让她随着夜发山一起修行, 学会压制以及更好地使用那女帝魔的力量。 现在, 安如雪还不能完全将那女帝魔的力量运用完全。 如果真的激发出来, 杀掉地久魔神必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自己失去了理智, 可能叶峰他们四人也会危险。 而且, 假如自己成了女帝魔, 那叶峰相公作为天师, 还有可能倾心于自己吗? 现在, 自己与那夏世涵尚有争抢的资格, 可是自己如果成了女帝魔, 那所有的机会就都失去了。 所以, 安如雪不愿。 哦, 看来你抱着必死之心都不愿意激发那女帝魔的力量。 白蒙冷笑了一声。 那好, 我就成全。 白蒙瞬间增加了自己手中的力量, 但是一只手却是捏在了她的手腕上, 让她根本没有办法发力。 白蒙, 久等了。 叶峰冷横一声, 随后右手一记冲拳, 猛地打在白蒙的脸上, 让她的身形支不住倒飞了出去。 微照天下, 严烈非为, 鬼精见者入地挽葬, 化作灰飞, 古墓厄妙, 拥结弥陈, 急急如太义援军律令。 叶峰在刚才被地火符烧的时候就已经痛醒了, 有了一丝知觉, 但是刚才起身, 自己的力量恢复得还不足一场, 站起来也是被虐的结局。 所幸, 她便是在心中不停地默念着那长长的毛山雷火令, 等待此时的一击必杀。 现在是白蒙最大意的时间, 毛山雷火令作为毛山第一剑术, 借着现在叶峰不足五成的力量, 还是发挥出了最大的攻击力。 雷法和黄火之力瞬间缠绕上了白蒙, 那白蒙的脸色却是丝毫未变, 甚至带着一种玩味的笑容看着叶峰。 就凭这个也想杀我? 白蒙说着, 身体之上出现了光雨, 随后一点一点地向外扩张着, 将毛山雷火令包裹一点一点向外推。 我地久魔神纵横西方世界数年, 斩杀掉无数法师, 就凭你这小小的雷火令岂能伤我? 白蒙说着, 一股强大的魔剂, 散发出来, 将那光雨向外扩张的速度更快了一些。 即使方言整个世界, 哪个法师能够杀我? 哪个法师能够杀得了我? 归藏归藏, 万摩一斩。 一道朗声, 忽然从那白蒙身后传了出来。 他惊讶地猛地回头, 看到一个浑身闪烁着温润光运的左手, 拿着锣盘, 右手拿着木剑的男人, 飞速跃向了自己。 我敢杀你, 我能杀你。 诸葛明的声音刚落, 手中的木剑便是猛地滑向了白蒙虎, 瞬间将他的头颅给斩杀了下来。 毛山雷火令瞬间压制那光雨, 将他的整个身体全部燃烧成了灰烬, 只剩下了一个脑袋, 睁着大眼睛, 满脸的难以置信。 但是他再也不可能说出话来了。 唉, 你又迟到了。 叶峰脱离地跪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对诸葛明说着。 没办法, 这王八蛋在机梯上设置的四维尽致, 我若是落了进去, 又不能超光速地出来, 所以你得多感谢胖子, 若不是他出了奇招, 让这拜蒙取消四维尽致, 恐怕我还得多迟到一会儿啊。 周葛明眯着眼睛说着。 刚才那招够帅的呀, 看来这龟葬翼又进了一层啊。 没有没有, 只是你的毛山雷火令吸引了他大部分的注意力和力量罢了, 我这也算是剪人头。 龟葬翼悬好无比, 尤其是我现在能够领悟的。 行了行了, 别谦虚了, 赶紧救人吧。 老张和杜仙都是鬼地体制, 应该死不了。 我先歇一会儿啊, 这脱力来得实在太大了。 勒子还没说出口, 叶峰便是意外脑袋摔在了地上。 随后呼吸浅浅淡淡地睡着了。 诸葛明无奈地摇了摇手, 手中摸出了几粒从诸葛欧阳那里拿来的丹药, 开始救治张灵修和杜仙儿。 在那拍卖场当中, 裴老太一直没说话, 他也在思考着, 这个杀局该如何的解? 但是思来想去, 貌似只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赌。 赌那个宽边帽王八蛋手中的轩辕魔镜石是假的。 我裴家收罗天下宝物, 都未曾碰到一件上古神物。 我就不信你手中的, 就是那真正的轩辕魔镜石。 那宽边帽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哦, 那看来就是要我证明了。 我若是证明成功, 裴老太, 您可要承担点爆天灯的后果。 我凡物流行裴家, 何曾怕过? 裴老太变腻的, 看了那宽边帽一眼。 您现在可以证明了。 好, 为了让您心服口服, 您可以派您的手下, 去外面寻找任何一个老人带到这儿。 若是轩辕魔镜石能够让他重返青春, 那裴家老太, 您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了。 好。 裴老太根本没有废话, 只只摆摆手, 让身后的一名黑衣军出去, 寻找个老人过来。 全场现在都是安静无比, 所有人都密切关注着, 事情的发展到底会如何。 而决定事态发展的, 就是那轩辕魔镜石, 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 不小十分钟, 那黑衣军便是回来了, 旁边, 还带着一个穿着环卫服工装的老太太。 老太太已经是满头花白, 满脸全是岁月风霜的褶皱, 手上更是有这冻伤和老年皮肤松弛的裂口, 只是一眼看上去, 便是感觉到他已经是七十有余了。 黑衣军直接拉着他走上台, 裴老太在四寒的搀扶之下, 也是一同走上了台。 那块面帽也是走下来, 有些完味地看着裴老太, 老太太, 那我就开始了呀。 哼, 请。 裴老太冷哼了一声, 那宽边帽也不再废话, 将那轩辕魔镜石放在了那老太太的面前。 顿时, 一股盎然的灵气便是从其中喷泊而出, 瞬间笼罩在了这个老太太的身上, 让人再也看不清楚老太太的身形。 裴老太眉头一皱, 静静地看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老太太您看好了, 宽边帽喊了一声, 随后那灵气便是瞬间散去, 那环卫宫便是瞬间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赫然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女郎, 穿着的还是那件环卫宫人的服装。 全场哗的一声, 全都站起来, 真的是轩辕魔镜石啊。 那环卫宫也是惊讶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摸了摸自己的皮肤, 果然是变得吹破可弹, 难以置信。 天哪, 这不是五十年前的我吗? 这怎么可能? 神仙啊, 多谢神仙。 那环卫宫人猛地抓住了那宽边帽的手, 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不停地说着感谢。 所有人都看向裴老太, 轩辕魔镜石证明完毕, 那就证明裴老太的天灯点爆了。 而且, 雷霆毒丝印也绝对不可能再给他了。 裴老太, 这下还有什么说的吗? 那宽边帽傲然地说着。 裴老太眉头紧皱, 一言不发, 只听哗啦一声, 大量的阴鬼宗人员冲上, 将裴老太围了个水泻不通。 黑衣军也是快速将裴老太和四汗保护起来,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这么多的阴鬼宗弟子, 而且还是在阴鬼宗的地盘上, 所有的黑衣人手心都是捏了一把汗。 裴老太太, 海卖行有拍卖行的规矩, 凡物流行裴家的拍卖行天下无双, 想必您更清楚, 点爆天灯之后会是什么结果。 那曲伯源夺不出来, 似是恭敬, 也是在挑衅着对裴老太说道。 哦, 你想怎么做? 裴老太眉眉一条, 看向了曲伯源。 小的也不敢怎么做, 毕竟凡物流行裴家乃是七绝技之一, 同样也是为数不多的家族宗门。 我这小小的阴鬼宗若是和您硬碰, 难免会有些损失。 做生意嘛, 以何为归? 如果您愿意将裴家拍卖场, 掌控权让出来, 当作赔罪, 这件事就一笔勾销了,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如果您不愿意, 那恕我不自量力, 虽然伤不到裴家整个家族, 但是让您和这小女孩走不出阴鬼宗, 想必我还是做到的。 这老狐狸终于是露出了尾巴了。 裴老太轻笑了一声, 原来阴鬼宗宗主寄予的, 是我陪家拍卖场刹的夜。 既然野心这么大, 为何不早早说出来呢? 何必设置这肮脏的局呢? 老太太此话何意呀? 设局? 我何时设过什么局? 许原伯装煞冲愣。 老太太, 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应该不会是想赖掉点炮天灯的事实, 从这里污蔑我们阴鬼宗吧。 规矩就是规矩, 我们阴鬼宗也没办法呀。 规矩? 那好, 今日我老太太就教教你, 这规矩二字到底是怎么写? 黑老太立鹤了一声, 随后手指捏绝, 瞬间在自己的周身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水墓。 玉女灵神, 汗阴渊墨, 滑盖尽负, 我行有感, 我气浩然, 悠然还誉, 柳丁前岛, 擅浮来阁, 太医水道, 吃! 周围的黑衣军也是和那阴鬼宗交织在了一起, 四汗紧紧地挨着裴老太, 手中也是生成了一把水剑。 裴老太不敢轻敌, 这曲伯源斩杀雷霆二将展示出来的实力, 让他只能是用太医水道相对应了。 太医水道? 老太太还是真看得起我呀, 那老太太对不起了, 我这也是为了维护拍卖行规矩而战, 你今天走不出这阴鬼宗了。 曲伯源说着, 身后那洁白的翅膀再次展开, 无数的光雨冲进了水墓当中, 让那太医水道之上覆盖上了一层光滑。 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 但是里面却是魔器和钢器的对撞。 裴老太是何等修为呀? 那曲伯源只是获得了第九魔神一些修为施舍而已, 自然不是裴老太的对手。 其中的魔器渐渐被钢器压制, 裴老太立刻一声, 阴鬼宗, 岂能拦我? 他刚想让太医水道化成无数的攻击水墓, 但是自己的后腰却是莫名其妙地受了一下中击, 让他的一口钢器没有提起来, 那太医水墓瞬间散。 怎么可能啊? 自己的背后只有黑衣军呢? 难道这曲伯源的修为已经强到了可以隔空攻击了吗? 但是, 现在已经容不得裴老太细想了。 那太医水道, 水墓瞬间被光雨冲散, 随后, 曲元博便是到了裴老太身边, 手猛地抓在了裴老太的脖子上。 奇绝技反无流行, 不过如此。 曲元博冷横一声, 手上立即剑起。 公许你伤害奶奶。 四汗手中的水剑猛地刺了过去, 但是却被曲元博右边的翅膀轻轻地挡了下来。 随后, 震翅山洞猛地打在四汗的脸上。 你还不配和我搅拌? 四汗摔在地上之后, 倔强地再次站起来。 纤细双白的右胳膊上缠绕成了乖龙, 手中的水剑便是闪烁上了劈拉的雷电, 再次向曲元博弓了过去。 曲元博弓了过去。 曲元博弓了奶奶? 这一剑直接刺穿了曲元博的光语。 曲元博眉头一挑。 哦, 有点意思。 他伸出自己的左手, 轻轻一弹指, 便是将四汗那缠绕着雷电的水剑瞬间击溃。 同时, 强横的力道向那四汗冲过去, 还有两只极端丑陋的鹰鬼。 四汗啊地尖叫了一声, 便是摔倒在了地上, 同时不断地拍打着自己的身体, 让那两只鹰鬼在他身上离开。 四汗! 黑老太轻呼一声, 但是脖子上的力道再度加大, 也是让他忍不住地哼了一声。 刚才, 那后腰突如其来的一下, 让他体内钢气对冲,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短时间内很难调息过来, 否则, 这曲元博怎么可能控制得住自己啊? 黑老太太, 对不起了。 曲元博力吼一声, 手上刚想用力, 一道黑色直飞过来, 速度之快根本没能让他反应过来。 那黑色的光芒打中他的胳膊, 带着他整个人倒飞出去, 死死地盯在了墙壁上。 宗主!宗主! 鹰鬼宗所有人都惊呼一声, 看清楚那黑色的光芒, 乃是一把通神墨黑色的剑。 毛山天师, 风为子道! 胖子高喊了一声, 叶峰自那门外而入, 走到最前。 张灵修、诸葛明、杜仙儿走在后面, 胖子站在旁边, 做着一个请的手势, 可谓是派头十足啊。 冯为子, 好像就是那个让凡武流行陪恩尔相叫御允的男人吧。 没错, 就是他, 看来长得真是有点小帅啊。 其实单单是帅的事啊, 人家也算是年少有为好嘛, 据说现在修为当代之内, 无年轻翘楚可以与之匹敌啊。 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叶峰则是在这种讨论声中, 缓缓地躲步到台上, 手中还提着一个锦盒。 阴鬼宗拍卖雷霆都四印, 这等雷发神器, 为何没通知我们毛山呢? 叶峰有些玩味地说着, 曲元博心中是无比的震惊啊, 拜盟魔神不是已经过去杀他了吗? 难道没有成功? 不可能, 拜盟魔神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会失败呢? 可是这小子又是从哪儿来的呀? 曲伯元调动自己身后的翅膀, 猛地将那鬼王剑打出去, 重新落到张灵修的手中。 毛山路远, 稍有怠慢, 还望海涵? 曲元博冷冷地说着, 身上的伤口已经是被一堆光雨覆盖住了。 天师哥哥! 四汗喊着, 同时还在不停拍打着自己身上的阴鬼。 叶峰冲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同时手中空化了一张符咒。 那张虚无的黄符落在四汗的身上, 瞬间将两只阴鬼完全杀死。 皇帝艳符? 这是皇帝艳符的手段? 有眼尖的人认了出来, 惊声地喊着, 七绝技, 这封为子竟然还掌握了七绝技啊! 叶峰, 依旧是淡淡的表情, 扶起了裴老太, 一声说, 小子来迟, 还望恕罪。 裴老太白了白手, 两名黑衣军赶过来, 扶住了裴老太太, 退向了一边。 茅山路虽远, 但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总不至于到不了这儿吧? 叶峰带着微笑, 莫不是怕我茅山拿不出这两千亿吗? 在来的路上, 诸葛明已经是用树藏之地, 将这里发生的事情, 全都在叶峰的脑海中形成了一遍。 繁物流行这样的七绝技中的大火都被点爆了天灯, 我还真的很难相信茅山能够拿出两千亿来买着雷霆都斯音啊。 曲元博故作镇定地回答, 他现在不知道叶峰为什么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 但是理智告诉他必须要保持镇定。 你安排的人挺不错的, 演戏演得很不错。 叶峰看向那宽边貌。 而且还找了好几个演员完成这场戏,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风卫子您和繁物流行关系肥浅, 但这样凭空污蔑我们殷鬼宗, 我绝不答应。 我就算污蔑你, 你又能怎么着啊? 叶峰冷冷地看着曲元博说着, 你? 曲元博瞪大了眼睛, 身后的羽翼再次展开, 但是张灵修确实动用了一下自己的鬼王剑, 那杜仙儿也是拿出了自己的鬼月宫。 是不是污蔑一事便知? 叶峰说着, 手中翻出一枚五地钳, 嗖的一声打向了那宽边貌。 那宽边貌瞬间躲开, 但是那五地钳却是闪烁出一团蓝金色的雷电, 再次打向它。 没办法, 那宽边貌只要是调动自己的钢器进行抵御, 两只鹰鬼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挡住了这五地前上面的雷电。 众人哗然, 鹰鬼踪得秘书。 还需要我试试那老头吗? 叶峰抬头, 看向那还在顶层那个叫架的老者。 曲元博现在面色铁青, 一言不发。 而且你作为这场戏的导演真的很不专意。 叶峰说着, 走向那个环卫工人。 你本来就是鹰鬼宗的人, 对吧? 而且你本来的岁数应该就是二十岁。 哇! 那环卫工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涉于叶峰身上的气息, 却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叶峰闻了闻心神, 面对这样一位超级天神, 单纯的威压, 叶峰也是勉强扛着。 这个人所带来的危机感, 比秦始皇、 道卿等人都要来得强万倍。 布局的是你, 但是阴谋的实施者却是帝谣, 帝秦是长子, 但是其实却是你最小的妻子所生。 我来猜测一下, 当初是士族社会, 同样也是士族体系, 传宗接代是比天还要大的事。 但是你的妻子们却个个都没有生养, 无奈只能再娶, 可是一直娶到长衣之时, 才终于生出了帝职。 你当然十分高兴, 同时也对帝职偏爱有加。 如果我猜的没错, 帝职后来那些臭毛病都是你惯出来的。 耳后说来也奇怪, 也许其中还有什么阴谋夹杂其中。 在长衣生出孩子之后, 其他的儿子也出来了, 其中就包括李妖。 你当时也知道, 帝职这些弟弟们, 个个贤能都高过他, 可是你又喜欢这个长子, 也许是认为他的到来, 才让你子嗣得以继承, 所以你想传位于他。 所以设置了一个局, 先讲神功赐予了义, 为了将来这场局埋下伏笔。 结果你没想到, 帝职昏庸已经远超你的预料。 或许你在非诚之前已经暗示了他什么, 但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甚至自作聪明的帝职在继位之后, 为了防止被篡位的事情发生, 便立刻颁发一道强制性命令。 现所有在先帝朝受封的侯爵, 十日内必须回到自己封地, 拒捕执行者则收回封地, 消去封爵。 他的三个弟弟只好乖乖离了都城, 带着自己家人回封国去了。 看着几个弟弟都离开了都城, 地职应该是十分的高兴的。 他便把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入朝为官, 帮他管理朝政, 他自己却终日待在神功里与妃子享乐, 很少过问朝中大事。 于是那些他所信任的大臣便借机利用手上的权力欺上瞒下, 胡作非为, 干了许多不法之事。 而地职却对此不闻不问, 任由那些贪官污吏横行。 各地百姓怨声载道, 暗地里纷纷咒着地职早死。 史书上说, 由于地职无德触怒上天, 天地便降下种种灾难惩治人间。 传说这时候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 把地里的庄稼和山上的树全都塞死了, 一些痴魅亡俩也趁机肆意横行, 残害人类, 人们陷入极端的恐慌之中。 其实这不是触怒上天, 而是你设置的局已经开始启动了, 升到天上之后, 你想必也得在浩天天地下边做事。 过多插手阳间的事必定会遭受严厉的惩罚,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你飞升之前便设定好了这些灾难的发生。 功也给了, 暗示也给了, 但是你没想到, 地职却对这些视若无睹, 照旧痴迷于宫中享乐, 而地谣却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 在想到你赐下神功之后, 便去做了这场阴谋的旅行者。 自此之后, 四方诸侯看见陶堂侯之威德日盛, 北斩也鱼, 熄灭九英, 中厨丰西, 南途八折, 又杀早尺, 大家清养就急了。 地职十二年假辰, 唐瑶联合全国各大士族联盟集团的大酋长向地职发难, 逼迫他退位。 地职虽然不甘心退位, 但是面对强大的士族联盟阵营和年富力强的咄咄逼人的弟弟, 自知无力抗争, 不得不走向天子宝座, 将地位善让给唐瑶。 好在唐瑶念及兄弟情分并没为难他, 仍旧将他封在新义, 今山东辽城新县, 视为新厚。 而你为了地职功德口碑大显所设的局, 却被地瑶纠占雀巢, 反倒成为了让地职退位的直接导火索, 所以义不敢上天, 地瑶上天之后也是自降功德, 在八重天上做神明, 不敢上九天。 利库听完, 不由地拍起手来。 不错, 不错, 相当不错, 没想到这五千年以后的二十岁少年, 竟然讲一切东西的这么清楚, 那我倒想再问问你, 现在我想哄骗你杀掉这些东西, 又是为了什么? 这个很难猜啊,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所控制的, 在出现人间的, 但是你却要我想起斩杀? 如果容易猜到的话, 我也不会问你了。 利库说道, 脸上挂着笑容。 后裔的下场我已经看到了, 指。 那听爷刚才您的意思是, 是想养一帮佛爷保护这俩妞? 差不多吧, 不过前提呢, 我要先找到几个佛爷跟着我, 然后才能找到你口中那个周四爷去盘道去, 这也算是你们江湖规矩, 对吧? 亮子说着, 赞叹的点了点头。 爷, 您是混哪儿的? 我亮子这命就跟着您了。 哼, 我呀, 我混的地方你们永远不可能理解的。 叶峰笑了笑, 亮子也知道这类人都是有大本事的, 指不定背后还有着什么大家伙, 这些佛爷走南闯北, 眼力见最重要, 自然也就没有敢多问了。 随后, 亮子上了叶峰的车, 带着他们去找了几个佛爷。 这小子投诚速度也太快了吧, 如果以后他在保护安琪和袁儿的过程中, 也这么快被人弄去了, 那怎么办呢? 胖子看着后视镜当中的叶峰和亮子说道, 亮子赶紧解释。 哎, 二位爷, 先不说您二位的雷霆手段让我蛰伏, 主要是我真的不想再根治周四爷了。 周四爷这人呢, 什么都好, 就最近呢, 跟得了神经病似的, 让我们手下的这些佛爷呢, 去偷什么怀梦草。 那什么怀梦草, 谁倒是个什么鬼啊? 怀梦草? 他有没有跟你们说是什么样的草啊? 根据上面的佛爷传下来的指示呢, 就是那种类似红色的铺鹰。 您说啊, 我们这些佛爷都是从人身上扒活的, 谁随身带着那铺鹰呢? 要是想找铺鹰呢, 去那北海公园大池塘子什么地方找呗。 结果呢, 周四爷还说就得在人身上偷, 而且一个月之内必须得偷得到。 得了, 那我们就这么瞎忙活着, 结果也没听说哪个佛爷偷到什么怀梦草。 这次既然呢, 您有这心思, 与其我等着被周四爷收拾, 还不如就这么跟您偷了成了呢。 怀梦草? 叶峰想了想, 那是一种神话传说中的异草, 怀之能梦所思, 也就是能把草抱在自己的怀中, 可以梦见自己想梦见的人。 汉代郭县动明记中有记载, 有梦草, 四脯, 色红, 进缩入地, 叶则出, 一鸣怀墨, 怀其叶, 则知梦之吉凶, 立燕也。 第四李夫人之容不可得, 说乃现一之, 第怀之, 叶果梦李夫人, 应改约怀梦草。 爷, 爷您好温彩啊。 两子伸出大拇指。 后来我查到了也就这些信息, 所以您说我们这佛爷上哪偷着玩去呢? 所以啊, 您要是真有手段, 手腕够硬, 赶紧罩着我们这帮佛爷, 省得到时候被这周四爷修理。 叶峰倒是有些奇怪啊, 一个普通人找怀梦草干什么呀? 难道这件事还是和银行知识有关系吗? 不过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去办。 跟着亮子的指引, 叶峰和胖子在一个公园里面见到了第一个佛爷。 那是个五大三粗的壮汉, 有二十四五岁, 一脸凶小。 亮子指完之后, 似乎害怕被那个佛爷看见, 立马把头锁在车窗下面。 看来这个佛爷算是个小头目啊。 你来我来啊。 叶峰看向胖子。 这种你就别来了, 太跌分。 胖子说着, 静止下了车, 走到那佛爷面前告诉他自己叫王峰, 想烧他做个兄弟。 佛爷满不在乎地瞥了胖子一眼。 看样子想和周四爷叫个板呢, 自然呐, 您配吗? 是是。 可以。 佛爷刚应声回答完, 便是一拳打响了胖子。 胖子闪身躲过, 脸上带着笑容, 任凭着那佛爷的进攻。 亮子告诉叶峰, 这个佛爷是鼓楼打劫一带最有名气的, 绰号黑子, 不仅人长得黑, 心也黑, 手更黑。 没家没夜的是个亡命图啊。 叶峰点了点头, 看着胖子左躲右闪, 游刃有鱼, 倒是没太放在心上。 那黑子也是见打不中胖子, 手中翻出来一把闪亮亮的刀子, 猛地向胖子刺了过去。 胖子等的就是这个, 在玩刀这块, 他还真没怕过谁。 他一个二十岁的阴鬼宗新人, 何时见过这样的场面? 叶峰虽然与他同龄, 但是心性已经不知道超越他多少。 咱们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女人是五十五岁, 滨海作为大城市一直是各守这条法律规定的。 就算有些偏运的地方, 因为某些老人家庭贫困, 安排还卫工的活, 也不可能七十岁还在工作岗位上。 叶峰看向曲原博, 因为一旦出事, 那招工单位就要背负上相应的责任。 你在导演这场戏之前, 只顾着为了怎么更加突出这个假轩远魔镜石, 这是神奇和真实, 却忽略了这个, 偶尔你也关心一下老虎大众啊。 叶峰带着笑容, 对曲原博说着, 众人却是不解, 这环卫工人不是裴老太太黑衣军招来的吗? 怎么会是阴鬼宗的人啊? 你傻呀, 肯定是周围的环卫工都让他换上了阴鬼宗的人了呗。 当然, 这只是我的猜测, 也可能有别的方法, 反正那个环卫工就是阴鬼宗的人无疑了。 我说那轩远魔镜石那种上古神器不可能出现这种地方, 没想到真的是假的, 只不过是化了妆成了七十岁的老人, 随后再用法术清洗掉了而已, 好一出欺骗啊。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叶峰确实示意众人静一静, 随后他缓步走到了一个站在裴老太的何一军面前, 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你也是阴鬼宗的人对吧? 那黑衣军只留了一个眼睛, 瞪大了难以置信地看着衣服。 裴老太真正派出去的黑衣军被你们阴鬼宗设计捕捉了, 随后你们换上了黑衣军的衣服, 再次带着那个环卫工人来到这儿演了这一场好戏。 刚才裴老太施法时受伤, 应该就是你下的黑手, 对吧? 叶峰说着, 一把扯下了黑衣军的面罩。 这不是我的手下。 裴老太看到黑衣军的面孔之后, 惊呼了一声。 真正的那名黑衣军在哪儿? 我…… 你想好了再回答, 如果他死了你绝对也不能活。 这家黑衣军看向曲元博, 但是曲元博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叶峰。 运在卫生间里? 既然自己的宗主都说不出话来, 那自己完全没有硬扛的必要直接交代。 很好。 叶峰松开自己的手, 看向裴老太身后的一名黑衣军。 那黑衣军瞬间会议, 马上去寻找同伴了。 真不好意思, 打扰了你的一出好戏。 叶峰微笑着, 看着曲元博, 同时将自己的锦盒提了起来。 我们毛山的确是有些穷, 两千亿这样的数字对我这个光盖天师来说, 还是比天文还天文的天文数字。 不过, 听曲中主的意思, 可以以物易物, 正好我这儿有件礼物要送给曲中主, 想必这件礼物应该能换得这雷霆都斯印吧。 叶峰说着, 随手将那锦盒丢到曲元博的手中。 曲元博一手接住, 里边沉淀淀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毛山有此心意, 曲毛心理的, 但若是这件物品配不上雷霆都斯印, 也别管曲毛不给叶天师这面子。 曲元博说着, 将那锦盒拆了, 他还以为是什么法器, 但是其中却是一颗令人心惊的人头, 不是别人, 正是地久魔神拜盟。 曲元博的手都颤抖了, 自己心中的神明, 修仙家族供奉的魔神, 竟然就这么被叶峰斩杀了, 这怎么可能啊? 曲元博颤抖的手摸向那颗头颅, 那传来的熟悉触感, 让曲元博扑通一下跪了下去。 宗主! 阴鬼宗的弟子从未见过地久魔神拜盟, 此时看着曲元博的反应, 也不知道为何。 魔神需要欺人太甚, 敢用一颗人头来换雷霆都斯印, 藐视我宗尊严, 看招! 已经有阴鬼宗的弟子按捺不住了, 刚要冲向叶峰, 那曲元博开口了。 休要作乱? 阴鬼宗弟子不解地看向了曲元博。 这件礼物, 的确还能还着雷霆都斯印, 也偏使请便。 曲元博缓缓地站起身内, 对叶峰做了个请的手势。 叶峰带着笑, 走向那雷霆都斯印, 将其拿在了手中端详着。 哼, 那就多谢曲宗主割爱了。 曲元博浑身冰冷地点了点头。 那我就不带此多做打扰了。 叶峰说着, 便是率先走下去。 随后, 众人和陪见人也是一起跟了下去。 恭送叶天使。 曲元博竟然扑通一下下跪, 三拜九寇, 恭送叶峰。 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曲元博, 随后再次把目光集中在叶峰的身上。 所有人都是不胜唏嘘,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觉得叶峰实在是有些厉害啊。 刚才魂与寒疾风的对话, 在曲宗主看到锦盒之后, 口拜作为结局, 实在有些戏剧啊。 一位老者赞叹地说着, 不得不说, 这个风威子真的是太帅了。 一名年轻女性眼貌桃花地说着, 最厉害的还是寥寥几雨, 便是让击杀雷霆二将和制服裴老他的曲宗主下跪, 甚至只是用一颗人头就换走了价值两千亿的雷霆毒丝印。 这次阴鬼宗真的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俗话说, 强导众人推, 现在众人也是没有吝惜自己的唾沫, 不停地摇着头讨论着, 同时也是一起走出了拍卖场。 曲元博这一跪, 算是把阴鬼宗击杀雷霆二将所获得的名声和威慑全都跪没了。 但是曲元博士真的撑不下去了。 他在众人走后依旧常跪在台上, 随后挖的一口吐出了鲜血, 身形抑制不住地歪在台上, 发出咚的一声。 宗主, 您为何看到这个人头之后, 就对那小子十三寇九拜的大礼啊? 这是咱们阴鬼宗地盘, 难道还怕他一个小道是不成? 这人头是第九魔神, 白蒙的头。 曲元博无力地说道, 露出了一抹惨笑。 什么? 地九魔神大人死了? 被那个小道士杀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众人都惊讶地说着, 随后便是涌起无限的悲伤。 修仙家族供奉的就是自己专属神明, 同时, 获得力量的大小, 也是完全依靠供奉的神明。 现在, 他们供奉的神明, 第九魔神拜蒙死了, 那就意味着, 阴鬼宗, 完了。 曲伯元惨笑地说着, 随后头一歪, 整个人昏死了过去。 众人已经是坐到了裴家老太那辆家长林肯当中, 叶峰吐了一口浊气, 顺着他胳膊流下的血, 已经是递到家长林肯的地毯之上。 天使哥哥! 四汗敏锐地察觉到这个, 叶峰摆了摆手, 事已没事, 并且吩咐司机赶紧开车离开这里。 离开了阴鬼宗的地盘之后, 叶峰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他这次杀柏蒙所消耗的体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哪怕在刚才, 那阻止曲元博的一剑还是老张射出去的, 他根本没了力气。 在那墓穴当中, 诸葛明在为老张和杜仙儿疗伤的时候, 便是让他知晓了拍卖场发生的事。 所以叶峰便是准备过来营救裴老太和四汗。 他趁着诸葛明治疗张灵修和杜仙儿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也只是恢复了不足一成的体力, 勉强支撑他走到这里和说了那么多的话。 如果真的要动起手来, 整个阴鬼宗一拥而上, 叶峰想全身而退, 恐怕还是有些困难。 老张被治疗好后, 也只有那一剑的威力, 杜仙儿更是整个人只有拿弓的力量了。 只有胖子和诸葛明稍好一点, 但是也不可能是整个阴鬼宗的对手。 所以叶峰才要诸葛明释放了树仓之地, 了解了整个拍卖场的过程。 从其中发现了曲元博为裴老太所设的局, 随后想出了这个不动手就能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天师哥哥, 你怎么样? 四汗坐在叶峰的旁边, 关切地问。 没什么大问题。 叶峰摆了摆手, 同时拿出那雷霆毒丝印。 老太太想要这个东西, 想必是为了你体内的乖龙所要的吧? 现在你拿去吧。 不要。 四汗把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天师哥哥, 你也是修炼雷法之人, 这个雷霆毒丝印也一定对你有用。 而且天师哥哥帮了我这么多, 我怎么还能想你的法器呢? 你救了我一命, 这个雷霆毒丝印就当我送给你的吧。 我救你一命, 我什么时候救你一命, 但是天师哥哥救过我不少次。 不亏你为我制造了这件龙霄, 要不然我可能就会被胖子的地火符烧成烤鸡了。 叶峰无力地笑了笑。 所以拿着吧。 啊? 胖子用地火符烧你? 我不信。 四汗忽疑地看着叶峰。 这个是个比较悲催的故事, 所以我也不想再讲了。 叶峰想起, 那时候胖子出其招, 将地火符放在自己身下, 阴败蒙的事情就感觉一阵无语啊。 天师哥哥说的话你都不相信了吗? 我…… 四汗犹豫着。 拿着吧。 这小子欠我们梵舞流行的人情, 是这一辈子都还不完的。 只是一个小小的雷霆都思印, 又算得了什么? 黑老太冷哼着, 叶峰好脾气地笑了笑, 将雷霆都思印递到四汗的面前。 拿着吧。 拿着吧。 好吧, 天师哥哥, 那我就收。 四汗的话还没说完, 叶峰背后剑侠销炼剑, 却是冲出来, 一下子插在那雷霆毒丝印上。 销炼, 你干嘛? 叶峰大声说着, 但是销炼剑很快便是从中抽出来, 似乎很开心地, 围着车厢转了一圈, 随后再次回到剑侠当中。 叶峰察觉到, 那原本在雷霆都思印中澎湃的灵气, 此时消耗得一干二净了。 那雷霆都思印也是从中间裂了开来, 变成两块糟木头。 哼, 不想给支书, 何苦还导演这么一出戏? 难道是在嘲讽老太太我, 今天中了徐元博那小子的气吗? 裴老太厉声一喝, 却是让叶峰无限委屈。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 销炼剑似乎很开心, 在剑侠中咦咦咦的说着, 叶峰勉强听懂了, 他说这个东西里面灵气可以让他吸收, 所以他就出来吸收了。 你呀说的倒是轻松, 这你们让我怎么解释? 叶峰和裴老太太虽然表面上还算是不错, 但是这古怪的老太太本就喜欢刁难自己, 叶峰现在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何须解释, 我要你拿着雷霆毒丝印本来就是给销炼吃的。 叶峰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 哼, 你还真是为我着想啊? 那是自然, 你可知上一任销炼的主人是谁啊? 叶峰傲然地问。 不知道。 叶峰装傻故意气他。 是我? 你现在不单单要增加自己的修为和力量, 更要增加修炼的力量才行。 这雷霆毒丝印可是两千亿啊, 这败家玩意儿直接给我飞了? 而且我该怎么解释啊? 那不管我事。 叶峰抬头正好对上的裴老太太可以杀人的目光, 她也是沉默了。 我能出卖自己裴吗? 什么? 老太太本以为自己耳朵出了问题。 出卖自己? 难道你想和燕尔结约婚吗? 可是又有什么用? 燕尔都魂飞魄散了呀。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现在四寒已经成长得足够了, 可以形成水变之鉴。 我准备履行承诺, 将世神九世传授给他。 哼, 你一个小兔崽子, 我看是你脱离严重, 想在裴家好好休养吧。 我告诉你, 裴家的天才地宝, 你一个别享用。 传授完世神九世, 就赶紧给我滚。 一定一定。 你们这些朋友交住宿费和饭费。 裴老太看向诸葛明等人, 诸葛明先是举手投降。 我马上就走, 别算上火。 张灵修一言不发, 对于剑的事情, 他一向没什么概念。 杜仙儿则是凑过来, 一脸讨好。 老太太, 咱们也算有点交情的, 不如叫。 裴老太太看向胖子, 胖子无奈地耸了一下肩膀。 走了, 感情就我得交饭费呗。 四寒忍俊波金地笑起来, 车里面的氛围也终于是缓和了下来。 接下来的一个月, 叶峰便是在裴家不停地休养生息, 以及传授四寒世神九世。 那裴老太虽然是个刀子嘴, 但是着实是个豆腐心。 裴家的天才地宝就像是不要钱一样 往叶峰这里送了。 在这一个月中, 一个礼拜, 叶峰就不单单恢复了体力, 甚至还获得了更高的体力储备。 剩下三个礼拜, 叶峰稳固了自己的修为, 同时他也感受到 七频转通的瓶颈, 似乎是隐隐有些松动了。 但是, 任凭叶峰再怎么突破, 却还是根本没有效果。 在一个月后, 四寒已经是能够反无流行制造出水流, 弄出毫无攻击的世神九世模样了。 所以叶峰再留在这里也没有必要了。 多谢老太太了。 叶峰对裴老太做了个长鸡手。 别, 我老太太可经不起你叶天师的一败。 裴老太太依旧是刀子嘴, 叶峰也只是笑了笑, 没有与裴老太进行什么争辩。 天师哥哥, 你要走了吗? 四寒看着叶峰说着, 似乎十分的不舍。 对啊。 叶峰摸了摸他的头。 接下来你只要好好修炼反无流行, 不要松懈对世神九世的参悟, 等你修为上去之后, 一定可以成为反无流行, 最为出色之人。 好, 我一定努力。 四寒乖乖地回答。 好了, 你们也该走了, 老太太就为你们弄一顿送行饭吧。 裴老太说着, 看着旁边的黑义军一眼。 那黑义军会议出去背车。 盛情难缺, 叶峰也没有拒绝。 最后吃一顿饭, 那就吃一顿饭。 裴老太带他们去的是裴家名侠的一家产业, 在情城当中也算是数得上名号的一家。 下车之后, 叶峰便是中了中名。 怎么着? 还没吃, 就对我裴家的饭店不满意了。 裴老太冷声说着。 小子不敢。 叶峰说着, 看向了裴家饭店相对的那一家名叫天下最美味的饭店。 这家饭店老太太您和他们老板熟吗? 我哪里会过问这种小事? 裴老太虽然不知道叶峰想做什么, 但是还是吩咐了手下的黑义军叫这家饭店的经理过来。 没多一会儿, 裴家饭店的经理便是满头大汗的跑过来。 裴董事长, 您来了也不先知会我一声, 有识愿迎看。 行了, 别弄这些虚的了, 老太太我也只是过来吃一顿便饭。 裴老太说完, 便是指着对面那天下最美味说道。 那一家饭店你熟悉吗? 那不是一家饭店, 那是一家私人会所。 别看名字就像一家网红店一样, 但他们的入会资格特别高, 只有老板亲自邀请的人才可以进去。 是吗? 派头这么足, 老板是谁? 在整个京城内, 上层社会的人裴老太基本都熟悉, 只要说出名, 那裴老太就肯定知道。 老板姓齐, 是个外地人, 新到京城的。 再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那儿的老板从来不参加什么社交活动, 只是固定邀请会员进入。 我也亲自登门拜访过, 但因为我不是会员, 被他们工作人员拒着门外了。 哦, 这么大的派头? 裴老太冷声说着。 在京城里面? 不卖我面子的, 还没有几个人呢。 走, 今天咱们去那边吃。 裴老太看向叶峰, 叶峰也是点了点头, 众人便是走向了天下最美味。 那家店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在走路的时候, 叶峰淡淡地说着。 叶峰的流瓶转通, 感官是最为发达的, 甚至张灵修和裴老太都不急他。 什么味道? 裴老太问。 说不上来, 是一种很复杂的味道。 叶峰皱着眉。 这是我第一次闻到这种味道。 裴老太点了点头, 走到中山面前, 率先走到那大厅的门口。 但是, 两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却是拦住了她。 对不起, 老太太, 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 不接待散客。 你们连我都不认识吗? 我是裴灵夫。 那两个穿着旗袍的女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对不起, 老太太, 我们这里是私人会所, 不接待散客。 哪怕您是来自中南海的贵宾, 也需要有齐老板的邀请函才可以。 那假如老太太我硬闯呢? 裴老太第一次在自己的地头上吃饼, 竟然是咽不下这口气。 对不起, 那我们就需要叫警察了。 你叫来之后反倒是好了? 我倒想看看, 老刘到底是帮你们还是帮我? 裴老太太说着, 便是想硬闯, 叶峰赶紧拉住老太太。 虽然这里是裴家的地头, 但是做的毕竟是没理的事, 真的闹大了难免影响不好。 对不起, 我们马上走。 叶峰赶紧拉住了裴老太太, 拉到了裴家名下的那家饭店了。 今天就快吃就好了。 在饭做事, 裴老太太还是有些不爽。 小兔崽子, 今天你要是不拦着我, 我非得进去不可。 我知道, 我知道。 叶峰连连硬打, 依靠裴老太太在京城的能量, 想进中南海恐怕都不是难事。 但是, 问题不在这个呀。 而是叶峰不想因为一个特殊的味道 将事情闹大。 那样的话, 假如那家饭店真的有什么问题, 难免会打草惊蛇。 老张, 你先去查探一下, 看看那特殊的味道到底怎么散发出来的。 叶峰对张灵修说着, 张灵修作为北方鬼地, 跟踪和隐藏这方面算是最强的。 探查这种活, 在他不犯二杆子的情况下, 的确是最合适的。 张灵修点了点头, 刚想离开, 却是被杜仙儿拉住。 他嘟着嘴说, 灵修哥哥还没吃饭呢, 你使唤人也不能这么使唤啊, 想让马儿跑, 也得让马儿吃草啊。 不用。 张灵修冷冷地说了一声, 随后挣脱开杜仙儿的手, 走了出去。 叶峰尴尬地笑了笑, 老张的查探速度, 只是查一个饭店, 等菜上来他会回来的。 要是回不来呢? 杜仙儿看着叶峰, 有些怒意地说着, 如果回不来我也不动筷子。 去。 杜仙儿冷哼了一声, 刚想说些什么, 但是门却被推开了, 是张灵修。 我测老张, 你这也太快了点。 叶峰都有些惊讶了。 那家饭店没有窗户, 只有正门才能进去。 通风口都没有? 没有。 我靠, 这是什么会做? 叶峰想了想, 就等他们关门了, 想办法进去吧。 张灵修点了点头, 落了座。 众人吃了饭, 裴老太安排他们上楼去休息一下。 等到凌晨两点的时候, 大街上已经没什么电开了。 叶峰才和胖子一起走出去。 张灵修等人在裴家饭店大厅做街友。 选择胖子的原因是比较能说。 如果被发现的话, 两人一唱一和, 也能将这件事圆过去。 如果是张灵修, 恐怕就只能拔剑了。 风子, 咱们怎么进呢? 我看那正门已经有锁呀。 胖子和叶峰摸到墙边下, 低声地问。 只是一把锁能难住我叶峰吗? 这次可不一样, 这里边是有人呢。 你直接用蛮力打开肯定会有声响, 引起他们注意啊。 胖子说着, 忽然眼睛一亮。 哎, 风子, 毛山道法中有没有穿抢树啊? 有啊。 叶峰复杂地看了胖子一眼。 真的? 那咱们直接穿进去不就行了吗? 好啊, 你真聪明。 叶峰说着, 同时手指捏了个绝。 你跟我念啊, 一起穿过去。 好嘞。 胖子有些激动地说着, 也是手指和叶峰捏了一个一样的绝。 天灵灵, 地灵灵, 太上老君快想灵, 穿墙树, 走。 叶峰说着, 和胖子一起冲过去。 但是叶峰却是冲到一半站住了脚, 而胖子则是直直地撞上去, 狠狠地刻在了墙上。 痛感瞬间, 席卷了胖子的全身。 但是为了不被发现, 他还是忍着不让自己好出来。 哼, 傻蛋, 毛山道术又不是神术, 哪有能穿墙而过的。 你在这守着我的肉身, 我先原神出气, 进去看看去。 叶峰说着, 便是手指捏绝, 原神出窍, 猛地冲进了墙壁。 原神状态下, 自然是可以穿墙的。 但是在接触墙的时候, 叶峰感受到胖子刚才的痛苦。 原神直接摔回到肉体当中。 痛感席卷了叶峰的全身, 但是为了不被发现, 他还是忍着不让自己好出来。 叶峰这一下就让胖子心里平衡了。 他强忍着笑声, 学着叶峰刚才的语气说, 傻蛋, 毛山道术又不是神术, 哪有什么墙都能轻松穿过去的。 你大爷的, 这墙竟然加了尽致了。 叶峰疼得呲牙连嘴, 但还是小声地说, 看来只能从正门摸进去了。 不能依靠力量开锁, 你还有什么好招吗? 胖子抱着一种看戏的心态。 你忘了, 老子留门窍锁简直一绝, 以前偷偷进师傅的屋子没少用这招。 叶峰说着, 拿出一根朱砂线, 注入钢器让它变得累了起来。 随后, 悄无声息地走到那锁的旁边, 轻轻地捅进了锁孔当中, 随后, 朱砂线随着孔锁开始变化。 在完全和锁心匹配之后, 叶峰再次注入钢器, 让它变得坚硬如铁, 就这样做成了一把简易的钥匙。 只听喀巴一声, 叶峰扭动的钥匙锁打开了。 搞定。 叶峰对胖子比了个OK的手势, 胖子也是一起摸了过来, 随后和叶峰挽着腰低着头向里面摸了过去。 不好意思了, 维先生, 我们这里不接待散客。 那两个穿着旗袍的女人, 如同鬼魅一般飘到叶峰和胖子的面前,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冷冷地说道, 我们看上去像是散客吗? 叶峰抬起头, 斜斜地冲着那两个女人笑了笑, 左右开弓, 手刀打在两人的脖子上, 两人的身体瞬间软了下去。 胖子接住两人, 将他们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我们是潜伏在暗夜中的贼。 胖子接了叶峰的话说道, 行了, 别中二的。 叶峰说着, 带着胖子继续向里面摸。 这天下最美味的布置还挺复杂。 进了大厅之后, 有两条大走廊, 里边有着许多的房间, 随后, 箭头更有一个房间。 里边一个, 保持联系。 叶峰刚想和胖子分开, 却是碰到了一个人, 从左边的走廊, 缓缓夺步了过来。 那个人长得十分的丑陋, 面目可憎的模样, 同时, 牙关突起, 眯着眼睛, 带着笑容。 虽然表情十分的和谐, 但是长得, 真的是着实有些别致啊。 二位, 我叫齐阳长, 是这家会所的老板。 本会所是高档会所, 不接待散客。 二位硬闯还打伤我们的招待, 如果再不出去, 我就要报警了。 那齐阳长拿着手机, 上面显示已经拨通了110。 别, 我们只是求财, 别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 叶峰赶紧摆手, 同时收敛自己的钢器, 和胖子一样, 变成了普通人。 求财好说。 齐阳长甩出一张银行卡。 密码是银行卡后六位, 里面一共有五十万。 我出来乍到不懂规矩, 帮我把这些钱分给各位的同僚, 希望不要再打扰我这个私人会所。 叶峰心中喊了一声卧曲, 打发偷东西的, 都直接甩出五十万。 这你妈太财大气聪一点了。 嗯, 哈。 叶峰接过那张银行卡的时候, 故意表现傻了。 这个反应, 很让齐阳长满意。 那二位请回吧。 齐阳长伸出了手, 对两人说道。 叶峰和胖子也是点了点头, 随后拿着那张银行卡, 没有直接回到陪家饭店, 而是绕了一个大圈, 才回到了陪家饭店。 什么情况? 众人看到叶峰之后, 急切地问。 叶峰晃了晃手中的银行卡。 五十万, 把我们打算了。 胖子也是在一旁结实起来。 众人听完之后, 也都是愣住。 裴老太沉吟地说, 这件事你们别管了, 我派人过去渗透调查一下。 连窗户都没有, 怎么渗透调查啊? 既然是开店的, 还喜欢叫警察, 那就动用世俗的力量好了。 裴老太笑了笑, 随后出去打了个电话。 第二天的时候, 叶峰还在打坐调席, 大概下午的时候, 裴老太便是敲门而入, 手中拿着一台平板电脑。 这是执法纪录仪拍下的画面, 所有的房间都查了, 你可以看看。 叶峰点了点头, 开始看了起来。 视频的镜头依旧是从正门进入, 依旧是那两条走廊。 视频先进入到右边的走廊当中, 随后挨个门挨个门地打开, 里边都是设置极为古朴的房间, 一张桌子, 背后有一个画像, 点燃了一只箱。 接下来的房间都如复制一般, 和第一个房间如冲一辙。 所有的房间都看过了, 毫无出入。 你们的库房呢? 那记录仪中的声音说道, 我们没有库房。 你们做饭店的没有库房? 对, 因为我们是高档私人回所, 所有的食材都是最新鲜, 直接空运过来的。 客人需要什么, 我们就会做什么, 所以不具备库房。 启阳长说着, 看向了那视频的镜头,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那笑容仿佛在对着镜头这边的叶峰笑着。 随后, 视频便是结束了, 叶峰将平板放在床上若有所思。 看上去一切都正常。 裴老太说着, 看上去一切正常才是最不正常的地方。 叶峰沉吟着, 如果只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地方, 怎么还会在墙上设置尽致呢?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啊。 但是, 说哪里有问题, 叶峰还想不出来。 正在思考的时候, 她的手机忽然响起来, 叶峰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袁儿。 叶峰哥哥, 你到北京了? 怎么没有告诉我呢? 袁儿有些称怪地说着。 大叔, 你不正义啊? 侯安琪的声音。 叶峰愣了一下。 我到北京了, 和你们两个小丫头骗子有什么关系啊? 问问问, 我们在北京上学你不知道吗? 来北京也不来慰问我们。 侯安琪大声嚷嚷。 你个没良心的复兴汉。 在北京上学? 怎么没在滨海上学? 叶峰一时, 没转过弯来。 我们上大学了好吗? 侯安琪没好气地说。 袁儿抱的精华, 你不知道吗? 啊, 这我倒是早就知道了, 可你为什么也来北京了? 叶峰反问。 难道你最后高考超级大爆发了? 我就不笔圆了, 我只是上了个北大, 我还是喜欢电脑上的东西。 这下老爹再也管不住我了, 我可以尽情研究电脑程序了。 侯安琪开心地说着。 北大啊? 北大那也很牛逼了。 叶峰虽然从小没有上过学院, 但是清华北大的名号他还是听说过的。 北大计算机系吗? 不不不, 北大专门学习电脑的学校。 叶峰愣了一下, 北大还有专门学习电脑的学校吗? 有啊, 北大青鸟。 侯安琪特别骄傲地说着, 叶峰沉默了一阵。 你真当你的大叔不上网啊, 你抱着什么心态那么骄傲, 说出北大青鸟这几个字的啊, 你就不能和袁儿比比吗? 他跟你上一样的学校, 而且人家只上了一年高三, 考了清华, 你只能上个北大青鸟, 你说说你这…… 哎哎哎, 大叔大叔, 你怎么跟我爸说的话一模一样啊? 这些话呀, 我耳朵听得都要磨出茧子来了。 侯安琪不耐烦地说着, 大叔, 我和袁儿给你打这个电话, 是想让你带我们出去吃饭的, 你能别教育我了吗? 想吃饭是吧? 我给你发位置, 直接过来吃饭吧。 哎呀, 这么痛快, 大叔你转性啊, 以前不是抠得一毛不拔吗? 少废话, 想吃赶紧过来。 叶峰心中说着, 反正也不是我花钱。 叶峰给和安琪发完位置之后, 便是继续坐在床上, 看向裴老太。 等会儿会有我两个朋友过来, 你帮我准备一桌的好菜, 还有一台配置足够高的电脑。 叶峰话音未落, 裴老太便是一巴掌打在叶峰的脑袋上。 小兔崽子, 吩咐谁呢?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叶峰赶紧转座为贵, 在沙发上恭敬地说着, 奶奶, 您帮我准备一桌子好吃的, 还有一台配置的高的电脑就行了, 小兔崽子有用。 滚, 老太太我没时间。 黑老太说着, 便是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 但是却也是拿出了手机, 给外面打电话, 安排着饭菜和电脑。 没有多长时间, 侯安琪和袁儿便是被一个黑衣军带领着走进了叶峰的房间当中, 随后, 那黑衣军便是退出去。 侯安琪看到叶峰旁边那一桌子好菜 和旁边的一台电脑, 眼睛都亮了。 大叔, 你这也太仗义了吧, 吃完饭还给我配了电脑? 这电脑一看配置, 就是好高端啊。 叶峰哥哥。 袁儿却是十分淑女地喊了一声, 叶峰点点头, 让他们两个坐了下来。 吃饭可不是没让你吃的, 等会儿吃完饭, 你要用这台电脑帮大叔说件事啊。 撒, 我就知道, 大叔你为安好心。 侯安琪说着, 用两个小手指夹起了一块澳洲龙虾肉, 放到嘴里, 一边咀嚼, 一边说道。 先干活的吃饭吧, 省得为大叔吐槽。 我吐槽你什么呀我? 叶峰有些无语。 行, 那我先吃饭, 吃到晚上好了。 侯安琪说着, 竟然真的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兔奶奶算我错了, 这件事真的有点着急, 你先帮我做啊。 叶峰说着, 直接推着他的椅子到了电脑面前。 去, 帮本宫擦擦手? 侯安琪伸出, 还带着龙虾枝叶的手到叶峰的面前。 叶峰随手, 扯出两张卫生纸, 帮他擦了擦手。 快点。 真没诚意, 看好了。 侯安琪先打开了电脑, 随后双手放在键盘上。 大叔, 你等会儿, 你让我帮你什么呀? 叶峰这才想起来, 被侯安琪查课打魂, 弄得都忘了说自己要求他什么事儿了, 便是赶紧说了出来。 哦, 你的意思就是黑进他们的监控系统呗? 没错, 就是这意思。 小事一撞。 这件侯安琪在电脑面前噼里啪啦的狂按一通, 随后, 界面开始变得让叶峰根本看不懂了。 大概过了十分钟, 侯安琪敲了一下回车。 搞定。 一个四宫阁的监控画面出现起来, 叶峰认出, 这就是大厅, 两个走廊还有一处外门的监控。 感情自己那天和胖子的行踪早就被人看到, 可是自己根本没有看到摄像头啊, 难道是隐藏似的? 真的够奇葩啊, 别人装摄像头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 让别人打小贼心。 这天下最美味却是反其道而行之, 用隐藏式的摄像头。 叶峰按动键盘上的方向键, 切换了一下九宫阁, 但是却发现电脑画面根本就没动。 什么情况? 卡了吗? 不可能啊, 这台电脑的配置不可能存在卡这种情况呀。 侯安琪放下手中大龙虾, 舔了舔自己的手指走了过来。 大叔, 你想做什么? 我想切换下一个监控画面啊。 所有的监控画面都在这里了。 什么? 就四个摄像头? 对啊, 就四个。 大叔, 你怎么对那家店这么感兴趣啊? 单纯好奇, 叶峰回答完, 刚想转过身去, 却听了华安琪啊的尖叫了一声, 不停地拍着自己的胸土。 叶峰也是赶紧转身, 却发现那四个摄像头上出现的都是齐阳长那一张恐怖的面孔, 距离摄像头极近。 乍一看, 出现在四个摄像头是出现在四个摄像头之下的。 对面那老板倒是有点意思啊。 叶峰沉吟着, 看向侯安琪和袁儿。 赶紧吃吧, 吃完回去上课去啊。 我们两个今天都没课, 大学生活很轻松的。 侯安琪说着, 眼珠子一转。 大叔, 你是想调查那家店里有什么吧? 对啊, 但是你没有办法敲无声息地摸进去, 也没办法依靠摄像头看着, 愁死我了。 别发愁, 我有神气。 侯安琪神秘地说着, 随后从自己手腕上的小猪配起储物盒当中, 拿出了一个小飞行器, 那飞行器就比苍蝇大半个公分, 叶峰有些好奇。 这啥玩意儿? 这是国外最尖端科技打造的无人探查机, 我在暗网上花了这个数才买到的呢。 侯安琪说着, 用手比了个二的手势。 两千亿啊。 叶峰几乎是本能地回答, 侯安琪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叶峰。 大叔, 是你飘了, 还是我搂了? 两千亿。 你看把我卖了能值那个数吗? 两千万而已。 行了, 别废话, 这东西怎么用? 连接上电脑, 充当显示屏和操作器, 然后直接飞过去就好了。 反正长得像苍蝇一样, 肯定不会有人察觉的。 极度隐形的侦察设备, 怎么样, 牛不牛? 侯安琪得意地看着叶峰说着。 叶峰叹了口气, 管用才叫牛。 那必须管用。 侯安琪说着, 用电脑连接上了这个小飞行器, 同时操纵着飞行了起来。 在电脑屏幕上, 的确是能够看到整个屋子内的场景, 而且极端的静音, 甚至比苍蝇飞的声音还要小几个度。 走你! 侯安琪说着, 刚想让飞行器飞出门外, 但是叶峰却是说了声等等。 随后, 下了一道隐气符之后, 才让那飞行器飞走了。 三人紧紧盯着那屏幕, 飞行器一直向那边飞着, 随后真的从正门趁着不注意飞了进去。 然后, 落在了刚刚进去的一个女性顾客的肩膀上。 运气不错, 这个什么鬼的天下最美味, 竟然今天有思客。 侯安琪随手拆开口袋的泡泡糖, 丢在嘴里拒绝着, 不停地吐着泡泡。 已经准备好了, 李小姐请进。 那齐阳长似乎也没注意到这个飞行器, 直接领着那个客人走进了左边走廊的最里边的房间。 打开房门之后, 里边竟然是五个精壮的男人, 全都穿着那种兔女郎的衣服, 筋肉囚紧, 十分地违和。 随后, 旗阳长便是关上了门, 嘴里露出了一抹音效。 李小姐, 天下最美味, 结成为您服务。 那五个精壮男人, 一起公邀说道。 和安琪吹泡泡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 这是要干嘛? 叶峰也是摇了摇头。 好啊, 不错。 那个李小姐似乎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就来吧, 你们五个要伺候好我。 五个猛男一起点头, 随后竟然过来帮助这李小姐脱了衣服, 随后飞行器摔在地上, 被衣服完全遮盖住了, 看不清里面的景象。 但是, 不一会儿便是想起了一阵迷迷之音。 我来个去, 义女战五熊。 听这个声音, 嘴巴被堵住了。 我去, 这个姿势有点猛啊。 叶峰一巴掌, 打在安琪的后脑勺上。 连画面都没有, 你怎么连姿势都知道? 虽然看不到画面, 但是能通过声音猜想出来啊。 你看了多少小电影才练出来这本事啊? 没看多少。 是不是上次被我发现之后, 你们两个还看过小电影? 叶峰看向侯安琪和袁儿。 侯安琪赶紧说没有, 袁儿却是指着侯安琪说。 叶峰哥哥, 都是他给我找的。 我来个去, 臭袁儿, 你敢出卖本宫。 侯安琪张牙舞爪, 向袁儿冲过去, 却是被叶峰一把提着后拨领子给抓起来, 一脸阴侧侧的对侯安琪说。 还记得上次我说过, 如果你们再也被我发现看那种片, 会怎么做吗? 大叔饶命, 叶峰哥哥哥饶命啊。 袁儿和侯安琪揉着屁股走出饭店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黄昏了。 叶峰打完他们两个之后, 还惩罚他们不许吃饭。 看着他们, 慢条斯理地吃完了那一大桌餐之后, 才放他们两个出去打车回学校。 袁儿你真不仗义, 上来就卖队友。 侯安琪撅着嘴巴说着, 肚子饿得是咕咕叫。 要是你扛下来, 咱俩不就只有一个人挨打了吗? 袁儿也是气咕咕地说着。 嘿, 那凭什么要我扛着挨打你不扛啊? 侯安琪气愤地问。 叶峰哥哥怎么可能相信我能找到那些网址呢? 肯定是你这个电脑高手才能找到的吗? 你 侯安琪一时气劫, 但是又想不出什么话来, 便是不在大理员儿路边招手打车。 叶峰位小美女, 你们好啊。 在打车的时候, 那个齐阳昌突然出现在了两人的面前, 手里还托着一个煲汤的鱼。 侯安琪被吓了一跳。 那时候, 齐阳昌的脸猛地出现在显示器上的时候, 着实吓了她一跳, 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圆儿扎着胆子说, 你干嘛? 哼, 两位美女不要误会, 我是那家会所的老板。 齐阳昌长带着笑容, 指着身后的天下最美味说道, 我想邀请两位成为我们会所的会员。 不可能。 圆儿和侯安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他们两个虽然看小电影, 但是绝对不是饥渴。 要不然, 凭着他们两人倾国倾城的容貌, 想要找男人绝对是一抓一大把的。 但是, 他们也只是倾心于叶峰, 看小电影也只是单纯好奇罢了。 哈, 没关系, 我也只是介绍一下吧。 齐阳昌依旧是带着笑容。 我们这个会所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 两位看名字也知道, 我们是那种类似网红店的存在, 而且东西也很好吃, 专门针对年轻女性开放。 如果不信, 这个就送给二位, 当作品尝。 齐阳昌将手中的小钟递到了两人面前, 那两人对视了一眼, 现在正是罪恶的时候, 便是接过那小钟, 接了开。 这是什么? 侯安琪看着里面, 一个又一个的小串。 白萝卜, 甜不辣, 土豆片, 做成的关东煮。 齐阳昌笑眯眯地说着, 虽然只是关东煮, 但是飘出来的香味却是让人食指大动。 本来就饿得侯安琪伸出了手, 想抓住一串来吃, 却是被圆儿制止住了。 你傻了, 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哼, 抱歉啊, 我的唐吐可能吓到二位了。 齐阳昌连忙说着, 拿出一张名片, 递到两人的手中。 以后两位如果想吃饭, 可以随时来找我, 上面有我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假如二位的身体在吃完这关东煮之后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报警或者直接来找我, 我承担一切后果。 我承担二位了。 欺阳昌躬身说着, 缓缓地退步, 随后大不流行地走向那天下最美味。 那到底是个什么店呀? 缓尔十分奇怪。 做那种事情的店, 怎么还会卖吃的东西呢? 可能, 那种是不可特殊要求吧。 侯安琪咽着唾沫说着, 缓尔, 是我太饿了还是怎么着? 这关东煮真的好香啊。 吃了真的没问题吗? 这家店可是被叶峰哥哥盯上的呀。 唉, 大叔只是判断错误了而已, 他不是也承认错误了吗? 侯安琪咽了口唾沫, 拿起一串添不辣。 我先帮你试毒。 说着, 不等缓尔阻止, 便是吃了下去。 侯安琪咽下去的一瞬间, 眼睛都亮了起来。 我来个去啊, 太好吃了吧。 本宫从小到大,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什么没吃过。 但是这甜不辣, 也是太逆天了吧。 侯安琪从小到大, 山珍海味, 美味佳肴, 想吃什么, 侯启瑞都会给他。 但是, 这甜不辣的味道, 实在是有些厉害。 真的假的? 就一个甜不辣把你征服了? 元尔十分好奇, 你不吃我全吃了, 等会儿你回学校, 在食堂去吃吧。 侯安琪说着, 就像是抢一样, 直接把那个甜不辣全都塞进嘴里。 你给我留点。 都说饭, 要抢着吃才够香。 何况, 元尔一直是与侯安琪争争抢抢过来的, 再加上特别饿, 此时更是不再犹豫, 直接抓起一个白萝卜, 塞到嘴巴里。 他和侯安琪的反应一样, 眼睛都亮了。 真的超好吃啊, 我没骗你吧? 两人一直到上了车之后, 还是不停地争抢着, 甚至当着司机的面, 不顾淑女形象地, 都把那关东煮的汤喝了下去。 那个司机看着后视镜, 无奈地笑了笑, 心说, 这肯定是两个穷困出身的孩子吧。 一个关东主就争抢到了这种地步。 事情就是这样啊。 叶峰将那飞行器拍下来的画面, 给众人看了之后, 摊开手说着。 所以蜂子你的意思是, 这个会所只是和其他那会所一样, 只不过是更加变态, 所以更私密吗? 胖子说道。 差不多吧。 叶峰耸了耸天。 那为什么叫天下最美味呢? 起得跟个饭店名似的, 怎么会有顾客聚呢? 时色性业, 我猜测就是这意思。 得了, 还必须得是文化人才能瞟呗。 人家看样子只是对女性开放的, 反正这个没什么讨论意义。 叶峰摆了摆手。 咱们该去追查第八魔神下落了。 老张, 有什么线索吗? 张领袖沉吟着。 瓦巴图斯是魔神中排位第八的魔神, 是一个头戴绿帽, 身皮灰斗方的射手。 自由传说在太阳运行道射手座时, 他会和其他四位伟大的地狱之王 一起出现在世界。 瓦巴图斯的特殊能力是童小动物语言的能力, 同时也获得了所有动物的全部记忆。 所以我猜测, 在雨林或是动物都的地方, 应该能够发现他。 现在太阳距离进入射手座还要多长时间? 叶峰看向胖子。 大怪, 不多忘了月吧。 叶峰皱了皱眉。 也就是说那所谓的四个伟大的地狱之王, 他即将就能够召唤了? 张领袖点了点头。 所以留给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那四个伟大的地狱之王什么鬼? 胖子问。 叶峰摇了摇头。 不知道, 不清楚, 不了解。 哼, 多嘞, 一问三不知, 无知三连吗? 甭管是什么东西, 反正尽量别碰到也就好了。 叶峰说着, 站起了身。 裴老太却是摆了摆手。 这件事, 我在你们进入裴家之后, 就已经安排黑衣军去国内外各地的林场, 和原生泰保持比较好的地方去查探了。 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你们这几天就暂时还在这里住着吧。 叶峰想了想, 的确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 却乱窜不是什么好的方法。 黑家的资源能为之动用, 是再好不过的。 索性, 这两天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袁儿, 我们食堂的饭吃着简直和屎一样, 我上外面吃都感觉和吃猪食一样。 侯安琪和袁儿坐在一起, 两人在一个饭店里点了一堆东西, 但是侯安琪却是吃不下去, 她已经一天没有好好吃饭了。 我也是。 袁儿叹了一口气。 自从那天吃完那个关东煮之后, 我吃什么东西都和猪食一样, 有些吃进去都会恶心地吐出来。 对对对, 就是这样。 侯安琪仿佛找到了知音, 要不咱们去那个天下最美味吃一顿, 我请客。 袁儿想了想, 摸了摸自己也是一天没吃饭的肚子, 再想到那天美味的关东煮, 咽了口唾沫, 重重地点了点头。 两人打车到了那天下最美味店外面, 走进去的时候, 那两个穿着旗袍的美女攻身说, 两位想必就是叶元和侯安琪小姐吧, 琪老板已经久等了。 连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都知道了吗? 侯安琪有些惊讶, 不过想起这个信息时代, 所谓的私密性是根本没有的, 她也就没放在心上。 袁儿, 安琪。 在两人即将进去的时候, 叶峰正好从饭店出来准备溜溜, 看着这两个女孩的背影十分的熟悉, 便是试探性的喊了一声。 哇, 是大叔。 袁儿, 怎么办? 侯安琪弱弱地问。 不要慌, 咱们是背对着叶峰哥哥的, 他肯定也不确定, 咱们就直接走进去。 袁儿说着, 挺胸抬头, 故作镇定地继续往里走。 难道不是? 叶峰也是有些疑惑, 便是拿出手机拨通侯安琪的电话, 随后那熟悉的铃声便是从那个会所之内传了出来。 完了。 侯安琪心里直接凉了。 你们这里保证顾客隐私是吧? 袁儿文的旗袍女人说道。 放心吧, 小姐, 那我们进去吃饭了, 你帮我们来? 哇! 袁儿说着, 刚一回头, 却是发现叶峰已经站在她的面前, 吓得她, 哇的喊了出来。 大叔, 是袁儿带我过来的。 侯安琪为了报昨天的一件之仇, 立马把袁儿给卖了。 你…… 袁儿一时气劫, 气鼓鼓地看着侯安琪。 昨天这俩小妮子才因为偷看小电影被自己打了一顿, 没想到今天竟然来这种专门为女人服务的肮脏会所。 你们两个就这么饥渴吗? 叶峰一手抓一个, 把这两个小妮子全都踢了起来。 先生, 不许你这样对我们的贵宾。 那两个穿着旗袍的女人冲上来, 叶峰差点都被气笑了, 盯着这两个小女孩就差把她们吃了。 贵宾? 你们两个不会昨天之后就到这儿搬贵宾了吧? 谁搬的? 他好。 这两个小妮子瞬间一起指向对方, 还是侯安琪反应得快。 不对啊, 我们没搬贵宾啊, 只是吃了老板给的一桌关东煮而已。 先生, 请您放下我们的贵宾。 那两个女人依旧是冲上来说着。 放毛, 我是他俩的监护人。 叶峰怒声说着, 滚蛋, 我这就带他俩离开。 叶峰说着, 不由分说地提着两个小妮子走了出去。 那两个穿着旗袍的女人根本拦不住她。 启阳长在阴暗的角落里, 看着这个情景狠狠地咬了咬牙。 叶峰把这俩小妮子丢在沙发上, 同时自己坐到了对面。 安琪, 老侯一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 侯安琪弱弱地说着, 两万啊? 两万? 叶峰冷笑了一声。 一个月两万生活费, 他怎么可能攒得出来一个两千万的飞行器呢? 叶峰拿起手机, 给侯启瑞打过去一个电话。 老侯, 你一个月给安琪多少生活费? 侯启瑞, 没有想到叶峰竟然还因为这种事给自己打电话。 南南地回答, 十万呢? 怎么了? 以后减少安琪的生活费到三千, 多一分我拿你试问。 啊, 大叔, 你这是谋杀? 一月三千, 怎么可能活得下去? 闭嘴。 叶峰冷嗑了一声。 啊, 侯启瑞应声道, 但是还是心疼女儿。 好吧, 我知道了, 不过三千真的够吗? 我家安琪从小。 从小就是你惯的, 现在还一身臭毛病。 我说三千就三千, 饿死了, 你找我麻烦就行。 呃, 好吧, 一切听评, 师叔作组。 侯启瑞应了一声, 反正, 他知道叶峰不会害安琪就对了。 叶峰怒气冲冲的挽了电话, 随后看向元儿。 你的夏姐姐每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 元儿浑身打了个冷战, 见到叶峰的雷霆手段之后, 他哪里还敢撒谎啊? 十万? 好, 嗯。 叶峰点点头。 你比较乖, 想必不用我教你了吧? 元儿也点了点头。 我会告诉夏姐姐, 要她也将我的生活费缺减到三千的。 我会和亚厨求证的, 如果你还是领着十万的生活费, 我一定找你算账。 喂喂喂, 大叔, 你这是在谋杀两个花季少女知道吗? 三千块钱在这京城怎么活呀? 你都不知道去一次夜店要多少钱? 这些钱恐怕去一次开TV都不够。 何安琪大声嚷嚷, 叶峰上去便是甩了他一个暴利子。 三千块钱已经比一般人上大学的时候 生活费多多了, 哪怕这是京城, 你们两个省了点用也没问题。 哎, 你刚才说什么? 夜店? 夜店是你这种学生应该去的地方吗? 叶峰历声训斥着, 何安琪和元儿都不敢说话了。 钱给你们太多, 你们就学坏, 你们就会乱花, 还敢去那种地方消费, 还想办贵宾? 我现在就把你们两个屁股打开花。 叶峰说着就要动, 何安琪啊啊地跳起来, 举着自己的两根手指冲天。 大叔, 天地为正, 日月可见, 我和元儿真的只是想去那里吃饭的。 自从吃了那老板给的关东煮之后, 吃别的什么都合适一个味道, 因为那个关东煮真的是太太太好吃了。 何安琪为了避免自己挨打, 赶紧把所有的事情合盘拖出。 叶峰狐疑地看向元儿, 你一直比较乖啊, 如果你和他一起撒谎骗我啊, 就别怪我把你列入严加管教的行列了。 元儿也是赶紧举起自己的手。 真的, 安琪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我可以作证。 如果我们两个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们天打五雷后。 叶峰怂了怂肩, 摸了摸下巴。 可这誓言还真够毒的, 只是一个关东煮至于把你们两个迷成这样吧, 宁可去那种地方都要吃上一口。 真的超级好吃, 大叔, 你可以去尝尝。 后安琪说的, 可人家好像不太欢迎我们进入呢。 那可不一定, 我们两个既然都是贵宾了, 再一个过去不是很正常吗? 再说了, 你是我们两个的监护人呢, 过去一起吃肯定没问题的。 叶峰想了想, 点了点头。 行吧, 既然你们两个小蝉猫这么想吃, 我作为监护人, 就一起和你们过去吃一顿。 叶, 大叔万岁, 叶峰哥哥万岁。 叶峰再次带着两个小逆子, 走出了饭店, 向着那天下最美味会所走了过去。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里只针对女性顾客开放。 那个旗袍女再次拦住了叶峰。 我们两个是会员, 还不能大一个人进去吗? 而且我们只是吃饭, 不享受你们的什么特殊服务。 后安琪说的, 不行, 这是我们的规定, 只能两位小姐进去, 这位先生不可以。 你看, 他们根本不让我进, 那你们两个也不许吃了, 再没有监护人的陪伴之下, 再让我看到你们两个出入这种场所, 我就把你们的腿打断。 叶峰说着, 便是拉着袁儿和和安琪转身准备走。 虽然两个小姑娘都依依不舍, 但是叶峰不允许, 他们也是毫无办法。 规矩是死的, 人是合的, 什么规矩不能进行变通呢? 齐阳长带着笑容 走出来, 做出了一个请的手势。 既然两位都是贵宾, 带一个人过来又有什么呢? 你就这儿的老板。 叶峰看向齐阳长说着, 咱们不是很早就见过面了吗? 齐阳长依旧是带着笑容。 哦对, 你还给了我五十万。 叶峰紧紧盯着齐阳长说着, 随后摸出那张卡丢给了他。 原谅我那天的唐吐, 当时我只是好奇里边有什么而已。 现在知道了? 齐阳长看着那张银行卡, 以为深长地问。 知道了。 齐阳长的语气很明显就知道了叶峰探查的事情, 所以叶峰也没有隐瞒。 虽然我们做一些不好的生意, 但做饭这一块绝对是天下不生的。 齐阳长说着, 向前夺步, 打开一间包厢的门。 三位请进, 我马上为你们上菜。 叶峰皱了皱眉, 带着袁儿和何安琪走进去落座之后, 开始有了一些疑虑。 这货好像知道了自己, 知道他们做什么生意, 但是自己知道的渠道是何安琪的那个小飞行器, 难道那个小飞行器也是被这齐阳长知道了吗? 那也就是说, 自己的一切监视行地都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了。 大叔, 这香味是什么呀? 何安琪说着, 不停地在空气中嗅着。 嗯? 叶峰回过神了, 也是发觉了空气当中飘散的香味, 他转身看到一个香炉, 里边正在往外冒着鸟鸟的青烟。 应该是香料的味道吧? 叶峰起身走过去, 安琪和袁儿也是一起跟了过去。 香料? 我爸最喜欢香料, 家里的檀香沉香什么的一打堆, 但是我从来没闻到过这种香味啊。 这是藏香, 藏香算是一种秘宝古香, 都用于佛教祭祀活动, 也有少量的, 用于家居的敬会辟邪。 其制作工艺蕴含着藏文化精髓, 主要配料有藏红花, 雪莲花, 摄香, 藏扣等等。 虽然原料易得, 但其中的配比却十分讲究, 稍微有些变化之后, 便是可以产生不同的功效。 藏香? 是西藏那边的香吗? 侯安琪依旧好奇地问。 我爸那边也有一大堆西藏弄回来的香料啊, 我怎么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香的味道? 我不用说了嘛, 这藏香一旦改变配比, 就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自然也是产生不同的香味, 可能就是你爸爸那儿根本就没有收藏这种配比的藏香吧。 叶峰说着, 将那香炉拿了起来, 深吸了一口, 随后利用钢器在体内将其分解, 找出其中的配比。 哥哥, 藏香有什么用啊? 远儿好奇地问。 叶峰正在分析配比, 索性也就解释起来。 在西藏密宗行者, 是一香上供养三宝, 本尊护法福田物, 是诸佛菩萨, 本尊护法心生欢喜, 时时护灵, 并且可以下施鬼神及六道众生得以受用, 令满足而不来障碍行者。 更甚者可以静谈前摩, 勾照本尊, 令行者生起戒定慧学。 而西藏香的法是依据, 诸佛菩萨密续经典记载, 加入心脏良药肉豆蔻, 肺脂良药竹黄, 甘脂良药藏红花, 命脉良药丁香, 肾脏良药草豆蔻, 脾脂良药杀人及摄香, 红白檀香, 黑香, 冰片, 当归等数十种中药材。 并且更加入珍贵的天珠、金、银、铜、珍珠、 珊瑚及喜马拉雅山圣地之高山药材。 其中部分香更是加入了各种加持甘露丸, 实为弥足珍贵, 使香不仅是对上师三宝的供养, 并且积聚无量无边的福治二资料。 对行者的身体, 气肺及心神更有弊意, 而这也是西藏香品的特色, 亦是西藏传承古老佛法文化下的瑰宝。 公元九世纪土藩王朝崩溃后, 佛教进入后红期, 当时的藏王易西沃迎请阿底侠大师入藏。 由此, 各宗派藏相传承中的寺庙, 无论是香药生长地也好, 还是香料配方也好, 都谱写了独具神话色彩的藏香传奇典故。 后红期时期, 贡香等诸多供养在藏传佛教的仪轨中已经相当完备。 当四本尊的《度母发门》里, 就有专门描述贡香的内容。 《八大供养之首印》中对贡香首印的记载, 《度别》是燃香供, 须做首印并观天女碰熏香炉座供, 干爹是涂香供, 须做首印并观天女奉上香膏等等等等的上行文化。 说白了, 这脏香就是一种药香。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除有抵御外邪侵袭的保护作用外, 还有分泌、吸收、渗透、排泄、感觉等多种功能。 香里面的药物离子作用于全身皮肤。 数学后, 通过神经体液装置系统而调节高级神经中枢、 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刺激效应, 达到迅速调整人体脏腑气血和免疫功能, 治愈疾病, 改善全身生理过程等作用。 对松弛骨骼肌、 震痛、 改善关节功能, 提高基础代谢率, 加强物质代谢过程, 能使糖、脂肪、 蛋白代谢增强, 睡眠显著改善。 那这老板可够下本的, 真不愧是私人会所, 每一间都点这名贵的藏香。 侯安吉说着, 轻轻地将那盖子盖上。 万桃花生草物, 香白纸, 当归, 川雄, 天南兴, 杨枝竹, 茉莉花根, 昌朴, 叶峰用钢器, 将那香的原料全都分析出来, 进入六品转通, 并且已经传承炉门中心的他, 完成这件事并不难。 但是叶峰分析完后, 便是皱了皱眉, 这些材料, 一个藏香的原料都没有, 所以这藏香只能称之为药香。 这些药材叶峰很熟悉, 他努力地在脑海中翻找着关于这些药材的资料, 最后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啊。 这些药材所能组成的药方不是别的, 而是麻沸散。 麻沸散传说是华佗创制的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药, 后汉书华佗传载, 若即发结于内, 真药所不能及者, 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 即醉无所绝, 因枯破腹背, 抽搁几句。 可以说, 麻沸散就是最早的麻醉药。 但是, 也有一种传说, 说华佗其实已经研究出了一种 可以让人闻之就能失去痛觉的药方。 只不过这种传说毫无根据, 也毫无史料记载, 所以也当不得真。 可是现代医学的麻醉手段, 就是通过吸入麻醉气体来完成的。 这和当初传说华佗研制出来, 闻之可失去痛觉的药方子, 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安琪, 你打我一巴掌。 叶峰对侯安琪说着, 啊? 侯安琪愣了一下, 我让你打我一耳光。 哦, 你说的啊。 大叔, 别怪我下手狠了。 侯安琪说着, 世界轮圆了一巴掌, 摔在了叶峰的脸上。 叶峰皱了皱眉, 瞬间反手一个耳光, 打在安琪的脸上。 哇, 大叔, 你不带这样钓鱼执法的。 明明是你要我打你的, 怎么上来就还手啊? 侯安琪啊啊大叫着, 叶峰问, 疼吗? 啊? 侯安琪愣了愣, 摸了摸自己的脸。 哎, 好像不疼啊。 大叔, 你是留手了吗? 叶峰怂了怂肩。 我留手了, 你留手了吗? 我也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痛楚吧。 哎, 这是为什么? 侯安琪表示不理解。 这个不是脏香, 这只不过是用脏香手艺做成的麻肺香。 这个老板让每个进入包厢的人都失去了痛觉。 啊, 为什么呀? 叶峰摸着下巴。 我也不太清楚。 一般来说, 痛觉是机体受到伤害时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感觉。 通常, 伴有情绪变化和防御反应, 对机体起到保护性作用。 疼痛算是一种警戒信号, 表示机体已经发生组织损伤或是即将遭受损伤, 通过神经系统的调节引起一系列防御反应, 保护机体避免伤害。 另一方面, 剧烈的疼痛也能够危及生命。 如果疼痛长期持续不止, 便失去警戒信号的意义, 对机体将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可以说, 这个老板用这个香取消了人的一个最基础的防御机制。 不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叶峰也有些想不通啊。 大叔, 我有个想法, 不过你不许打我屁股。 和安琪黑黑地说道, 随即反应过来。 哦对, 你现在打我我也没有痛觉, 你随便打, 反正我就是说一下我的猜测。 你说? 只是消除痛觉, 但是其他的感觉不会消失, 对吧? 和安琪有些兴奋。 你想想看, 那个什么李小姐, 一女战五熊, 那肯定受不了啊, 指不定到后面还会痛呢。 但是如果把痛感完全消除了, 那是不是只剩下那种感觉了? 找打。 叶峰甩了个暴力子到安琪的头上, 安琪竟然还黑黑地笑了笑。 嘿嘿嘿, 我不疼, 我不疼。 嘿, 我还就不信了。 叶峰刚抓住安琪, 安琪一躲, 还对叶峰扮归脸。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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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三位, 猜烂他。 门被推开, 那个启阳长端着一个小钟走了进来。 叶峰也是停了手, 和两人一起坐下来。 叶峰觉得安琪说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 谁知道这帮都市男女都有什么怪异的爱好。 启阳长端开了那小钟的盖子, 是一盅冬瓜汤。 叶股香味飘了出来, 叶峰都听到了袁尔和安琪一起咽唾沫的声音。 这个味道就是叶峰那时候在陪家饭店外面闻到的味道, 这个味儿也是叶峰从来没有闻到过的。 他洋装闻味道一般, 在那小钟上面猛吸了一口, 进入体内分析其中的元素, 随即看向齐阳长。 味道不错, 特谢夸家。 慢慢享用。 启阳长笑着回答, 随后退出了房间。 安琪尔看了看袁尔, 袁尔看了看安琪, 随后两人一起看向叶峰。 叶峰咬起一勺汤放到嘴里, 的确味道十分的鲜美, 而且也没有尝出什么东西。 便是看了看两个望眼欲穿的小姑娘。 行了,吃吧。 袁尔和安琪赶紧地抓起勺子, 狼吞虎咽起来。 叶峰无奈地说慢点, 他不停地用钢器分析着嘴里的味道和香味, 但是却是以失败告示。 龙门中兴只能帮助分析出药物材料, 这种却是根本没有办法。 叶峰只好是放弃了, 看向两个小姑娘。 你们两个慢慢吃, 摊好我的肉身, 我去去就来。 和安琪堵着嘴巴, 比了个OK的手势。 叶峰点了点头, 随后原神出窍, 准备跟着那齐阳长出去, 看后厨到底是什么情况。 这里一切都是那么奇怪, 所以叶峰也是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 尤其是对这个味道极为鲜美的食材, 更是极端的好奇。 叶峰的原神出去之后, 便是看到了那齐阳长缓缓地走进了最里面那个墳间。 叶峰也是一起跟了进去, 在他关门的瞬间闪身了进去。 这里全都有着禁止, 叶峰需要跟着人才可以。 齐阳长进去之后, 便是按动了一个按钮, 随后那面墙上竟然开了一个小门。 只是后厨需要这么隐蔽吗? 叶峰皱了皱眉, 但是还是跟他闪身走了进去。 但是进去的瞬间, 叶峰就愣住。 在那明晃晃的白痴灯下, 墙面上有着无数的人头挂在墙上, 而且人头都为女性。 那些女性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惊恐, 全是一脸满足的神色, 就那么静静地死了过去。 最让叶峰感觉到惊恐的, 还是那在操作台上的一个人头。 那人头叶峰认出来就是那李小姐的。 他现在只剩下一个头摆放在桌面上, 随后一张脸满足地不停咀嚼着什么, 闭着眼睛一脸地享受。 漆阳长过去, 割下了这李小姐的一个耳朵, 将其剁成了肉泥, 随后放在了锅里, 不停地蒸煮着。 叶峰后撤了一步, 差点吐出来。 那奇怪的味道, 竟然是人肉煮熟后的味道, 自己还喝了一口。 叶峰想吐啊, 但是现在元神状态根本吐不出来。 现在门已经关了, 他只能是看着这齐阳长准备跟他一起出去, 回到肉身之后弄死这个王八蛋。 可破人的手艺怎么样? 那齐阳长忽然开口说着, 叶峰愣了一下, 难道他看得见自己? 不可能吧, 元神怎么可能会被人看到? 很美味。 那李小姐的头赞美地说着, 不是跟你说的。 齐阳长一巴掌, 把那人头打在了地上, 随后目光灼灼地看向叶峰。 叶峰望向身后, 但是自己的后面根本就没有人。 别看了, 就是和你说的。 齐阳长笑了笑, 叶天使对吧? 你看得到我? 叶峰简直难以置信。 只是元神出窍而已, 对于第八魔神巴巴托斯来说, 就算得了什么。 齐阳长说着, 身后悬浮起一个戴着绿帽的虚影, 叶峰咬了咬牙, 大意了。 在叶峰听到这货, 知道自己他做什么生意的时候, 叶峰就觉得这件事很有问题。 在齐阳阳知道自己在探查的时候, 那他便是可以制造出想让叶峰看到的景象。 也就是说, 那所谓的李小姐, 实色性也, 也只不过是他制作出的一个迷惑叶峰的手段罢了。 哦, 对了, 次我介绍一下。 齐阳长抬起了头, 第八魔神巴巴托斯的秦传弟子, 修仙齐家家主, 其实我们这个齐性是起研的简化性是罢的。 我的祖上是鲜卑族, 这样说有点不太准确, 应该说我是杰族, 白总匈奴族, 鲜卑族混合后裔。 这个世界上也只剩下我这一个后裔。 当然, 这也是伟大的巴巴托斯选中我的原因。 齐阳长说着, 随手抓起一个女人的眼球, 便是大嚼特嚼起来。 枝叶似箭, 流出的血液染红了齐阳长的脸。 但是齐阳长却是十分的开心, 脸上显露出享受的表情。 啊, 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凉角羊了。 这次的凉角羊可真是美味。 一想起等会儿我要吃得更加美味的两只凉角羊, 我就忍不住浑身颤抖, 简直是人生一大幸事。 叶峰皱了皱眉, 凉角羊这个称呼对应的是一段历史, 而这段历史史称五湖乱华。 许多人都读过鲁迅的狂人日记, 里边对中国的几千年封建道德以吃人两字盖过。 这种吃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吃人, 但确实也有把人杀了吃的。 吃人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 在春秋时期, 七国的义牙就把自己的孩子做成了菜给齐桓公吃。 唐时的张寻守怀仰, 粮草用尽时吃过人, 皇朝造反时也吃过人。 一些城市卑微, 人饿得受不了, 就一字而食。 但这些事情都是极个别的, 或源于少数统治者的疯狂, 或者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 只能是靠一字而食来获得生存。 可在华夏的五湖乱华, 这一华夏与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期, 却有许多人被大规模的宰杀烹食。 而他们在宰杀和烹饪的时候, 是不把人当作人来看的, 而是把人当作可以吃的牲口野, 甚至为其取了个名字, 称之为两脚羊。 在当时, 入侵中原的湖人中, 几乎所有的湖人都没有自己的蚊子, 十分野蛮。 许多湖人还保留着食人的兽性, 以歇族, 百种匈奴, 仙卑族, 三族最为凶恶。 所谓湖人, 基本上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野蛮部落。 历史总是和人在开玩笑, 文明谦和的民族总是被野蛮落后的部落武力征服, 然后大肆蹂躏。 从埃及、巴比伦、 罗马、 希腊、 印度等等文明鼓鼓来看, 往往都是这样。 可是可笑的是, 最终历史过去之后, 这些野蛮的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个干净。 他们最终依然被文明所消灭殆尽, 这不是光用屠杀的方法可以做到的。 公元304年, 当时还是八王之乱, 有周刺史王骏引进慕容仙卑来对付成都王盈。 慕容仙卑乘机大略中原, 抢劫了无数财富, 还掠夺了数万名少女。 回石途中, 一路上大肆蹂躏, 同时把这些华夏少女充作军粮, 载食烹食。 走到河北溢水时, 吃的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 王骏发现后, 要慕容仙卑留下这八千名少女。 慕容仙卑一时吃不掉, 又不想放掉, 于是将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溢水。 溢水为之断流。 而蝎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食人恶魔了。 实在, 他们行军作战, 没有粮草, 掳掠女子作为军粮。 蝎族称华夏女子为双脚羊, 夜间蹂躏糟蹋, 白天则宰杀烹食。 蝎族对华夏的血债实在太多了。 在他们所建立的后兆政权中, 华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 太子十岁, 比他爹十虎还要令人发指。 如果说, 十虎是残暴荒淫的话, 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只能以变态来解释。 在自己府上闲着无聊的时候, 又带着刀乱窜, 碰到自己的侍女就把她的头砍下来, 擦干净血放到盘子里, 做成工艺品和布下官杀。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个恶魔竟然笃心佛教。 他命令她所屡猎的华夏女子做尼姑, 碰到漂亮的就先和她交配, 然后就把这个倒霉的尼姑身上的肉割下来, 和牛羊肉混着住, 还把这种食品赏赐给布将吃, 让他们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 燃敏灭兆后, 一次解放被屡猎的华夏女子达二十万。 这些华夏女子不是被卤猎去做妻为妾的, 而是作为双脚羊一样的家族。 随时随地被蹂躏, 也可能随时随地被宰杀烹尸。 有数量五万之多的少女这时虽被解放, 但也无家可归被燃敏收留。 后来,燃敏被慕容鲜卑击败, 也成备战。 这五万名少女又全部落入食人恶魔慕容鲜卑的手中。 慕容鲜卑极尽侮辱之势, 又把这五万名刚刚脱离蝎足魔爪的可怜少女冲作军粮, 一个冬天就吃了个干净。 夜城城外的这五万名少女的碎骨残骸堆成了小山。 到了南北朝静, 拓跋先辈的拓跋涛发动了三十万大军进攻宋国, 居然不带一点粮草。 如果掠夺的食物不能解决需求的话, 就只能是掠人而食了。 事实上, 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 在人类的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发生过这样大规模吃人的事件。 同一时期, 在西方是匈奴人阿提拉进攻罗马帝国。 他残暴是残暴, 但并没有留下他们吃人的记载。 今天,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五湖乱华时期的血腥与残暴, 以及我们华夏仙民所蒙受的苦难。 你是五湖乱华时留下来的王八蛋? 王八蛋这个称呼似乎有些不礼貌吧。 齐阳长笑了笑说道, 不过早就听闻夜天师宝度诗书, 现在看来真是所艳非虚。 你杀人只是为了做成那所谓的天下第一美味吗? 当然, 这世上还有什么食材是来得比人肉更加好的吗? 齐阳阳说着, 搁下了一块腮帮子, 放进嘴里, 大嚼特嚼起来。 不过, 现在我也有了一种更好玩的玩法, 那就是, 看着他们自己吃掉自己。 齐阳阳看向那落在地上的李小姐, 洁洁地笑道, 用麻沸箱讲人的痛楚消除, 然后再利用简单的幻术, 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活着是吧。 叶峰冷冷地说着, 随后指着身后那一墙的女人头。 没错, 这天师你还真是够聪明的。 齐阳阳笑了笑, 怪不得拜蒙和那个帕尔, 两个蠢蛋会死在你手上。 叶峰身形一闪, 想要冲出去救袁儿和安琪, 但是却是硬生生地撞在了墙上。 这天师, 别白费力气了。 那齐阳长放下自己吞食人肉的动作。 你现在只是袁神出不去, 你总会出去的。 叶峰死死地盯着齐阳长, 只要你出去, 我就能一起闪身出去。 既然我能看着你的元神, 自然就知道你的计划。 齐阳长笑了笑, 你觉得我会一点准备都没有, 带你来看我这些宝贵食材吗? 齐阳长说着, 忽然周围射出了一些 类似红外线一样的东西。 齐阳长端着手中的那种肉汤 夺步了出去, 但是叶峰却是 依旧被困在里面。 这是拜蒙研制出来的一种元神困制器。 虽然他有些废物, 但不得不承认, 在法术与科学结合的方面, 的确无人能出其诱了。 哦, 对了。 齐阳长转身笑了笑, 一天是你放心地在这儿待着, 我不会就那么简单地杀死他们两个的, 因为他们两个可是上好绝佳的食材。 少废话了, 叶峰眼神冷冷地说, 你不会杀元儿的。 哦, 为什么? 齐阳长, 绕有兴趣地看着叶峰问, 因为它是狐妖和人类的结合体, 里面有动物的血统, 巴巴托斯是不会让你吃掉它的。 齐阳长愣住了, 随即眼底散发出发自内心的恐惧, 凉久他才缓缓开口, 你实在是太聪明了, 聪明地让我有些害怕, 如果不是困住了你的元神, 恐怕我也会陨落在你手中。 还好吧。 叶峰目光灼灼地盯着齐阳长, 你猜得没错, 巴巴托斯具有童小动物语言的能力, 所以他才会如此地想报复人类, 最后找到我这个吃人的人身上。 若不是我拥有吃人的能力, 我们齐家这种小家族, 怎么可能会被伟大的第八魔神看上? 人类的老祖宗用了上万亿年的时间, 才进化到食物链顶层, 这是自然的选择, 这是天意和天道。 和巴巴托斯算什么东西, 要让人类重新回到食物链底层? 人类的确攀登到了食物链的最顶层, 但是吃动物的时候, 为什么会这么残忍? 启阳城怒吼着回答, 是猴脑的时候你们在中间挖洞的方桌上, 几个人围缩而坐, 中间的洞并不像火锅或是麻辣烫那么大, 只能正好揉一只猴子的头伸出来, 然后工作人员将猴子牵出来, 那是专门使用的猴, 头比较大, 像猴儿的头从小洞里伸出, 用金属孤住, 而且孤子非常紧, 用小翠子轻轻一敲头盖骨硬声而落, 但这时的猴子并不一定会死去, 有的只是晕过去, 当他们醒来的时候是头顶的剧痛, 而旁边的人正有说有笑品尝着自己的脑子, 你猜这样的猴子最后是怎么死的, 还有一道菜叫三只, 三只这道菜, 你们用刚刚出生的小老鼠一盘, 调料一盘, 使用者用筷子夹住活老鼠, 老鼠就会滋地叫一声, 这是第一字, 夹到调料里, 老鼠又会滋一声, 这就是第二声, 放到使用者口中, 鼠发出最后一声, 一共三声汁, 还有浇驴肉, 你们讲和驴固定好, 旁边有烧肺的老汤, 使用者指定要吃某一部分, 厨师剥下那一块驴皮露出鲜肉, 用木勺咬着肺汤浇那块肉, 等浇的肉熟了再搁下来, 装盘上桌, 这样能最大程度地保证肉的新鲜, 才能充分地入味, 这有点像人类的古形法中的千刀万挂, 但是这是讲肉弄熟了再搁走, 驴又有多疼, 还要将鲜活的甲鱼, 放在有调料的凉汤里慢火味, 甲鱼是活的, 水逐渐升温, 甲鱼就会因热而喝汤, 调料自然就会进入了甲鱼的体内, 渐渐活了越来越热, 看着锅中的甲鱼痛苦翻滚, 举着筷子的人, 无不异常兴奋, 最后甲鱼熟了, 妹妹的汤和甲鱼喝下的汤, 是甲鱼肉味中有汤的味道, 鲜美无比, 这就是铁板甲鱼, 还要将活鸭放在微热的铁板上, 把涂着调料的铁板加温, 活鸭因为热会在铁板上走来走去, 到后来就开始跳, 最后鸭掌烧好了, 鸭子却还活着, 切下脚装盘上桌, 鸭子做其他用, 这是烤鸭掌, 还有炭烤乳羊, 将即将临盆的母羊投入到炭火中烧烤, 当成炭火, 将母羊全身烤熟之后, 开膛破肚把乳羊取出, 据说皮酥肉嫩, 味道鲜美, 还有翠鹅肠, 火叫驴, 龙须凤兆, 启阳肠越说越气愤, 指着叶峰, 知道了吗, 你们人类和魔鬼又有什么区别, 那那只是因为人类攀爬上了食物链的最顶端,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虐杀动物啊, 面对启阳肠的质问, 叶峰有些沉默, 那只是个别现象, 呵呵, 吃人的人也只有我一个呀, 所以也算是极个别现象了, 启阳肠结结地笑了笑, 而且我这只是个恪守着古风的, 吃人历来从华夏历史上, 都是一段绝对可以单独成策的美食指南呢, 登州人泛温组织义军抗金, 兵败后乘船渡海到临安, 队伍进城后还在吃鞋带的人肉, 他们把这人肉和我们学习, 也叫做凉脚羊, 但是更是丰富了不同的种类, 名称, 其中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把火, 意思是说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 年轻的妇女叫不羡羊, 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味道加美, 超过羊肉, 小孩叫做骨烂, 意思是说小孩子肉嫩, 煮的时候连肉带骨一起烂熟, 元朝暮年乃冰四起, 诸授怀佑的冠军缺粮也不认为是, 他们认为小孩的肉为上等, 女人的肉刺质, 男人又刺质, 更是流传下来了许多种痴人的办法, 有的是把人放在一只大缸里, 外面用火未烤, 直接把人烤熟, 有的是把人放在一个铁架子上, 下面用火烤, 像烤羊肉串似的, 有的是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 用开水浇在身上, 然后用竹扫筑刷掉人身体外层的苦皮, 在割剥肌肉烹炒而食, 有的是把活人装在大布袋里, 放进大锅里煮, 有的是把人砍成若干块, 用盐腌上, 随吃随取, 有的是只截取男人的两条腿, 或者只割下女人的前胸, 其余的部分扔掉, 这种做法实在是比我祖先直接生吃的方法, 不知道先信了多少倍, 他们把这种人肉叫做响肉, 意思是说吃了之后美味无穷, 还使人想念, 说实话吃过人肉的美味之后, 其他的肉简直就像是在吃垃圾, 我只是割手滑下船来的吃人方法而已, 而且我也是极个别现象, 你凭什么来干预我? 你知道为什么人会被称之为人吗? 叶峰冷冷地说, 那就是因为, 人有属于自己的一套伦理和社会规则, 普通人在看到人肉会产生反感, 更是因为祖先爬上食物链顶端之后, 所形成的一种基本, 道德, 乱世, 灾世, 吃人, 无法控制, 那是求生欲大于一切的, 而现在是圣食, 你若是想要吃人, 便是毁坏天道, 破坏安定, 你觉得我能留你吗? 哈哈哈哈, 你不能留我又如何? 齐阳长轻声笑了一声, 我吃不了那个叫做圆儿的女孩, 也可以吃掉那个叫侯安琪的女孩, 这最后一盅汤便是她的送行饭, 我会把她带到这里, 让你看着她一口一口吃掉自己, 然后再被我一口一口吃掉剩余的部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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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齐阳长哈哈大笑着, 阳长而去, 叶峰将牙齿咬得咯咯坐下, 抓着那类似激光一样的劲值, 大脑在飞速地运转, 只是我一个手下败将吃醋的东西而已, 当真能以为困得住我吗? 叶峰怒声说着, 脚步跺地, 阴兵听令, 末将在, 去阻止她, 并且去通知张灵修和杜仙尔前来救我, 速速前去, 不可耽误, 末将领命, 阴兵也算是灵魂体, 根本没办法进入到这个空间之内, 几千阴兵在这天下最美味前面的街上, 顿时天光昏暗, 行人皆觉得寒冷震震, 张灵修猛地坐起身子, 看着一个阴兵扶在自己的面前, 一品阴将分为子向北方大地求援, 还请速速前去, 张灵修直接抓起鬼王剑, 猛地冲出去, 杜仙尔也是察觉到了外面的阴兵四起, 和胖子一起冲到了外面, 这天下最美味果然有问题啊, 疯得也是的, 怎么自己就冲进去了, 哼, 可能是判断失误吧, 杜仙尔冷冷地说着, 看向了张灵修, 张灵修却是站在那几千阴兵前面, 一言不发地盯着那天下最美味的门, 齐老板, 出事了, 其中, 一个旗袍女冲向了宝箱, 大声喊道, 启阳长正在准备, 用一把小刀割下正在大块躲一吃美食的安琪腿部, 硬生生地被那旗袍女打断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在我准备吃饭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启阳长冷冷地说着, 此时的袁儿和安琪已经是沉浸在美食当中, 随后中了幻术, 失去了意识, 对不起齐老板, 那旗袍美女躬身说着, 但是, 现在外面情况十分紧急, 那叶峰的朋友, 带领数千阴兵围了咱们, 哦, 启阳长挑了挑眉, 敢在阳间动用阴兵, 还是闹市区动用阴兵, 什么人脑子坏掉了吗, 放心吧, 他们不敢攻击来, 否则就会被阴司整个责怪下来, 不用这么出手, 他们自己就会吐风滑稽, 可是, 我觉得他们不像是玩假的, 那旗袍女懦懦地说道, 好吧, 我出去看一眼, 启阳长将那把小刀子放在桌子上, 随后, 单手掐住叶峰肉身的脖子, 将其提了起来, 还好没有讲这小刀子肉身销毁, 就拿着他前去吧, 启阳长说着, 抓着叶峰大不留心地出了包厢, 走向门口,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北方鬼帝张灵修前来大驾光临, 久仰久仰, 启阳长提着叶峰的肉身, 笑眯眯地说道, 我靠, 难道疯子已经死了? 胖子, 看着启阳长手中的叶峰, 软绵绵的身体, 眼泪差点就飙折出来, 怎么可能, 那只是叶峰原神出窍之后的肉体罢了, 杜仙儿解释,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张灵修盯着启阳长, 冷冷地说着, 你可能见过我的祖先, 但应该是没见过我, 毕竟能活几千年的老怪物也只有你一个罢了, 启阳长依旧带着笑容, 啊, 我想起来了, 五胡乱华之时, 我见过你的祖先, 张鬼弟好记性, 看来你现在都是那接近完美的长生了, 恭喜恭喜, 启阳长说着, 表情瞬间变得阴质, 那你可还记得咱们的世仇, 当时你跟着敏染, 应该叫做张扬平对吧, 只可惜虽然历史没有记载下你的分工伟绩, 在我家族的祖谱上, 可都记着你的累累孽债, 张灵修的回忆瞬间拉回到了当时的战场上, 燃敏自用增, 小字极奴, 魏军内皇人, 是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 燃魏的开国君主, 民族英雄, 中华文明之保护者, 燃敏为金人所光为人知的, 是屠杀胡人的命令, 即杀胡令, 他是拯救华夏的抗胡英雄, 以英勇著称, 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猛将之一, 杀胡令, 是燃敏最为著名的政令, 大致如下, 保护欺辱汉家数十载, 杀我百姓, 夺我祖庙, 金特辞讨伐, 犯我大汉子民者, 死, 杀尽天下诸虎, 荒赴汉家基业, 天下汉人皆有义务图路, 燃敏不才, 受命于天, 特辞以招告天下, 此令共分三道, 第一道, 杀胡令, 是燃敏, 在夜城幽禁后赵皇帝, 实践后颁布的, 号称内外六仪, 敢称兵器者斩之, 也就是说, 所有敢拿兵器的胡人, 都要杀, 此令一下, 各地传习, 华夏之人纷纷联合起来, 带着积压多年的仇恨, 正式向胡人宣战, 胡人那里, 则纷纷越强离城, 惊恐而去, 面对胡人纷纷逃难的局面, 燃敏颁布了第二道杀狐令, 与官同心者留, 不同心者听任各自离开, 这道令看似简单, 其实绝难理解, 如何才是与官同心呢, 如何又不同心呢, 官方不做正式说明, 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正确之行, 只好听凭自己所想, 结果, 此令一下, 夜城内的歇族, 为了保命纷纷外逃, 而百里之外的燃敏麾下人, 为了杀狐纷纷涌入城中, 两方恰巧相遇, 城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 还没等胡人迁出, 燃敏就颁布了第三道命令, 所有人凡是斩一个胡人, 凭人头假观尽绝, 这一下, 胡汉百姓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就是官方的真正意图啊, 于是, 花夏人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复仇了, 燃敏亲自带队, 光在夜城就屠杀了二十万的歇族人, 一日之内便有数万胡人被砍头, 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能幸免, 尸体被抛在城外, 成为野狗豺狼的晚餐, 杀狐令其实是燃敏为了掌控国内形势, 满足汉人利益而颁布的一系列制令, 这番制令一下, 彻底激起了埋藏在汉族心中, 对于胡人侵略的民族仇恨, 点燃了复仇之火, 一时间, 北方大帝硝烟重启, 凡是高鼻梁多胡须的人都被滥杀, 汉人与胡人无跃不斩, 石也遍地, 而当时的张灵修也是不忍华侠灭亡, 却又不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便是以张杨平、张子阳、张华等等名字, 活跃在燃敏的部队当中, 每当杀胡人累积到一定程度, 可以加官进决的时候, 他便是会消失, 但是张灵修的这些伪装, 在那个年代, 还是被齐阳长的祖先记录了下来, 并且以张灵修第一个名字张杨平作为记载, 时刻提醒后人, 此乃大敌, 且不生不灭。 齐阳长更是记住了这个人, 随后踏入修真界之后, 便是彻查, 并且将那祖谱中的画像和那北方鬼帝张灵修对上了号, 张灵修淡淡地看向了齐阳长, 你也在吗, 我倒觉得更想是复仇, 齐阳长忽然大笑起来, 我会找上你的, 我就站在这里, 为什么不是现在找上我, 张灵修反问, 现在我只想赶紧去享受我的美味, 齐阳长伸出舌头, 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而且时机未到, 我还不想找你, 可是我的时机到了, 张灵修说着, 轻轻解开了自己包裹在鬼王剑上的布, 张灵修, 你敢在这闹事当中拔剑控制阴兵了, 齐阳长大声喊着, 你看看周围, 若是开战先不说你我之间战斗余威, 单单这些阴兵大动之时所产生的阴气, 都会让他们轻则并重, 重则夭折, 你能和我开战吗, 你敢和我开战吗, 齐阳长连续发问, 张灵修也是看向了周围, 三人站在这里, 和齐阳长的大声争吵, 已经是吸引了不少他看热闹的人, 他们都对这几人指指点点, 热烈讨论着什么, 这些人该不会神经病吧, 嘴里怎么什么阴兵啊什么的, 我感觉也是啊, 那个穿着黑色冲锋衣的人还抱着一把剑呢, 还有那个漂亮小妞, 背着一把弓哎, 要不就是在拍戏嘛, 看热闹从来都是华夏人最热衷的事情, 古往近来一向如此, 但是有些时候, 看热闹真的会让人失去生命, 你也不干了吧, 齐阳长说着, 死死地捏住了叶峰的肉身, 洁洁地笑道, 现在叶峰的肉身完全就是一种死亡的状态, 我就算是讲他完全杀死, 让他彻底成为一个死人, 就算法医来鉴定, 也是在一个小时之前死亡, 我顶多背上一个虐尸的罪名罢, 张灵修, 你纵横天地却被天地间各种条条框框所限制, 你是斗不过我的, 齐阳长紧紧地掐住了叶峰的喉咙, 我这就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在规则之内, 我照样能够杀你, 张灵修说着, 手中的鬼王剑瞬间常挥了出去, 那一道灵力剑气擦着齐阳长的头皮飞了过去, 张灵修, 你现在连剑都拿不稳了吗? 齐阳长冷横地说着, 却是听到自己身后传来一阵嘎巴的声音, 他愣愣地回头, 却看到自己身后, 自己天下最美位会所直接被斩成两罐, 上半截房子不如拆钱一般, 随着一道剑痕开始坍塌下来, 我靠, 这人是神仙吗? 不对不对, 这一定是在拍戏, 那房子肯定是有机关的,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叶峰看到房顶开始露了出来, 元神瞬间归位, 抓住齐阳长的手腕, 嘎巴一牛, 随后笑脸出狭, 一匹荧光快速向齐阳长的咽喉斩去, 那齐阳长一个十分诡异的角度躲开了, 随后一个后空帆落在了地上, 恨恨地看向张灵秀, 好手段, 叶峰手中的笑脸挽了个剑花, 你死定了, 想让我死你们还差点, 齐阳长说着, 手中忽然出现一把长弓, 随后三箭矢连发猛地射向三人, 我来, 杜仙儿向前一步, 手中的鬼月弓也是出现在了一枚时, 五支箭矢连发打掉那三支箭之后, 有两支箭还冲向了齐阳长, 齐阳长闪身, 随后躲开, 但是叶峰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你作为第八魔神比我想象中还要弱好多呀, 销炼剑斩杀而下, 齐阳长连横都没有横出一声, 直接暴毙, 杀人了, 我的妈呀, 杀人了这是, 周围围观的群众大声喊着, 胖子反应很快, 赶紧解释, 我们这是在拍戏啊, 现在这场戏已经结束了, 谢谢各位配合啊, 拍戏? 假的吧, 那人都飙出血来了, 众人说着, 随后四顾张望, 摄像机呢, 你们拍戏的摄像机呢, 还有那个演员, 怎么还没站起来啊, 胖子一时语色, 求助地看向叶峰, 叶峰也是赶紧露出一个笑容, 抓起那七阳肠, 晃了晃手中的笑脸, 你们看, 我这把剑都没有剑身, 怎么能杀人吗? 刚才我的力量没收住, 可能是砸破血浆的时候, 把它砸晕过去了, 我们这是第一人称的小城门网剧, 为了更加真实, 我们都用手机拍的, 片名就叫毛山小道士, 希望到时大家还支持啊, 叶峰说着, 拿出自己的手机, 上面显示着, 录制模式, 众人都是将信将疑, 但是刚才那宛如神仙下凡一样的操作, 那根本看不到剑身的销炼, 却是不由得他们不信, 行了行了行了, 散了啊, 散了啊, 散散散散散散, 哎, 多谢大家知识配合啊, 多谢多谢多谢啊, 胖子拱手说着, 杜仙儿还拿出了许多张老人头, 那个, 因为这个网剧还在筹备阶段, 所以还希望大家不要输出去啊, 这些钱呢, 就当做大家的群众演员费用了, 每人二百, 胖子, 你给大家发一下, 我们带着演员下去补个状, 杜仙儿说着, 胖子自觉地去发钱, 而张灵修和杜仙儿等人赶紧退场, 但是叶峰却是迟迟不肯离去, 他又闻到了那个味道, 而且这次的味道比上次的味道更加浓郁, 叶峰看向四周, 才发现那味道是从一只苍蝇身上散发出的, 那只苍蝇在飞速逃窜, 叶峰脚步蹬地, 快速冲出去, 想抓住那只苍蝇, 但是脚下却是传出了一阵哀号, 大叔, 救命, 叶峰哥哥, 袁儿和侯安琪还被压在那天下最美味的废墟下面, 此时伸出了一只手不停地喊着, 叶峰止住脚步, 随后抽出了追气符, 先将那味道储存了下来, 随后赶紧转回去救人, 没用多长时间便是搬开了废墟, 同时将两个女孩从废墟当中拉了出来, 大叔, 我怎么感觉, 我好像差点死了, 安琪说着, 呜呜地说着, 你和袁儿赶紧去医院洗胃, 把你们之前吃取的东西全都给我吐出来, 叶峰说着, 喊了一声, 正在发钱的胖子, 给他们自己分, 你带他们两个去医院洗胃, 老张, 叶峰运用钢器, 发了一声喊出去, 老张和杜行儿再次折返回来, 这次一起来的还有陪老台, 那第八魔神还没死, 附在一只苍蝇上面飞走了, 叶峰说着, 同时看向陪老台, 奶奶, 这儿的事情交给你处理了, 放心, 我已经通知了一个导演, 过一阵儿就过来真的拍一场戏, 你们去吧, 陪老台说道, 叶峰点了点头, 将追气符甩出去, 随后脚步点地, 快速冲了出去, 那苍蝇倒是飞得很快, 追气符一直追着, 让三人不断地追逐, 到了最后, 那追气符在一处肮脏的垃圾场, 直接落了地, 叶峰瞬间开启六瓶转筒, 但是味道夹杂在那恶臭当中, 根本再也分辨不出来了, 而且这里苍蝇颇多, 再想寻找也找不到了, 大矮的, 叶峰骂了一句, 算了, 找不到就找不到了, 张灵秀拍着叶峰的肩膀, 他能够成为第八魔神, 必然是有自己的本事存在的, 到底还是大意了, 叶峰摇了摇头, 我以为杀掉了他, 在他体内的第八魔神会一起死呢, 结果没想到, 还让他找机会逃了出去,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 接下来怎么查, 先回去再说, 事业, 裴老太安排了一间会议室, 让众人进去了, 那俩小姑娘洗完胃之后就没那么难受了, 我看着他们在学校吃了两大份拌面之后才回来的, 你放心啊, 胖子说道, 王居的导演也就位了, 最近就在附近取景, 而且我也和上面打好了招呼, 这次的事情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风波, 裴老太说道, 叶峰点了点头,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那王八蛋巴巴托斯去哪找, 还是按照之前的思路向着那羽林丛林寻找呗, 不, 我觉得这个思路不行, 而且通过这次的事情我倒有了个新想法, 众人都盯了叶峰, 等待他的下一句话, 你们有没有想过, 巴巴托斯为什么要让那齐阳长只吃女人, 叶峰的这话倒是让众人愣了一下, 吃人这件事应该是孩童才最美味, 可他为什么只吃女人呢, 你也没吃过人, 或许是女人更加美味呢, 我没吃过不代表没人吃过呀, 历史记载都是这样的, 叶峰怂了怂天, 我现在怀疑那个巴巴托斯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才要这么报复女性啊, 受过什么刺激, 胖子摸着下巴, 你们说他戴着一绿帽子, 是不是受的是被老婆劈腿的刺激呢, 很有可能啊, 叶峰没有否决胖子的意见, 毕竟一切皆有可能, 他现在出现在京城, 而且在这吃人, 我怀疑受过刺激的话, 肯定也是在这受的刺激, 现在要做的就是彻查一下 这是失踪的女性当中, 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他吃的标准是什么, 然后通过这个线索一直查下去, 当然, 要尽快, 如果时间拖得太久, 让那所谓的地狱四大魔王出现的话, 那一切就都麻烦了, 裴老太在京城的能量十分的大, 几乎没有一天, 便是将最近所有失踪女性记录在册的资料, 全都拿了出来, 你猜的没错, 果然拥有共同点, 而且共同点还十分好招, 所有失踪的都是在校女大学生, 叶峰看了一下, 果然如此, 这跟我猜测的差不多, 安琪和侯岸儿身上, 有共同点, 也是同位大学生, 只不过用两个人的身份猜测太过狭隘, 所以我才没有说出口, 裴老太点了点头, 看来这个第八魔神, 应该还经历过世俗的生活, 接下来就查最早第一个失踪的人, 他这么疯狂的报复社会, 肯定也是讲当初伤害他的女人给吃掉的, 我查了, 裴老太笑了笑, 从最底下抽出一个卷宗摆放在桌子上, 这是第一个失踪的女性资料, 大概在一个月前, 不不不, 不是现在最早失踪的人, 而是在第八魔神, 在收齐阳长, 为侵传弟子之时, 失踪的人, 我马上就去查这个修仙齐家, 裴老太说道, 转身准备离开, 去内蒙古, 或是蒙古, 俄罗斯地段查, 那个齐家本性齐岩, 应该就是那片儿的人, 行, 裴老太说着, 便是离开了房间, 叶峰单手瞧着桌子, 不停地思考着, 手机铃声忽然响起来, 叶峰拿起来一看, 是侯安琪, 喂, 大叔, 你在做什么呀, 侯安琪声音听起来闷闷的, 思考问题, 怎么了, 叶峰简短地回答, 那你脑子累不累啊, 还好, 你今天怎么了, 有事就说呀, 我, 想你了, 你来学校找我玩好不好, 就当放松放松脑子, 运动运动嘛, 叶峰想了想, 行吧, 交上圆儿, 咱们三个一起, 好, 那我在学校等你啊, 换起声音, 终于显示出了一丝欢乐, 随后挂断了电话, 叶峰向裴老太要了一辆车, 开车去了安琪的学校, 安琪和圆儿已经早早在学校门口等候着, 两个女孩今天穿的都十分的青春, 圆儿穿着一身俏皮的牛仔连衣裙, 脚上一双高帮帆布鞋, 很明显就是乖乖女好学生的模样, 而安琪则是散着头发, 穿着一个漏琴短袖, 和超短裙儿, 嘴里不停地吹着泡泡, 依旧是一副小太妹的模样, 两个女孩, 两个青春的类型, 再加上都是绝美的容颜, 让她们一直被行人行着珠目里, 大叔, 叶峰哥哥, 在叶峰下车之后, 两人招招手, 向叶峰走了过来, 叶峰皱了皱眉, 今天这两个小姑娘不正常, 以往见到自己的时候, 都是一种极为兴奋的状态, 恨不得是直接奔跑过来, 而现在, 两个小姑娘都是有气无力的模样, 说话都是闷闷的声音, 在两个小姑娘走过来之后, 叶峰将两只手各放在她们的额头上, 注入了一缕钢器, 发现她们的体内一切正常, 你们两个怎么了? 叶峰疑惑地问道, 安琪和袁尔各抱住叶峰的一条胳膊, 能怎么样, 谁吃了人肉都会, 嗯, 安琪说到人肉两个字, 就是不停地干呕起来, 她这两天洗完胃, 除了吐就没做过什么别的事情, 袁尔也是一样, 现在闻到或者听到肉味, 都会吐个昏天暗地, 叶峰伸出手指, 在两人的额头上, 都是轻轻地弹了一下, 下次还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吗? 不吃了, 打死也不吃了, 难受死了, 换起委屈地说着, 紧紧抱着叶峰的胳膊, 把自己的小脑袋瓜, 放到了叶峰的肩膀上, 我也是, 袁尔也是同样, 脑袋放上去之后, 有些惆怅地闭上了眼睛, 这一下, 叶峰瞬间成了羡慕极度恨的结合体, 这个一看就是社会闲散人员的男人, 怎么泡到这两个满分大学妹子呢? 叶峰让他们两个靠了一会儿说, 行了, 你们不会一想一直这么靠着我吧, 你们叫我过来, 该不会只是想让我看看你们两个多惨吧? 当然不是, 我们想要你做我们的男朋友 什么?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你们两个的屁股啊? 不不不, 叶峰哥哥你误会了, 我们的意思是, 想让你做我们的假男朋友 啊? 为什么呀? 因为太烦了, 每天都会有小男生给我们送东西, 加联系方式, 打电话, 还有的每天都会去教室赌我们, 我想好好学习和研究一下电脑技术, 袁二想好好学习, 但是他们一直烦我们两个, 根本就安不下心来嘛, 安琪嘟着嘴巴说着, 叶峰点了点头, 明白了, 也就是在你们两个各自学校留在一卷呗, 大叔够聪明, 只不过只需要在我们学校留的就行, 在清华里面, 追袁二的还算是比较书呆子的男生, 最主要袁二过来找我, 被我们学校的几个人盯上了, 叶峰点了点头, 没问题, 只要帮助你们两个人学习, 我一概支持, 只不过还有就是, 让我们两个做一些亲密的动作, 这个哥哥想必没问题吧, 别过分就行啊, 那走吧, 和安琪点点头, 和袁二一起拉着叶峰走了进去, 带着他先去了篮球场, 指着一帮在球场上, 挥汗如雨的人说道, 大叔大概就是他们几人, 这几个算是我们学校的校罢, 本地人家里还有几个钱, 恨不得天天缠着我和袁二, 而且自我感觉还超级良好, 烦得要死, 只要搞定了他们, 其他人肯定也不会过来找我们了, 行, 叶峰点了点头, 随后带着袁二和安琪走进了这球场, 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二对二的半场篮球赛, 安琪指着那个正在运球的红头发小子说, 那个就是他们的头, 叫欧城, 追我追得最烦人, 然后剩下的那三个, 也就是他的小弟了, 家里也都挺有背景的, 只不过爱于欧城的面子在那儿, 他们也就只敢追袁二了, 其他想追我们的男生, 如果被他们遇见, 就会臭骂或者动手打一顿, 他们无聊的时候, 就会对我拙命连环靠, 拉黑了就换个号打, 还从宿舍楼下赌我, 烦死了, 安琪吐槽着, 袁尔也是同样感觉十分的无奈, 安琪, 哎呀, 你怎么来了, 那欧城在投篮的瞬间便是看到了安琪, 即便如此, 那球还是划着一道完美的弧线, 落了框, 他赶紧跑了过来, 剩下的那三个男人看到袁尔也是瞬间围了过来, 他们看到两个女孩紧紧抓着叶峰的胳膊, 脸色瞬间就变了, 小子你谁啊, 欧城看着叶峰, 立声问道, 欧城已经是大三了, 是和叶峰同岁的, 看到他就这么抢了自己追的女神, 自然是十分的不爽, 我啊, 叶峰啊, 我他妈管你是谁, 不知道安琪是我女朋友吗, 你敢让他牵着你的手, 欧城怒声说道, 哈哈, 他想牵谁的手还需要跟你报备吗, 叶峰依旧是带着笑容问, 哟哈, 欧城有些玩味的看着叶峰, 将自己的拳头捏得是嘎巴坐下, 这意思你是不知道我欧城的名号了, 你知我爸是谁吗, 你知这个学校谁是老爸吗, 欧城说着, 一脚将那篮球踢了出去, 撞在围墙上, 发出当地一声巨响, 哼, 狗才会在狂叫的时候提自己主人的名字, 叶峰冷声说道, 兄弟们, 干他, 奶奶的不知好歹, 欧城说着, 瞬间对叶峰出拳, 朝着叶峰的眼眶打了过去, 叶峰轻轻一闪, 随后在欧城无法收力的时候, 一膝盖撞在了他的肚子上, 剩下的三人也是被叶峰一手化解, 四人躺在地上哀嚎着, 叶峰蹲在地上, 举出自己的一根手指, 我来呢就一件事, 如果以后我再发现你们四个骚扰我两个女朋友, 我一定让你们四个吃不了兜着走, 找我麻烦, 可以, 找裴家大院报我名号就行, 裴家大院, 你是裴家的人, 欧城愣了一下, 有些惊讶地问, 随即便是冷下了脸, 少在这装逼了, 你敢报你真正的名号吗, 裴家大院里边就没有一个外星人, 如果真的是裴家人, 欧城和欧城的父亲自然都是惹不起, 但是, 这小子明明刚上来就说自己姓叶, 怎么可能是裴家人呢, 我暂住裴家, 这段时间想报复呢, 随时都可以啊, 叶峰对这四个大学生, 简直是兴趣缺缺啊, 战斗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转身便是准备带着袁儿和安琴李一开, 哪来的装笔饭, 老子杀你这么一个人, 你连死哪都不知道, 老子现在就要你的命, 欧城说着, 竟然从自己的腰间解下了一块玉佩, 猛地向叶峰摔过去, 那玉佩丢在板空中的时候, 忽然化成一道箭矢, 射向了叶峰的后脑, 叶峰身形猛的一致, 这是地霸魔神巴巴托斯的味道, 来得好, 叶峰冷喝了一声, 背后的笑脸已然出窍, 随即挡住那箭矢的攻击, 但是那箭矢却不停地向前钻着, 销炼一事之间竟然难以阻挡, 有点意思, 只是一个玉佩化成的箭矢, 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量, 实在是有些超乎叶峰的想象了, 他抓住销炼剑柄, 手指捏绝, 上清雷法之力, 瞬间灌注了进去, 同时两把雷电之剑自空中形成猛的刺向那箭矢, 即便是这样, 那箭矢还是足足坚持了数秒之后, 才侃侃落在了地上, 再次化成了一枚玉佩, 欧城整个人都傻了, 这可是自己的杀手锏啊, 而且这玉佩真的是救过自己不少次性命, 还记得有一次飙车的时候, 被一辆扎吐车瞬间撞上, 原本是必死无疑的局, 但是最后结果, 却是那扎吐车中间被整个穿了一个箭矢形状的大洞, 自己则是完好无损地生存着, 欧城回去之后也做过试验, 发现这枚玉佩甩出去之后就能化成箭矢, 不要说洞穿一辆扎吐车, 就连五十公分厚的防弹钢板也能轻易穿透, 但是现在那玉佩却是没有发挥丝毫的作用, 安安稳稳地落在了叶峰的手中, 这怎么能让欧城不惊恐, 卧槽他大爷的这货根本不是人, 欧城说着, 亮强着想要逃跑, 但是刚站起来两步, 却发现叶峰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手中捏着玉佩说, 第八魔神巴巴托斯在哪儿, 什么第八神巴巴拉, 我不知道啊, 这玉佩人哪来的, 叶峰说着, 抓住欧城的手腕, 嘎巴一声轻轻地掰了过去, 疼疼疼疼疼疼疼, 是我以前一个女朋友送给我的, 女朋友? 叶峰心中一动, 松开了手, 我要知道你撒谎你就死定了, 我哪敢撒谎啊大神, 这玉佩都能穿大港版了, 结果你轻飘飘就给弄下来, 你不是神仙瞎烦的你啊, 再废话我他妈穿了你, 叶峰说着, 双指捏起, 欧城赶紧抱着脑袋, 别别别, 我这就说, 赶紧的, 这欧城身上丝毫的钢器或者邪器都没有, 应该就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 叶峰也在他体内注入了一缕针炎钢器, 如果他说谎, 就会自己咬自己的舌头, 叶峰想知道, 这玉佩到底是哪来的, 我真是从我一个前去有手机买来的, 这事儿吧, 说来比较话长, 我在大二有段时间被外校的一个妹子撩过, 那长相只能说五到六分吧, 身材不错那是真的, 一米七上下的身高, C兆杯一百斤, 后来谈了一段时间, 当然最后也是分了嘛, 有一次周六我出去找他, 中午吃饭, 看个电影去宾馆, 没开二度, 然后休息, 想点点蓝剂的外卖当下午茶, 结果点开哈巴狗APP, 发现宾馆附近那家没开外卖, 心想估计是下午人多送不过来, 于是我准备穿衣服出去买去, 本来我怀里躺着一起看电影, 那妹子有点不满意, 说你不是明天再回学校吗, 怎么这就要走啊, 听我说完原因让我别出门了, 然后打个电话让人送过来, 我本来以为他认识那家蓝鸡老板, 毕竟他校区就在附近, 认识也正常, 结果他出去拿外卖的时候裹着浴巾就出去了, 钱也没拿, 随后我听到下面的对话, 待会儿要是晚了, 要不要我来接你送你回寝室啊, 不用了, 明天他送我回去, 那你注意点, 还是要做保护措施, 回头怀孕了挺麻烦的, 你管我, 我爱怎么样怎么样, 你还是注意点, 行了行了, 话真多, 走吧, 本来呢, 在床上躺着看电影, 我就瞬间懵逼啊, 等他进来之后, 我问怎么回事, 他说这是一个一直追特的舔狗, 让他送趟外卖, 我问那妹子, 他知不知道咱俩的事, 妹子一边吃这车仔面, 还有这咖喱鱼蛋, 一边完全不在意, 说那人知道, 看着我一脸懵逼呢, 随后补充一句, 不然你以为, 第一次咱们来这, 中间跑过来敲门送套, 还有饮料的是谁啊, 后来我就知道, 原来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舔狗啊, 叶峰直接不客气的, 朝着欧城的脑袋上, 甩了个暴力子, 他把老子问你这玉佩的事, 你扯这么多没用的干嘛, 嫌你能耐呢, 不是不是, 大神你别误会, 我说这些呢, 是为了后边的事做铺垫, 而且这个玉佩, 就是那个男人送给我那妹子的, 后来我感觉不错, 就直接从那妹子手里换过来了, 叶峰皱了皱眉, 撑, 你继续说, 后来我才知道, 那人和我那妹子是一个学院的, 普通大学里有这种身材的妹子, 而且长相不差, 追求者肯定不少, 但最痴心的就是她,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反正妹子就直接称她为哈巴狗, 后来我们就一直这么叫她了, 刚进大学的时候, 这妹子有个男朋友, 是高中同学, 不少人献殷勤, 然后发现名画有主人就放弃了, 也有死缠烂党的, 但最痴心的, 最单纯的, 也就是哈巴狗了, 她多次表示, 你不分手, 我祝你幸福, 你分手我愿意等你, 分手之后再找, 我继续祝你幸福, 然后继续等你, 去那个妹子说, 大一男朋友来找她的时候, 特地带哈巴狗见过几次, 但是哈巴狗依旧很执着, 大二分手后, 哈巴狗找她聊过感情问题, 还是被果断拒绝, 大二撩我的时候, 为了让她死心, 还故意给她看撩我的内容, 但哈巴狗仍然表示不放弃, 第一次去情侣酒店, 我正洗澡的时候, 哈巴狗发短信, 问她回了没, 被问烦躁了, 那妹子干脆拍了房卡的照片, 我正穿丝袜等她洗澡出来, 今晚不会行事, 哈巴狗沉默许久说, 你记得做好保护措施, 不管怎么样, 保护好自己, 她说当时看的这句话又好气又好笑, 干脆又发了一句, 她没带, 我忘了买, 不过我不介意, 但你现在要是送一盒过来, 顺便带点饮料什么的, 那我一定让她带, 出乎意料的就是, 在我洗碗准备出来的时候, 哈巴狗真的送来一盒杜雷斯, 以及两瓶红茶, 一包她最爱吃的薯片, 离开之后, 用手机发了条短信, 我愿意继续等, 甚至继续等这样的送货员, 但是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于是就有了那次送拦机, 拦机之后还有一次, 她说让哈巴狗送吃的, 被我明确拒绝了, 我当时告诉她, 要么就是咱俩出去吃点, 要么自己点外卖, 之前呢, 我说你对她的态度还挺好的, 但最近不怎么合适, 尤其送东西到宾馆这种事, 以后就别做了, 她估计也明白我内在的意思, 就没有再出现这种情况, 再后来哈布狗在我那妹子, 过生日的时候, 送了她这么一个玉佩, 说能保护她安全, 当时妹子还跟我开玩笑, 说以后不用带什么杜雷斯了, 省得俩人都不舒服, 这碧玉佩呢, 估计有这碧玉的功效, 后来我搅着这玉佩造型也不错, 就给妹子买了俩LV的包, 给换过来了, 就这么随身带着, 一直到最后呢, 我俩分手之后, 哈布狗也没能如常所愿, 现在怎么样, 那就不知道了, 欧城说完, 看向叶峰, 摊开手, 哼, 我说完了, 呀, 真的是甜到最后, 一无所有啊, 后安琪耸耸肩说道, 对啊, 所以我发誓不会做任何人的甜狗, 但是遇见你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做甜狗真是爱得太深了, 欧城一脸深情地看向后安琪, 安琪起了一阵恶寒, 浑身打了个冷战, 别, 我不需要你做甜狗, 我永远不可能喜欢你, 我只喜欢打输一个人, 能够得到女神的也不叫甜狗了, 我愿意做你的甜狗, 欧城依旧深情, 何苦呢, 我感觉那个女孩也是有很大问题, 不喜欢就直接拒绝嘛, 干嘛还这么耍人家, 而且你也不算什么好人, 原儿鄙视地看着欧阳城说道, 不, 你错了, 其实那个妹子和我根本没什么问题, 我不否认那姑娘两次让送东西的人太过分了, 但除此之外, 有什么其他不妥的地方吗, 那妹子一开始就明确对外说自己是男朋友啊, 有男的朋友啊, 即便有甜狗和死缠烂打的追求者, 那之前也没有恃宠而交, 分丑之后也没打着聊情商的幌子到处一夜情, 更是直接告诉其他人, 不可能让他别追了, 那这么做有问题吗, 那这个呢, 我倒是站着欧城的, 叶峰说着, 盯着欧城说, 有人就是弱者偏差, 他若他有理, 他舔就是专情, 你换个角度想想, 要是你是个女生, 周围有这么个死缠烂打的天狗, 找了新谈朋友出去看电影吃饭, 还问你要不要晚上来接你, 都说明了不回去了, 咱俩不可能了, 还要管你男朋友做不做安全措施, 换成你, 你领情吗, 你烦吗, 同情归同情, 但是对他没有任何好感, 这么做感动的是女生, 还是你自己啊, 所以你想做田狗可以, 不要耽误安琪正常生活, 要不然我第一个废了你, 这些话, 叶峰是说那哈巴狗的, 也是说给欧城听的, 欧城也是有些沉默, 弱弱的说, 我会成为一只安静的天狗, 你自己把握度啊, 反正我的警告已经给了, 还有这玉佩, 我没收了, 叶峰在他眼前晃了晃玉佩, 同时问, 那个妹子联系方式还有吗, 她在哪个学校, 联系方式早就没了, 我是那种有了女神, 还留着前女友联系方式的男人吗, 欧城一整言辞的说着, 但是瞬间咬了一下舌头, 欧城这一下可是咬得不轻啊, 瞬间躺着蹲在地上, 真言刚气起作用了, 行了, 赶紧把那妹子联系方式给我, 叶峰说着, 拿住手机, 欧城还想表现一下的, 但是一看这种情况, 根本瞒不住面前的这尊大神, 只好放弃了, 将电话和微信全都给了叶峰, 嗯, 他就在五道口微笑, 名字叫霍凡曼, 好了, 多谢了啊, 记住了, 别再骚扰安琪和袁儿, 而且我还要你保护他们两个, 如果有人去骚扰他们, 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哎, 知道知道, 欧城忙不迭地答应, 叶峰点点头, 带着安琪和袁儿一起离开, 随后, 将这个霍凡曼的联系方式和资料 发给了裴老台, 让他彻查一下这个人, 同时, 看看是否在失踪名单当中, 紧接着, 叶峰给胖子发了个信息, 要他们速速当的五道口微笑来, 你们两个赶紧回宿舍去, 叶峰说着, 拉开车门上了驾驶位, 但是刚刚发动车, 那两个小姑娘也是拉开车门上来了, 我们也去, 你们去干嘛别捣乱, 怎么就是捣乱呢, 安琪一本正经地说, 假如那个货凡曼不出来, 我也可以帮你叫他出来啊什么的, 而且我到口那边, 袁儿说, 是不是袁儿? 袁儿也是赶紧点了点头, 对啊, 我就是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的嘛, 行吧, 叶峰踩下油门冲出去, 你们两个跟在我身后, 自己注意安全啊, 嗯, 这京城的堵车真的不是盖的, 就这么些路程, 叶峰足足开了将近一个小时, 下车之后, 他也是正好看到了裴老太发给自己的信息, 是关于霍凡曼的, 霍凡曼, 女, 22岁, 就读于五道口未孝狐狸系大三, 叶峰挨个看了下去, 这份资料十分的详细, 甚至连以前就读于哪家中学, 高考多少分都有, 叶峰看了一遍, 把资料放在车里, 直接进了这五道口未孝, 往那资料中所记载的, 霍凡曼住宿的三号教学楼走, 抖了过去, 这所学校当中, 明显风气和荷尔蒙更加薄棚, 看到叶峰身后的两位美女之后, 口哨声不绝于耳, 叶峰也根本没心情管他们, 到了三号住宿楼之后, 派遣安琪儿进去, 让他询问一下, 霍凡曼有没有在宿舍里面, 这个霍凡曼还挺出名啊, 安琪儿出来之后说, 宿管大妈真记住那个姑娘了, 怎么说啊, 据说这个姑娘在之前的时候, 每天都会有男生来找, 后来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男生每天来找了, 手中还提着牛奶, 面包之类的东西, 这个男生十分的执着, 如果能等到霍凡曼, 就会亲自把牛奶面包交给他, 如果等不到, 就会拜托宿管大妈包碗, 然后交给他, 再加上这个叫做霍凡曼的女孩, 时常晚归和夜不归宿, 还有一直对那个男孩爱搭不理, 所以宿管大妈印象还蛮深的, 说重点, 叶峰, 看了看楼上, 霍凡曼在宿舍吗? 没有, 昨天记录是夜不归宿, 今天宿管大妈也没看到霍凡曼回来, 哦对了, 这个宿管大妈说, 一直到现在, 还有人以那个男孩的名义, 每天早上给霍凡曼 送牛奶面包薯片之类的东西, 现在那堆零食还在宿管室中呢, 叶峰点了点头, 那个男孩叫什么, 宿管大妈知道吗? 那个男孩就让大妈管他叫小八, 剩下的就不知道了, 小八? 叶峰摸了摸下巴, 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行吧, 如果真的是夜不归宿, 到现在应该快回来了, 咱们就再等一会儿, 嗯, 两个女孩一起点了点头, 和叶峰坐在了阶梯上, 无聊地等待着人, 在这教学楼前, 经过的男性无疑不会行住墓里, 甚至还想上来搭讪, 被叶峰瞪了一眼, 便是灰溜溜地走开了, 哎, 你们还在等那个霍凡曼呢? 大妈无聊出来活动的时候, 看到叶峰和安琪他们还没走, 无聊答话道, 对, 我们找他有点事, 叶峰也是带着笑意回答, 很快他就来了, 只要他回来, 全学院都能知道, 宿管大妈似乎有些不屑, 为什么? 叶峰刚刚问出口, 一辆怯懦机轰着油门猛地停在了宿舍门口, 从其中下来了一男一女, 两人打扮的都是十分的心潮, 男的一身皮夹壳, 头发高高地耸立着, 而女生则是穿着一身黑色的漏肩长裙, 他们身上都带着酒味, 像是刚刚从夜店回来, 此时还是大声喧哗着, 那男的就把女的往宿舍楼里面送, 能, 你们找的货凡吗? 宿管大妈嫌无地说, 哎, 真是一点不自爱, 估计小八到最后啊, 就是成了接盘侠吧, 哎, 真是可怜了小八, 宿管大妈说着, 拦在了霍凡满和那男人面前, 喂, 女生宿舍, 禁止住呢, 我们等会儿上去还能再来一份, 那男人正在和霍凡满耳边撕磨, 被宿管大妈粗暴地打断之后, 怒声说, 臭看门的你敢拦我, 这男人眼睛一瞪, 的确是有一股痞子混不吝的气质, 吓得宿管大妈本能地后撤了一步, 天底下还真有这种找死的狗啊, 那男人调笑着对霍凡满说道, 随后揽着霍凡满的腰, 左手推了大妈一下, 就往这女生宿舍里面进, 叶峰在大妈的身后接了一下, 才没让大妈摔倒, 现在大妈是又急又气啊, 但是对付这样的混子, 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哎, 叶峰喊了一声, 那夜店男回过头来, 你谁啊, 我是谁不重要, 你差点把大妈推倒, 我现在要你道歉, 叶峰一字一句地说着, 那夜店男挖了挖耳朵, 哎, 你说什么, 我又听不清楚, 我要你向大妈道歉, 夜店男点儿郎当地问霍凡满, 我要向一个臭看门的道歉, 这孙子什么呀, 怎么故意跟我找事呢, 是你叫哈巴狗吗, 不是, 我也不认识, 霍凡满有些疑惑地 看着叶峰, 确信自己没有见过, 是你自己道歉, 还是我帮你道歉, 叶峰说着, 手术垂向了地面, 哟, 你怎么这么牛逼呢, 你是不是从小没挨过教育是吧, 那夜店男也是怒了, 他从小家境殷实, 父母手中的掌中宝, 什么时候像一个看门的帝国头啊, 哪怕今天打死这个王八蛋, 那也会有人来帮自己擦屁股, 所以他完全不用留守, 说着, 他便是掏出了一把弹簧刀, 猛地刺向了叶峰, 叶峰连躲闪都没有, 直接双指夹住了刀身, 随后嘎巴一声, 将那金刚打造的刀身直接掰断了, 那夜店男愣了一下, 直接抱了一句粗口, 叶峰随即跟上一记扫堂腿, 踢在了那夜店男的膝盖处, 让他止不住身形地, 普通对着宿管大妈跪下, 那夜店男看着叶峰, 想爬起来, 却是根本使不上力, 道歉, 我操你知道我是谁, 那夜店男的妈子还没有出口, 叶峰一个耳光甩出去, 打得那夜店男口中喷出了鲜血, 道歉, 卧槽, 再接上一巴掌, 这次夜店男的嘴里喷出两颗牙齿, 道歉, 后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 叶峰已经是再次举起了手, 那夜店男赶紧求饶, 别别别, 我不操了, 你别打,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妈, 对不起, 我有眼不是泰山, 您大人不计小人哭啊, 那夜店男不停地跪着对大妈磕着头, 那大妈也是傻在原地, 一个开着切诺机, 不知道是哪家公子哥的男人, 正对着自己磕着头, 这是宿管大妈永远也想不到的, 大妈, 还满意吗, 大妈都要傻了, 满, 满意, 行了, 滚吧, 叶峰摆摆手, 让这夜店男离开了, 夜店男如萌大射, 连滚带爬地站起来, 赶紧碰到了切诺机的驾驶室当中, 随后发动了车, 放下手刹之后, 便是摇下车窗, 冲着叶峰竖了个钟指, 你大爷的有本事别走啊, 那会儿我叫人回来干你, 叶峰只是抬了一下脚, 那切诺机的油门便是被夜店男一脚踩下去, 猛地冲了出去, 甚至因为起步速度太快, 没有把控好方向, 压到马路牙子, 整个车都差点飞起来, 叶峰看着这台狼狼的切诺机, 无奈地笑了笑, 转身看向了霍帆满,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峰, 这次来是专门找你问关于小巴的事情的, 也就是你口中的那个哈巴狗, 你问我他的事情干嘛呀, 我跟他又不熟, 你直接去找他不就行了, 霍帆满说着, 小腰一扭, 随后甩出了一下自己手中的LV包, 就是往女生宿舍楼里面走了进去, 我什么都看不见, 现在谁进女生宿舍楼我都看不见, 宿管大妈感念叶峰为他出气, 直接抬着头看着天说道, 多谢了, 叶峰带着安琪和袁儿一起冲上去, 那霍帆满的宿舍 就在二层, 在霍帆满开门的时候, 叶峰也和安琪还有袁儿一起闪了进去, 喂, 你们也太不要脸了吧, 女生宿舍都闯, 该不会是那个哈巴狗的朋友吧, 想和他一起做田狗, 做田狗也不会做你的田狗, 你觉得论身材样貌, 你比得过我身边这两个其中一个吗? 叶峰带着玩味的笑问, 霍帆满脸色瞬间变了, 他打量两个女孩之后, 却是顿时生出一种自卑之感,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霍帆满重重地将包丢在桌子上, 气鼓鼓地问, 关于那哈巴狗所有的信息, 包括名字等等, 你谁啊, 我凭什么告诉你? 我想我也不需要说自己是谁, 就凭刚才在外边我的表现, 还不足以让你告诉我吗? 你敢打女人? 那可说不准啊, 叶峰将拳头捏得嘎巴坐下, 对付这种人, 小之一里动之一情, 简直就是一句屁话, 直接用暴力威胁才是最简单直接的, 霍帆满果然害怕了, 他捏辱地说道, 哈巴狗的本名叫做巴托斯, 好像是内蒙古那边的人,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 他是我们学院的, 跟我同届, 学的好像是临床吧,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霍帆满接连用着不肯定的语气, 叶峰中了中霉, 你怎么什么都不确定啊? 一只舔狗而已, 我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 霍帆满回答得理直气壮, 最近这些天你不用住宿室了, 跟我走, 叶峰说着, 抓着叶帆满的手腕, 喂喂喂, 你干嘛, 强强美女吗, 这好歹是我的学校啊, 叶峰随手拿出一张卡, 里边有五十万, 现在是不是就不算强强了? 五十万? 那霍帆满听到这个数字, 眼睛都亮了, 但是狐疑地打量了一下, 打扮普通的叶峰, 我怎么知道, 里面真的有五十万? 有的是时间让你去银行查啊, 叶峰说着, 不由分说地带着火帆们到了楼下, 大妈依旧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胖子和张灵修他们也来了, 叶峰说, 胖子, 你去临床那边查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巴托斯的人, 老张, 仙儿, 你们两个和胖子一起去, 我带着他在车里等着, 有消息给我打电话, 记住, 无论有什么事, 不要着急动手, 先观察清楚再说, 随时保持联系。 胖子点了点头, 带着张灵修和杜仙儿一起走向行政楼, 同时要陪老太打电话, 帮自己疏通关系。 此时在人群当中, 有一个人已经是注视了叶峰好久, 叶峰开来的车是一辆路虎, 在霍凡曼上车之后, 瞬间对叶峰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没看出来呀, 你还这么有钱呢, 霍凡曼说着, 不动声色地将那张银行卡放在了包包里, 车是借的, 哦, 霍凡曼又是重新警觉起来, 在包里捏着那张银行卡, 那你也是认识有钱的朋友啊, 还行吧, 叶峰简单地说着, 他现在已经将六瓶转通开启到最大, 时刻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假如那巴巴托斯真的是这霍凡曼的舔狗, 那他就一定会来, 你们找哈巴狗到底干什么呀, 那哈巴狗惹到你们了, 霍凡曼有意无意地搭话, 算是吧, 叶峰依旧是时刻注意着周围的环境变化, 哦, 他挺烦人的, 你们要是能让他消失, 我还是很开心的, 是吗, 没了这样一只舔狗, 你真的开心吗, 开心, 霍凡曼认真地说道, 叶峰问这个问题, 就是想知道, 这霍凡曼和那巴巴托斯是不是有什么勾结, 现在看来应该没有, 叶峰刚转过头, 忽然两只箭矢猛地射了过来, 穿透了叶峰面前的挡风玻璃, 直射面门, 一匹荧光闪过, 那两只箭矢瞬间被打了出去, 在人群当中, 一个头戴绿帽, 身披灰斗篷的人, 用一双冰冷的眼神看着叶峰, 人来人往, 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射手射出了两只箭, 叶峰和他的眼神, 似乎是穿越了时空的限制, 在不停地交织对撞, 他打开车门, 手中握着笑脸, 缓步地走了出去, 周围的人群行走, 却是似乎变得很快很快, 那巴巴托斯也是缓不朝叶峰走过来, 短短百米的距离, 两人却是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两人擦肩而过, 一阵强烈的白光闪烁而过, 周围的行人行走的速度放缓, 重新回归了正常, 而叶峰也是好端端的端坐在车里, 当风玻璃上没有剑孔, 人群当中也没有了巴巴托斯, 叶峰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刚才自己的六品转通全开, 导致自己的感官变成极度敏锐的状态, 而那巴巴托斯似乎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将自己的六品转通力量牵着走呢? 两人用神念进行了一次强大的对撞, 而结果两败俱伤, 大爷的, 叶峰喘着粗气骂了一句, 安琪和袁尔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看到叶峰忽然气息变得粗重, 连忙问怎么了, 叶峰锐利的目光看向霍凡曼, 你有巴托斯的联系方式对吧, 他是你的舔狗对吧? 对,怎么了? 霍凡曼被叶峰的目光有些吓到了, 那也就是说你给他打电话约出来, 一定就会成功对吧? 应该会吧? 你给他打电话, 我再给你五十万。 叶峰说着, 随手再拿出一张银行卡,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就能少很多的麻烦。 叶峰现在也发现了有钱的好处, 但是那第八魔神是个蠢货吗? 这样的女人只要随便砸点钱就可以, 为什么她却不砸呢? 果然货繁慢的眼睛都亮了, 拿出手机给巴巴托斯打了个电话。 这一次和平常有些不一样, 以往货繁慢给巴巴托斯打电话, 基本上都是秒接, 但是这一次, 足足响了五声之后, 巴巴托斯才接了起来。 但是第一句话却是巴巴托斯说的, 叶峰冷冷地说道, 那你就是让我死了? 我给你选择了。 我只是想获得一份纯粹的爱情。 那你还吃了那么多无辜的女孩, 你明明就是想报复。 叶峰咆哮着。 我承认, 我那个时候的确是很伤心, 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 现在我想做个好人。 你他妈少拿无间道的台词跟我这废话啊, 你伤心? 吃了那么多正直青春的少女, 凭什么呀? 他们都是一些老套, 也吃过不少虐杀动物的菜啊。 叶天时, 我犬子的女孩都是该死的人, 我也只是让他们尝到了 他们吃那些动物食的感受。 那一抱还一抱, 我让你体验到 他们被吃的时候的感受好了。 叶天时, 你可以不给我活路, 但是我希望你放过凡满, 她是我的女神, 唯一的女神。 是吗? 叶峰说着, 猛地掐住霍凡满的脖子。 我现在就让你的女神去阴私报道。 你…… 霍凡满的眼神当中, 瞬间暴露出极大的恐惧, 不停地拍打着叶峰的手腕。 叶天时, 你敢杀洋人? 爸爸托斯的声音瞬间变了。 以前的我或许不敢, 或者不想, 但是现在的我, 觉得牺牲掉一个洋人, 可以铲住你这第八魔神, 这买卖还算划算。 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要你立马出来找我, 就这么简单。 爸爸托斯沉默良久, 道了一声好。 你要保证凡满的安全? 我会的。 叶峰说着, 便是挂断了电话。 随后, 松开了掐着霍凡满脖子的手。 我要下车, 你放我下去! 霍凡满已经是感受到极大的恐惧, 不停地拉着车门想要下车。 叶峰直接一掌敲在她的脖子上, 让她整个人晕在了座椅上。 叶峰当然不可能杀她, 但是为了逼出这一个, 一直和自己躲猫猫, 而且逃跑能力极强的第八魔神, 也不得不出点气招了。 大叔, 你刚才的样子超坏的。 安琪闪着桃花眼说道, 但是也超帅, 暗黑系的那种帅。 我也觉得叶峰哥哥突然变得暗黑起来, 特别的帅。 圆儿也是附和着, 帅也不能当饭吃啊。 叶峰拉出一根猪沙线, 在霍凡满的手上缠绕了一圈, 同时还绑上了一个命魂灵, 放着那巴巴托斯有什么特殊手段带走霍凡满。 做完这一切之后, 忽然在那学校之内爆发出一阵强大的寂灭气息和魔气, 很明显是张灵修和第八魔神打了起来。 叶峰打开车门, 刚想去助阵, 但是却是愁愁了一下。 你跟我一起去。 叶峰指着霍凡满说着, 同时看向侯安琪和袁儿。 你们两个现在马上回学校, 接下来的事情凶险无比, 你们就不许再跟着了。 安琪还想说些什么, 却是被袁儿拉住了。 好, 叶峰哥哥, 我们马上打车就走。 叶峰点点头, 带着霍凡满冲进了学校当中。 魔气和寂灭气息的来源, 是一所十分破败的教学楼当中。 叶峰冲进去之后, 才发现这教学楼早已经废弃了。 算着地霸魔神会找地方, 这样就不用害怕伤害到无辜而束手无策了。 霸霸托斯, 你该伏法了。 在叶峰带着霍凡满冲上去之后, 看到张灵修持剑而立, 杜仙儿的鬼月弓已经搭起。 胖子则是拿着手中的青悬印, 在不停地瑟瑟发抖。 而第八魔神手中抓着一把长弓, 淡淡地看着众人。 霍凡满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啊, 转身便是要逃, 但是却被叶峰生生地抓住了。 别碰他, 巴巴托斯怒吼了一声。 我碰了, 又如何? 叶峰单手抓住霍凡满的脖子。 巴巴托斯我早就跟你说过, 只有伏法才是你唯一的一条路。 你找死! 巴巴托斯怒吼一声, 猛地冲向叶峰。 叶峰冷笑了一声, 根本没有动态。 张灵修抵挡住巴巴托斯的面前, 发出了当的一声响。 巴巴托斯用长弓为剑, 不停地和张灵修交锋着。 杜仙呢, 也是数剑连发, 不停地对巴巴托斯进行骚扰。 你放开他! 巴巴托斯心红着双眼, 不停地怒吼着, 手中的长弓弓势, 愈发的灵力, 就像是锋利般。 我不放又怎样? 叶峰似乎一直在激怒巴巴托斯, 手中愈发的用力, 祸繁满发出哼了一声响, 王八蛋! 王八蛋! 地巴魔神怒吼着, 忽然身体化成一只箭矢, 踩下自己的弓箭, 猛地对叶峰射了过来。 叶峰松开着, 抓着霍凡曼的手, 剑侠中的销炼已经是出窍了, 荧光闪过, 口中也是念念有词。 吼身虎喷, 气神眼睛, 丝身裂液, 盗气长寸! 欲剑爵释放了出来, 宛如一道流水一般, 在销炼剑身上, 环绕着蓝色的水电。 叶峰挽了个剑花, 迎战的第八魔神, 化成了剑士冲了上去。 三尺震雷动天兵, 太极两一阵中央, 六十四挂排步阵, 摇挟鬼魅化为臣, 六丁六甲左边手, 天兵天将右侧护, 无妨老君阵赤灵, 赤下神宝八卦剑。 叶峰翻手握长剑, 猛地向下侧去, 那剑士硬生生地摁了下去, 死死地插在地上。 地八魔神的本体显现了出来, 同时他的周身还环绕着巴掌雷符。 死吧! 叶峰立合一声, 巴掌雷符瞬间包裹上这地八魔神, 随后瞬间将其化成了灰烬。 收入剑侠, 叶峰长吐了一口灼气, 从地上拉起了这火烦慢。 抱歉, 情况特殊。 只能是利用你了, 若不是讲着地八魔神体内摩气扰乱, 也绝技不可能这么轻松地斩杀他。 好吧。 霍凡漫捂着脖子。 但是, 你得负责我全部的治疗费。 那是一定的。 叶峰笑了笑, 张灵修等人也是收了剑, 这次斩杀地八魔神似乎来得十分轻松, 叶峰也是有些意外的惊喜。 网上都说, 舔狗不得好死, 现在看来还真的是这样。 叶峰将霍凡满交给了裴家老太太, 由她负责一切的治疗, 裴老太也是答应下来。 疯子, 接下来就是第七魔神了对吧? 胖子开心地说着。 看来要不了这一年呐, 这魔神能全都斩杀完毕啊。 没那么简单, 排位越靠前的魔神就越发难斩杀呀。 那怎么这第八魔神比第九魔神斩杀起来还容易呢? 因为它是一条田狗, 被我抓住弱点而已。 叶峰怂了怂肩。 这样的田狗实在少见。 哼, 那只不得那第七魔神比他还挺够呢。 那最好了。 叶峰笑了笑, 拉着胖子。 走, 今天这么痛快抓了第八魔神, 去庆祝庆祝。 好嘞。 几个人开心地向外走去。 叶峰 徐翠陶的性情开始变化。 他不再如何叶峰初见那样活泼了。 他经常对着镜子整理自己的头发, 将它编成辫子又拆开, 又继续编。 无论叶峰如何对他说话, 也根本像没听到一样。 嘴里总是嘀咕着一些叶峰不懂的字眼, 像我变成您了, 您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了之类的。 而村里的女人却又显得更加怪异, 大家是整天仰着镜子不放, 即使是吃饭睡觉也不撒手, 然后疯疯癫癫地高声大笑, 有时候有一个人在房间里说话。 他们的亲人非常着急, 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是再次找上了叶峰。 而更让人觉得怪异的是, 所有戴上戒指的女孩都开始变得像同一个女人。 无论是皮肤还是五官都越来越接近了。 那不是普通的戒指, 之所以要戴在右手小指上, 是因为那是除了一根之外, 六根钟掌管眼根的地方, 那些女孩的眼睛已经看不到真实世界了。 诸葛明冷静地说道, 看来新的眼术已经开始酝酿了。 叶峰他们去那家小店, 可是已经关闭了, 问遍附近的人也都不知道那个小店的下落, 都说是突然开的, 就像突然走了一样, 似乎从来没有来过。 怎么办? 诸葛明看向叶峰, 叶峰确实笑了笑。 早有准备。 说着, 他掌心张开, 一张淡淡的符咒便是张开了。 这是子母符, 我在那天离开的时候留下了一张子符, 而母符在我手里, 只要那个人没消失, 两张符便可以相互感应。 叶峰说着, 那气线却是不断地延伸, 延伸到了杨柳的身上。 果然。 叶峰冷笑一声, 这个人就是找到那眼术士族的关键。 哼, 本来打算躲起来, 等灰姑娘们完全变成公主。 可惜了, 你太聪明了。 杨柳眯起眼睛, 阴测测地看着叶峰。 哼, 现在我应该能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了吧。 叶峰依旧, 语气很冷。 其实, 我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 就已经去过那个部落了, 而且我们达成了交易。 只要我满足他们的要求, 就可以解除掉我身上的眼术, 重新变回正常人类。 说完, 他妄想叶峰。 你说错了, 我之所以变成无性人, 只不过是和我父亲一样, 受到他们的惩罚罢了。 那个没用的废物, 在拼命请求下, 我的母亲和阿姨他们才没有让我变成那种怪异的蛇, 而是做了一个根本看不出来的无性眼术。 但是, 变成这种样子, 还不如早早让我去死。 有意。 叶峰对杨柳的自白没有兴趣, 只是抓住另外一个点问。 是的, 你们也知道, 那个部族几乎快被这世界所遗忘。 他们想重振以前的辉煌, 不过他们的障碍是男人, 这个世界上不可否认是让男性当道了, 如果想回到那个时代, 必须将他们重新变回攻风。 杨柳笑了笑, 看着吧, 很快你们就会知道那戒指有什么用。 我觉得现在我就能知道。 叶峰再次伸手过去, 一下子掐住了杨柳的脖子。 你杀了我也没用, 戒指不会自动脱离。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如何让戒指脱下来, 更何况我不认为你们三个有这能力。 杨柳又笑了笑, 充满了不屑和藐视。 当所有的女孩都变成公主, 我会告诉你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峰在掐住他脖子的时候, 感觉那股黑色力量又再次涌动了一番, 直接到了临界点。 虽然杀了你没用, 但是我真的很想杀了你。 叶峰依旧是冷冷地说道, 随后将其甩在地上。 算了, 还是让你看着我拆穿这场阴谋, 来得更爽一点。 是吗? 你认为你能对抗过眼术吗? 杨柳依旧是阴瑟瑟地笑着, 似乎也没有将叶峰的话放在心上。 此后的几天, 叶峰一直在观察徐翠桃的变化, 包括其他女孩。 果然重气了。 一个黑影对道琴柔声地说道, 和这小师弟的秉性, 我实在太了解了。 太过感性, 这绝对是作为一个道士的大机, 所谓的因为爱情, 他竟然也就信了。 磨道两界, 恐怕也就他这么感性地相信这种屁话吧。 还是你设计得好, 如果没有前两年的铺垫, 以及欧城的话, 他又怎么会相信呢? 这段黑影也是功为道。 好了, 不用拍我的马屁, 时间已经为你争取了, 如果你再失败,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您幸福。 好了, 退下吧, 我要继续修炼了, 现在恢复功力还不足一场, 师父果然是师父, 这一下冲击的我的确有点厉害。 道琴说着, 让那黑影下去了。 宿醉之后, 叶峰爬起来之后, 脑袋有点疼, 他整个人躺在床上, 放松了自己。 斩杀第八魔神巴巴托斯, 来得太过容易, 说实话, 真的让叶峰放松了警惕, 殊不知, 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等着他。 大概两天之后, 叶峰等人便是告别了裴家, 开始继续去寻找第七魔神的踪迹。 第七魔神, 阿蒙, 形象是狼身蛇尾, 口吐烈焰, 有时候也会以长着乌鸦脑袋的人形, 或是乌鸦头犬牙的形象出现。 但是也有说法, 阿蒙代表的意思是隐世, 不可节者。 所以, 他真正的形象可能从来没人看到过, 阿蒙拥有的能力是通晓过去未来, 以及是朋友反目成仇, 或是和解的能力。 张灵修淡淡地说着, 这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鬼谷子啊, 隐世搅动天下风云。 叶峰笑了笑, 差不多吧, 那寻找的目标就是足够隐秘的地方。 叶峰说道, 几人在机场闲聊着, 叶峰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叶峰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吓诗喊。 哥哥, 你还在北京吗? 对啊。 我今天到北京出差, 登下火车, 你有时间陪陪我吗? 叶峰看了看张灵修和胖子等人, 胖子直接起身, 比了个OK的手势。 当然可以。 那好, 我在车站门口等你。 夏世汉开心地挂了电话。 我们先去寻找, 如果有消息就通知你, 毕竟你们两个已经好久没见面了, 好好陪陪他吧, 任省苦断。 张灵修冷冷地说着, 叶峰愣了一下, 随即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啊。 等送走了张灵修, 叶峰才琢磨过味儿呢。 这祸是北方鬼地, 寿命是无止境里。 所以, 人生苦短这四个字, 从他嘴里蹦出来, 叶峰才感觉那么的不对劲。 但是张灵修让他去陪夏世汗, 却是暗示了另外一个信息。 是不是他已经开始准备接受杜仙儿了呢? 这句真的说不准。 至少张灵修现在已经是多多少少加了一丝感性在其中, 同时更是懂了珍惜这个词。 叶峰会心地笑了笑, 至少杜仙儿有机会了。 叶峰打了一辆车, 去了车站, 见到了夏世汗。 夏世汗很久没有见到叶峰了, 也是表现得十分的开心。 抓着叶峰的胳膊就开始说懂说息, 两个人就像是异地许久的情侣一样, 不停地说着话。 接下来的半个月, 夏世汗和叶峰都将自己的事情抛到脑后, 每天过得如同正常出来度假的小情侣一般, 每天过得都十分的开心。 两人从来没有像这半个月这样开心过, 叶峰也是感觉到了久违的舒缓。 他们在颐和园拍照, 在王府井吃各种特色小吃, 穿过胡同, 一起留下童心锁, 去了白云馆, 一起祭拜了三清。 两人将北京的景点转了七七八八, 最后站在长城顶上。 叶峰屁腻着八达岭, 万千景色, 感觉自己的胸腔都饮满了快活的气息。 夏世汗 雪山最后